第二部分,数位领地的重塑 凯加王朝的巩固为伊朗在整个19世纪的逐步转型奠定了基础 全新的地缘战略和经济现实 特别是两大欧洲帝国在伊朗北部和南部边界的崛起 使伊朗成了一个缓冲国家 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后果的好坏参半之势 尽管丧失了部分领土,经济资源也濒临枯竭 但凯加伊朗保留了其政治主权 并重新改造了波斯的王权制度 凯加伊朗与城市精英的联系更加紧密 宗教机构得到了复兴 对边陲部落的微弱统治也得以维持 国家步入了一段复苏时期 伊朗从工业化的欧洲进口越来越多的商品 并出口烟草和英素等经济作物 使得经济天平逐渐向大商人、大地主和欧洲公司倾斜 行会、零售商和农民等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 首当其冲承受着经济变化的冲击 饥荒和流行病的长期清洗 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 在19世纪中叶的十年间 人们对凯加政权和什叶派 宗教机构的普遍不满 引发了八部教派起义 这次起义以伊玛穆尹顿千年后 弗林人间建立公正为号召 这次运动是伊朗社会反沙利亚教法潮流中的一个关键事件 该运动承载着什叶派的救世主报复 表达了对宗教干预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现况的不满 尽管这次运动在军事上失败了 但在整个凯加时期 对八部教派的秘密信仰仍是一种表达不同政见的方式 相比之下 现代知识分子所阐述的改革观念 却只能吸引少得多的听众 在19世纪下半叶 有选择性的现代化项目 特别是电报网络的建立和现代银行业的引入 预示着全国性市场的兴起 虽然这些项目主要为外国利益服务 但也使凯加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 并且更有效的管理各省 在19世纪末的烟草抗疫运动期间 现代通信还使得抗疫的声音广泛传播 到了20世纪初 大规模抗疫活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历线革命 社会正义和民族自救的旧诉求 与现代宪政观念 民主代义制 物质发展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等新概念相结合 革命首次僵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商人 高级乌莱玛和贵族内部的改革派结合起来 成为一股变革的力量 尽管面临国内外诸多的不利因素 历线革命被证明是一场涉及多层面的变革 除了社会政治化以外 这次革命激起了一段短暂的文化艺术繁荣的时光 而凯家时期的诗歌 绘画 书法 书籍制作 建筑 音乐 摄影 新闻和表演艺术 也都展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在所谓的波斯化进程中 西方艺术和文学的各个方面 都融入了一种文化自信的氛围中 第四章 凯家时代的形成 1797-1852 在19世纪上半夜 凯家伊朗从过去几十年的物质损失中部分 恢复了过来 边陲地区游牧民族入侵的现象逐渐缓解 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定 中央所采用的波斯政府治理模式 也在表面上控制了伊朗的大部分地区 农业逐渐复苏 区域和国际贸易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城市人口开始增加 内陆地区的人口逐渐回流 然而到法特赫 阿里 沙赫统治末期 伊朗全国总人口也仅仅是勉强超过了400万 面对俄国和英国两大欧洲强国压境 凯加伊朗似乎毫无准备 当伊朗还在从过去的战火蹂躏中缓慢恢复之时 凯加王朝就已经感受到在战争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欧洲列强在战场上击败了伊朗 占领了伊朗部分战略要地 并通过外交和贸易对伊朗施加压力 有时甚至威胁到了伊朗的主权 在19世纪初的伊朗 已经从萨法维王朝时期及后萨法维时代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 演变成了南北两面受到夹击的局面 凯加伊朗之前自许是一个处于宇宙中心的帝国 现在也已变成了一个挣扎于基督教列强之间的弱国 伊朗独特的地理条件虽存在某种固有的劣势 但凯加伊朗得以逃脱大国的殖民统治 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这也归功于凯加及其臣民进行的抵抗 许多非西方国家逐渐屈服于殖民统治 而伊朗虽然被侵占了部分领土 但国家主权仍得以保留 伊朗国家和社会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 选择性地吸收欧洲物质和知识文化 整个凯加王朝时期对欧洲文化的争论和吸纳 使伊朗塑造了对现代性的认知 凯加王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实业派宗教机构 他在观念上是保守的 有时候对国家现代化举措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权和社会网络 乌苏勒学派的教法学家提出了一个教法理论 要求信徒在宗教生活的所有复杂问题上紧紧追随木质台西德 乌苏勒学派以萨法为时代的学问为基础 制定了一套详尽的规则和仪式 不仅用来规范信徒的行为 也用来规范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 凯加政权维持现状的愿望 有助于实业派交法学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具于超然的地位 然而国家与乌莱玛之间的共生关系 对发展创新思维以及吸收 适应更广泛的文化构成了障碍 这些主题引发了对凯加王朝的一系列争论 二十世纪的许多历史专注 因为受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将凯加王朝时期视为一个失败和颓废的时代 这种观点贬低了 如果不是恶意诽谤的话 凯加时代的重要成就 不仅在于凯加王朝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延续 还在于其文化上的灵活性 十九世纪初 伊朗文学和艺术复兴的影响极为深远与持久 实业派在教法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尽管在学术上很僵化 但这一时期的实业派教法学家 阐述了一种复杂的法律方法论 人们更多地称为教法学原理 乌苏勒学派正是以此来命名的 伊斯法罕学派 中亚理事多德哲学的复兴 也鼓励了新方法的产生 并做出了新的评助 实业派苏菲教团的复兴 是赞德时期的重要遗产 并在各个阶层中 抵消了城市乌莱玛的影响 催生了新的神志学和神秘主义作品 凯加时代也见证了 新的社会宗教运动的兴起 这些运动支持在波斯 实业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本土化改革 而不是大规模的照搬外部的事物 巴布教派起义是 实业派内部非正统思想运动的高潮 这场运动所传递出的 宗教和社会复兴的诉求 根植于伊朗过去的旧式主经历 在19世纪后期 所有的改革派 自由思想家 革命者 中央政府的官员和持不同政见者 都在讨论社会道德和物质生活的衰落 批判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规范 并提出了源于本土的祸受西方思想启发的改革论述 在绘画 书法 书籍装表 音乐 建筑以及诗歌 散文等方面 凯加伊朗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和文学活力 传统工业和工艺品 特别是纺织品 其精细化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方的工艺和技术 包括电报 摄影和书籍印刷 变得越来越普及 这些亮点与凯加政权的堕落腐化以及苦难的时代背景形成了对比 重振帝国升危 法特和阿里沙赫在面对家门口的欧洲列强之前 必须先平息伊朗内部的诸多叛乱 首先是阿塞拜疆和伊斯法罕 在那里 侵占德王朝的势力死灰复燃 然后是在洛雷斯坦 护罗山 亚兹德和高加索地区 那里的许多部落首领都不愿效忠凯加王朝 尽管阿加穆罕默德汉相信他建立了一座皇宫 并用鲜血拱卫他 所谓的鲜血来自凯加王座的实际和潜在竞争者 但仍然有人基于凯加王位 这些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阿加穆罕默德 汉麾下雄心勃勃的库尔德部落首领萨德克 汉 沙卡齐 可能是暗杀阿加 穆罕默德 汉的主谋之一 他抢走了新制作好的凯亚尼德王冠和一批皇家珠宝 回到了他在阿塞拜疆地区的部落所在地 1798年 法特赫 阿里捍卫收复阿塞拜疆 不得不发动了一场战争 并重新取回他王权的象征 而这一切 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去做 更为重要的是 沙卡齐的反叛表明库尔德部落一域统治从苏莱曼尼亚 斯雷曼尼亚 位于现今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 到离海南部沿岸再到呼罗山北部的广阔地带 萨德克 汉 沙卡齐最终战败 国王下令将他封死在所求的牢房之中任其挣扎而死 沙卡齐的死结束了库尔德部落的叛乱 经过几次代价昂贵的战役 到1800年 凯加王朝收回了阿富沙尔王朝在呼罗山的最后一个据点 尽管如此 凯加国王仍然对他麾下的凯加部落首领 以及他们反复无常的忠诚耿耿于怀 在凯加王室争夺王位的过程中 他们中的一些人暗中支持了现任国王的弟弟 法特赫阿里沙赫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最终成功地除掉了他那桀骜不驯的弟弟 在此之前 他还罢免了权倾一时的大维切尔哈拉伊布拉辛 哈拉伊布拉辛可能与沙赫反叛的弟弟暗中勾结 最终被指控为叛国罪 连同他的大多数族人一同被处死 这是凯加王朝一系列处死维切尔的行动中的首例 也是君主巩固个人权力的标志 这一行径再次说明了面对国王的独裁统治 政府内阁根本不堪一击无力反抗 首相和君主之间为控制政府而进行的斗争 阻碍了内阁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制度化运作 哈拉伊布拉辛经常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 而且他根除伊朗部落冲突和内战隐患的功绩 很少有人给予肯定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皮坦 约翰 马尔科姆在大维切尔哈拉 伊布拉辛垮台前不久见到了他 并建议哈吉以温和的态度 来面对沙赫偶尔的坏脾气和暴力行为 听了建议之后 哈拉伊布拉辛 重申了他对在强大政府内阁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渴望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保命 但波斯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我的目标是给我的国家一个国王 我不在乎他是赞德人还是凯加人 如此一来内战即可结束 我一生中已经见惯了血流成河的场面 我早已置之度外 不会在意这些 在哈拉伊布拉辛之后 一些曾涉嫌与倒台的大维切尔密谋的 法尔斯官员重新获得了王室的青睐 并在内阁地方派系林立的架构中 谋取了高级官位 这些人自然成了北方党人的眼中钉 北方官员大多来自马赞德兰 尤其是努尔地区 他们早在阿加 穆罕默德 汉统治时期就投靠了凯加 两个派系的影响力 被来自中部的第三大派系削弱了 第三大派系主要来自法拉罕 及其邻近地区 在当时 这里文化高度发达且治理有方 法拉罕派系的势力 甚至超过了南方和北方派系 因而能够在国家中央政府中 长久生存 早前 法拉罕派系曾为晚期的 萨法威王朝和赞德王朝服务 他们培养了一些有能力的政治家 包括米尔扎 伊萨 卡姆马卡姆家族 及其是从米尔扎 塔奇汉 法拉哈尼 凯加统治者 让三方派系相互争斗 并操纵争斗 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发展 镇压地方叛乱的同时 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宫廷里 凯加汉和政府内阁 以一种新的奢华 浮夸精神携手合作 公共和私人庆典 充斥着繁琐的宫廷礼仪 以及炫富的表演 环绕着数不清的宫廷侍从 仆人 仆人 警卫 乐师和舞者 有华丽的服装和丰盛的菜肴 还有为数众多的皇家宫殿 花园 狩猎场和皇家骑兵 所有这些都成了凯加权力的象征 大量真人大小的女乐师 歌手和舞者的画像 展现了一种享乐主义的休闲生活 和纵情狂欢的文化 无疑 画中的许多人 曾受雇于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宫廷 及其儿子们的宅邸 法特赫 阿里 沙赫 是这个世界闪闪发光的中心 就像他的伯父阿加 穆罕默德 汉一样 他曾主宰着军营 麾下有适合长距离作战的战马 他不断发动战争 同时注重维护军技 两人的外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阿加 穆罕默德 汉身材矮小 满脸皱纹 没有胡须 而法特赫 阿里 胡须浓密 又长又黑 他面容迷人 带有些许柔弱 意在向世人宣告他的皇家威严 和独特的男性魅力 与老国王这样常年住在 帐篷的粗犷战士相比 法特赫 阿里 是一位稳重而且有趣的众王之王 他更愿意住在安全华丽的皇家宫殿中 毫无疑问 这是那个时代的宫廷画师 所描绘的场景 这类逼真的场景为数众多 后来 国王经常坐在那把新的太阳王座上 带着改造后的与阿家 穆罕默德 汉不同的凯亚尼德王冠 他穿着最精致的丝绸长袍 带着相有光之海 钻石和太极 马哈钻石的护腕 周围是剑 盾 权杖和王室结杖等 君王御用器具 所有这些都向征性地传达着一种王权的历史连续性和统一四方的权威性 特别是针对临近的欧洲帝国而言 新的凯亚尼德王冠 取代了赞德王朝时期的投金状帽子 重新夺回的皇家珠宝与壮观的战利品捆绑在一起 形成一个圆柱形结构 象征着众王之王的宫殿所凝聚的政治权利 凯亚王权引起了人们对古伊朗历史的回忆 这些历史在《猎王记》中有过描述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的岩石浮雕及古代遗址中也可以看到 法特赫·阿里·沙赫在赞德宫亭中长大 在其伯父的统治时期曾治理过法尔斯 他吸收了这些帝国的象征礼仪 用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以及打造另一种王权正统性 对伊朗王权的探讨再度复苏 与此同时 部落的历史往往会回溯到贴末时期 而凯加人也很难完全放弃这种联系 当然 这些会被视为正统性的来源 与凯加声称对什叶派社区的世俗领导 以及捍卫萨法维王朝的遗产 什叶派伊斯兰教密不可分 可以说 凯加王朝建构的多层次正统性将众王之王的形象 与伊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皇家形象通过石雕艺术 大型绘画 史诗和王朝史学等媒介得以展示 这意味着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以及欧洲人都能看到 早在19世纪最初十年 凯加王朝的岩石浮雕就按照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的雕刻风格进行创作 有些甚至毗邻古代遗址而建 虽然是考古学意义上的破坏行为 但目的在于向观众们重现古代王室的辉煌 如国王之子穆罕默德 阿里米尔扎到莱沙赫委托制作的岩石浮雕 就是在克尔曼沙阿省塔奇 波斯坦地区著名的七世纪萨珊浮雕的角落旁再次雕刻的 在德黑兰南部的雷伊遗址附近 还有一处描绘宫廷场景的岩石浮雕 这个浮雕明显违反了伊斯兰教不准描绘人体形象的禁令 这一时期的文献 尤其是呼罗山古典史诗派的复兴 也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性 从诗人法特和阿里 汉 萨巴的《众王之王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对萨法为十七隐喻形式主义的明显突破 这也是对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古典主义巨匠风格的有意识回归 像许多皇家学会中受国王资助的文人一样 萨巴出身于赞德王朝的文化圈 萨巴的长篇叙事史诗 以费尔多西的《猎王记》为原型 描绘了法特赫、阿里、沙赫的英雄事迹 这首史诗以慷慨激昂的文字 想象并描绘着凯加统治者在战场和狩猎场上的丰功伪迹 然而,这首诗中战无不胜的精神 与凯加伊朗在对抗俄国时遭受重大挫折的现实完全不一致 王室后裔与继承危机 为了进一步加强王室权威 法特赫、阿里、沙赫还着手实施了一项长期性的政策 即罢免那些制造麻烦的凯加部落首领的捍卫 并安插自己直系的家族成员 尤其是即将成年的新一代王子表二 法特赫、阿里、沙赫的子嗣数量多得难以置信 在未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 他拥有数百名妻妾嫔妃 一共生育了一百多个儿女 法特赫、阿里、沙赫有意识地弥补他被阉割的伯父无子无女的玩警 这一行为此后一直被观察家们批评和嘲笑 也许他并没能摆脱感官上的放纵和奢侈 但从当时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 有这么庞大的后宫和这么多王子王孙并非没有政治上的原因 表二凯加王朝是细表 王族的成年王子们将国王从周边敌意四伏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并为他提供了更可靠的治理工具 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其子女的政治联姻 都促进了凯加与其他部落的汉、军官和城市显贵建立家族联系 此外,许多王室后代的生母是赞德王朝、阿富沙尔王朝、库尔德部落和卢尔部落的俘虏 也有一些是早期高加索战役中俘虏来的哥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妇女 还有在伊朗各地经过本地权贵同意或是以武力掠夺而来的犹太年轻妇女 国王的儿子们也以其父王为榜样建立了自己庞大的家庭 到了1860年代,也就是法特赫·阿里去世后大约30年 生育力极强的凯加王室中仅王子级别的人已达一万余 在夺回王权的过程中 法特赫·阿里·沙赫实行了在中央政府统领夏凯加王公办自治化治理的体系 因而,作为萨法维时代以及此前塞尔著王朝时期的遗产 伊朗的正式国号、伊朗的数位领地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年长的王子大多在大布里市、舍拉子、克尔曼沙阿、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担任省长 或者在不断扩张的凯加宫廷和军队中担任高官 年轻的王子被派往较小的行政区 创建区域性的数位政权 是凯加王朝解决伊朗地缘政治格局中心与边陲之间紧张局势的现实解决方案 虽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有限 但王子们经常默许国王的监管 跟随王子们戍边的是他们的导师和部分资深官员 这些导师通常都是凯加高级贵族 而这些资深官员实际上相当于代理省长 导师和代理省长都可以直接向德黑兰报告 阿巴斯、米尔扎不仅是王储 也是沙赫中王子中最受器重的一位 1799年 他以总督的头衔被派往大布里市 这是朱王子所获头衔最高的一项 他的大臣米尔扎·卡姆 马卡姆是法拉罕派的前赞德王朝官员 也是凯加早期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 阿巴斯、米尔扎来到大布里市时 这座曾经是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门户的城市 正在恢复往日的地位 通过奥斯曼帝国黑海港口特拉布宗 大布里市很快成了与欧洲进行大宗贸易的中心 直到那个世纪末 大布里市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最繁荣 人口最多的城市 在19世纪的前25年 大布里市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欧式军队 军队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军事组织 新式武器、军官体系、军队制服和军事教育 此外 通过阿塞拜疆地区 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印刷品和出版物 最早的外国报纸、摄制品、机制布料 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以及广受赞誉的谢菲尔德折叠刀 也传入了伊朗 中央政府给予大布里市地方政府 很大的施政自由 大布里市可以在西北地区 进行外交和贸易 并在必要时发动战争 阿巴斯、米尔扎与俄国 英国的外交活动 让凯加伊朗与两大欧洲帝国 进行了首次接触 在与俄国争夺高加索的两轮战争中 大布里市都是伊朗军队的指挥中枢 尽管这两场战争都已惨败告终 该城的官方名称是主权之地 伊尔克以统辖周边的军队 财政和地区性防务 阿巴斯、米尔扎本人不仅拥有总督头衔 而且经常被冠以沙赫的头衔 这与法特赫阿里 沙赫的头衔众亡之王 形成了鲜明对比 直到其父的统治末期 阿巴斯、米尔扎才被正式立为王储 Vali EHD 意为王室盟约的守护者 德黑兰的官方名称是哈里发之地 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什叶派国家的首都 似乎有些奇怪 可能是为了与奥斯曼帝国 对伊斯兰哈里发称号的主张进行竞争 这个称谓表明了 凯加王权正统性的多极化特点 萨法威王朝时期的东部首都赫拉特 也被称为主权之地 虽然凯加几次试图出兵占领 但从未成功 阿塞拜疆的区域自治权 被其南部 西部和东部至少三个有权势的王侯 以及来自克尔曼沙阿 伊斯法罕和库尔德斯坦的几股 不太显眼的势力所抵消 在驱逐了反叛的兄弟之后 法特赫、阿里、沙赫将法尔斯和波斯湾诸省 交给他另一个年长的王子 侯赛因、阿里、米尔扎 侯赛因、阿里、米尔扎与阿巴斯 米尔扎年纪相仿 不过他的母亲不是凯加人 他的官方头衔是王室法令的执行者 侯赛因、阿里、米尔扎在南部 依然维持着区域自治 和阿巴斯、米尔扎一样 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三十多年 同样 伊朗西部的一大片土地 分给了国王的长子穆罕默德 阿里、米尔扎到来沙赫 他是一位大胆 并且雄心勃勃的王子 母亲是格鲁吉亚人 他的头衔是国王的政治财富 这意味着他也是自己领地的沙赫 他在位掌权至1821年去世 长期的派任使诸王子 在各自管辖省份的势力 逐渐根深蒂固 但这也助长了他们之间 在熟悉不过的权力竞争 尽管如此 在承认伊朗区域多样性的现实 并帮助国家经济复苏的前提下 凯加王室体系的平衡数 还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中央政府努力对王位继承 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 但在早期的凯加宫廷政治中 王位继承方式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一问题对国内和国外都造成了影响 王位继承的竞争虽然尚未完全明朗 但很早就开始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 王子们不仅需要重建区域经济 维护地区安定 而且还要进行领土扩张 以此来恢复伊朗的传统边界 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冲突的注意力 国王通常会默许对外开战 他甚至还介入了一些王子间的王位竞争 阿巴斯·密尔扎在1828年被立为法定继承人 但并没有得到他那些雄心勃勃的兄弟的权力支持 后来 从1830年代开始 夺位之争进一步将凯加王位 与欧洲帝国政治纠缠在了一起 欢迎英国人 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统治下实现的国内权力平衡 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受到了欧洲强权政治的干扰 这对于伊朗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伊朗从18世纪的孤立中走出来时 正好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正面相遇 一方面 欧洲列强的存在有助于稳定伊朗边界 并巩固凯加王朝 另一方面欧洲的战略 领土和商业野心把伊朗变成了一个激烈的竞技场 这种竞争有时甚至极具破坏性 欧洲的领土扩张和外交压力 不光体现在对伊朗国内事务的干预上 还体现在对商业特权 领事裁判权以及后来的经济特权的争夺上 随着伊朗在战场上的弱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欧洲国家居高临下的态度 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北部 伊朗出其不意地成为其北方邻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对象 在俄国向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中首当其冲 对伊朗的南部和东南部而言 不断扩张的英属印度 虽然有些遥远 但仍具威胁性 因为英国要确保其最为重视的殖民地的安全 位于西北的阿富汗公国邻里 而法国和俄国又相继进入波斯湾和印度次大陆 这引起了英国的担忧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对凯加伊朗的战略 俄国和英国对彼此的恐惧和猜忌 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凯加时期伊朗地缘政治的命运 渐渐的 伊朗成为这两个野心膨胀的帝国之间的缓冲区 两者都没有特别在意伊朗的意愿或困境 1800年 由约翰·马尔科姆上校率领的东印度公司代表团 来到了伊朗 揭开了英医关系的新篇章 马尔科姆也许是法特赫阿里沙赫时期 最有影响力的使者 他意图与伊朗结盟 说服伊朗对抗喀布尔的阿富汗统治者扎曼 沙赫 因为扎曼 沙赫当时正处于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 对印度庞哲普构成了威胁 1799年 马尔科姆宣布东印度公司战胜了麦索尔的统治者蒂普苏丹 然而就在马尔科姆到来前不久 蒂普苏丹派遣了一支使团前往波斯王宫 提议与法特赫 阿里 沙赫以及喀布尔的扎曼 沙赫 马斯卡特的苏丹共同缔结反英联盟 马尔科姆在征服麦索尔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并在此后担任英国殖民霸权的首席规划师维尔斯利侯爵的私人秘书 他认为伊朗是维护印度安全的重要一环 这项外交政策在整个凯加时期持续发挥着影响 时隔一个世纪 凯加政府再度欢迎与英国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 然而 在正式会见马尔科姆及其随行人员之前 凯加政府官员急于了解英国在印度的更多情况 早在1759年 英国曾在本地治理战役中战胜了法国人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 英国又在孟加拉大局攻城掠地 面对英国殖民的成功 赞德王朝以及后来的凯加王朝 在敬畏的同时也怀有一丝焦虑 一支规模庞大的英国使团抵达凯加宫廷 这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 意味着凯加王室可以与英国王室平起平坐 因此 政府官员小心翼翼地与马尔科姆商讨 宫廷礼仪的细节 英国官员的帽子和靴子尤其成了大问题 伊朗同意英国官员可以按照英国风俗摘下帽子 靴子则要按照波斯人在室内脱鞋的风俗 包在临时的罩子里 同时 伊朗方面又拒绝了英国官员提出的 坐在伊朗国王面前的要求 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英国客人 在伊朗国王面前还是表现出了友好情意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 向彼此展示自己的财富 实力和知识 马尔科姆不仅逗笑了国王 并且凭借自身对凯加部落及其历史的了解震撼了伊朗的官员 而法特赫 阿里 沙赫不仅了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活动 而且还知道英国丧失了在美洲的殖民地 一个现代共和国正在新大陆崛起 法特赫 阿里 沙赫给马尔科姆和其他英国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他文化交流的例子则凸显了双方 希望达成的目标实际大相径庭 互赠礼物是这种新的外交形式下的象征性语言 马尔科姆赠送给国王极其大臣一批丰厚的珠宝和奢侈品 虽然这些礼物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但这样做是为了给波斯皇宫留下深刻印象 赢得他们的好感 并说服国王采取行动对抗来自阿富汗的威胁 而最终国王也确实被说服了 长期以来 英国人一直擅长通过向印度各地王宫赠送礼物 以换取殖民条约 但是 伊朗国王在收到礼物后 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东印度公司的提议 他并没有把礼物看作促进合作的诱因 相反 他将收到的礼物看作献给国王的贡品 以展现其帝国的声威 法特赫 阿里 沙赫宫廷的排场 豪舍精致的礼仪 很可能被视为向其国内及临近竞争者 展示凯加政治权利的必要手段 而这些竞争者早就知晓英国的海军实力和商业实力 也许过了20年后 凯加统治者及其政府 才可能充分理解欧洲殖民企业的复杂性 及其对伊朗的意义 1800年 马尔科姆抵达德黑兰的同一年 是俄国与伊朗在哥鲁吉亚隶属问题上 爆发冲突的关键时刻 伊朗国王很不明智地拒绝了 马尔科姆希望双方缔结合作 及商业条约的友好提议 一直到1814年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 这一耗失多年的条约才获得批准 凯加认为 俄国人是粗暴的侵略者 而与俄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英国人被认为精明 有纪律且富有远见 他们因善用谋略 高超的谈判技巧和有分寸的使用武力 而备受钦佩 马尔科姆代表和体现了 英国殖民扩张鼎盛时期的进取精神 他是一名殖民战略家 战士 外交官 同时也是学者 他阐述了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并宣扬了英国对伊朗人的态度 他在1815年首次出版的《波斯史》 从原始时期到现代 《History of Persia》 《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一书中 将伊朗描绘成一个具有地缘政治完整性 和一脉相承的历史的国家 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但他同时也在书中写道 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本书参考了欧洲和波斯的原始资料 在各个方面展现出了 英国东方学研究的进取精神 求知欲强 又有严谨的探究 穷尽一切的搜集和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史料 然后进行系统性归纳 并最终占据主导者的地位 他描绘的波斯是一个高度警觉 甚至令人敬畏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迷人而复杂的社会 然而 他也指出波斯到处都是颓废和专制 19世纪早期 随着伊朗及其新政权 成为欧洲战略利益的焦点 许多关于伊朗的书籍在欧洲出版 内容包括邮寄 历史 地理和考古发现 其中许多都有插图说明 都受到了欧洲读者的追捧 马尔科姆的书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不像介绍印度或埃及的书那样多 但这些书在塑造人们对伊朗的看法方面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其他殖民时期的旅行文学一样 读者通常将这些书使为欧洲 尤其是英国在物质和文化上的优越性的可靠证据 相比之下 伊朗人对欧洲和印度殖民地的了解仍然很少 并局限于其文意识 在马尔科姆的使团到来之前 凯加政权对现代欧洲及其地理 历史 社会和政治值之甚少 对新大陆更是一无所知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关于现代欧洲的波斯语著作 其作者主要是居住在印度 与英国殖民者有所接触的波斯文秘 利元 他们翻译了欧洲年鉴中 关于欧洲及新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的短篇文章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由米尔 阿卜杜勒 拉蒂夫 舒什塔里所著的世界的礼物 Tafetel Alam 该书的附录完成于1805年 除了赞扬西方的科学创新 蔑视诸如法国大革命等巨变 舒什塔里还对英国殖民扩张的系统性病态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 英国吞并印度的各地公国 总是从早期单纯的贸易关系和签署友好条约开始的 然后向懒散成性 荒淫奢侈的统治者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建议 最终通过说服或胁迫手段进行全面的接管 舒什塔里在书的附录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他希望伊朗不要重蹈印度的覆辙 要时刻保持警惕 并通过洞察时事 健全政府 以抵御国家主权即将面临的威胁 然而 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变迁 他的同胞们才听到他的警告 1847年 《世界的礼物》一书终于在海德拉巴出版面试 那时 伊朗在北方的宝贵领土已经被俄国人夺走 俄国的威胁及欧洲的竞争对手 对于凯加伊朗来说 与英国结盟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加强抵御俄国威胁的能力 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事 1801至1825年在位 不顾部分谋臣的反对 重申了前任沙皇吞并哥鲁吉亚的愿景 向南方进军之所以会吸引沙皇 部分原因是沙皇想让俄国在殖民地利益竞争中 能与其他欧洲大国平起平坐 亚历山大吉奇志同道合的俄国扩张 狂热分子依赖于哥鲁吉亚王室和亚美尼亚教会的支持 这些哥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认为 俄国吞并东高加索是打破波斯统治加索的唯一途径 他们对阿加 穆罕默德 汉在地比利斯的大屠杀 以及绑架奴役基督教妇女儿童的悲惨历史记忆犹新 然而 波斯的统治总体上是有利于高加索人民的 因为波斯统治让他们享有社区自治权 且说服较少 特别是亚美尼亚的地主阶层 他们对波斯的统治感到满意 尽管他们的声音被国外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 和国内教会盟友自私自利的热情所淹没 同样 哥鲁吉亚统治集团的部分精英认为 宗主国伊朗将自治权下放是一件姓氏 而另一些人则被纳入俄国保护的想法所诱惑 到1803年 俄国不仅声称自己拥有对哥鲁吉亚的主权 还拥有对克拉荷以东其余所有伊朗属地的主权 这些省份因丝绸生产而成为被觊觎的目标 作为回应 在阿巴斯米尔扎的领导下 大布里市政府开始加大对高加索 剩余省份的控制力度 即使已经预料到俄国会强加干涉 凯加王朝埃里温省省长也不愿屈服 第一轮俄裔战争始于1805年 伊朗非正规部队突袭高加索内地 意图重新确立凯加王朝的统治权威 俄国人则在地比利斯发动战争 在报复和反击中 不祥之兆已经引现 此后7年 俄国和伊朗展开了争夺 阿拉斯河以北地区控制权的战争 在战争的早期 伊朗人经常取得胜利 到1807年 他们仍能够击退俄国的进攻 并在一场战争中击毙了俄国的地比利斯总督 此举意重大 象征着伊朗重新夺回了除哥鲁基亚以外 几乎所有的高加索省份 1810年 尽管俄国派遣了增援部队 但是一名保卫埃里温的凯加将军 仍设法击退了俄国的进攻 并抓获了大量的战俘 新任的俄国总司令不得不要求 与伊朗签订和平条约 然而 波斯夺回的领土仍未得到巩固 仅仅三年时间 战争的局势便发生了逆转 1812年10月 在阿尔达比勒 以北大约120英里的阿拉斯河岸边的 阿斯兰杜兹爆发了一场战役 俄国人尽管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却仍对波斯军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凯加的非正规战争方法 与俄国的现代战术截然不同 凯加军队按照欧洲模式进行改革 但改革力度太小 不足以产生任何效果 并且高加索当地王宫的中心也有所动摇 尽管其中一些人是凯加部落的血脉 但他们既反抗凯加的统治 也抵抗俄国的控制 在1812年10月前 拿破仑对俄国的灾难性入侵 就已进入尾声 这使得胜利在望的俄国人 现在更加自信 并且能够集中力量 向他们的南部对手发动沉重的打击 1813年10月 在英国的调停下 哥莱斯坦条约签订 俄国获得了阿拉斯河以北 几乎所有的东高加索地区 并吞并了整个哥鲁吉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巴库 谢尔凡 卡拉巴赫 吉尔宾特和甘甲 只有埃里温和纳西切万上在伊朗的控制之中 该条约还赋予俄国在离海保留海军的特权 实际上是将伊朗的北部省份暴露在未来的俄国吞噬目标之中 通过和解的方式 俄国沙皇含糊地承认阿巴斯 米尔扎为凯加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同时承诺不干涉伊朗王位继承的任何潜在纷争 哥莱斯坦条约是伊朗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该条约集中体现了后凯加时代俄国对伊朗的严重威胁 然而 这一条约并不是高加索问题的盖棺论定 俄国故意将条约的若干条款描述得含混不清 作为进一步提出领土要求和特许权的借口 经过了又一轮的战争 俄裔两国在阿拉斯河的边界才永久性地确定了下来 与此同时 俄国也让伊朗意识到 这个北方邻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拥有先进的军队和强大的军事能力 既能击退法国对其欧洲前线的大规模入侵 又能遏制并最终击败其南部战线上的凯加王朝和奥斯曼帝国 显而易见 在这场战争爆发后不久 伊朗几乎立马卷入了欧洲政治纷争之中 为了寻求自身安全 凯加政权不断地与英国和拿破仑同领下的 法国进行谈判 试图通过强大的盟友来抵御俄国的侵略 早在1801年 在马尔科姆谈判所达成的条约草案中 英国就答应给伊朗军事和金钱上的帮助 以对抗阿富汗的扎曼 沙赫并在不久之后抢占了潜在的法医同盟的先机 1798年 在拿破仑占领埃及之后 英国当局担心法国可能借到奥斯曼帝国和伊朗 对印度殖民地发动攻势 拿破仑对黎凡特的突袭虽然没有取得成功 却增加了英国人的焦虑感 对于英国人来说 这是法国利用伊朗作为进入印度门户的明显迹象 虽然这种迹象并未马上变成现实 却是凯加国王及其谋臣 更加意识到了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凯加王朝挑拨交战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希望能够为遏制俄国入侵争取支持 然而 英国迟迟不批准1801年的条约草案 也不履行有关在外国入侵时 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的条款 这让法特赫 阿里 沙赫和他的谋臣感到失望 相比之下 法国的外交姿态让他感到鼓舞 1805年 法国使劫阿曼迪 朱伯特抵达德黑兰 并提议伊朗与拿破仑结盟 而这一年 拿破仑已经在战场上威慑了俄国和英国 在伊朗人看来 拿破仑是一位杰出的战士 也是一位天然的盟友 法国的嗜好极为诱人 尽管伊朗国王在一段时间内 很难接受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因为这场革命处决了法国的国王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法国军队不可能越过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从陆路到达伊朗 尽管如此 在1807年5月 法国与伊朗签署了 分肯斯坦条约 这足以让伊朗国王放心地盖章批准 条约不仅承诺在法国击败俄国之后 会支持将格鲁吉亚归还伊朗 更为现实的是 法国还承诺派遣军官和军事工程师 对伊朗军队进行军事培训和现代化改造 由于伊朗是法国的盟友 该条约要求伊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 并在与俄国开战的同时向英国宣战 此外 条约还要求伊朗当局说服 仍然隶属伊朗的赫拉特和坎大哈的阿富汗臣民 攻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 倘若拿破仑无法在海上击败英国 就将计划对印度开战 而一旦拿破仑率军前往印度作战 伊朗将被要求为法国军队开放陆路通道 以及波斯湾沿岸的港口 在拿破仑的副官查尔斯 马蒂厄·戈尔丹将军的领导下 法国在伊朗的军事代表团 开始训练凯加的部队建立铸造厂 并勘测土地 法国培训师和工程师 也以革命般的热情开展工作 凯加政权看起来 似乎有机会实现军事现代化 并且顶住俄国的压力 然而很快 戈尔丹不得不终止他的任务 并返回了法国 1807年7月 在芬肯斯坦条约签署两个月后 拿破仑与俄国沙皇 缔结了许多短命的联盟条约 提尔西特条约就是其中之一 这暴露了拿破仑 反复无偿的战争政策 然而 对于法特赫阿里沙赫来说 该条约与依法条约中 所规定的法国的义务相抵触 甚至是完全相悖的 拿破仑反复无偿的机会主义 为英国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虽然在1808年 伊朗国王仍然对法国的倡议 充满了希望 并拒绝了马尔科姆 第二次出访伊朗的请求 但在1809年初 伊朗国王却准备欢迎 另一位英国王室 特使哈福德·琼斯 布里奇斯爵士 造访他的宫廷 陪同布里奇斯爵士的 是外交使团秘书詹姆斯 莫利尔 他在此后 创作了东方讽刺小说 《伊斯帕汉的哈吉》 巴巴利贤记 琼斯在他职业生涯早期 曾是一位宝石商人 并在巴什拉担任过英国顾问 在凯加仁刚获得政权的时候 琼斯就意识到 伊朗正处于动荡的关头 他曾劝说绝望的卢特 阿里 汉 赞德不要卖掉纳迪尔 沙赫的珠宝 也就是法特赫 阿里 沙赫后来所佩戴的那些 作为一名外交官 琼斯希望获得 伊朗对反法联盟的支持 并承诺给伊朗12万英镑现款 这其实是一笔变相的违约金 以取代之前已向伊朗承诺 但此后又拒绝兑现的津贴 除此之外 琼斯代表乔治三氏 George三 1760至1820年在位 赠予伊朗国王一颗大钻石 随后 琼斯还在大布里市 与阿巴斯·密尔扎及其团队进行谈判 但此后不久 马尔科姆代表东印度公司第三次出使伊朗 琼斯和马尔科姆 这两位使节之间的竞争反映出 英国在争取伊朗友谊的优先次序上 是自相矛盾的 伦敦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反法联盟 确保英国在欧洲的安全 该联盟必须包括俄国 而英属印度殖民地当局的主要目标是 继续将伊朗当作缓冲国 一边抵抗法国的威胁 一边抵抗俄国 可能向波斯湾和印度地区发动的军事扩张 1811年 这两个目标 最终在英国王室的伊朗特使戈尔 奥西利爵士所率领使团的努力下协调一致 戈尔奥西利爵士成功地对伊朗国王 及其宫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阿巴斯·密尔扎政府 已经对陪同马尔科姆 从印度来的英国军官表示了欢迎 认为他们部分兑现了英国早些时候 支持伊朗的承诺 到1810年 他们与伊朗人一起在高加索前线服役 并以欧洲战术来训练士兵们 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支付此前承诺的货币援助 1808年 由琼斯负责重新与伊朗进行谈判 最终于1814年9月 英国议会批准了 英国波斯防御同盟最终条约 其中第四条规定 如果有欧洲国家入侵波斯 而波斯政府需要英国的协助 印度总督应代表英国 依照波斯政府的要求 从印度派遣所求之兵力以及军官 但要和军事必需品 或者英国政府每年以支付津贴代替 特此规定 所述津贴金额每年为20万图满 另外 如果与欧洲国家的战争 是由波斯入侵造成的 英国则不应支付上述津贴 英国政府相当巧妙地将伊朗在高加索地区的战争解释为 主动进攻而非被动防御 因此 英国几乎不可能向伊朗提供金钱补贴或军事力量援助 奥西利爵士极力说服伊朗国王及其大臣接受战败的结果 并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 而他自己则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并最终成为一位和平协调者 到1814年 伊朗所得远远少于其最初所期望的 伊朗不仅失去了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 面对外国自相矛盾的要求 伊朗的名誉和威望也严重受损 随着法国战败 拿破仑被流放外岛 伊朗国王何凯加统治精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伊朗要在俄国的进攻中幸存下来 就必须依靠英国的支持 并勇于满足和接纳大英帝国的突发奇想和愿望 对于凯加王朝而言 如果还有一线希望的话 那就是把伊朗当作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国 尽管英国和俄国都希望分割伊朗有价值的地区 像阿巴斯 米尔扎基奇大臣等凯加政治家 他们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仍然希望能够收回那些痛失的领土 正如埃及以及此后不久的奥斯曼帝国那样 19世纪初的穆斯林政权都在急切地进行现代化的军事改革 这不仅是为了抵制欧洲的入侵 更为迫切的是 这些政权需要在对外战败引发国内颠覆的危急时刻 迅速集中力量 一致对抗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 阿塞拜疆的新军 Nesemijedi 以为新军事秩序 是建立一支现代军队的首次尝试 即使这些现代部队并不能有效地对抗外敌入侵 至少还能够有效地镇压国内的叛乱分子 新军士兵被称为萨巴茨 Sarbes 以为牺牲自己的人 他们上穿红色外套 下穿蓝色长裤 脚灯长筒靴 身着西式制服 并配备刺刀步枪 成为凯加王朝的一道奇观 保守的乌莱玛最初不赞成 以一教徒形象制作新式军服 认为这样的制服 违反了伊斯兰装束规范 然而 他们被国家官员说服了 转而相信这样的制服 是保卫穆斯林土地的必要条件 1838年 凯加国王穆罕默德 沙赫下发诏令 称赞这种由伊朗面料制成的新式军装 认为这是最光荣的装束 这种军装比旧式的更为耐用和实用 同时还能把包括沙赫在内的国家束手者 与其他民众区分开来 就像雕刻在波斯波利斯古宫殿的士兵雕像一样 阿塞拜疆的新军成功地适应了 现代军队的训练和战术 在1810年代末至1820年代初 新军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律和耐力 欧洲观察家对伊朗军队在战场上的勇猛 表示了赞赏 新军确实帮助阿巴斯 米尔扎在格陆王侯中站稳了储君的地位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新军继续扮演着国家强大后盾的角色 最终促成了1848年改革派首相米尔扎 塔奇 汉 阿米尔 卡比尔的崛起 乌苏勒学派木制台西德的时代 与俄国的战争给伊朗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虽然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有多次外国入侵 但这是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 首次被基督教政权夺走了领土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最近的一场争夺领土的战争 是1071年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兹克特战役 战争双方分别是塞尔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这场战役以塞尔朱帝国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伊朗唯一一次被基督教政权击败 使627年的尼尼威战役 当时拜占庭帝国皇帝赫拉克利 在太西风以北285英里的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尼尼威 击败了萨山帝国 被俄国人击败以后 宗教信仰对伊朗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它是早期的凯加伊朗 更加意识到自身的什叶派身份 这种身份独立于国家范畴而存在 但在战争中往往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什叶派高级教法学家穆治台西德 控制着不断扩大的宗教领域 包括司法机构 清真寺 伊斯兰学校和宗教慈善捐赠 因而穆治台西德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往往会牺牲神秘主义 或其他非什叶派教法 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权 什叶派的穆治台西德 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事务 甚至最终影响了国家的行动 特别是在第一轮俄一战争战败以后 他们就开始呼吁发动圣战对抗俄国 如果没有一套重要的宗教理论做后盾 穆治台西德就不可能将自己的势力 延伸得如此之广 到18世纪中叶 什叶派乌莱玛不得不进行自我革新 以恢复自萨法为王朝垮台以来 他们所失去的地位 此时的他们不再是国家中枢机构的一部分 也不再是伊斯法罕和纳杰夫僻静的 伊斯兰学校忠于辅课版的学者 不用再无休止地讨论 什叶派圣训集中的细节 不用再对早期教法学家的作品 做大量的注视和评论 什叶派乌苏勒学派的穆治台西德 对后萨法为时代的危机 所做出的回应是 为伊斯兰教法提出一种新的法律阐释 这种阐释强调教法学的方法论 或教法学原理 将成为在法律层面更广泛地应用 伊智提哈德原则的关键 根据伊斯兰教法的渊源 他们成了适当地通过演绎和类比 来行使伊智提哈德或法律判决 权力的唯一权威 这便将什叶派无来码 尤其是乌苏勒学派的穆治台西德 与同时期的逊尼派教法学家区别开来了 对于穆治台西德而言 伊斯兰教的法学是对沙利亚法最真实的表达 而作为法学家 他们是唯一有资格解释伊斯兰教法的专家 乌苏勒派法学实际上赋予了穆治台西德代表 尹顿伊马木行使集体代表权的权利 尹顿伊马木也被称为时代之主 是什叶派对伊斯兰教旧主马赫迪的称谓 什叶派认为当马赫迪从无形世界 来到现实世界时将触发这一时代的终结 这种自诩的权威使得穆治台西德 以教法的名义要求他们的信徒 或者更具体地说 他们的效仿者 征求来自穆治台西德的法律和道德意见 并在所有伊斯兰教义的问题上 听从他们的专业建议 效仿的教法理念 也要求什叶派信徒 在所有伊斯兰教法问题上 遵从穆治台西德 任何合格的什叶派穆治台西德 都可以发表独立的教法指令 更重要的是 鉴于其社会影响 这些意见至少在理论上 会对追随者的信念和行为 产生前所未有的控制力 在19世纪 穆治台西德与效仿者的二元关系 逐渐成为穆治台西德法律权威的轴心 有时甚至成为他们 行使社会和经济权力的关键 效仿行为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 有温和的行为 例如在星期五集体礼拜期间 在穆治台西德背后进行礼拜 也有严肃的行为 例如进行圣战 尽管发动圣战 并不总是在穆治台西德的司法权限之内 在什叶派交法学家中 对于是否允许举行星期五距离 也存在着争议 早在萨法维王朝时期 逐渐衰落的阿赫巴尔学派的追随者 就拒绝了星期五距离 因为他们认为在没有引顿伊玛木的情况下 任何权威都没有率领公众礼拜的正当性 然而到了18世纪晚期 乌苏勒学派开始接受距离 将其作为扩大他们权威 展现他们才智的有力工具 然而穆治台西德与其追随者互动的动因是复杂的 除了要在伊斯兰学校的研习班中 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各种宗教议题 并从老师那里获得某种非正式的资格认证外 什叶派从未为穆治台西德设定过客观标准 在后萨法维时代 乌莱玛从国家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 使得这种做法变得更加常见 因此穆治台西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追随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 获得更多的支持者 可以这么说 一个穆治台西德必须倾听他的追随者们的呼声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意愿 甚至有时煽动人心取悦群众 由于追随者会将所谓的净收入的五分之一捐赠给穆治台西德 再加上其他的宗教捐赠 穆治台西德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 原本就错综难理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穆治台西德在社会事务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募集追随者收入的五分之一 有时也被称为伊玛木的份额 称为凯加时期乌苏勒派木制台西德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凯加的崛起 以及城市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 崇尚文本研究的阿赫巴尔学派 对伊斯兰教法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和话语权 而同一时期的乌苏勒派木制台西德的追随者人数增多 影响范围扩大 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纳蒂尔沙赫希望遏制甚至毁灭萨法维王朝的乌莱马 势力相反 阿加穆罕默德 沙赫和后来的法特赫 阿里 沙赫选择安抚这些木制台西德 并寻求他们的帮助和祝福 以弥补自身在神圣血统方面的不足 木制台西德即使是屈从于凯加王朝的意志 也依旧保有其居高临下的地位 而不仅是国家的附庸 在十八世纪末期 许多木制台西德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城市返回 萨法维王朝垮台以后 一些乌莱马曾在那里避难 不久 当凯加王朝还在忙于巩固他们对国家的统治时 乌苏勒派木制台西德新阶层就已经开始构建一个城市网络 新的王朝 尤其是法特赫 阿里 沙赫 几乎无法失去这个有影响力的城市精英阶层的支持 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木制台西德仍然是凯加王朝执政的权力伙伴 他们仍然遵守自己定义的教法授权界限 及他们所谓的裁决权 并将亡国的政治事物留给政府 伊斯兰教法是木制台西德的领域 而习惯法或更广泛的说 政治事物则或多或少的留给了政府及其代理人处理 乌苏勒学派的乌莱马尽管专注于教法 但从未真正放弃过失业派推翻世俗政权的想法 这是伊斯兰教早期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残余 从理论上讲 他们认为伊玛木引盾期间 任何政府当局都是不合法的 是专制残暴的 正是这种想法要求他们远离政治事物 远离当权者 在后萨法维时代 什叶派研究的主要中心仍然在伊拉克地区 这一地区此时已不在凯加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 而属于奥斯曼帝国 这就造就了一种新的权力格局 并且贯穿了19世纪和20世纪 法特赫、阿里、沙赫向伊拉克南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乌莱马 赠送了许多礼物 他们大都来自伊朗 这些礼物包括大量的现金、黄金和珠宝 被用于重建和装潢什叶派圣地 法特赫的馈赠让他自己及继承人 成了什叶派学者的恩主和伊拉克什叶派群体的保护者 尽管法特赫、阿里、沙赫也支持伊朗的木制台西德 伊斯法罕、库姆、卡尚和其他地方的宗教中心得以复兴 但纳杰夫仍然维持着什叶派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 并编写了一些重要的教法学文献 同时也为木制台西德提供高水平的宗教教育 纳杰夫的学者以其在教法学上的保守态度而闻名 并且在整个什叶派圈子内 他们被数代木制台西德认可为宗教权威 谢赫穆罕默德、侯赛因 纳杰夫是一位伊朗裔的教法学家 专门研究规则和仪式 他的作品体现了纳杰夫学术研究的高度 他的主要作品产是伊斯兰教法学的英语珍宝 共有44卷 该书是以13世纪著名教法学家穆哈齐克 犀利的作品为基础 对什叶派宗教规则和仪式进行了汇变 这本书完成于1846年 是纳杰夫学术研究的一个巅峰 从1846年到1957年 这本书共印刷了24个版本 之后又出版了许多版本 《产式伊斯兰教法学的英语珍宝》 是一本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手册 这本书揭示了什叶派法律研究的僵化 该书中于古老的什叶派教法规则 被划分为四大类 虔诚行为、契约、个人义务和宗教命令 大约有46%的内容是 关于规范敬礼和虔诚行为的 在这一部分 指着46% 内容中 有大约16%的内容涉及 污秽之物的处理和纯洁净化的规则 40%的内容涉及礼拜 剩余44%的内容则涉及斋戒、朝禁和宗教捐赠 该书非常重视净化和处理污秽的问题 这可能源于对前伊斯兰时代 索罗亚斯德教仪式的深刻记忆 该书还以近乎拜武教般的精确性 讨论了处理污秽之物的细节和清洁的方法 尤其是清洁粪便 包括例行的尿液和排泄物 另外还有对月经排泄物和其他污秽的体液 性交后的残留物、尸体和不结动物的处理规则 这本书都进行了一番极为细致的讨论 该书还详细讨论了其他污染情况 例如接触到宗教的不结之人 包括异教徒 除了敬礼和虔诚行为外 书中约有24%的内容讨论了 包括婚姻和贸易在内的契约法 21%的内容讨论了个人义务 例如关于继承和离婚的方法和规则 相比之下 该书只有9%的内容用于谈论宗教诫命 其中最重要的是刑法的执行 伊斯兰教法的原则是 惩恶扬善 刑法规定了严厉的固定刑法和同态复仇法 其中编刑 实行和斩首被认为适用于酗酒 演奏音乐 赌博 同性恋 婚外性交和卖淫等犯罪行为 纳杰费的全面论述中 最值得注意的 是对个人行为的关注和控制个人行为的手段 几个世纪以来 比起民事或公共行为 实业派教法学家对这种仪式性的行为 显然更感兴趣 决定伊斯兰教法的主要是仪式和个人行为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教法学家们在整个凯加时期 都非常强调法律方法 正如教法学方法论领域所显示的那样 但是法律范畴依然严格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划分 对于契约 个人义务和宗教诫命界定的模糊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可以说 伊斯兰教法中存在一个灰色地带 认可的行为和应受谴责的行为仍然同时存在 最异乎寻常的是 实业派的教法从未延伸至公共法律领域 或试图界定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社会权利和义务关系 同时也没有试图去界定国家权利的界限 相反 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规范个人生活的仪式和规则 即便如此 这本书仍然是出名地迂腐刻版 并且与它应该服务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和所有关于教法学的书一样 这本书讨论了大量错综复杂的案例 纯粹是学术性的 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 这些案例显示出作者对法律条文 以及伊斯兰学校环境中的学术记忆的痴迷 书中充斥着没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的假想案例 包括令人难以置信 甚至是奇怪的身体污秽 以及绝不可能取消的敬礼 礼拜 斋戒和朝敬 就像大多数纯学术和排外的研究一样 这些阐述似乎只是为了给伊斯兰学校的 教法学家同行和对手们留下深刻印象 而不是为了训练教法学家自己的学生 以及木制台希德 尽管法学家之间的竞争和争吵日益激烈 但是在危急时刻 乌莱玛仍认为他们有责任捍卫沙里亚法 他们称之为伊斯兰核心 甚至不惜与国家作斗争 然而 这些干预措施远没有那些捍卫乌莱玛权威 反对凯加政权的现代味道是 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普遍和真实 与乌莱玛总是站在弱势一边的伟岸形象相反 大多数木制台希德苦苦哀求要做国王的忠臣 并且是凯加王朝统治的崇拜者 在19世纪末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 没有一位什叶派木制台希德敢于质疑当时统治者的正统性 只有少数人敢于出面抗议政府的行为 例如在1891年和1892年的烟草专卖抗议运动期间 少数人曾反对凯加王朝给予英国公司特许权 但他们只有在政治活动家的催促下才会这样做 并且抗议的时间很短 只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发生 乌苏勒学派最早萌芽于奥斯曼帝国纳杰夫的伊斯兰学校 尽管他们远离波斯王权 但他们更依赖于凯加恩主的保护 使他们能够免受伊拉克逊尼派的马姆鲁克人 以及此后坦奇马特时代早期的奥斯曼人的迫害 第一代乌苏勒学派的教法学家大多是教师而非法官 他们在阿加穆罕默德、巴克尔、北巴哈尼的领导下 战胜了位于纳杰夫的阿赫巴尔学派的竞争对手 阿加穆罕默德、巴克尔、北巴哈尼是公认的 现代乌苏勒学派的创始人 学生们经常尊他为伊斯兰历13世纪的 伊斯兰独一无二之人和革新者 北巴哈尼是萨法维王朝晚期 著名教义学家穆罕默德、巴克尔、马吉莱西的后 他本人也是阿富汗、入侵和纳蒂尔、沙赫统治时期的难民 北巴哈尼成功地在纳杰夫创建了乌苏勒学派 靠的不仅是与阿拉伯阿赫巴尔学派对手辩论的胜利 或者创作了关于伊斯兰教法学的作品 他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建立了一个宗教赞助网络 源源不断的学生 主要是波斯裔学生 向他本人以及纳杰夫其他的乌苏勒学派资深学者学习 然后回到凯加伊朗担任司法职务 在19世纪之初 乌苏勒学派的社会网络在伊朗大多数城市中建立了起来 受到了国家和城市精英的资助 并且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区的宗教事务中 一些乌莱玛家族属于贵族 他们或是阿拉伯人或是伊朗人 主导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教学圈 Atabat 以为门槛 与这些人不同 返回伊朗的木制台西德往往出身卑微 他们通常来自农村 在贫困中接受了多年的艰苦教育 获得了一份或几份纳杰夫老师颁发的证书 然后返回家乡 他们的家乡往往是一个新兴的贸易中心 例如伊斯法罕 亚兹德 加兹温和大布里市 在这里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区 慢慢地聚集起自己的追随者 禁止邪恶的行为 相互竞争名望和影响力 并且积累财富 也许在十九世纪早期 乌苏勒学派最重要的凯末当署 著名的赛伊德 穆罕默德 巴克尔 沙夫提 他是伊斯法罕的一位 权倾朝野的木制台西德 其职业生涯 彰显了乌莱玛阶层的特权的方方面面 在二十世纪神职人员 大量使用静语头衔之前 沙夫提是唯一位被称为 伊斯兰的正名的什叶派人士 而什叶派通常用这个称号来称呼 时代伊玛木 这一称号意味着沙夫提是 伊斯兰教坚定不移精神的最好代表 沙夫提又是贫穷 加住拉什特以南十五英里的沙夫提 他在伊朗伊斯兰学校学习了很久 并加入了正宗的纳杰夫的教法研习圈子 但他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 依靠干面包和腐烂瓜果冲击度日 此清此景 当他与学生交谈的时候 这段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当伊斯法罕逐渐恢复了 作为伊朗最重要的宗教中心的地位时 沙夫提在伊斯法罕乌来马中的地位 也稳步上升 尽管他不是伊斯法罕本地人 沙夫提通过各种方式奠定了他的根基 其中包括发布严厉的法律意见 抨击道德罪犯 破坏酒教 打碎乐器 在城市中驱逐妓女 逮捕酒鬼 以及亲自处死一些被他判处了死刑的人 在一起案件中 他把一名被控犯有基奸罪的罪犯斩首了 然后在罪犯的葬礼上祈祷 他拥有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教学圈 挪用那些托管的宗教 捐赠中无人认领或是有争议的资金 购买了大量的私人地产 还出售商业街 村庄和农业地产 伊斯法罕当时 刚刚开始从几十年的衰退 和人口锐减中恢复过来 沙夫提与吉兰省的一位商人合作 从事贸易和收购财产的生意 他通过精明的投资 甚至放贷来获取利益 这违反了伊斯兰教对高利贷的禁令 一旦对方违约 沙夫提就可以立即没收其抵押品 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并在不久之后 为他赢得了伊斯法罕及其周边地区 以及舍拉子和亚兹德等地的大量地产 有证据表明 截至1830年代 他已经拥有40支商队 1000家商店 以及位于波鲁吉尔德和亚兹德肥沃地区的 众多村庄 虽然人们可能夸大了他的财富 但这些数字反映了当时普通人对他的敬畏 能够累积这样巨额财富的人 往往是高级官员或部落汉 很少有人会联想到神职人员身上 因为神职人员通常以节俭而闻名 沙夫提示一位书籍收藏者 拥有大量的私人藏书 对国内和地区事务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他在朝禁时选择取到波斯湾 据说有2000名信徒陪同 他与当时控制着西甲兹的埃及帕夏木 穆罕默德 阿里通信 据记载 他曾说服穆罕默德 阿里将法蒂玛坐拥的法达克村庄的收入 捐赠给麦蒂娜的塞伊德家族 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 1839年 沙夫提就伊朗对赫拉特的主权要求 向英国特使约翰迈克尼尔爵士做出回应 显示出了他敏锐成熟的政治头脑 他对英国议会制度有一定了解 并且他也承认凯加政权在伊朗国防 内政和外交事务上的合法性 然而 沙夫提经常向凯加政权 提出许多符合他自己利益 而不是大众利益的要求 在他晚年与政府的争吵中 他对暴力的依赖和蛊惑人心的手段 玷污了他在追随者眼中的形象 最后 伊斯法罕强势的省长 皈依伊斯兰教的哥鲁吉亚人曼努切尔 汉穆塔迈德到来终结了沙夫提的权势 曼努切尔 汉是一位精明的政府官僚 他原本是法特赫阿里沙赫的一名内侍太监 后来晋升为国王的心腹 此后又成为穆罕默德 沙赫时代最具权势的政治家之一 在伊斯法罕 他粉碎了当地的流氓强盗 并限制了沙夫提对市场和司法事务的控制 在法特赫阿里沙赫统治时期 他逐渐放任木制台西德势力的增长 为他们免税 并再次确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 然而 王室支持并不是木制台西德成功的唯一理由 他们本身就精于策略 擅长与大地主 商人和市政官员进行利益博弈 例如哈吉穆罕默德 侯赛因伊斯法罕尼 也就是法特赫阿里沙赫未来的大卫切尔 就曾向沙夫提寻求法律帮助 请求他再次确认自己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 只要木制台西德能够源源不断的收到国王及政府给予的土地和礼物的奖赏 他们和地主阶级成员之间的合作就不会将凯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排除在外 木制台西德可以通过伊斯兰教学校 清真寺和巴扎扩大他们的根基 他们的支持者包括低级的乌莱马 众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 宣教者 木哈兰姆悲剧的传送者 以及清真寺和圣灵的管理员 也包括大商人 小贩子和商店主 这个教学圈十分大 内部经常会发生混乱 文本教学与法律案例的实际裁决交织在一起 教育人们如何成为木制台西德 一些城市的木制台西德 把自己放置在乌莱马的等级秩序之中 掌控着城中所谓的路提斯 并在必要时煽动暴乱 势力庞大的木制台西德通过煽动暴乱来解决与生长 官员或其他城市经营之间分歧的做法并不显见 尽管路提斯在大众的印象中是保护弱者 乐善好施的路灵好汉 但一些社区中仍然充满着恐怖氛围 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 酗酒和敲诈勒索 甚至还有对年轻男孩和妇女的性侵 但他们的恩主经常宽恕这些罪行 作为乌莱马等级制度里的较低一级 村里的毛拉成了村长和农民的宗教导师 并经常作为名义上的仗义职严者 帮助村民躲避政府 税礼及其他人的压迫 法特赫 阿里 沙赫愿意观照木制台西德 或给他们分配金钱和土地 但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爱 他一定是受到了诱惑 想用虔诚的宗教信仰来洗去他那大量的 关于贪婪和淫欲的公开证据 然而 不管是出于国内还是邻国的威胁 凯加的统治都岌岌可危 国王必须满足乌莱马的要求 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特别是在与欧洲人打交道的问题上 全清朝野的木制台西德意识到 并利用了凯加王朝的弱点 1811年 戈尔 奥西利爵士到访德黑兰时 英国福音派传教士亨利 马丁正在伊朗四处游历 传播基督教 并希望在伊斯兰什叶派中 寻找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人 他热情而天真 与一位舍拉子的木制台西德 进行了一场神学辩论 并被相当不公正地宣布为胜利者 全国各地的宗教机构都满腔怒火地 想证明木制台西德 才是伊朗什叶派灵魂的真正救星 而年轻的马丁挑战了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先知的真实性 从他的私人笔记中可以看出 他梦想将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地区基督教化 相比之下 什叶派木制台西德的回应 却表现出更宽容 更开放的态度 尽管他们应对马丁挑战的方法 已经过时 并且显然没有注意到其中 殖民主义的前台词 他们一方面保持警觉 始终如一 另一方面却思想狭隘 在智力上毫无准备 马丁并没有因此赢得任何追随者 尽管他将新约翻译成了波斯语 并在奥西利爵士的支持下 于181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发行 1816年 该书又在圣公会的帮助下 在加尔各达出版 马丁的新约前后出版了几个版本 新约是最早在伊朗广泛发行的印刷书籍之一 对波斯读者有一定的影响 奥西利爵士十分支持马丁 赞助他翻译福音书 奥西利爵士甚至向法特赫 阿里 沙赫赠送过一份手稿副本 19世纪初的英国人 可能是想让印度和伊朗皈依基督教世界 但与印度相比 伊朗什叶派信众更不容易皈依 如果说马丁事件凸显出伊斯兰教神职人员 面对神学挑战时的警惕 那么在面对现代军事威胁时 这种警惕是远远不够的 在与俄国的第一轮战争中 乌莱玛支持国家作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 对一交入侵者发动圣战 为了挽回面子 凯加政权不得不将1813年 对俄国战争的失败描绘为暂时的挫折 而不是最终的战败 随后 米尔扎·波佐格 法拉哈尼领导的大布里士政府 不得不与伊拉克和伊朗的木制台西德接触 希望他们批准再次对俄国侵略者发动圣战 在公众看来 这场战争还旨在支持阿巴斯米尔扎继承王位 因为他雄心勃勃的兄弟们正在向他发起新的挑战 木制台西德的回应 特别是受人尊敬的纳杰夫伊斯兰教法学原理大师赛伊德阿里塔巴塔巴伊 令人信服的回应 为1819年一本名为《圣战的小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这是第一本由大布里士新政府经营的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 政府想通过发布一系列伊斯兰教令的方式来寻求公众的支持 结果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的预期 作为时代伊玛木的代表 高级木制台西德欣然接受了凯加政权的倡议 他们呼吁圣战 理由是保护伊斯兰土地免受外来侵略士 所有合格信徒不可推卸的个人义务 木制台西德声称他们是群众的领袖 所有身强力壮的平民都应该参加不断扩大的圣战 木制台西德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 他动员群众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战争 另一方面乌莱玛从国家政权手中夺走了主动权 几年之后 穆罕默德 巴克尔沙夫提以教义问答的形式收集了一些伊斯兰教令 写于1826年之前 并于1831年在大布里市出版 这与木制台西德应对俄国入侵时的过时态度相呼应 书中有一章节描述了圣战和信徒的个人义务 沙夫提认为 所有异教徒俘虏都应该被处死 老人 孩子和妇女则充当为奴隶 无疑 这里的俘虏指的是高加索战争期间被俘的俄国人 奇怪的是 俄国俘虏实际上在伊朗深受欢迎 并受到诸多优待 很多俄国人宁愿留在伊朗穆斯林社会生活 也不愿回到沙皇军队继续艰苦且残忍的服役生涯 沙夫提的宗教裁决以及其他木制台西德的类似意见也显示出 教法居家对那些无拘无束且常常不遵守宗教规范的伊朗民众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木制台西德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学识而备受尊敬 但他们并不总能得到民众的追随 他们走出伊斯兰学校 进入社会舞台 寻求社会地位 财富和法律影响力 虽然最终结果没有让他们失望 但他们也无法完全支配国家的政策路线 无法控制大多数追随者的思想和内心 不过国家与宗教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 很快就将面临新的考验 战败并签订 土库曼恰一条约 战争再起 原因包括对执行 哥莱斯坦条约的分歧 化界的争端 以及被吞并领土内穆斯林反俄抵抗的愈演愈烈 至少有一些俄国高级将领决心 巩固最远到阿拉斯河南岸的俄国领土 他们认为阿拉斯河是俄国与波斯的天然边界 此外 对于大多数乌莱玛和伊朗政治家来说 他们尚未完全理解丢掉高加索省份的意义 在1826年至1827年与俄国的第二轮战争中 伊朗的焦虑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阿拉斯·米尔扎确信 他最终被确立为王位继承人的条件 将是波斯在高加索地区打一次漂亮的胜仗 在凯加宫廷和政府中 只有一小部分反战人士明白伊朗的脆弱性 假如与俄国再次开战 伊朗将可能失败 然而 高级乌莱玛对圣战的呼吁 似乎打破了与原本反战少数派之间的平衡 一些俄战高加索地区的木制台 西德对什叶派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 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大规模驱逐 于是在1826年7月 一大群人游行到了苏丹尼耶附近的法特赫阿里沙赫的军营大仗前 他们中的一位领导人名为塞伊德 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 他是阿里塔巴塔巴伊之子 阿里在后来也被称为圣战者 另一位领导人是穆罕默德巴克尔沙夫提 他们敦促由国王召集的战争委员会下令与俄国开战 还迫使国王及其官员放弃与敌人的谈判 并要求俄国特使阿里克谢伊尔莫洛夫将军立即离开军营 伊朗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答应木制台西德的要求 凯加精英中似乎出现了一种蔑视敌人的精神 这种精神既有爱国主义色彩 又充满了宗教信仰的激励 但在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新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进入高加索腹地 少数凯加指挥官表现英勇 例如在保卫埃里温附近的阿巴萨巴德堡垒的战斗中 但伊朗军队很快就在几次短暂的战役中被击溃 俄国军队指挥官伊万 费奥多罗维奇 帕斯科维奇将军的军队控制了阿拉斯河以北的整片地区 他们越过河流 向大布里士方向进军 这位著名的将军是乌克兰哥萨克贵族 也是俄国帝国主义野心的缩影 早些时候 他在拿破仑战争中脱颖而出 并在1814年击败了奥斯曼帝国 这使他成为征服高加索的英雄 但也遭到了伊朗人的憎恨 后来在与波兰的战争期间 他因赢得了1831年华沙之战的胜利 而同样遭到了波兰人的仇视 他还担任过沙皇军队的指挥官 这支军队曾参与镇压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士气低落的伊朗阵营被打得落花流水 大部分火炮被遗弃在敌后方 伊朗最后一个据点埃里温和纳西切万 也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 谢尔凡 巴库 甘甲和地比利斯的人民起义 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生 依靠群众抵抗的乌来马 无法说服阿塞拜疆人民 组织一支自卫队 或一支能够有效阻挡俄国军队 向前推进的防御力量 大不理事的一些乌来马 甚至懒得假装号召圣战 他们正忙着准备演讲 准备欢迎俄国将军 去戴凯加省长时的说辞 在俄国军队到来前 阿巴斯·米尔扎本人 在一部分随从的陪同下逃离了战场 在靠近奥斯曼边境的 霍伊的避暑形宫里避难 阿巴斯·米尔扎惨遭叛 幻想破灭 他希望至少能通过谈判 换回他的首都 英国特使约翰 麦克·唐纳 金尼尔被照来帮助他 这位特使不得不借给王储 一些现金来维持生计 这可能是阿巴斯·米尔扎 一生中最落魄的阶段 阿巴斯·米尔扎的居住地 就在1514年伊斯玛伊战败之地 查尔迪兰附近 阿巴斯·米尔扎一定想知道 他与伊斯玛伊的不幸有多么相似 1828年2月 胜利的俄国军队 与士气低落的凯加军官签订了 土库曼恰一条约 当时 俄国军队控制着整个高加索和阿塞拜疆 甚至威胁要向德黑兰进军 土库曼恰一条约 谈判时气氛阴沉 战败一方处于极端劣势 土库曼恰一条约 通常被认为是伊朗现代历史上 损失最为惨重的条约 尽管在该条约中 伊朗的领土保持了相对完整 这也许是因为伊朗谈判者的坚持不懈 再加上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帮助 或是俄国人希望实现和平 因为俄国可能与奥斯曼帝国再次开战 以上这些因素使伊朗有幸免受 进一步的蒙羞和屈从 避免丢失整个阿塞拜疆地区 从而使伊朗在某种形式上沦为俄国人的附庸 伊朗最终丧失了高加索地区17个韩国 包括今天的哥鲁基亚共和国东部 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 这些地区占当时伊朗领土的10%以上 该地区的人口也占伊朗总人口的10%以上 而当时伊朗人口为500万 高加索各省最有价值的是农业 丝绸生产 贸易和制造业 因此 伊朗损失了来自韩国的境线 这部分收入可能占伊朗政府总收入的20% 而当时伊朗总收入约300万图曼 约合356万美元 在政治上 高加索省份的丢失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更大 因为这损害了凯加王朝作为伊朗数位领的保护者的威望 凯加的形象被玷污 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执政能力 因为战后的伊朗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统治下动乱四起 特别是在护罗山地区 如果用黄金来计价 俄国则索取了超过500万图曼 约合600万美元 或2000万俄国银卢布 得战争赔款 几乎是伊朗国家岁入的两倍 400万图曼要立即收缴支付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 这都是一笔巨款 其中一小部分从皇家金库中支出 但最后大部分都是通过额外征税筹集的 实际上支付巨额赔款使得凯加政权濒临破产 此外 胜利的俄国军队从占领的阿尔达比勒 劫走了大量的财物 包括萨法维家族组长谢赫萨费 盯阿尔达比利圣灵中的手稿和文物 在大布里市 战败的凯加统治者 也被迫向沙皇赠送更多有价值的礼物 以期促成和平谈判 回到圣彼得堡后 帕斯科维奇除了获得晋升和新头衔之外 还得到了沙皇一百万卢布的奖励 他用这笔钱在白俄罗斯建造了庞大的庄园和宫殿 不仅是凯加政权 那群高级的木制台西德也颜面近视 发动圣战的空洞训词 与失败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高加索什叶派人口的迁移 极所谓的移民 对伊朗民众而言是一种耻辱 而其中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伊朗的阿塞拜疆 什叶派穆斯林占南高加索省份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的不满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在埃里温韩国 他们占到了总人口的80% 虽然大部分人仍留在自己的家乡 但俄国政府坚持进行人口交换 无疑旨在加强附属省份的基督教认同 在人口交换过程中 大部分亚美尼亚人 其中大多来自伊朗阿塞拜疆地区 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在俄国的支持下定居在埃里温省 而一些高加索省份的失业派人口 则移民到了伊朗 直到1850年代 伊朗政府还在为供养来自高加索地区的 移民支付沉重的代价 此外 伊朗多年来分期支付给俄国的战争赔款 比原定金额还要高出许多 图库曼恰一条约 还重申了俄国对阿巴斯 米尔扎为波斯王位继承人的支持 这是这位在条约谈判期间 惊魂未定又身体不适的王储 唯一可以争取到的有利条款 表二 战场上的失败 让国王的其他教年长的王子 更加胆大妄为地挑战王储 这反过来促使阿巴斯 米尔扎寻求沙皇的支持 最终 大布里斯政府接受了条约中的苛刻条款 换取了对阿巴斯 米尔扎 摇摇欲坠的王储之位的支持 对俄国人而言 这无异于阿巴斯承认自己 实际上是俄国人的附庸 1833年阿巴斯 米尔扎去世后 俄国人和英国人别有用心地 强迫法特赫阿里沙赫旅行 有关于 土库曼恰一条约的相关条款 根据他们的解读 阿巴斯的儿子将有权继承王位 并且王位将继续在他的家族中传承 在此后的凯加王朝时期 国家一直交由阿巴斯 米尔扎家族统治 邻国也支持他们继续统治 虽然法特赫阿里沙赫去世后 新的王位继承规则 并没能阻止小型内战的爆发 但新的继承顺序与已故国王 一众儿子间的惯性竞争 有很大的不同 后者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 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该条约还划定了伊朗的西北边界 这条边界延续至今 早在公元前450年 西波战争后的波斯人 就与他们的敌人交换了和平条约 划定了边界 但如此小心翼翼地 与邻国俄国划界 对伊朗来说还是首次 实际上 这也是整个19世纪伊朗与英属印度 奥斯曼帝国划定边界的开始 因而 重塑一个领土完整的伊朗 是已将边陲地区 划给邻国为代价 换来的 图库曼恰一条约 重申了俄国在离海 拥有军用和商用船只的 专属航海权 这也剥夺了伊朗 曾经在离海海岸以外的 一切控制权 图库曼恰一条约 附属的商业补充协议 同样对伊朗有深远的影响 俄国不仅获得了此前 伊朗长期抵制的 在伊朗城市开设领事馆的权利 还获得了所谓最惠国的领事裁判权 让俄国的外交代表 有权处理俄国和伊朗臣民之间的争端 在适当的时候 俄国有权拒绝承认 伊朗政府和木制台西德的法律管辖权 这开启了伊朗向其他欧洲国家 授予类似领事裁判权的先例 尤其是向英国 他在1841年与伊朗签订了新的商业条约 同样 商业补充协议授予俄国商人和后来的 其他欧洲人固定关税权 使他们可以胜过伊朗本土的竞争对手 这对伊朗的进出口贸易平衡 产生了负面影响 领事裁判权的影响 不仅体现在商业上 欧洲国家通常还将这些特权 扩大到他们自己的伊朗雇员和客户之中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些外国公使的打手 屡屡挑战凯加政权的权威 格里伯耶多夫事件与战败余波 不出所料 1828年后 伊朗在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已经沦为一个边境脆弱的弱国 詹姆斯 莫利尔和詹姆斯 贝利 弗雷泽等作家的文学作品 最为明显地反映了伊朗衰弱的形象 抛开这些作品中的偏见 他们对伊朗人的态度确实有了一些转变 因为凯加王朝战败后 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力正逐渐减弱 除了一些省的棋外 发生于首都的臭名昭著的格里伯耶多夫事件 表明伊朗公众不仅对俄国人的胜利愤怒不已 乌莱玛以国家混乱为代价来获取权势的做法 也为伊朗人民所不耻 1829年 俄国著名诗人 作家亚历山大 格里伯耶多夫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 抵达了德黑兰 在商定条约的落实时 特使格里伯耶多夫展现出了一位征服者 对当地人居高临下的热情 尽管他先前在凯加攻打高加索时 成了俘虏 格里伯耶多夫要求释放被凯加贵族求养的 格鲁吉亚贫妾 把他们全部转移到自己的监护之下 其中包括曾担任大威切尔的阿拉亚尔 和阿萨夫到来的爱情 他曾支持伊朗与俄国交战 根据土库曼恰一条约 中关于互换战俘的条款 格里伯耶多夫派出了他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助手 将这些妇女带回了俄国的大使馆 这一行为意义重大 必然被视为强烈的挑衅和对主权的侵犯 还会威胁到伊朗国家权威和什叶派宗教风俗 以亲英态度而闻名的阿拉亚尔 汉象德黑兰的木制台西德米尔扎 马西德黑兰尼寻求帮助 于是 这位木制台西德呼吁首都人民一起来拯救这些 现在可能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贫妾 并将他们送回穆斯林家庭 随后 追随者们与俄国警卫发生了冲突 导致了三名示威者死亡 根据米尔扎马西的伊斯兰教令 聚集而来的愤怒民众袭击 并杀死了格里伯耶多夫和整个俄国大使馆里的70名工作人员 只有一人幸免 在很大程度上 格里伯耶多夫是他自己的轻率鲁莽行为的牺牲品 尽管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也激怒了民众 甚至包括德黑兰的英国公使和王储的众多竞争对手 这一事件既是公众不满的一个迹象 也是政府无力控制愤怒人群的一个表现 尽管这一事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欧洲大国未来看待伊朗人的态度 但此事确实为欧洲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干涉伊朗的道德和宗教裁决划下了底线 伊朗国王和阿巴斯米尔扎里索当然地担心俄国会发动军事报复 或者至少要勒索新的赔款以示惩罚 然而大环境帮助伊朗免受了所有严重的后果 当时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正在交战中 因而不希望与伊朗再次开战 此外格里伯耶多夫在新沙皇尼古拉二世 尼克尔斯二的宫廷中并不受欢迎 因为他曾被指控参与12月党人的改革运动 为了对此事赔礼道歉 阿巴斯米尔扎派遣他年幼的儿子霍斯劳 米尔扎连同一大队人马前往俄国圣彼得堡 他急于稳固自己危在旦夕的储君之位 他甚至对外散布谣言说 如果他的兄弟们大肆反对他继任王位 他将会叛逃到俄国寻求沙皇的支持 沙皇亲切地接待了伊朗使团 一时间年轻的霍斯劳和他的随从 成了好奇的俄国精英们关注的焦点 俄国做出的唯一惩罚是把米尔扎 马西 德黑兰尼流放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伊拉克 凯加政权依靠各省加收的重税 来为战争筹措军费并支付战争赔款 这也引起了布洛汉 乌莱玛和普通民众新一轮的抵制 在南部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亚兹德 当地的省长发起了一场得到了普遍支持的起义 在法尔斯省 阿巴斯米尔扎的主要竞争对手 可能因为无法上缴德黑兰要求的巨额款项 而与国王发生了冲突 在护罗山省 东部的库尔德部落发动了叛乱 边境的土库曼和阿富汗部落也再次发动袭击 显然 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让伊朗国王陷入了困境 他派解阿巴斯 米尔扎及其阿塞拜将新军前去平息叛乱 这场动乱也给了王储一个机会 让他重建受损的生育 重振军官们的士气 并以此讨好他的父王 新军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东北边境的特克和阿克哈 土库曼人的打击 这些半游牧民族生活在梅尔夫和萨拉赫斯附近的 卡拉库姆沙漠边的大草原上 以饲养骆驼和马为生 名义上隶属梅尔夫韩国 梅尔夫韩国很早就是伊朗的附属国 在鼎盛时期曾掌控着中亚大型马匹的出口贸易 自萨法威后期以来 土库曼人变得越来越不安分 给纳蒂尔沙赫及其继任者造成很多烦忧 在凯加争权时 土库曼人是凯加人的盟友 但在阿加 穆罕默德 沙赫的权力巩固后 他们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北部西瓦韩国和布哈拉韩国的压迫之下 特克土库曼人曾一度盗窃 袭击 抢劫伊朗呼罗山省的城市和农村 布哈拉的逊尼派交法学家宣称 伊朗的实业派是异教徒 在这条教令的支持下 土库曼人掠夺 绑架农民和城市人口的范围 一直延伸到了伊朗内陆地区 土库曼人骑着高头大马 夜袭商队和居住点 并将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伊朗人 先掠往他们荒凉的游牧定居点 然后再穿越中亚沙漠 把这些人送往西瓦和布哈拉的奴隶市场 或者将俘虏留在游牧营地的帐篷中 带人来支付赎金之后 才释放他们 对于凯加王朝来说 土库曼人的袭击是一件麻烦事 令中央政府极为尴尬 颜面无光 据王储的大臣米尔扎卡姆·马卡姆估计 在1832年东北边境的萨拉赫斯战役期间 凯加军队从土库曼难民营中释放了两万多名伊朗俘虏 尽管土库曼人伤亡惨重 凯加新军队沿途农村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凯加王朝认为 在呼罗山地区的胜利是伟大而迫切需要的 而阿巴斯、米尔扎和他的儿子们是这次胜利的缔造者 然而在整个19世纪 土库曼人对东北部的威胁仍然存在 定居的百姓们都是在惊恐中度日 库尔德人及呼罗山东北部其他部落 并没有屈服于凯加的统治 他们成了另一大难题 在1850年代后 呼罗山完全病入数位领地 但在那之前 强大的部落联盟对凯加政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土库曼的突袭具有反什叶派的宗教色彩 尤其是对圣城马什哈德 这座在什叶派的神圣记忆中 占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的袭击 使什叶派更加意识到自身的历史脆弱性 同阿塞拜疆的穆斯林一样 呼罗山地区穆斯林的不安赶助长了他们 对凯加政权的不信任 并引发了对乌莱玛所建立的宗教威望的幻灭 凯加部落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叛乱 也是有发生 1833年 阿巴斯·密尔扎回到了马什哈德 去世十年仅44岁 他和同名的萨法威国王阿巴斯仪式一样 被人们铭记卫什叶派解放运动的斗士 虽然他的军事记录中失败多于胜利 但人们对阿巴斯·密尔扎的记忆并未因此而褪色 他比任何一位凯加王室成员 都更能体现出一种新的民族意识 和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 尽管他对部落和家族怀有强烈的忠诚 骨子里的传统王权观念根深蒂固 并在生命的尽头屈服于俄国的遗址气势 但他认为伊朗不仅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和地区所组成的联合体 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引进欧洲现代化防御体系 新技术 新工业的国家 由于手下的顾问团队对他进行了波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教育 阿巴斯·密尔扎产生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本土身份认同 阿巴斯·密尔扎的改革措施主要是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引入具有辅助意义的专业知识 如欧洲医学、工程学、改革旨在增强国家实力 这与他同时代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和奥斯曼帝国马哈茂德二世的政策非常一致 他的改革模式后来被阿塞拜疆政权所培养出来的凯加政治家所采用 其中最著名的是15年后担任首相的阿米尔·卡比尔 然而被阿巴斯·密尔扎派往欧洲去学习医学、工程、玻璃制造和工具制造的学生们 在塑造凯加伊朗方面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阿米尔、卡比尔等在本土历练晋升的官员 这些官员对于欧洲的了解多是间接的 而且经常是通过在新军时期的经验获得的 阿巴斯从10岁开始就住在大布里市 他是一位为人慷慨的王子 具有好奇心和探寻精神 在大布里市 他通过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 通过报纸以及其他来自西方 奥斯曼的出版物来了解欧洲和欧洲列强 与俄国彼得大帝的风格相似 阿巴斯·米尔扎青向于邀请欧洲人担任改革顾问 并让他们在阿塞拜疆定居 为此他甚至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 在他死后 他对伊朗现代化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被少数几个儿子所继承 其中包括继任的王储 未来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沙赫 法特赫·阿里·沙赫于1834年10月在伊斯法汉去世 当时他正在向自己的儿子 法尔斯省长追讨拖欠的税款 双方因此大打出手 王室徽章上曾有句格言 象征王权永恒力量的印章在国王法特赫·阿里手中 反映了他统治上的一些成就 他能够在就帝国模式的基础上将突厥式的 部落式的统治转变为中央集权和稳定的君主政体 他为伊朗带来了一段相对平静和繁荣的时期 确保了国家政权和乌莱玛阶层的共生关系 奠定了凯加内阁的雏形 并促成了文化和艺术的复兴 这一时期一直是凯加时代的标志 在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 传统的波斯工业也获得了新生 对克尔曼的精致羊毛皮肩 卡上和伊斯法汉的丝绸面料 精致地毯以及其他奢侈品的需求 随着王室 凯加嫔妃和城市精英们 越来越习惯于奢华生活而大大增加了 波斯丝绸的出口贸易也恢复了 生丝和精致面料出口到了临近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 早在14世纪 远在东北部的克什米尔 就建立了一个由波斯工匠和哈马丹商人组成的社区 波斯纺织品 特别是披肩的图案和技术 被用于生产拉达克羊绒和羊绒皮肩 直到19世纪 一旦人口增长 特别是当拥有更大购买力的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时 国内市场上各种棉织物的数量也会相应地增加 有法特赫 阿里 沙赫 王子和内阁官员委托或资助的大规模建筑工程 包括众多的宫殿 清真寺 伊斯兰学校 商队旅社和园林 都在伊朗建筑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虽然凯加建筑仍然忠于萨法为时期的风格 但也有明显的创新迹象 卡上的阿加 波佐格 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 是为了纪念该师的木制台西德领袖毛拉 马赫迪 纳拉奇 马洛茂迪内尔凯 被称为阿加 波佐格而建造的 这座清真寺是建筑史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绝佳典范 德黑兰和舍拉子新颖的多层花园式结构设计 可能是受到了赞德时期园林设计的影响 是另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典范 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领导下 凯加政权成功地将波斯的治国之道和帝国权威融为一体 尽管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但凯加人仍然建立了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王朝法统 然而 其部落规范和家庭风俗 从未摆脱过根植于征服文化的自满心态 一个现代国家的萌芽 往往难逃被扼杀的历史宿命 很少有例外 就像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一样 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统治初期 即使不能完全阻挡欧洲军事扩张的历史洪流 他也仍然有较大机会可以延缓这一扩张对伊朗国家的影响 在他的统治结束时 财政困难以及军事和技术上的劣势 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这场危机因随后的纪委争夺战而进一步加剧 流行病与旧经济的衰落 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孙子 继任者穆罕默德 沙赫的统治下 由战败和帝国秩序的瓦解所引发的全局性影响 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尽管向新继承人的过渡 并未带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但欧洲的影响力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形势的转变都是巨大的 新国王的继位标志着与凯加早期帝国文化 尤其是这一文化所倡导的国家与乌莱玛之间的权力共生关系的背离 新国王迅速战胜了一位篡权夺位者 沙赫的亲叔叔 监管法尔斯省的王子 并且围捕了家族中六位可疑的兄弟和叔叔 这使他的统治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开端 当新军兵团快速粉碎继承权之争时 阿塞拜疆的军事实力立即变得锋芒尽险 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成为凯加王朝统治得以延续的一大原因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承认伊朗的缓冲国的地位 因为一个稳定的伊朗对英俄两大强国都有好处 能使两国的势力范围互不干扰 首相卡姆 马卡姆是大不理事学派的一位重要政治家 也是凯加早期文学复兴的代表人物 他几乎控制了新政府 把年轻的沙赫排除在外 然而到了1835年 这位首相已经失去了他在宫廷中的大部分盟友 以及他主人的信任 穆罕默德 沙赫下令秘密谋杀他 这使人想起诛杀前任首相的丑陋传统 前国王法特赫阿里 沙赫在25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 事实上 卡姆 马卡姆的倒台 可归因于 这位年轻的国王 总是担心他的首相郑密谋 将他从王位上赶下来 然后从法特赫阿里沙赫的中王子中选择一位年长的王子 取而代之 这种焦虑更多的是源于国王自身的不安全感 而不是源于卡姆 马卡姆的意图 在更深的层次上 此举实际上背离了法特赫阿里 沙赫时代的统治风格 也得罪了以卡姆 马卡姆为代表的有权势的官僚阶层 穆罕默德 沙赫的新首相 是他自己的导师及神秘主义向导 毛拉 阿巴斯 埃里温尼 更多的时候则是被称为哈吉 米尔扎 阿加西 他是一位来自埃里温的移民 曾受过一些宗教 尤其是苏菲派的训练 根据和他同时代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阿加西习惯自嘲 这是他性格软弱和古怪的标志 年轻 却体弱多病的国王受到了他的影响 改信了对19世纪伊朗最著名的苏菲派教团 米马图拉西苏菲主义的一些修正解释 国王患上了严重的痛风 使他在统治后期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位阿加西进一步把持正式扫清了道路 在13年的首相任上 阿加西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凯加政权 首先 他除掉了法特赫 阿里 沙赫时代大部分的凯加贵族 那些贵族都是他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 他的政敌因此把他称为贵族的贵子手 其次 与萨法维王朝的做法类似 他尝试对势力庞大的木制台西德集团 施加国家控制 此举取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 阿加西在重塑凯加王朝的过程中 表现出了一种现代性的精神 顺便提一下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他的继任者 米尔扎 塔奇 汉 阿米尔 卡比尔 甚至可以说是阿米尔 卡比尔改革的灵感来源 然而 阿加西是一个局外人 没有受过国家官僚传统的历练 他从未真正掌握政府财政收入 宫廷礼仪 军队招募和演习等问题的细节 或是外交惯例的来龙去脉 在短短的几年内 国家财政收入下降 应付款和薪资的发放被推迟 部队无法得到充分的响音 通信受到限制 与外国公使的争端不断增加 社会各阶层不满的迹象 愈演愈烈 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 以及1830年代至1840年代 与英俄两国的外交和商业压力的加大 伊朗政治和经济都遭遇了严重挫折 新首相上任时 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强大的凯加贵族势力 尽管阿加西成功地把穆罕默德 沙赫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他称呼自己时总是用低人称 而非首相的头衔 想必是为了避免其前任的悲惨命运 他不得不依靠埃里温移民和阿塞拜疆新军军官的支持 他任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 在各省担任军事要职 以制衡从阿巴斯·米尔扎的众多儿子中选出的省长 不久 穆罕默德·沙赫的几个叔叔 被新国王的一些兄弟所取代 后者中的一些人 即第三代凯加王子及其后代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统治着这些省份 但与法特赫·阿里·沙赫的统治相比 他们通常要么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要么任期很短 然而 新的制度安排在落实的时候 表现得极为杂乱无章 这被视为国家软弱的标志 整个1840年代 在大布里市、马什哈德、亚兹德、伊斯法罕、 舍拉子和克尔曼等地发生了多次城市起义 表明国家对各省的控制逐渐松懈 这些起义的一个常见原因 是当地居民和驻扎在城市的政府军队之间起了冲突 这些部队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 这些不守规矩的部队薪水微薄 且常常被拖心欠想 几乎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 他们骚扰百姓 掠夺居民区 参与斗殴 盗窃和勒索 在他们奉命前去保护的城市里绑架妇女和儿童 更多的冲突源自省长和军事首领之间的不合 这在当地派系、宗派以及个人的争权夺利中也有体现 木制台西德不是唯一在城市中挑起争端的人 居住在城市中且坐拥大量土地的部落汉 控制城市首位的市政官员 以及年长的凯加贵族成员经常参与这样的行动 鲁提斯则是位出价最高者服务的雇佣枪手 他们也很活跃 并非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城市动乱或政府缺乏资源 霍乱、瘟疫和天花的爆发更具破坏性 整个19世纪的对外贸易增长 尤其是对印度和俄国等国的贸易增长 实际上都为霍乱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 无论是京陆路还是海陆 流行病经常是通过伊朗传播到奥斯曼帝国 及俄国的临近省份 尽管有时伊朗也会受到疾病传播的反向影响 霍乱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造成的高死亡率 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人口减少反过来又导致了劳动力减少 经济产出下降 饥荒也时常发生 从1820年代至1840年代 在没有有效的卫生或医疗措施的情况下 大城市中有数万人死于霍乱 虽然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 但在1820年至1821年的一次早期霍乱的大爆发中 射拉子有三万人在短短四周内被感染 占到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三 这个数据是相对可信的 当霍乱传播到首都时 全国各地的伤亡人数已超过了十万人 十年后 伊朗北部省份阿塞拜疆 库尔德斯坦 基兰 马赞德兰以及德黑兰爆发了瘟疫 据记载 这次瘟疫共造成了二十万人死亡 1831年至1832年 在邻国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地区爆发的 霍乱疫情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同 巴格达和圣承纳杰夫 卡尔巴拉的伤亡人数最多 在1840年代至1890年代 霍乱成了在全国各地流行的地方性疾病 至少又出现了六次 每个地点的每次爆发 都会短暂间隔四到八周的时间 虽然到了1870年代 公共卫生网络的雏形已经形成 包括边境简易隔离 但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 据保守估计 伊朗全国死于流行病的总人数 高达一百万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因为到19世纪末 伊朗的全国总人口还不超过八百万 与欧洲一样 在细菌学说被提出之前 人们认为伊朗的传染性流行病 与有毒空气有关 人们被灌输的观念 是将传染病视为生活中 如影随形的恐怖现实 并且认为这是安拉对他们的惩罚 然而 安拉恩惠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差别 凯加精英和更富裕的城市人口 很快就意识到 一旦疫情达到高峰 在人口较少 较为偏僻的农村地区 避难要比待 在城市更安全 然而 普通城市人口很容易成为牺牲品 至少在19世纪中期 疾病的爆发导致经济产出下滑 农业生产因而大幅度下降 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 大多数省份的饥荒和周期性的饥荒 除了流行病和饥荒造成的破坏外 伊朗的农业经济在19世纪中期 还面临着其他挫折 1813年以后 高加索地区的生死收入减少 而随着吉兰省的生死产量下降 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从1860年代开始 离海沿岸各省遭受了来自北美的致病性根流牙虫的侵袭 这种害虫破坏了欧洲的葡萄和桑残生产 灾情甚至蔓延到了西亚 这种病虫一到达伊朗 就对这个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 并为该国带来可观收入的行业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波斯丝绸市场的损失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才被其他主要出口产品所弥补 如经济作物和波斯地毯 英素和烟草等新作物的种植 从1870年代开始 已是一大新兴产业 为伊朗原本自己自足的本地化农业 带来了急需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布里士 舍拉子 亚兹德和马什哈德的长途贸易商人 成为这些新作物种植和加工背后的驱动力 这些作物不仅供国内消费 重要的是 他们还会被出口到欧洲和中国 行商路途和交易市场的安全 对于商人而言关系重大 因为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保障 尽管管理农业经济的基本规则仍保持不变 但是自凯家人崛起以来 土地所有权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通常由一个村庄及其果园外加周围耕地组成 理论上被认为是王室土地 然而 在整个十九个世纪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私人控制 地主包括部落汉 城市贵族和高级官僚 以及从1830年代 开始逐渐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木质台西德 有些土地被国王分给了凯家王子 官员和乌莱玛当作他们的封地 然后由他们的后代世袭 相比之下 乌莱玛控制了大量的宗教捐献 有时甚至将这些钱挪为私用 如果是私人捐赠的 那么捐赠基金仍会掌握在受托人手中 这些受托人大多是该基金创始人的后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私人土地越来越普遍 电农制度变得对农民不太有利 是地区和当时的风俗习惯而定 土地税将占总收入的10%至20%不等 由地主和农民按比例以现金或食物缴纳 但事实上 农民原本就微薄的收入 仍会被榨取出很大一部分 以至于在一年的辛勤劳动后 他们的实际收入只占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尽管凯加税收系统越来越低效 但地主和法警的敲诈勒索 以及税务员的骚扰 仍使农民几乎无法生存 一看到可怕的税吏及其随行部队 整个村庄便会逃到附近的山丘和平原 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尽管如此 伊朗农民并没有因任何形式的农奴制 而被拴在土地上 一个家庭 甚至整个社区都可以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定居 并与新的地主达成电农协议 乡村生活的艰辛和不安全感 以及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并没有被完全忽视 阿加西采取的一项措施是收回被侵占的封地 并把它作为中央政府的财产 这实际上是一箭双雕 既增加了农业生产 特别是在首都附近又增加了政府收入 增加农业产量是当务之急 政府在德黑兰周围修造了许多卡尔景灌溉系统 并从卡拉基和开凿和引入了一条水区 以改善城市水资源短缺的情况 在舍拉子和其他地方 政府也开展了类似的水利灌溉工程 以增加小麦和古物的产量 并引进新的植物水果 在他的首相任期结束时 阿加西已经侵占购买或恢复了近一万处庄原地产 也许是出于绝望 他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一并转移到了国王的名下 尽管他似乎曾打算利用这笔收入来充裕国库 然而 与土地问题的严峻性相比 阿加西的行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世纪中叶最为明显的变化是贸易的增长 其中最为意义重大的是对外贸易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平静 伊朗开始重新融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 而不是仅仅与欧洲国家接触 在1828年之后的几十年里 经阿巴斯港和布什尔到达马斯卡特 印度斯大陆 西部沿海和欧洲的波斯湾贸易航线 在经过长时间的停滞后得到了恢复 这是南方贸易的重大突破 亚兹德 坎大哈通往印度的路上贸易变得更加活跃 经由奥斯曼内陆和黑海港口的特拉布宗 大布里市北方贸易路线顺利开通 再加上联通高加索和俄国南部的离海贸易 以及联通中亚和赫拉特的呼罗山贸易 大布里市 加斯温 安扎利 巴尔夫鲁市 巴尔夫拉什 及现在伊朗北部的巴伯勒 马什哈德和北部其他商业城镇得以重振 由于局势日趋稳定 对外贸易从本就十分活跃的 国内商对网络延伸开来 这一网络在伊朗内陆地区纵横交错 将小城镇的农业供应商 大城市的商人和批发商 纺织和工具生产作坊 以及其他本地的玻璃 陶器 金属 地毯的制造商 与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连接了起来 商人们有时会提供原材料 经销制成品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 以及他们的诚实 节俭 谨慎和信仰虔诚的声誉 使他们成为巴扎的自然领导者 大多数商人群体在19世纪蓬勃发展 社区的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他们也扮演着银行家和放债人的角色 他们的贸易在伊朗城市内发展 也向外扩展到了孟买 加尔格达 斯利纳加 马斯卡特 巴格达 巴什拉 伊斯坦布尔 贝鲁特 亚历山大港和开罗 然后又扩展到了上海和仰光 贸易活动往往是家族生意 虽然并不总是世袭的 却有一种自然的倾向 即在扩大的商业网络中累积家族资本 在19世纪早期 大多数长途客商以及当地商人和经销商都是穆斯林 这与临近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相反 在那里通常是基督徒和犹太商人主导着贸易 伊朗有来自非穆斯林居住区的商人家庭 比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的亚美尼亚人 亚兹德和克尔曼的索罗亚斯德教徒 卡尚 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的犹太人 以及亚兹德的印度教徒 这些人在19世纪末变得更为重要了 到1840年代早期 随着外贸增长 伊朗商人面临着新的挑战 伊朗在1828年与俄国签订的商业协议 以及在1841年与英国签订的商业条约 极大的促进了欧洲公司及其代理商 与伊朗开展进出口贸易 及其制造的棉布价格低廉 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奇迹 也是最先对伊朗市场产生影响的欧洲工业品 曼彻斯特印花棉布 白棉布和其他布料 很快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而当地的纺织品制造商却蒙受了损失 因为手工制布机无法与工厂机器竞争 他们虽然没有像英属印度部分地区的同行那样完全破产 但是像亚兹德 卡尚 伊斯法罕和克尔曼 这样的传统制造中心 确实面临着严重的衰退 1845年 时任英国驻大布里士领事的基斯阿伯特注意到 英国制造商似乎已经进入了伊朗最偏远的地区 而且正在不断取代波斯本土的制造商 英国产品的价格非常低 部分原因是今年1845年 有大量商品涌入市场 这可能会使英国商品更为知名 而且消费增长的空间也很大 因为目前我们的产品仍很少被这个国家许多野蛮的部落所使用 实际上也不为他们所知 两年后 阿伯特汇报说 波斯与欧洲的贸易使得波斯制造商已经衰退了一段时间 欧洲商品已经逐渐扩展到 波斯亡国的每一个地区 从而冲击或毁灭了许多本土的工业部门 到1850年 卡商本有的8000架四肢机仅存800架 而伊斯法罕则只剩200架 进口贸易只需少量商人作为代理商 并且利润率较小 波斯商人失去了生意 因为欧洲公司通常通过亚美尼亚人 亚述人 犹太人和后来的索罗亚斯德教徒 或通过希腊人 格鲁吉亚人和印度教徒等少数外国侨民 直接将商品卖到伊朗市场 这些中间商作为欧洲列强的马前卒 牢牢控制着市场 甚至近乎垄断 仅在大布里市 在1839年至1845年间 欧洲的贸易量就增长了45% 在1845年 大布里市进口的外国商品总额达到了1547,050英镑 约合773.5万美元 其中棉花和羊毛商品的进口占总进口额的94% 其中的80%来自英国 在南部 通过波斯湾港口进口的商品总额约为90万英镑 约合450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纺织品 在条约所罗列的特权中 所谓的最惠国条款规定 这些国家的商人需支付的固定关税为 进口商品价值的5% 成为从价税 这远低于对伊朗商人客征的税率 因此 不公平的竞争导致伊朗商人蒙受巨大损失 破产人数不断增加 他们多次向伊朗政府请愿 抱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经济形势的困难 特别是在1840年代 但收效甚微 即使凯加政权定期开展 鼓励消费波斯商品的活动 即使穆罕默德 沙赫坚持穿波斯之物 并鼓励其他人仿效 但也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 当地制造商无法与价格更低 种类更广的欧洲布料竞争 虽然欧洲布料的耐用性较差 但穷人买得起 在德黑兰用德国毛料制作一件大衣的成本 要比制作护罗山陀毛大衣 或克尔曼皮尖低的多 尽管一些本地产品 本身就是用英国沙县编制而成的 但大布里士甚至伊斯法罕的普通妇女 更倾向于付更少的钱 去购买曼彻斯特印花棉布 或者白棉布 而不购买本地的纺织制品 大量进口只会加剧伊朗的货币问题 自萨法维王朝以来 伊朗贵金属 主要是白银 就长期流失 现在还需为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买单 出口贸易中 黄金和白银的消耗 以及伊朗金银币的实际出口 是整个19世纪伊朗货币 急剧贬值的主要原因 例如 在1817年至1823年间 共计153万3194银� 约合766.5万美元的伊朗金银 铸币和珍珠金英国和印度商人 从波斯湾港口出口到了印度和阿拉伯地区 随着19世纪的贸易发展 贵金属的出口量大幅增加 在19世纪初 伊朗图曼可以兑换到1英镑 约合5美元 到1845年 图曼已经贬值了一半 到19世纪末 已经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五分之一 图曼购买力的下降 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这在外贸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 此外 货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了伊朗市场上资金的匮乏和借贷成本的上升 高达25%的年借贷利率也成了市场上司空见惯的现象 资金短缺不仅助长了市场上的高利借贷 这违背了伊斯兰教所有教派的禁令 而且还助长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文化 这表明隐性的失业率很高 货物在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几经一手 商品价格上涨了 同时也为许多中间商提供了微薄的收入 资金短缺和高利贷反过来又鼓励了商业违约 以及交易完成后的买家违约行为 19世纪中叶伊朗普通市民和精英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十分明显 在19世纪上半夜 凯加王子 宫廷显贵 高级官员 拥有土地的布罗汉 富裕的木制台西德 以及部分商业团体 那些通过参与欧洲进口贸易 从而成功抵御了经济冲击的人都积累了财富 国家官员通过灰色渠道 获得被称为马达克尔的额外收入 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猖獗 逐渐替代了既微薄又不按时发放的固定薪水 从内阁大臣 省长一直到政府财政官员和税务人员 马达克尔被视为制度化的合理腐败 政府未能纠正市场经济的不公正 保护国内商品免受外来商品的入侵 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全因素 这使凯加社会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寻找实业派不一样的生意 凯加王朝的固有缺陷以及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几乎影响不到乌莱玛集团 即使不是一直同政府勾肩搭配 木制台西德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权力结构中的一环 作为伊玛穆帝大众代表 这是他们自萨法为王朝以来一直集体主张的地位 他们是宗教捐赠和自发的伊玛穆恩赐的受灵者 这些捐赠主要来自虔诚的巴扎商人 木制台西德控制着伊斯兰学校 包括学校的课程和学生的奖助学金 他们还将资金分发给他们的追随者 并可以随意驱逐持异见人士 批评者或竞争对手 一些有影响力的教法学家被指控贿赂 以及未向他们提供慷慨捐赠的那一方谋取利益 1826年 呼吁对俄国开战的行为进一步玷污了他们的形象 随着乌苏勒学派的盛行 作为竞争对手的阿赫巴尔学派 除了几次短暂的挣扎抵抗外 其势力几乎消失了 在这种抵抗中 最重要的是具有印度血统的学者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赫巴里 他发表的反乌苏勒学派声明 首次要求结束木制台西德的特权和对社会的控制 类似的呼吁词后还有多次 他向法特赫·阿里·沙赫提出的请求并无人理睬 但他仍然怀有什叶派原教旨的救世主和神秘主义的思想 事实上他被孤立的下场 表明了能替代乌莱玛集团的势力正在衰落 木制台西德集团也面临着来自苏菲教团的竞争 苏菲教团在伊朗示威一个多世纪后成功卷土重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 以14世纪颇有影响力的神秘主义者沙赫·尼玛图拉 瓦利命名的尼玛图拉西教团从默默无闻中崛起 并在赞德王朝时期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派首先是与在克尔曼附近复兴的伊斯玛伊派教团合作 然后与其他伊朗城市里的伊斯玛伊什叶派教团串联 尼玛图拉西教团的领导者是一位波斯裔印度神秘主义者 苏菲派称其为马苏姆、阿里、沙赫 在他的领导下 尼玛图拉西教团从工匠、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商人、王子 凯加宫廷官员以及贵族妇女中招募信徒和追随者 特别是在大不离世 苏菲派的教义让人们从枯燥乏味的伊斯兰学校和教法学家的严厉傲慢中解脱出来 苏菲派刻意与音乐、诗歌和绘画 与对安拉、男女、众生之爱 与对自然与人类之美的崇拜 甚至与夜间聚会等和谐共处 这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群体 苏菲派通过苦修、礼拜、摘介和奉献来寻求真理 至少在大多数什叶派教团中 这种所谓的真理仍然是对泛神论的修正 所谓的存在的统一性在波斯苏菲主义中已经延续了许多个世纪 人们认为安拉不是一个可怕的超验复仇之主 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 对苏菲派而言 无论是在他们的思辨著作 主要是关于《古兰经》和《神秘主义诗歌》的评论中 还是在他们的通俗劝诫中 人与神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 19世纪的波斯苏菲派 不同于印度和北非地区强硬的逊尼派新苏菲派的复兴 后者往往倾向对伊斯兰教进行原教指示和复兴式的解读 对于穆治台西德来说 苏菲派的威胁不仅与他们所谓的异端信仰和腐败行为有关 更重要的是 苏菲派韩续帝主张了有益的地位 与穆治台西德从宗教层面主张的监护权的要求不相上下 两者都是在竞争社区正统宗教领导者的地位 苏菲派向导旨在将信徒从令人窒息的宗教仪式和伊斯兰教法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并引导他们走向内在纯洁的道路 例如 著名的尼玛图拉西派领袖努尔阿里沙赫在诗歌中 敦促追随者们超越伊斯兰教法的表面性 进而在苏菲派圣人的指令中寻找真理 这表明他们代表尹敦伊玛穆成为道德化身的想法 在19世纪早期苏菲派复兴运动席卷了整个伊朗 尼玛图拉西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卡格萨尔教团的德尔维吸引其行为怪异 衣着不寻常著称 他们在波斯很常见 在街道 巴扎 力量之家体育俱乐部和苏菲派道堂中 都能听到他们那阿里市所有什叶派苏菲派的守护者的圣歌 在伴随乐器吟诵 抒情诵歌的同时 这帮人还吸食毒品通常是大麻和鸦片 他们另类的生活方式和非正统的宣言 是早已衰落的努克塔维运动的遗存 虽然带有明显违犯教法的意味 但这不仅是出于好奇心 而且是他们坚持特立独行的标志 德尔维吸分布广泛 从印度北部到中亚 安纳托利亚 伊朗 库尔德斯坦 以及更远的圣承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以及麦加和麦蒂娜遍布着的苏菲派道堂 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在路途中可以与城市和乡村社区频繁接触 他们在借头表演 在咖啡馆中讲故事 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了解遥远国度和民族的窗口 并为他们讲述发生在所处环境以外的奇闻异事 和过去神话传说中的奇迹 19世纪后期 一些四处流浪的德尔维西带着便携师绘画 通过依次展现这些画 他们讲述了卡尔巴拉的什叶派悲剧 以及审判日事件 这些故事与新竹立法等地的亚美尼亚教堂壁画中的故事遥相呼应 这些画其实是简洁版的塔兹耶宗教授男剧 然而对于木制台西德来说 苏菲派及德尔维西的非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 是一种令人担忧的道德腐败迹象 是欺骗他们的追随者的伎俩 于是他们在承恶扬善的名义下 承担起捍卫公共道德的任务 这不仅要求他们在凯加时期发起宗教论战 进而与苏菲派对抗 还要求他们用发布伊斯兰教令 以及对叛教行为执行教法的方式来处置苏菲派 米马图拉西教团早期的几位领袖 成了木制台西德反苏菲派运动的受害者 1798年 马苏姆阿里沙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 在克尔曼沙阿贝苏菲派杀手 强大的乌苏勒学派木制台西德穆罕默德 阿里北巴哈尼发布的伊斯兰教令处决穆罕默德 阿里北巴哈尼是早期挑战阿赫巴尔学派的 新乌苏勒学派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巴克尔 北巴哈尼的儿子 马苏姆 阿里最喜欢的学生 诗人努尔 阿里 沙赫也在三年后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作为凯加时期流行艺术的代表人物 努尔 阿里 沙赫被描绘成一位年轻的圣贤 纯真圣洁 模样英俊 他的形象被刻画在地毯 笔合封面和金属制品上 这些肖像的长期流行反映了工匠 和普通民众无视教法学家 极其劝诫对苏菲派圣人进行着无声赞美 有才华的尼玛图拉西派诗人 音乐大师穆罕默德 莫斯塔克 阿里 沙赫因在波斯三弦乐器色塔尔琴中 增加了第四个携阵器而备受赞誉 但在1791年 他在克尔曼被一群由乌苏勒学派 穆制台西德所煽动的暴徒杀死 他被判亵渎神灵 因为他在瑟塔尔乐器的伴奏下朗诵 古兰经 穆制台西德的反苏菲运动 得到了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支持 他对尼玛图拉西派的厌恶态度 可以追溯到1792年 因为当时克尔曼的尼玛图拉西派 支持了赞德王朝 尽管在法特赫 阿里 沙赫领导下的穆制台西德集团 成功地遏制了苏菲派教团的壮大 却无法完全阻止他们 尤其是在精英圈内 穆罕默德 沙赫本人就是苏菲派的信仰者 在他的统治之下 尼玛图拉西派得到了王室的庇护 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遭到进一步的迫害 哈吉 米尔扎 阿加西 甚至任命苏菲派的同僚担任重要职务 包括任命一位尼玛图拉西派的学者 到新设立的首相办公厅 担任王国宗教事务的监管工作 毫无疑问 这一举动旨在抑制教法学家的嚣张气焰 保守派的木制台西德 并没有愉快地接受这种态势 在十九世纪中叶 他们对非正统教派的态度 变得愈加苛刻 甚至在伊斯兰学校课程中 神秘主义哲学也没能逃脱异端的指责 学习哲学的学生 几乎都是萨德尔 丁 射拉子的追随者 他们受到了攻击骚扰 并被孤立了起来 那些忍气吞声的人 不得不用一层厚重的伊斯兰教法来 掩盖他们的话语 以至于这些话语空无一物 只剩下枯燥无味的哲学反出 没有任何新意 让乌莱玛懊恼的是 1815年 一位著名的尼玛图拉西派学者 在回应亨利 马丁的辩论时 做了最全面的阐述 他的版本被凯加王朝 采纳为官方的正式回应 另一位尼玛图拉西派学者 泽安丁·谢尔凡尼 CNL·Abdinsherveni 来自谢尔凡 位于现今的阿塞拜疆共和国 游历了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地方 写出了凯加时期一系列 最好的地理游记 尽管什叶派尼玛图拉西派 拥有精英阶层的支持和学术基础 但并不符合乌苏勒学派 和木制台西德 对伊朗社会的控制的要求 然而 对乌莱玛至高无上地位的挑战 更大程度上来自谢赫学派的教士 谢赫学派以谢赫 爱哈迈德哈萨伊的名字命名 他是一位来自阿拉伯半岛 东北海岸什叶派省份哈萨 埃勒萨 及今沙特阿拉伯的胡夫夫 的流浪学者 谢赫学派吸引了年轻一代 京学院学生 他们不仅是单纯地学习教法学 在十九世纪早期 哈萨伊被誉为一位 颇有成就的教义学和教法学学者 最重要的是 他本人就是神秘主义哲学的实践者 神秘主义哲学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毛拉萨德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谴责毛拉萨德拉是一名异教徒 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熟悉的 泛伊斯兰苏菲主义 信伯拉图主义和照明哲学 哈萨伊在伊斯兰学校的 学生中大受欢迎 尤其是在卡尔巴拉 后来 他在伊朗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 这主要源于 他对什叶派的折衷态度 他是除穆治台西德的 伊斯兰教法和苏菲派的 神秘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他精通学术传统 但提出了一种超越教法学家 严格法律主义的 道德神秘主义理论 他的前程标志着几个世纪以来 什叶派伊朗世界中的 苦修者的修为 尤其吸引那些商业阶层 和非经营阶层 哈萨伊利用伊朗社会环境中 丰富的末日启示传统 回答了什叶派神学里的 一个基本问题 即隐藏在无形世界中的 隐盾伊玛木的超物质存在 认知它的方法 以及它降临的时间和环境 哈萨伊认为 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宗教义务 而是要借由对神圣空间的直觉体验 来寻求人类的救赎 这个空间被它称为赫卡利亚 是介于尘世与天元之间的世界 赫卡利亚 这个概念 是它从12世纪的 伊朗哲学家谢哈布 丁 索哈瓦迪那里借见来的 在赫卡利亚中 人类看不见隐盾的伊玛木 但所有信徒的灵魂 都像是等待复活日的 最初形态一样 在这个世界里 完善了智力和道德潜能的信徒 可以冥想出时代之主伊玛木 体验它在这个世界的显现 因此 对于哈萨伊来说 完美实业派指的是那些 已经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并能引导其他人 走上同样道路的人 这个概念 是对完人概念的重新加工 而完人长期以来 一直被认为是 善于思辨的苏菲派思想 因此 哈萨伊通过天体空间理论 假设赫凯利亚世界的存在 实际上是回答了 尹顿伊玛木在非物质状态下 千岁寿命的问题 虽然 哈萨伊从未在他隐晦的作品中 明确表达过这种观点 但他得出的结论是 尹顿伊玛木会在世界末日之际 显现在一具新的肉体中 在这种诠释中 尹顿伊玛木是超现实存在的 不仅可以与时代伊玛木在冥想中邂逅 而且可以最终回归到物质世界 而不仅仅是作为第十一任伊玛木的儿子 根据主流实业派的信仰 伊玛木早在一千年前就已尹顿 但是会隐喻性地回归到 一具新的人类曲强中 哈萨伊和他的继任者 也重新诠释了梦幻般的时间征兆 这是尹顿伊玛木 在世界末日回归的先决条件 完美实业派被认为是 哈萨伊本人应得的一种地位象征 在他之后则是继任者赛伊德 卡泽姆拉什提 作为最能感知到 尹顿伊玛木的人 完美实业派会在伊玛木 回归前准备好所需的步骤 完美实业派 而非木制台西德 拥有能够代表 尹顿伊玛木的真正的监护权 此外 谢赫学派认为 人类的完善不仅依赖于 时间长河中的历史进程 也需要尹顿伊玛木的最终回归 在时间成熟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从隐性的初始世界 带到显性的现实世界里 实业派立法中的千年标记 无疑增加了 谢赫学派对救世主的关注 及其自身的吸引力 伊斯兰利260年 公元873至874年 第十二任伊玛木 被认为伊尹顿 一千年后 正好是伊斯兰利1260年 公元1844年 伊斯兰利1260年 在实业派的想象中 占据了重要位置 并引发了救世主降临的猜测 到了1840年代 在拉什提的领导下 谢赫学派已经发展出了一个 与乌苏勒学派不同的宗教网络 并与之竞争 谢赫学派主要由年轻的伊斯兰学校学生 和由哈萨伊拉什提训练的新一代木制台系德组成 他们批评乌苏勒学派教法学家过时的宗教学校教育 认为这些教法学家以宗教道德和神秘主义为代价 徒劳地研究着教法学方法论 同时也批评他们的腐败和荒淫 仪式的象征意义 在区分两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圣灵的败业 谢赫学派站在圣灵脚下进行败业仪式 并以极其谦卑的方式进行败业 以示尊重 对伊玛木典范的信仰 使得败业墓葬的仪式成为一种存在主义的体验 乌苏勒派的通常作法则 与谢赫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乌苏勒派一般站在圣灵的顶部 他们拥抱外部的篮框 将碎部和挂锁绑在上面许愿 并且例行性地念诵游访碑文 在谢赫学派的眼中 这些是对伊玛木完全不敬的行为 因此谢赫学派给乌苏勒学派贴上了 站在顶部之人的标签 谢赫学派的专家通常来自乡村或是小城镇 他们习惯了农村的简朴生活 这与伊朗一些以确立地位的木制台西德的生活方式并不一致 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可知 信奉谢赫学派的商人和工匠 往往与拉什提及其学生 有着同样的物质 超脱和道德正直的理想 在这一点上 他们不再认同乌莱玛集团 乌苏勒学派对哈萨伊的谴责 以及企图驱逐拉什提的行为激怒了谢赫学派 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救世主的渴望 在拉什提的核心圈中 他被认为是时代之主的门 Bab甚至被认为将对乌苏勒学派骚扰者 发起一场救世主革命 而发生在卡尔巴拉的血腥反抗奥斯曼当局的行为 加速了这种期望 1842年 巴格达省新任帕夏穆罕默德 贾基布对什叶派面试奥斯曼当局的行为 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其中包括在什叶派城市建立逊尼派国家法院 卡尔巴拉起义的领袖和支持他们的乌苏勒学派的木制台西德 听从了拉什提的调停 并抵制了帕夏的警告 其结果是 奥斯曼帝国军队屠杀了将近9000名什叶派平民 几乎是卡尔巴拉人口总数的一半 谢赫学派领导人愿意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合作 并试图挽救一些生命 那些表现出效忠于拉什提的人幸免于难 而拉什提本人则以温和派的身份出面 据推测 他可能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和行政改革 尽管如此 奥斯曼政府的重权回击 与坦奇马特时代的改革所带来的结果 让少数民族拥有更大自由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实际上 这次行动重申了伊斯坦布尔 对伊拉克的亲什叶派马姆鲁克统治者的全面控制 对于什叶派受害者来说 奥斯曼的暴行是什叶派在逊尼派压迫者面前 丧失权力的又一迹象 仅仅在40年前 也就是1802年 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什叶派人士 目睹了一场恐怖的袭击 当时阿拉伯半岛内置的瓦哈比派士兵 再次进行了截掠 并认为屠杀尽5000名什叶派平民 掠夺和摧毁什叶派圣地是他们的宗教责任 瓦哈比士兵杀害无辜者 亵渎伊玛木侯赛因陵木的行为 使伊朗公众忧心忡忡 因为这表明凯加政权 无法捍卫伊拉克什叶派 也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教派背景下 巴布运动找到了第一批信徒 巴布教起义与复活信条 作为谢赫学派教义传播的重要结果 巴布运动呼应了伊拉克什叶派 和伊朗凯加王朝正在发生的危机 1844年 一位来自摄拉子的年轻商人赛伊德 阿里 穆罕默德 让一群来自卡尔巴拉的年轻谢赫学派 毛拉宣士 效忠于他 并把他视为真理之门 这不仅被解释为 继承拉什提地位的声明 而且还表明他将代表引顿伊玛木行使 对世俗的监护权 人们称 塞伊德阿里穆罕默德 为巴布 巴布呼吁所有的信徒谴责木制台西德 而支持他自己的宣言 为此 他提供了具有古兰经风格的经文 作为依据 他以救世主事的呼唤 预告着马赫迪的降临 这吸引了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的年轻人 前来皈依 这些皈依者包括毛拉 伊斯兰学校学生 商人和小型巴扎的零售商 工匠 城市及乡村妇女 政府官员 小地主 很快 村民和无地劳动者也加入其中 早期巴布教皈依者的松散组织 向热情的公众和实业派当局传达了新的信息 呼吁他们承认巴布的降临是权威的唯一神圣来源 否则 他们就将面对马赫迪即将降临的可怕后果 新运动的传播在舍拉子激起了一些热情 但很快 巴布及其追随者被谴责为异教徒 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和骚扰 甚至连过去忠于旧学派的谢赫派信徒也反对他们 木制台西德担心这一运动发展迅速 便煽动政府当局进行了干预 特别是在巴布声称 他就是众人等待的马赫迪本人之后 不久 他又宣称他不仅是实业派的旧事主马赫迪 而且也是新的先知循环的启动者 他声称 他的新宗教已经结束了伊斯兰教的先知循环 并发布了一项新教令 该教令声称 伊斯兰教法及其代表已不再合法 可以预见的是 任何声称马赫迪即将降临的言论 都注定会被视为对神明的亵渎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巴布教徒竭力邀请高级教法学家参与和平辩论 但这一做法却被认为是荒唐和异端的 而且被断然驳回 面对余日剧增的迫害 激进的巴布教徒呼吁对他们的反对者 特别是乌莱玛集团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他们批评乌莱玛非法获取物质利益 保守闭塞 并且对新先知傲慢无礼 1848年至1851年间 巴布教徒被迫拿起武器反对政府 事实证明 此举有百害而无一利 到1852年 这场运动遭到了镇压 领导曾被杀害 放逐 或被迫转到地下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巴布教重新成了一个秘密的反抗宗教 最终 巴布教内占主导地位的派系谴责暴力 支持和平的道德重建 承认先知的连续性 鼓励宽容其他信仰 在十九世纪后期 巴布教的这支派系 逐渐演变成巴哈一教 巴布出身于一个从事服装贸易的小商人家庭 与乌莱玛有一些联系 年轻时 他在布什尔的自家店铺中接受过商业贸易培训 当他第一次公开他的主张时 他还在当地从事着南方贸易 将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和其他物品 连同法尔斯省的干果和其他当地产品一起销往伊朗内陆地区 向他效忠的年轻谢赫派信徒 大多来自呼罗山和阿塞拜疆的村庄小镇 1844年5月的巴布宣言是一个转折点 标志着巴布教从以谢赫学派为核心圈的小众信仰 演变成了一场有大量信徒支持的公开宗教运动 谢赫学派的教义 再加上对卡尔巴拉的教派紧张局势的记忆 让这些热切的追随者情绪激动 他们效忠追随的是一位虽有圣洁虔诚之名 但无神职资历的舍拉子商人 这是极不寻常的 毫无疑问 这表明他们有意在伊斯兰学校范围之外 寻找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 多亏精力充沛的毛拉 侯赛因 波士鲁伊 他是巴布的第一个皈依者 也是发起此次运动的关键人物 到了1848年 伊朗的大多数城市和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圣地 都有了巴布教的组织 几乎从他在家乡舍拉子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开始 巴布就被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 不久后又被软禁 他在伊斯法汉省长曼努切尔汉 穆塔迈德 到来那里避难了一段时间 虽然他很快就失去了庇护 但伊斯法汉省长对他和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 巴布在伊斯法汉避难 并受到省长庇护的期间 省长曾要求巴布写一篇 关于先知穆罕默德使命真实性的文章 这无疑表明了省长曼努切尔 汉内心也在质疑伊斯兰教 到底是不是神圣宗教 巴布编写的这篇 用以说服恩主的文章 也使他自己更加坚信 先知降临的周期性循环 并且他认为自己就是最新的先知 然而在伊斯法汉省长死后 也许是哈吉 米尔扎阿加西策划了这场谋杀 巴布立刻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 随之失去的还有扩展其使命的任何现实机遇 1846年 穆罕默德 沙赫邀请巴布到首都会面 听他的步道 但巴布却无法面见国王 在首相阿加西的命令下 巴布在前往德黑兰的半路上改道 然后被送往阿塞拜疆的马库要塞 这是阿加西的安全地盘 位于俄国和奥斯曼边界的西北角 正是在与世隔绝的偏远堡垒中 巴布在他最系统的作品《默示录》 也称巴扬经 巴扬意味揭示 中阐述了巴布教派的教义 巴扬经 以古兰经的风格写成 却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思想底蕴 混合了什叶派的神秘主义信仰 现代社会思想观念 并有意摆脱伊斯兰教的 周期性历史观的思想内核 巴布设想他的使命 处于最新的先知轮回之中 受神的启发 并渐进式地走向人类的完善 巴布的思想 后来在巴哈伊教中 所谓的神圣大周期的进步 无论是在伊斯玛伊时代 还是在伊朗世界的其他潮流中 就是主是什叶派长期以来 都信奉的先知轮回概念 这个概念与古代索罗亚斯德教的复活信仰是一样的 即在连续千年周期轮回结束之时更新 古兰经也采用了一系列神奇的观念 这些启示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 甚至可以顺着圣经的线索 追溯到第一个人类亚当 他也是最早的先知 宗教具体化的概念 似乎起源于公元两世纪的摩尼教 当时摩尼教在整个伊朗世界广为流传 伊斯兰教的正统观点认为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封印 他的宗教是最完美的 也是最后一个直至时代的结束世界的末日 然而 在非正统派或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中 通过时间轮回来达到至真至善的想法 从未被抛弃 虽然轮回更实理论 经常与伊斯兰教完美思想相一致 但尤其是在实业派里就是主马赫迪末日降临的预言 仍是周期性轮回更实思想得以立足的主要依据 巴布主义没有将复活解释为物质世界在末日的毁灭 而是一轮启示周期的结束和下一轮周期的到来 依据悠久历史的千禧年推测 巴布利用熟悉的季节变化来隐喻和解释循环性进步的本质 他所称的先知之树 在春天开花 在夏天获得力量 在秋天结出果实 在冬天死去 在下一个季节轮回更实之中获得重生 这是同一棵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每年都是不同的 这种先知复活的观念中 所蕴含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承认了历史的变迁 允许人类有创新的潜力 并且提倡前瞻性的观点 实际上是对实业派正统世界观的叛逆 在这些周期更史之中 人类在道德和智力发展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 默示录呼应了在波斯神秘主义环境中得到广泛认可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巴布暗示人类不仅可以攀登到先知的境界 而且可以通过完全反映整个神圣太阳的光芒来超越这种境界 巴布的意图是让这个现实变得明确而不可更改 可以说巴布努力用自己深奥的语言来建构一种本土现代性的思想理念 而这一现代性依赖于历史的进步而非过往的神圣性 同样巴布含蓄地呼唤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而非预言式的一锤定音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巴布所传递的信息应被视为一千多年来 什叶派末日就是情节与伊斯兰教法 更具体地说是与随着萨法维王朝崛起而确立起来的伊斯兰教法 决裂的重要标志 就是社团的起义 巴布教社团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力 作为一场底层运动 巴布教可能是第一次将来自伊朗各地不同职业 不同社会群体的皈依者聚集在一起 而且是基于他们的个人信念 而不是基于对传统地域或种族的忠诚 趟共同追求一个新的目标 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独立于国家和乌莱玛政权 并最终反对这两者 巴布教更多关注巴扎的需求 而不是伊斯兰学校的需求 因此巴布教不仅象征着商人和工匠的希望 也是其他边缘人和贫困群体的寄托 撇开巴布教对实现实业派 末日就是预言的破坏性的执着 以及自身的诸多矛盾之处 新生的巴布信仰 实际包含着新的民族认同的核心 巴布的一些作品是用波斯语写的 包括《墨世录》 他认为波斯语就像阿拉伯语一样 是一种神圣的语言 巴布神学著作中 有许多熟悉的波斯神学和神秘主义的术语 概念 他将它在法尔斯省的出生地 指定为巴扬圣地 还有他在设拉子的房子 他在那里第一次宣布他的使命 被指定为巴布信徒每日礼拜的方向 他采用了一种新奇的太阳历 历法规定每年由19个月组成 每个月有19天 元旦定在了波斯的诺鲁兹节 新历的第一年 从伊斯兰历1260年 也就是公元1844年 巴布宣布使命的开始之时算起 以此来取代伊斯兰教的西级来历 历法的急剧变化传达出的不仅是纯粹的时间计算 而且是新时代的到来 当巴布还是波斯湾布什尔港的一个小商人的时候 他就目睹了欧洲所展现出来的工业实力和海军军力 在福音书信中 他经常指出欧洲人既具有威胁性 同时也具有吸引力 这两种特征都预示着伊朗对西方的矛盾心理 更广泛地说 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 在他的著作中 他称赞欧洲制造业 并考虑在一定限度内与欧洲进行贸易 除非能带来有用的贸易和工作机会 否则他将禁止欧洲商业渗透到神奇之地 而欧洲商业带来的馈赠在宗教仪式层面上 被他认为是捷径的 可接受的 他赞扬欧洲的物质进步 和他们的清静以及外在的尊严 他们清晰易读的笔记 高效的邮政通信 以及新闻出版物 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尽管有这些认可 巴布仍认为 只要欧洲人否认伊斯兰教先知的真实性 他们就无法在审判日得到救赎 他希望将来欧洲人会欢迎他的真理信息 并将之列入光明之书 尽管巴布宗教具有新的潜力 但仍然陷入了被认为是异端的环境之中 巴布认为自己和早期追随者的使命 是为了实现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预言 但当他和他的追随者面临迫害和死亡时 什叶派殉难的悲剧故事 则变得更加真切而具体了 他将自己看作救世的马赫迪 和带来神圣信条的新先知 还是伊玛木侯赛因的回归 是什叶派殉道的典范 他早已遇见了自己悲惨的结局 由于巴布教徒的领袖被拘留 巴布教在呼罗山 马赞德兰和其他地方的追随者 虽然不断增加 但几乎没有受到领袖的直接领导 由于新宗教运动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发展 乌莱玛说服了不情愿的哈吉 米尔扎 阿加西政府采取镇压行动 1847年 在大布里市 年轻的王储纳赛尔 丁米尔扎出席了公审巴布教的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 巴布毫不含糊地宣称 自己就是什叶派 期待了整整一千年的马赫迪 巴布识破天惊的主张 有着许多重要的含义 至少自15世纪的努克塔维运动以来 这是伊斯兰教近代史上 第一次有意识地脱离伊斯兰教 而此时 伊朗正经历一段社会经济疲软不振 外国入侵不断的艰难时期 后来 始于1848年的巴布起义 在某些方面验证了巴布 及其早期追随者所预言的世界末日 虽然巴布教徒中的大多数毛拉 都选择了什叶派经典中的圣战情景 但其他人开始试着去阐明 伊斯兰教法废除后 和新时代到来前的过渡时期的意义 也许巴布运动领导层中 最关键的人物是一位年轻女性 她对运动的影响力不亚于巴布本人 她是一位诗人、学者 革命性的原始女性主义者 她就是法特梅、扎林、泰基、巴拉嘎尼 更被称为最珍贵的人 她的巴布教头衔是塔赫雷 一位纯洁 塔赫雷是伊朗近代史上一位非凡的人物 其独得之处不仅在于 她与父权制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厌恶 女性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在于她代表着世俗大众 对伊斯兰教教法局限性的突破 这种局限性对象她这样背景的女性而言 是显而易见的 塔赫雷出生在加斯温一个乌苏勒学派的 木制台西德家庭中 家族有一定的影响力 并且十分富裕 她和母亲、姨母、姐妹对文学和学术研究 都非常感兴趣 但这并不为人所知 尽管她的家族一向是反谢赫学派的 比如她的伯父曾谴责哈萨伊 但她在卡尔巴拉拜拉式提为师 并且成绩斐然 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 是一项罕见的成就 她在缺席的情况下 接受了巴布的宣言 而作为回报 巴布将她列为最初的18位信徒之一 列入了她的永生者字母中 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性别歧视的高强 保守的巴布教徒 被这个年轻女子大胆不羁的行为所震撼 尽管对她多有批评 但巴布却为她辩护 塔赫雷是一名独立的女性 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其中女性和男性都为数不少 当塔赫雷被奥斯曼帝国当局 以煽动反什叶派情绪的罪名软禁时 她当着巴格达姆夫提的面 用阿拉伯语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塔赫雷已婚 并育有四个孩子 她与丈夫同时也是她的堂兄的关系已经疏远 但迫于家庭的压力 她还是不得不从卡尔巴拉回到加兹温 然而 在她刚回到加兹温后不久 她的叔叔同时也是她的公公 加兹温著名的距离领拜人 在1847年被击进的巴布教徒暗杀 她也从软禁中逃脱了出来 这次暗杀事件是巴布教徒 对日益高涨的迫害浪潮的第一轮暴力反抗 塔赫雷在逃出来后又躲避了一段时间 1848年6月至7月 塔赫雷参加了在伊朗北部巴达什特村 举行的一场重要的巴布教徒集会 此次会议的召开 是为了讨论这场运动的未来和巴布的命运 巴布仍被关押在阿塞拜疆西部 切里克的一座偏远城堡里 这里靠近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商议过程中 塔赫雷成为激进派的领袖 激进派不仅要与伊斯兰教分道扬镳 而且还公开蔑视什叶派的乌莱玛 塔赫雷在巴达什特集会上公开亮相 在讲到台上做公开讲话时 他并没有佩戴面罩 这震惊了他的巴布教徒伙伴 因为这象征着与神圣无比的伊斯兰风俗的绝恋 这可能是伊朗伊斯兰历史上 第一例城市穆斯林妇女 特意在公共场合摘掉面罩 这种行为至少在半个世纪内都没有重演 他与巴布的观点相呼应 认为巴布教是一轮独立的启示 他将废除伊斯兰教的循环更史 而且在后伊斯兰教的过渡时期 宗教义务不再具有约束力 相比之下 年轻的毛辣穆罕默德 阿里 马赞德兰尼是反对派中颇具魅力的领袖 以他的巴布头衔库都斯而闻名 他拒绝与伊斯兰的过去彻底决裂 并认为巴布的使命旨在于实践实业派的预言 巴达什特集会上的辩论暴露出一个重大的困境 虽然塔赫雷的巴布信仰 独立于伊斯兰教的立场占了上风 但是反对者阵营成功地让人们深刻意识到 需要发动一场救世主胜战 这是实业派对马赫迪降临而设定的一种行动方式 巴布教徒受到的敌意越来越多 其中大多来自乌莱玛集团 并且凯加政权同情巴布教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不用说保护他们了 因而 巴布教徒几乎不可能选择一条更具灾难性的路线 1848年至1849年期间 发生在马赞德兰中部塔巴尔西要塞的一场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装起义体现了这种趋势 穆罕默德 沙赫去世后 由于受到了伊斯兰历千年胜利前景和政治骚乱的鼓动 巴布的第一个皈依者波士鲁伊率领了一支来自呼罗山的巴布队伍 向阿塞拜疆行进 准备将巴布从囚禁中解救出来 这支武装的巴布特检队总数不超过200人 装备和武器都不够精良 他们在巴尔夫鲁市暂时驻扎的一段时间 不久就遭到了当地政府民兵的骚扰 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担心 巴布特检队撤出了城镇 并最终在塔巴尔西圣地一所森林深处的小房子里暂避 这里大约在巴尔夫鲁市以南25英里处 很快 包括库都斯在内的巴布信徒也加入其中 此外 还有来自伊朗各地的其他巴布教徒 以及附近的小地主和农民等新归医者 被围困的巴布教众忠于他们救世主的理想 与政府部队进行了数月血腥的教派战争 尽管他们在早期曾取得了成功 但很快 饥饿 伤亡和士气低落 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可耻的投降 投降的结果是 几乎所有剩下的战士都被处决了 同许多相同性质的救世主运动一样 塔巴尔西营地在这期间仍然充满着希望 教众们怀着理想过起了简朴的营地生活 而最为重要的是 塔巴尔西抵抗运动的领袖发生了变化 由于巴布被监禁 不能对该运动进行有效领导 所以波什鲁伊和库都斯都被定为奇异者 这是伊玛木马赫迪的另一个名字 这个称谓以前只适用于巴布 四散的巴布领袖和马赫迪概念的民主化 并非与巴布创始人的集体主义愿景完全不相容 这在永生者字母的概念中就有体现 这一宗教社团正是由19个宗教领袖 巴布与其前18个信徒组织起来的 巴布深深地专注于字母所固有的命理学和数字价值 他将数字19作为新兴宗教的组织基石 在这个宗教社团中 就是主马赫迪的角色 可以由列入永生者字母的第一批信徒所共享 这象征着这一运动固有的平等主义特征 塔巴尔西起义的失败 以及超过400人的丧生 给巴布教徒的士气造成了永久的打击 伊朗北部的赞瞻 法尔斯省的内里兹 以及其他地方的起义 都缺乏塔巴尔西市的革命气概 尽管他们与塔巴尔西事件一样激烈和血腥 在赞瞻 巴布信徒短暂地控制了城市内部的一些区域 在教派斗争和与政府军的冲突中 有超过5000名巴布信徒伤亡 相比之下 内里兹起义是由农民反抗地主和事务官引发的 来自巴布的信息激发了人们不同的思想 并给予人们一种能动性和最终取得胜利的希望 为平定巴布教徒的叛乱 新首相米尔扎 塔奇 汉 阿米尔 卡比尔领导的凯加政权 不得不投入大量军事和财政资源 1850年 当巴布本人被带到大部理事并交由刑刑队处决时 尽管只要他宣布放弃信仰就可以获得自由 但他仍然顶住压力 坚持立场 他在军营的院子里被公开处决 这是伊朗第一次以欧洲军事风格执行死刑 此举的目的不仅是打击叛乱和恐吓同情巴布的人 还是为了展示新首相领导下的凯加政府 已经重新掌握了权力 在巴布被处决的两年后 暗杀新统治者纳塞尔 丁 沙赫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而这位国王已经陆续杀害了巴布教其余的杰出领袖 在政府精心策划的酷刑和杀戮中 凯加王子 乌莱玛 商人和官僚也参与了可怕的大规模处决 不久之后 北德黑兰省省长拘留的塔赫雷 被带到了两个木制台西德面前 经过漫长而又带着些好奇的辩论后 他们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判处塔赫雷死刑 在一个深夜 一个醉醺醺的奴隶依照军队总司令的命令秘密地杀死了塔赫雷 他用围巾勒住他的喉咙 使他窒息而死 他的尸体被丢在了首都郊外花园旁的一条浅沟里 当时 他年仅38岁 塔赫雷的死意味着巴布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 在创立八年之后 尽管其追随者受到了严重迫害 但巴布教的声音还是广受大众的欢迎 该运动的政治失败意味着一个契机 即在伊斯兰什叶派内部力量的刺激下 一种尽管粗略但耳目一新的宗教改革思想有望发生 当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伊朗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性 更加意识到来自外部的军事和经济的挑战 更加批判自己国家和宗教机构的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巴布运动是对千年以来 悬而未决的世俗权威与神圣权威问题的就是主事回答 神圣进步和更新周期的概念 虽然并不是伊朗什叶派思想中的新概念 却在巴布教义中找到了新的共鸣 伊朗在19世纪下半叶 已经完全接触到了外来的现代化模式 巴布运动的出现恰巧在这之前 更凸显了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 尽管存在许多不足 巴布运动实际已经预示了半个世纪后的 历线革命中崛起的有小商人 工匠 低级神职人员 以及其他边缘群体组成的联盟 阿米尔·卡比尔是一位现代主义者 主张西方式的由国家主导改革的理念 他对巴布运动的镇压 实际上是两种变革愿景之间的冲突 国家的镇压并没有根除这一运动 而是迫使其转入地下 幸存下来的领袖也被驱逐到了国外 尽管该运动不得不与痛苦的派系分裂作斗争 但在19世纪下半叶 这场运动逐渐成为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 表达不同意见的唯一形式 巴布教的计划无法在初始阶段取得成功 部分原因是他无法脱离实业派的过去 巴布对预言的论述和对变化的感知 的确承载着革新复始的重要内涵 然而 他那常常充满神秘和隐喻性的语言 无法创造一个连贯而理性的现代化蓝图 此外 该运动的发展过程极其所受到的敌意 不仅剥夺了巴布阐明教义的机会 而且也剥夺了巴布组建一个开放 且稳定的宗教社团的机会 巴布教的秘密存在继续强化了 对宗教迫害和殉难的历史叙述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占据多数的巴哈伊派教徒 与居少数的阿扎利派教徒的分歧 反映的不仅是宗教继承问题 它还凸显了双方相互竞争的愿景 尽管阿扎利派仍主要致力于提出政治上的意义 但巴哈伊派教徒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道德重建的普世愿景 第五章 纳塞尔 定沙赫与维持脆弱的平衡 1848-1896 在19世纪下半夜 尽管来自外国的压力日益增长 国内局势也日趋紧张 但凯加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幸存了下来 凯加王朝没有四分五裂 也没有被列强殖民接管 正如人们所知 纳塞尔时代由纳塞尔丁沙河缔造 它统治了伊朗近半个世纪 在这个时代 国家统治逐步巩固 宗教机构得到了安抚 伊朗也适应了欧洲外交和经济贸易的现实 国内改革取得了有限成效 在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催生下 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是 城市骚乱和民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 同时 这个时代还见证了来自国外的物质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新一代异见人士开始对他们国家的未来新生绝望 但同时也抵制欧洲列强的干预 一种更为强烈的民族决心开始显现 政府的现代化改革进程 从纳塞尔丁沙赫统治初期阿米尔 卡比尔的零星改革开始 但保守的凯加精英阶层抵制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如日本的明治维新 埃及的赫迪夫改革和奥斯曼帝国的坦奇马特改革一样 或许除了由欧洲资本出资建设的并向欧美出口波斯地毯的手工作坊 伊朗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现代工业 道路和通信依旧不发达 经营阶层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过现代教育 并且人微言轻 而凯加政权的政治结构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对于伊朗人民来说 在纳塞尔时期 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诸如蒸汽船和电报等新技术的出现 茶叶 烟草和糖等商品的消费 以及购买欧洲纺织面料变得更加普遍 伊朗人开始更多地去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世界 然而 作为19世纪经济发展的伟大标杆 铁路的修建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这主要是因为英俄两大帝国的竞争 还因为投资资本的不足 缺乏现代化的铁路和公路网络 使得伊朗对欧洲资本和殖民项目的开放程度 远远低于埃及等中东其他国家 这不知是福还是祸 19世纪晚期 绘画和建筑方面产生了新的智慧结晶和新的艺术创造力 与欧洲的接触激发了伊朗的艺术和文学潜力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接触并没有削弱其本身的文化自信 波斯的艺术想象力和精湛的工艺得以保存下来 而没有完全迷恋于西方或是被其技艺所迷惑 不幸的是 纳塞尔时代的特点是多灾多难 地震 干旱 灾难性的霍乱和瘟疫 以及饥荒 往往超出了资源有限的政府的应对能力 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 囤积粮食以及对基本粮食流通的干扰 使得贫困和长期饥饿在城市和农村变得普遍 一小部分拥有土地的权贵阶层享有宁静安逸的太平生活 但这种宁静安逸很少能汇集大多数人 相反 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分化 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19世纪上半叶 重新塑造了凯加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数位领地 那么下半叶则是一个通过共同的贫困纽带 以及后来的民众抗议来巩固国家统一的时代 这种挫败感往往表现在向国王请愿 前往圣灵和皇宫避难以及发动粮食骚乱 伊朗地理边界的实际划分 进一步疏远了伊朗与其邻国逊尼派的关系 从而强化了伊朗的什叶派认同 在20世纪初 伊朗的普通居民 不论男女都可能被定义为伊朗人 他们对伊朗的集体身份认同比法特赫阿里 沙赫统治下的凯加臣民更加深刻 尽管他或他还没有接触到 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阿米尔 卡比尔时代 凯加时代 很少有人能像米尔扎 塔奇 汉 法拉哈尼那样 在伊朗历史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他的军嫌阿米尔 内扎姆更广为人知 因此常被称为阿米尔 卡比尔 他经常被誉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斗士 而他所处的时代 则被视为进步道路上错失的一个战略机遇期 他被描绘成一个殉道者 曾成为宫廷阴谋 贵族既得利益 外国阴谋 以及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的牺牲品 抛开英雄的光环不谈 阿米尔 卡比尔的政治生涯 也同样说明了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将会遭遇到的国内外的重重障碍 他担任纳塞尔丁沙赫的第一任首相 虽然时间较短 但他努力贯彻一种良性的政府秩序 这个秩序既根植于波斯好政府理念 也根植于19世纪国家改革的观念 阿米尔 卡比尔最初只是 大布里斯地方政府中的一个中层观念 在1840年代中期 他担任伊朗在波斯 奥斯曼边界委员会的首席谈判代表 协商谈判了第二份 二组鲁姆条约 此举让他一举成名 该条约最终于1847年签署 奠定了波斯与奥斯曼的双边关系 特别是两国在朝圣路线方面 达成了更加稳固的协议 后来 阿米尔 卡比尔担任了 叱咤风云的阿塞拜疆新军的部长 并协助将新军纳入伊朗的传统部队 作为一位国家监察官员和改革主义者 他是阿巴斯 米尔扎时代培养的干例 也是卡姆 马卡姆家族培养出来的得意门生 他的父亲曾担任卡姆 马卡姆家族的首席厨师 哈吉 米尔扎 阿加西对阿米尔 卡比尔照顾有加 不吝提拔 两人一样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阿米尔 卡比尔出生于法拉罕地区的一个村庄 他被凯加精英阶层比不屑的程度不亚于阿加西 阿加西夺权得势以后 阿米尔 卡比尔就开始厌恶那些寄生的凯加贵族 并且期望能够赢得大布里士年轻王楚纳塞尔 丁米尔扎的垂青 于是就追随了阿加西的权力之路 他比他的前任更坚定地控制着有序的权力 从他的改革计划以及实施这些改革的远见着实 就可窥见其决心 当阿米尔 卡比尔在大布里士第一次见到纳塞尔 丁 米尔扎时 这位年轻的王子还在担任省长 纳塞尔丁王子是穆罕默德 沙赫与贾汉 卡努姆 哲南 也就是后来的马蒂 奥亚 1805-1873 不幸婚姻的产物 穆罕默德 沙赫不光不喜欢纳塞尔丁的母亲 对这个儿子也没有什么感情 纳塞尔丁的母亲贾汉 卡努姆正之手腕高明 护子心切 是凯加库万鲁不足的一员 剑表二 尽管纳塞尔丁在童年时期备受忽视 但这位母亲还是投注了大量精力让儿子获得王位 人们认为纳塞尔丁为人软弱 才智平平 不配登上凯加王位 在俄国人的支持下 他的一位能干的叔叔强烈地质疑并挑战了他继位的权利 在穆罕默德 沙赫去世后 阿米尔 卡比尔将这位年轻的王储带到首都 帮助他巩固皇权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就像纳塞尔丁的父亲和导师一样 教他的学生如何扮演好国王的角色 如何处理国家事务 如何拒绝王室家族成员和公平侍从的要求 他打算将这位年轻的国王培养成一位现代的统治者 果断 有教养 自律 并效法三个世纪前的阿巴斯仪式 值得赞扬的是 纳塞尔丁沙赫选择了阿米尔 卡比尔担任首相 并在一定程度上乐于倾听 虚心好学 阿米尔卡比尔执政的时代 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他治国理政如同管理军队 他改革国家的愿景受到了诸如彼得大帝 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 二世等国家主义改革者的影响 彼得大帝制服了无所不能但又难以驾驭的俄国贵族 而马哈茂德二世则摧毁了奥斯曼亲兵团的残余势力 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改革的前奏 曾三次访问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阿米尔 卡比尔见证了这些改革的成果 在大布里士期间 他与英国商务领事的关系密切 早在1838年 他就与领事分享了一些他对政治权利的抱负 他以首相之位掌权的想法 很可能受到了过去著名的波斯首相的影响 1848年 在纳塞尔丁沙赫继位之初 阿米尔·卡比尔被任命为首相 军队总司令和摄政 即三权于一身 这是一项超乎寻常的权力垄断 这明显可以与波斯名相阿布 阿里 哈桑 尼扎姆 穆勒克 勒西相提并论 阿米尔 卡比尔可能就是将他使为榜样的 当国家处于政治过渡时期时 年轻的国王不得不赋予他全权处理 紧急突发事件的权力 阿米尔·卡比尔控制着阿塞拜疆的军队 纳塞尔定要想顺利登上王位 就必须这样做 到1848年 八部运动已经高涨到了 显露出暴力革命的势头 与此同时 凯加部落的竞争对手 穆罕默德 汉 撒拉尔率领的达瓦鲁部落 也蠢蠢欲动 计划在呼罗山发动声势浩大的叛乱 撒拉尔得到了东北部 土库曼和库尔德部落的支持 他们抵制凯加政权 对呼罗山的实际控制 并且反对政府镇压 土库曼人叛乱的军事行动 为了恢复秩序 首相依靠着阿塞拜疆新军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沿着阿塞拜疆新军的路线 进一步重组了 凯加主要部落的军事资源 到1851年 新军基本上平定了 巴布起义和呼罗山的叛乱 阿米尔·卡比尔也意识到 需要稳定的裁员来供养和装备 一支现代军队 这需要健全的财政政策 和建立相应的配套机构 达拉弗农 迪尔·艾尔·艾尔夫涅 一位理工学校 是伊朗第一所西式教育机构 实际上 它也是一所军校 旨在满足军队对工程 医疗 以及炮兵军官 口译人员的需求 1851年末 达拉弗农的创始人垮台后不久 学校开始与少数欧洲教官合作 从军队中级军官 和政府官员的儿子中 精心挑选了大约100名学生 教官包括奥地利 意大利和法国的步兵 炮兵 骑兵初级军官 以及一名技能出众的外科医生 一名矿工和一名军事测量员 另外还有法语 英语和俄语的语言教官 教师主要是通过伊朗亚美尼亚助教 与学生进行交流 后来 这些助教也成了学校的教学人员 该学堂建筑是波斯早期欧式 风格建筑的典范 灵感来自英国乌尔维奇军事学院的 设计风格 并由一位在那里学习的 伊朗工程师即兴创作而成 在新首相的主持下 例行发布的政府公报 也成为迈向现代化的一步 年间大事迹 旨在教育公众知晓西方先进之处 并使国家能够用通俗易懂 简明恶药的语言与臣民 尤其是与各省的精英沟通 实际上 阿米尔 卡比尔的倡议是追随了阿巴斯 米尔扎政府的脚步 在1837年 德黑兰诞生了伊朗第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的编辑是 米尔扎萨利赫摄拉子 他后来成为阿米尔 卡比尔的门生 早在1819年 也就是大约20年前 由法特赫 阿里 沙赫的格鲁吉亚 密友曼努切尔 汉 莫塔迈德 到来赞助的出版社 就使用活字印刷术 并采用波斯纳斯赫字体 出版了一系列书籍 包括一本关于凯加王朝历史的书 还有沙夫提写的一本 十页派教义问答的书 以及穆罕默德 巴克尔 马古莱西写的通俗读物 到1830年代 德黑兰和其他地方的 其他出版社 开始发行平板印刷品 在阿米尔 卡比尔执政 及其之后的十多年里 年间大事记记录了 政府的任命和法令 宫廷和各省的新闻 以及重要公告 年间大事记 还刊载过一些外国新闻 既有西方的 也有周边地区的 还刊登了一些 最早的商业广告 年间大事记 重点关注世界地理 和政治 包括美洲大陆 美国政府和人民 最早的公开资料 新的地理探索 技术发明和工程壮举等 为伊朗读者 开辟了新的事业 在年间大事记中 美国是一个成功地 从英国殖民主义枷锁中 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凯加伊朗 见证了一场印刷革命 私人印刷厂的数量 在稳定增长 在纳塞尔时代出版的 波斯书籍众多 包括宗教典籍 实业派网歌 伦理 诗歌 通俗故事 以及一些欧洲小说的 波斯语一本 在二十世纪之前 伊朗境内的报纸和出版物 仍然由国家牢牢地控制着 除了教育和媒体 阿米尔 卡比尔的现代化战略 依赖于 在国家内部事务中 利用外国势力的影响力 例如 他反对英国干预呼罗山起义 也反对俄国要求的 在阿塞拜疆事务中 拥有更大发言权 他早年在大布里市 与后来成为英国 驻德黑兰临时代办的 詹姆斯 法兰特上校 关系密切 后来与接替法兰特的 英国使节贾斯汀 希尔上校 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法兰特和希尔 都是印度军队的英国军官 并都获得了外交职位 这种密切关系 有利于英国支持纳赛尔 丁禁军首都 登上王位 阿米尔 卡比尔一就任首相 就毫不犹豫地 宣示国家的独立性 与他的前任一样 他认为 英国是必要的盟友 有利于制衡 俄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然而 他谨慎地保留了 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主权 包括贸易规则 伊朗臣民的地位 对波斯湾沿岸的管辖 以及外国外交官 在波斯宫廷的礼仪 他坚持认为 波斯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要求欧洲代表 必须尊重凯加王权 但在国家的一切事务中 他们只需与首相打交道 要扭转伊朗 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 改变 以贸易为借口 出口贵金属 以及现金短缺的情况 就必须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政策 而这已经不是阿米尔卡比尔可以选择的 推动国内制造业基础的发展 便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扩建德黑兰巴扎 包括宽敞的通道 宏伟的商队旅店 以及修建时美术和传统工艺复兴的工艺之家建筑群 标志着首相有意要振兴国内的贸易和制造业 财政仍然是阿米尔卡比尔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他在努力应对阿加西时代所遗留的问题的同时 还面临着国家收入不断减少 以及支出不断增加的问题 此外 用于军事行动 宫廷消费 凯家贵族的年金 以及包括新建筑工程在内的改革项目的花销巨大 阿米尔卡比尔曾担任过军队财政官一职 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征收欠税并减少支出 考虑到国家在1848年激进破产 平衡预算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时时将所有工资和年金削减一半的紧缩政策 不仅大胆 而且存在争议 减少年轻国王的零花钱带来了不断的抱怨 削减内阁和宫廷官员的薪水引发了严重的怨恨 纳塞尔 盯沙赫继位后 他的一些母系亲属便趁机而起 国王的几位叔叔担任着省长和军队指挥官 但在省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的母系亲属 实际并不多 政府的财政官员抵制采取极权措施 因为这些措施限制了他们对财政的垄断 并威胁到了他们的世袭职位 伊朗权力下放的国家财政制度 以及与这种制度相关的诸多弊端 不利于任何现代化举措 而阿米尔 卡比尔的新方案 只是部分强化了他的权力 为内阁实行一定程度的纪律约束 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同样 新机构政府司法局的设立 重新划分了 牧制台西德控制的民事法庭 与政府控制的习惯法之间的混乱界限 而习惯法主要被用于刑事案件的裁决 这个新机构还负责审理一些涉及外国公民的案件 并处理与宗教少数群体有关的其他案件 来自犹太人 基督徒或索罗亚斯德教家庭的频繁请愿 涉及这样一类案例 一名死者的继承人暂时皈依了伊斯兰教 并强占了其他继承者的遗产份额 与通常偏向于皈依者的沙利亚法庭相反 司法局设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此类案件 中司法权的滥用 而部分原因则是一些涉及对外贸易的非穆斯林臣民 与欧洲的大使馆有着密切来往 事实上 在阿米尔 喀比尔之后 国家与宗教法庭事实上的分裂继续困扰着 凯加王朝的体制 乌莱玛集团和政府都不愿制定统一的法典 例如在坦吉玛特时代奥斯曼帝国所编转的民法典 这成了司法改革的主要障碍 阿米尔 喀比尔依靠国王的善意来实施他的改革措施 几乎从一开始就点燃了凯加精英对他的敌意 凯加精英认为他傲慢 专横 并认为他的严厉措施是对他们应有特权的不公平的侵犯 在国王的要求下 42岁的阿米尔·喀比尔不情愿地答应了和国王13岁的妹妹结婚 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嫉妒 特别是马蒂 奥亚 他极其厌恶阿米尔·喀比尔 不仅是因为首相限制他接近国王 而且还因为他试图控制凯加贵族 他的反腐败措施废除了马达克尔的惯例 以及政府人员的贿赂和敲诈勒索 并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在圣地及其他安全地点避难 这使得他树敌无数 招致了更多怨恨 阿米尔·喀比尔禁止闲散人员和好事者接近国王 并削减了工资 限制了特权 使得那些侍从和宫廷的公职人员感到不快 他密切监督沙赫的日常事务和行踪 甚至告诫他不要贪图享乐而不履行王室的职责 这也渐渐地冷却了纳塞尔 丁沙赫对阿米尔·喀比尔的感情 最终影响了他对首相的政治支持 徘徊在两大邻国间的含糊态度也带来了麻烦 阿米尔·喀比尔的外交行为虽然恰当 且考虑周到 但他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并在必要时表达他的反对意见 他对欧洲使节无端干涉伊朗内政有一种克制的怒火 阿米尔·喀比尔没有超越自己所处的历史现实 就像二十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他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原始民族主义视野的反帝国主义者 阿米尔·喀比尔扎咽误外国使节的吹毛求斯 他们动不动地试图制约他和他的政策 尽管这些政策丝毫没有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既得利益 在阿加西时代 当土库曼恰一条约的影响全面展现出来后 临近的大国没有错过任何机会羞辱凯家首相 国王和政府并利用一切手段来显示他们帝国的优越 阿米尔·喀比尔坚持认为 即使处在他的前任所承受的那种要求和压力下 他也不会做出让步 然而他却不得不向他们的合理要求屈服 例如 他至少在名义上同意了英国禁止酷刑的要求 经过多次反对后 他含蓄地同意了在波斯湾禁止奴隶贸易 与阿加西时代不同的是 在阿米尔·喀比尔的统治下 很少有俄国或英国使节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要求伊朗政府给予官方赔偿 进而引发外交危机 不可否认的是 阿米尔·喀比尔是在英国外交官的金钱和道义的支持下 就任首相的 作为回报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他对英国仍然心怀感激 为了取悦英国人 他解雇了在伊朗服役的法国军官 随后又断绝了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这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尽管法国代表的态度居高临下 但他的前任阿加西仍然与法国建立了关系 以平衡来自英方的压力 对英国的友好姿态虽然有限 但也要付出激怒俄国的额外代价 虽然在掌权后 阿米尔·喀比尔与英国人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并在随后的一系列问题上与他们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但是俄国驻德黑兰的公使依然认为他是亲英派 到1851年末 阿米尔·喀比尔越来越被孤立 权力基础的削弱变得更加明显 年轻的国王在其母亲以及他那些宫廷 内阁盟友的压力下 变得越来越害怕他的首相兼监护人 1851年12月 他将阿米尔·喀比尔解职 这一决定此后被证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阿米尔·喀比尔与数年前的卡姆·马卡姆 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 为求自保 他首先是向国王寻求某种形式的保护 结果大失所望 不得已 他又向其他方面寻求安全保障 然而 事实证明 无论是向驻德黑兰的英国大使寻求保护 被悄悄地拒绝了 还是俄国大使馆向其提供的庇护措施 都是无效的 外交介入只会增加国王的怀疑 并给阿米尔·喀比尔的敌人 一个密谋除掉他的完美借口 随后 他被流放到卡上 并在费恩附近的皇家园林中 被软禁了一小段时间 不久之后 在1852年1月 国王派遣一名宫廷代表 到卡上秘密杀死了阿米尔·喀比尔 当时 阿米尔·喀比尔还在费恩花园的澡堂里 柜子守到了 他们割断了阿米尔·喀比尔的手腕 看着他流血而死 正如他那个时代的 一些观察家所注意到的 阿米尔·喀比尔是一位极有能力 但专制的政治家 具有19世纪现代主义者的典型特征 他的改革采取自上而下 实政主义的步骤 旨在建立一个纪律严明 秩序井然的国家政权 他受到欧洲物质进步思想 以及在军国主义的庇护下 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启发 当然 这样的远见自然不能容忍 像八部运动这样的本地宗教改革运动 因为这种运动植根于救世主的报复 并寻求解决尚未解决的 实业派权威问题 两种愿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 事实证明 他们都屈服于保守的 凯加王朝统治 这种统治很快就占了上风 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 改革的障碍 阿米尔·卡比尔的垮台 说明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障碍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明显匮乏 阿米尔·卡比尔设想的 由国家实施的改革倡议 缺乏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 他的反腐议程与雷厉风行的作为 也使他失去了盟友网络 并使他暴露在凯加贵族的攻击之下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再次证明了政府本身无法摆脱国王 及其宫廷的霸权 凯加当权派认为阿米尔·卡比尔是一个必要的工具 只要他能够恢复国家的安全稳定 平定八部教徒起义和呼罗山的撒拉尔起义 并带来表面上的秩序 凯加人就会容忍他 一旦完成这些任务 凯加精英们就准备把他赶下台 就像过去他们所消灭的 其他安拉崇高背影下的奴仆一样 阿米尔·卡比尔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 最能通过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来衡量 在阿米尔·卡比尔时代结束时 1851-1852年度 伊朗的财政总收入不超过317-7000图曼 约合773.1万美元 其中84%为现金 其余为股物及其他农产品 在1840年代后期 伊朗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99-1000图曼 约合747.5万美元 其中约60%来自四个省 阿塞拜疆省占20% 德黑兰和伊朗中部的临近省份占16% 法尔斯省占13% 伊斯法罕省占11% 剩下的40%来自国内其他的9个省份 这也就解释了凯加伊朗的主要政治权力中心 吉德黑兰 大布里士 伊斯法罕和摄拉子 如何能够通过依靠自己的资源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 即使是在阿米尔·卡比尔的财政改革之后 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收入将近80万图曼 约合200万美元被用于发放工资 年金和政府开销 而其中有将近67%被用于政府官员和王室成员 在这67%中 1%及国家收入的5.5% 为供养国王和王室的年金 15%用于供养凯家部落汉和贵族 至少20%用于宫廷侍从 仆人 皇家卫队和皇家马厩 大约5%用于首相及其办公机关和家庭成员 在这部分国家财政收入剩下的33%中 只有3.25%用于办公厅的官员和秘书 2.85%的人用于诗人 医生 翻译人员 和乌来马 关于年金的比例 凯家王室独占了66.5% 而内阁官僚仅占3.25% 这个巨大差异表明了统治精英阶层的特权 与中央官僚机构的普通待遇对比悬殊 在1851-1852年 伊朗年度财政支出总计265-6601图曼 约合664万美元 约有12%被用于一般性支出 如捐赠 建筑 邮政和其他有限的公共工程 只有10.9%用于各省的日常开支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高达45%的财政资金被用于维持军队 1852年初 伊朗军事武装在名义上至少有13.7万人 其中包括50个步兵团 共计94,570人 12个骑兵团 共计23,419人 还有9927名步枪兵 6,349名炮兵 操作1000门大炮和2733名农村警察 相比之下 阿米尔·卡比尔在1849年刚上任时 伊朗军队的兵力为92724人 三年内军队规模增长迅速 这可能是为了应对凯加王朝所面临的挑战 但这也表明了阿米尔·卡比尔希望增强伊朗的防御能力 骑兵和大部分步兵都是从部落中招募而来的 在1850年代 伊朗总人口近500万 其中游牧民或半游牧民占50%以上 农村人口占30% 城市人口占约20% 部落人口遍布全国 全国有超过343,000顶帐篷 游牧民族以帐篷数量为统计单位 其中包括阿塞拜疆的18个部落和子部落 占部落人口的20% 法尔斯有19个部落 16% 护罗山有27个部落 24% 其余40%在其他省份 主要的部落群体至少有9个 阿塞拜疆和其他地方的土耳其语部落 库尔德部落 罗尔部落 巴赫地亚里部落 卡什卡伊部落 阿拉伯部落 比鲁支部落和土库曼部落 以及遍布吉兰 马赞德兰和阿斯塔拉巴德等地的部落 这四大分支 共包括了至少188个不同大小 不同语言 不同种族的子部落和宗族 他们的栖息地差异很大 中央或各省的机构往往都很难接近 他们纷繁复杂的多样性 使得从他们那里收税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更不用说任何扩大中央集权的尝试了 然而 这些部落实行某种形式的人头税 不仅适用于妇女和儿童 而且也适用于动物 部落首领 还必须季节性的进贡战斗人员 以补充或代替赴税 即使是如此程度的服从 这些部落还是会因此而感到荣幸 因为这是凯家王朝给予的荣誉 城市人口的纳税金额是设定好的 大多数情况下 约为10% 税款通过巴扎的行会征收 个人会员根据他们的业务规模 向其金库缴纳税款 出租房产也要纳税 并且税率高达20% 然而税收负担更大的是 最容易征收也最为脆弱的农业部门 他们占人口的比例不超过30% 政府税收官总是直接从当地农民那里 征收税款 并且往往是以实物交税 不同省份的税率不同 介于10%和20%之间 由于缺乏统一和更新的税务登记制度 加上土地所有权和电农制的多样化 复杂性出现了一系列的烂征 而这些通常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阿米尔·卡比尔的任期很短 因此无法完成他原定的重新测量 和评估土地的计划 而这样的土地调查 在大约80年前的卡里姆 汉、赞德时期曾进行过 阿米尔·卡比尔收回了一些几十年前 被高官们窃据的封地和王室土地 这些土地几乎没有为政府的收入增长 做出过贡献 首都周围的数亿万计的土地 在阿加西的统治下被征用 并最终成为政府的财产 这可能是阿米尔·卡比尔的榜样 然而 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和高达百分之十的土地税的增加 还是激怒了地主贵族 当阿米尔·卡比尔被罢处时 凯加王朝已经准备好回到之前 人们所熟悉的统治模式了 老平新酒 蠢蠢欲动 新首相米尔扎·阿加 汉 努里的任命是对法特赫 阿里 沙赫时代传统治理的回归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场旨在保护凯加贵族和附属官僚精英利益的保守派宫廷政变 除了颇有影响力的马蒂 奥亚外 新首相的任命也得到了英国公使贾斯汀·希尔上校的积极回应 当时 希尔上校与年轻而缺乏安全感的纳塞尔丁沙赫都怀疑阿米尔·卡比尔有投靠俄国的倾向 因此 双方都希望七英派奴隶能够阻止阿米尔·卡比尔在俄国的支持下重新掌权 事态的演变进一步证明了欧洲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不仅导致了阿米尔·卡比尔被谋杀 还使国王和他的新首相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赫拉特省的归属争议 因为凯家长期以来都声称赫拉特省是伊朗呼罗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奴隶是一位多面而复杂的政治家 作为一名伟大的战术家 他虽然缺乏战略远见和深思熟虑 却是一位有说服力的谈判者 也是一位驾轻就熟的操盘手 他的天赋就是擅长妥协 多年来竟然在内阁的尔虞我诈之间 使他经验丰富 触遍不惊 他的政治行为受到自我保护意识的制约 因而在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英国人的庇护 他对凯家传统价值观抱残手缺 丝毫没有受到其前任现代化观念的影响 他续着长长的胡须 戴着一顶更长的羊皮帽子 身穿刺绣丝绸长袍和宽松的裤子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法特赫阿里沙赫时代的风格 他的机智而又令人快畏的举止 使他在年轻沙赫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新的父亲般的形象 比阿米尔·卡比尔温和的多 对于他前任的命运悲惨 奴隶负有部分责任 同时他前任的下场也告诫他不要忽视王室的愿望和变化无常 年轻的国王为了宣誓自己的成熟和独立 他的成年里不仅需要摧毁他的前任导师兼监护人阿米尔·卡比尔 而且还要重振凯家领土征服和军事荣耀的梦想 占领赫拉特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 尽管这样做必然会违背英国的意愿 这项耗资巨大的地缘博弈政策 即将阿富汗作为实质上的保护国 已经夺走了许多英国人的生命 加尔格达和伦敦的仇俄分子担心俄国在中亚地区的进展 他们将俄国的南进举动视为进入波斯湾和印度次大陆的前兆 英国外交大臣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殖民政策的保守派设计师帕穆斯顿勋爵认为 伊朗是一个薄弱环节 容易受到俄国的压力 是英国并吞阿富汗伟大战略的障碍 1853年伊朗和英国缔结的协议 是奴隶一向不可磨灭的功劳 他以高超的外交技巧进行谈判 如果英国获其冒险的阿富汗盟友多斯特 穆罕默德 汉侵犯了该省的中立姓 那么协议将允许伊朗干涉赫拉特 年轻的纳塞尔丁沙赫认为 这一外交胜利是确保伊朗对赫拉特享有宗主权的前奏 这是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阿巴斯米尔扎 都未能实现的目标 然而 伦敦开始对该协议感到不安 与凯加政府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克里米亚战争为沙赫和他的首相提供了历史契机 他们可借这场战争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 以确保当英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区时 俄国会支持伊朗对赫拉特的占领 伦敦对伊朗的秘密协议产生了怀疑 并派遣了一名新谈判代表查尔斯 莫利前往德黑兰 重申英国对伊朗政府企图重新控制赫拉特的不满 这位吵吵嚷嚷的英国代表 从一开始就决心要给伊朗沙赫和他的首相一个教训 但很快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丑闻里 这场丑闻由奴隶设计 同时也是由他自己的鲁莽行为造成的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交标准来看 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丑闻 莫利不仅被指控与国王的妻妹有不正当关系 还被指控在英国大使馆内窝藏她和她的丈夫 也就是首相的敌人 这位特使作为绅士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而这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和威望紧密相连 两国外交关系的破裂对伊朗国王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几乎立即向赫拉特派遣了军队 1856年10月 伊朗军队不顾英国当局的抗议 以国库耗尽为代价 对赫拉特极其堡垒的铜墙铁壁进行了数月围攻 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在极度虚荣心的驱使之下 战争的指挥官 国王的叔父莫拉德 米尔扎 侯萨姆 萨尔塔内赫铸造了一枚胜利硬币 并命令在宣礼塔上向信众发出什叶派宣礼词 还把国王的名字列入了赫拉特清真寺 星期五礼拜的祈祷词中 然而 凯加王朝对赫拉特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 不久 英属印度舰队载着多达一万五千名英国和印度士兵 登陆布什尔港 到1857年1月 英国军队已经深入法尔斯省 尽管法尔斯南部的坦格斯坦和达什坦斯坦的部落民兵 进行了顽强抵抗 并对行尽忠的英国军队造成了一些死伤 但伊朗的正规部队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 这次占领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就 由于担心丧失更多的领土 士气低落的凯加政府匆忙撤出赫拉特 以换取英国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并恢复旷日持久的和平谈判 然而 即使到1857年3月 两国在巴黎达成和平条约 英国的惩罚行动也没有结束 英国派出了奥特拉姆将军担任行动指挥官 他曾在殖民活动中建立许多功劳 曾轻易地击败了阿富汗和印度性德的反叛者 在他的指挥下 英国舰队到达了波斯湾的最里端 并在三月下旬猛烈轰炸了伊朗的穆罕莫拉港 1857年 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斡旋下 巴黎和平条约签订 伊朗必须放弃对赫拉特或阿富汗任何其他地区的领土要求 正如1828年的土库曼恰一条约 是伊朗与俄国关系的转折点一样 巴黎和平条约是伊朗与英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赫拉特事件让凯加伊朗明确意识到 与欧洲殖民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意识到谈判 边缘策略以及平衡伊朗周边两个帝国的势力 是沙赫和他的政府唯一现实的选择 在帝国主义时代 伊朗为了维护核心地区的主权独立 就不得不接受其边陲领土的丧失 这是显而易见的痛苦 与先前失去高加索地区一样 赫拉特的丢失表明 虽然有些地区在历史和文化上属于伊朗 但他们已经不再是数位领地内的省份了 四年后 伊朗又失去了一个名义上的附属国 东北部的古城梅尔夫及其周边的省份 这进一步证明伊朗必然要放弃那些难以控制的边境土地 土库曼人继续在呼罗山北部发动袭击 并绑架了数千名伊朗俘虏 这进一步玷污了凯加王权的形象 1861年 一场反特科赫部落联盟的战役 因为组织不当 执行不力 最后以惨重的伤亡 以及军队被土库曼人俘虏而告终 据报道 到1862年 波斯奴隶在布哈拉市场上的价格降到了五先令 半薪半亿的补救 到1860年代初伊朗开始出现新形式的民众骚乱 不断爆发的饥荒和不断爆发的毁灭性的祸乱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成为伊朗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 国家未能有效的应对这些灾难 因而降低了其在臣民中的声望 经济的变化也是如此 发生在首都和各省的骚乱 以及一系列或真或假的暗杀企图 导致政府一再采取惩罚行动 但都无济于事 针对城乡居民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多 政府处于疲于应对的手势 除了对付像巴布教徒和后来的巴哈伊教徒这样的一交图外 政府用实行身体残害来进行报复的情况有所减少 但仍有足够多的惩罚方式被用来恐吓公众 由法院首席新刑官执行的烙印和穿刺比较常见 提醒人们惩罚是凯家体制的核心 最常见的刑法是仗翅 此外还有其他更加残暴的酷刑监禁和处决 甚至连地位显赫的政府高官 也不能完全免受仗翅的责罚 有时杀贺或担任省长的王子一下令 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就得受罚 这反映出了臣民犯法同罪的本质 也是王室控制着仆从和臣民命运的象征 从1850年代中期开始 城市中的粮食暴乱变得司空见惯 并且更为频繁 这种暴乱部分是由地主和政府官员造成的 他们囤积粮食导致粮价上涨 进而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 暴乱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省计沟通不畅 市场化经济和烟草 因素等经济作物的生产 也影响了粮食生产 政府偶尔减免税收 虽然能够减轻遭受饥荒的农民的负担 但往往会在第二年通过征收重税来弥补 从长远来看 财富集中在地主 凯加王子 高级官员和部落汉等少数精英分子的手中 大部分普通人依然很贫穷 卡瓦姆家族 吉米尔扎 伊布拉辛 卡兰塔尔 舍拉子的家族 他是凯加王朝的第一任首相 历经赞德王朝 凯加王朝和早期巴列维王朝长盛不衰 其奥秘正是在于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 把持着当地的市政府 并且还管理着各省的部落联盟 在伊朗 像卡瓦姆这样的家族还有很多 奴隶领导的政权本身就是靠着累积财富维持下来的 他的亲属和下属从国家金库里获得了巨额的薪水 到了1850年代末 但他本人的年薪就高达6万5千图曼 他对提高政府效率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持怀疑态度 并非没有理由 与阿米尔 卡贝尔相反 奴隶把国王关进了享乐堆里 让他尽情享受夜晚的盛宴 狩猎和休闲 以及一连串的礼物和奉承 国王最喜欢的妻子贾兰 哈努姆本是一名舞者 没有高贵的血统 他在后宫里的地位迅速爬升 招来了很多嫉妒 但即便是他 也没能逃出奴隶的手掌心 然而 首相的政治活动必然会被搁浅 因为此时在财务上更加精明狡猾的国王 已经开始意识到奴隶政府的巨大开销 奴隶为他的家人建造的尼扎米耶公馆 是他财富中最引人注目的象征 到1858年 在做了七年的大维切尔以后 奴隶的时代戛然而止 与阿米尔·卡贝尔一样 他被解职以后又被流放到了伊朗内陆地区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几年后 蒙羞受辱加上一贫如洗 奴隶去世了 死因成谜 但很显然 奴隶的死是由他的政敌安排的 而且得到了国王的首肯 奴隶的下台终结了自19世纪以来 一直延续的首相李正时代 在那以前 即使首相经常遭到解职 偶尔还会伸手益处 但政府依然能够独立于宫廷 在那以后 国王接手了政府的职责 实行直接统治 甚至取消了部长的部分自主权 至少暂时是如此 国王还承诺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 毫无疑问 这个举动是孤注一掷的 意在打破部长们权力垄断的局面 从长远来看 直接统治导致了政府内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零星争吵 国王常常心血来吵 而政府就这样被一位反复无常 机灵精明的统治者给接管了 他组织了新的政府部门 并设立了一个由自己直接监督的内阁 不久之后 他还组织了一个顾问委员会 其成员大多来自官员和精英阶层 其中还有一些进步人士 然而 一旦委员会开始进行哪怕是很小的市政改革 都足以引起国王对权力下放的疑虑 在一年之内 委员会就几乎不复存在 同样的模式在此后几年内又重复了好几次 在推行改革时 国王有段时间曾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模式 及其重建权力主义帝国政体的计划的启发 伊朗改革派中有一位著名的米尔扎·马尔科姆 汉 年轻时曾在法国接受过教育 并目睹了1848年的革命 他不仅是一位外交家 教师 还是一位政治评论家 与国王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位来自新朱立法社区的亚美尼亚人 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回到伊朗后 马尔科姆·汉在奴隶的慧眼石珠下 被选拔为巴黎和平条约 谈判的伊朗代表团议员 他的政论文章通常用简单易懂的 波斯语写成 大多以匿名和手稿的形式传播 文章内容涉及寻求符合 凯加保守政府官的国家改革模式 他在写于1858年的 看不见的文章中 推广了一种与奥斯曼帝国坦奇马特 苏丹在1856年的帝国诏书中重申 如出一辙的政府模式 该模式也受到了俄国君主立宪制 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启发 他的有秩序的绝对君主制 要求建立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宪政政府 和一个由国王任命其成员的立法议会 马尔科姆提出的宪法内容 主要涉及行政和国家事务 并避开了伊斯兰教法的领域 国王被认为是所有决定权的最终来源 但议会的立法任务 显然不同于内阁的行政权力 后者由国王任命的部长组成 负责教育 司法 战争 外交等其他部门 在他的文章中 马尔科姆呼吁立刻进行国家改革 这与欧洲殖民扩张带来的危机 以及伊朗应该如何抵御和化解这场危机密切相关 他以戏剧性的语气敦促手下 把亚洲地图放在自己面前 阅读过去100年的历史 仔细研究从加尔哥达 英属印度的第一个行政首都 和圣彼得堡向伊朗涌来的两股洪水的流向 看看这两股起初并不明显的水流 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巨大的 当看到这两股洪水 从一边到达了大布里士和阿斯塔拉巴德 从另一边进入了赫拉特和西斯坦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国家还能存活几分钟了 马尔科姆汉的警示致语师 最早提到欧洲帝国威胁的波斯政治文献 新任命的议会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 这样的警告或建议 更不用说实施了 在发表这些文章后不久 马尔科姆汉还于1861年 在德黑兰成立了一个半秘密社团 以推进他的改革议程 一落之家可能是仿照了共济会会馆 是最早独立于国家的现代政治组织 和他的看不见的文章一样 马尔科姆也是依靠熟悉的波斯秘密社会 来推进他的政治议程 该社团以进步派王子贾拉勒 丁密尔扎为领袖 他是法特赫阿里沙赫之子 也是伊朗第一部现代历史教科书的作者 这本书只用纯粹的波斯语 而刻意不使用阿拉伯语 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社团成员包括少数文学家 诗人历史学家 自由派无来马 以及一些八不交的分支机构教徒和自由派思想家 我们对于这一社团的活动了解甚少 这是由于凯加政府有效地销毁了大多数证据 因而 该社团肯定十分重要 足以引起宫廷内保守派人士的敌意 以至于这些人设法 激起了国王最严重的怀疑 就像纳赛尔 丁沙赫很快就忘记了议会一样 很快地 他也对马尔科姆和他创建政党的倡议失去了兴趣 1864年 国王任命一名保守派的凯加陆军军官担任皇家卫队首领 作为军队的总司令 他还被授予了极大的文官职权 此举意味着沙赫收回了他早期的改革措施 而这些措施只能被称为一场军事政变 不久 国王颁布了一项禁止遗落之家活动的王室法令 随后社团的总部遭到了突袭 一些人被逮捕 而其他成员也受到了警告和恐吓 而成员中呼声最高的人则被驱逐出境 有些人甚至可能已经惨遭谋杀 马尔科姆 汉本人和他的父亲 曾担任俄国驻德黑兰代表团波斯秘书一职的雅库布汉 被允许前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避难 据我们所知 尽管该社团的辩论几乎没有超出马尔科姆 汉所提出的有序宪政方案 但所谓的颠覆活动正是社团遭受打压的官方原因 连辩论公民自由等问题也足以威胁到沙赫和保守派精英 导致秘密的一落之家被取缔 更不用说那些对共和主义的呼声了 随着一落之家的背脚 政治改革的所有希望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破灭了 保守派将任何政治现代化的措施都视为破坏其既得利益的阴谋 他们先发制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国王和他的政府仅仅对国家组织机构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 维持着大多浮予表面的改革 陷入混乱的经济 早先计划的财政和货币改革即使规模很小 但也都被数之高格置之不理 有权有势的政府财政官员小心翼翼地守着他们的商业秘密 抵制集中的收入和支出制度 1860年代初财政部仿照奥斯曼帝国的模式创建了起来 但主要是为了粉饰门面对政府财政官员的控制力极小 财政部既无法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 也无法平息敌对派系之间的争吵 在纳塞尔沙赫统治的末期 凯加政治家们仍然无法将政府财政部门与国王的私人金库 永久的或明确地区分开来 后者通常由国王的某位被受信赖的妻子负责管理 一直在为国王处理各种半官方的事务 甚至阿米尔·卡比尔实行的基本改革措施也都渐渐消失了 每年政府都会将各省缺额的官位进行拍卖 受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种做法对各省的有效治理不仅没有好处 反而一害无穷 从1860年代后期开始 当国王的叔父们不再完全控制各省职缺时 国王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售这些职缺 出售各省职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 而不是为了防止省长在各省安插亲信 这一政策导致了此后几十年里滥用职权现象的增多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常常不考虑被任命者是否能胜任 不考虑税收的征收方法是否合理 也不考虑最终承担税负的农民的利益 而是预先收取一笔固定数额的款项 作为批准一名候选人担任公职的交换条件 所任命的这些走马登市的省长 大都是王室宗亲 高级官僚和宫廷侍从 他们出钱购买这些职位 是为了捞回投资的本金 并赚取丰厚的回报 这基本上成了经由王室批准的敲诈勒索 即使这些被任命者经验丰富 心地善良 他们仍会对中央财政部做出不切实际的高额税收承诺 这些承诺往往没能给他们留下多少空间 只能向地方官员和税吏施加压力 这些人负责从农民那里征税 有时甚至会夺走农民的最后一分钱 或最后一袋驴子饲料 地主大多是当地的贵族和部落首领 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履行他们的纳税义务 也很少为农民提供躲避国家税收的庇护 一旦地主根据租店协议从收成中拿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田地就会交由政府人员征税 必要时 政府人员还会对农民实施体罚 在干旱 蝗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作物欠收时 政府人员偶尔会为农民免除税款 但并非总是如此 农民们会想尽办法逃避税收征机 比如去山上避难或藏在地下避难所中 有些甚至是以失去庄稼 生畜和生计为代价的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显见 然而 尽管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措施 贪婪的省长们仍常以亏损来结束自己的任期 他们征积到的税收比他们支付给国家的还少 虽然从1860年代开始 安全状况的改善和军队调动的减少 军队调动往往依赖村民提供粮食 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发展 却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民的命运 土地所有权模式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从王室土地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 削弱了国家对土地的直接控制 这些土地几代以来一直被当作封地赐给政府官员和授封阶层 其他的激励措施 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 也并没有大幅增加国家的农业税收 与当时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一样 伊朗创造的财富根本无法与工业世界相比 除了在国外销售可赚取外汇的经济作物 和使少数伊朗商人致富的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主要仍由欧洲公司及其子公司把持 并没有其他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 巴扎里的传统制造业长期衰落 市场份额被欧洲进口商品 尤其是纺织品金属和奢侈品占据 对外贸易活跃 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是主要受益者 在19世纪下半夜 鸦片和烟草日益主导了出口市场 并帮助维持伊朗脆弱的对外贸易平衡 直到1870年代 波斯地毯行业才代替农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 这些出口到美国 欧洲和俄国的波斯地毯 仍然由英国和意大利公司 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和亚美尼亚臣民掌控 然而 对于纳塞尔时期的凯加精英来说 任何关于工业化的努力 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 他们认为 在伊朗引入现代工业的计划是不现实的 这与明治时代的日本或赫迪夫时期的埃及相差甚远 纳塞尔 丁沙赫根本看不到现代工业的优势 而他的这种技术恐惧也是有理由的 无论是在私营部门 还是在公共部门 资金缺乏都是最为明显的困境 在凯加王朝的改革议程中 工业化显然缺席了 因为这一时期 大多数的政治改革家都主张继续整顿国家机器 而不是扩大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阿米尔 卡比尔以及此后墨西尔 到来的领导下建立蜡烛制造厂 玻璃厂和糖厂等小规模工业的努力 都只是昙花一现 这固然是由于管理不善和资本不足 但缺乏工业基础设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工业经济相反 以贸易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受人尊敬的规范 人们认为 比起投资工业 私人资本投资国内外贸易的收益要好得多 贸易盈余资金通常会投资农业或放贷 而非以工厂为基础的高风险的工业 即使这一资金数目庞大 商人资本为巴扎内外的许多小型本地企业 比如纺织厂提供了融资 但这些小作坊 未能发展成更大规模的工业企业 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高利贷的年利率 高达20%至25% 吸走了商人们大部分的剩余资本 尽管伊斯兰教研尽高利贷 但商人仍能通过宗教认可的做法 诸如寄稀农业和商业贷款 从高利贷者那里借钱或充当放债人 在伊朗出现欧洲式银行业务之前 穆斯林商人需要与小规模的犹太人 及索罗亚斯德教放贷人竞争 而这正是少数族裔最擅长的领域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 伊朗贵金属出口到欧洲 造成了国内资金的长期匮乏 这进一步推高了借贷利率 进而导致了过剩资本转向放贷 在20世纪初 人们几乎一致认为 西方工业是所向无敌的 与他们的任何竞争都将是激烈且注定失败的 毫无疑问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贸易政策 肯定不会限制本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 尤其是在像伊朗这样的一个脆弱的经济体中 在凯加王朝统治时期 欧洲列强从未鼓励新技术和新产业的进口 也从未允许伊朗采取保护国内制造业的政策 就他们而言 伊朗是欧洲制造的商品的出口市场 虽然市场有限 但前景光明 为了减少国际收支差距 伊朗只能寄希望于出口原材料 以换取欧洲的进口商品 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少数农产品 地毯和牲畜 特别是马和骡子 能够出口至英属印度 伊朗国王和他的顾问们 对伊朗在世界经济中的伙伴地位感到满意 尽管只是次要伙伴 甚至是作为现代基础设施 支柱的铁路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 也仅被视为扩大贸易的手段 而非创建工业化的基础 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 对棉花 鸦片和烟草等商品的需求增长 商人的直接投资也有所增加 特别是在法尔斯 伊斯法罕和阿塞拜疆 从生产到加工 再到批发和出口 所有环节的精简高效都确保了更高的回报率 在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方面 伊朗出口商愿意避开英国的海上霸权 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鸦片生产垄断企业展开竞争 国内烟草消费量的大幅增长 也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 渐渐的 土地拥有者 包括直接从政府购买王室土地 或间接向封地持有者购买土地的商人和木制台西德 转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 特别是在生私生产 几乎被病虫害摧毁以后 这种转变是造成1869年至1871年间 饥荒肆虐的重要原因 根据估计 这场饥荒造成了超过100万人死亡 约占伊朗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可能是19世纪伊朗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当年异常严酷的冬季导致了粮食的连续欠收 1871年饥荒期间的粮食短缺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了 因追求高价而向邻国出口谷物 同样也是伊朗国内粮食短缺的原因 地主 王子出身的省长 富有的乌来马和高级官员囤积居齐 无情地盼望着粮食价格的上涨 致使全国各地的粮食暴动和骚乱 变得更加普遍 饥饿的人群往往由女性打头阵 聚集在清真寺前抗议 在政府大楼前咒骂凯家政府 木制台西德和地主 甚至攻击和掠夺骨仓 随着饥荒的加剧 粮食供应进一步减少 人们被迫吃草 树皮 流浪猫狗 鸵畜 老鼠 乌鸦 以及被屠宰动物的内脏和血液 在库姆 出现了关于吃尸体和绑架儿童 大多数是孤儿 寡妇 流浪的陌生人的可信报道 尽管饥饿的百姓大多认为 反复出现的饥荒和肆虐的流行病 是神的惩罚 是命中注定的灾难 但他们对凯家当局的冷漠 以及当局与囤积粮食者的勾结 也越来越不满 饥荒进一步向人民揭示了政府的无能 即使不是无能 政府也无法用一种有效的方式 来弥补降临在人民身上的不幸 政府可采取的救济手段是有限的 国王禁止向俄国出口北方生产的粮食 但这项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而法令本身对饥荒最严重的中部和南部省份 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伴随饥荒爆发的事 祸乱肆虐 土匪横行 政府几乎无法动用骆驼和骆子 来运输大量粮食 墨西尔到来时代 1871年初 严峻的形势促成了米尔扎 侯赛因 汉 墨西尔 到来的大为企而任命 墨西尔到来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多年来一直担任伊朗驻奥斯曼宫廷大使 他的上台标志着伊朗国王对改革意愿的周期性回归 1870年 他首次担任司法部部长 不久后便当上了首相 1871至1873年在位 他后来还断断续续地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和战争部部长 有时甚至是身兼两职 这取决于国王变化无常的情绪 以及他对保守派反扑的恐惧 实际上 广泛的政治职权 使他成了1870年代伊朗政坛的领袖 对墨西尔到来职位的 犹豫不决 无疑是因为时隔七年之后 国王内心对于是否应该设立 首相一直充满了矛盾 墨西尔 到来后来被授予军队总司令的头衔 他给搁置的体制改革计划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也带来了权力垄断的威胁 墨西尔到来在地比利斯 孟买和伊斯坦布尔工作过多年 他在外交生涯中了解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 影响了他本人的政治愿景 他是坦奇马特改革的敏锐观察者 同时也是主持坦奇马特改革的奥斯曼政治家的好友 他精明 友善 政治技巧高超 但也贪污腐败 愿意以牺牲自己的政治操守为代价 积累巨额财富 18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隐患 在英国的推波助澜下 伊朗和阿富汗将最终成为俄国扩张主义的牺牲品 沦为沙皇的附庸 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 莫歇尔 道来希望利用这些焦虑 通过将伊朗描绘成一个通向现代化的缓冲国家 他希望能够克服国王先前对改革的矛盾心理 并在对抗保守派阵营方面取得进展 道来任命米尔扎·马尔科姆 捍卫伊朗驻伦敦全权大使 期待着与伦敦开展新的外交关系 而在马尔科姆回国后 其他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也得到了任命 公共领域也在某种程度上开放了 尽管如此 莫歇尔道来还是很容易受到国王意愿的影响 并且无法抵挡内阁和贵族中的保守势力 最终 这些保守派还是像战胜他的前任一样战胜了他 在扩大的同时 精简国家机构是莫歇尔道来政府的主要改革目标 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政府部门 同时他也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的司法机构 统一的财政政策和一支高效的军队 他努力解决木制台西德民事法庭的管辖权 与政府随意执行的习惯法之间的分歧 却遭到了双方的反对 乌莱玛甚至反对一些温和的措施 例如提高宗教管辖范围内的透明度 或建立一个行政分支机构 以便将诉讼案件分配给适合的法庭 然而 地方省长及其司法官员 尤其是伊斯法罕的马苏德 米尔扎 泽尔 索尔坦这样有权势的王子省长 却认为中央集权的司法监督 妨碍了他们的威信和统治 令人生厌 伊朗军队的现代化也遇到了麻烦 维持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安全 也变得阻力重重 尽管凯加王朝对他们的军事文化 以及虚张声势的权力感到骄傲 但军事改革自阿巴斯 米尔扎的新军开始 就一直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 旧的部落招募做法 欧洲军事组织和战术的随意采用 理想和现实的作战能力间的差异 都是长期的弊病 军团频繁改组整编 部队训练不足 后勤管理落后 以及高官盗用军费等情况 都是改革前景堪忧 而凯加官员之间的争吵不断 将军事职位出售给那些 不能胜任的贵族和宫廷侍从的行为 以及国王对待军务的前后矛盾等 也都破坏了改革 自十九世纪头十年以来 凯加军队对自己的战争方法失去了信心 国家因而对欧洲的训练 寄予了过分的信任和期待 在十九世纪 凯加伊朗至少雇佣了三名法国人 两名英国人 两名奥地利人和一个意大利使团 来训练其军队 更不用说那些在伊朗服役的波兰 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军官了 欧洲军官数量大增 但其中有一些人烂于冲数 他们热衷于进行更多军事检阅 和展示其他中枪作势的军事技能 欧洲军官对伊朗下属的态度 往往居高临下 而其中一些军官 还与欧洲各国驻伊朗代表团过度亲近 还有人通过利润丰厚的军火交易 谋取暴力 种种情况屡见不现 可以肯定的是 伊朗军队的规模足够大 足以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与边境安全 例如 在1868年与马斯卡特苏丹国的租约即将结束之时 伊朗便重申了对阿巴斯港的主权 凯加军队还于1881年镇压了谢赫 欧拜杜拉在库尔德斯坦北部的叛乱 然而 维持军队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军队带来的好处 毫无疑问 纳赛尔 丁沙赫和成立于1858年的战争部都维持着监管和高效的表象 手枪和弹药是在德黑兰 大布里是和其他地方的军工厂中制造的 欧洲运输来的武器 如大量的奥地利至我恩德尔步枪 都是以高价购买的 即使是国家的偏远地区 也驻扎着一定数量的军队 他们的行动也受到监督 显而易见的是 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部队并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安全 更何况 这支军队常常面临很多困境 充当贪污公款的渠道 作为绝对声望和权力的象征 都有助于这支军队的永久存在 1879年 伊朗仿照俄国模式建立了一支小规模的哥萨克骑兵团 后来侍旅 并由俄国指挥官指挥 这支骑兵团后来成为纳赛尔丁沙赫的军事靠山之一 在1878年第二次出访俄国期间 帝国军队中的哥萨克士兵给沙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可能是想抵制墨歇尔到来的亲英倾向 截至19世纪末 伊朗的哥萨克部队规模不超过1500人 主要由来自高加索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子女组成 该部队的指挥官几乎完全忠于俄国 并经常与俄国大使馆勾结 这就引发了关于这支部队存在理由的问题 从好的方面看 人们可以将军队的存在归因于纳赛尔丁沙赫的政策 即通过向沙皇示好以为持沙皇对他的支持 往坏的方面看 这是一个冲动的错误 虽然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保住王位 但同时也让伊朗臣民忍受着哥萨克指挥官 及其部队装横霸道的行为 在军队建设上 墨西尔到来的意图是让国王和凯加精英直观地感受科学和工业的进步 他还寻求吸引欧洲资本和技术建设可行的基础设施 并促进伊朗尚未开发的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 当然最具象征意义的发展是铁路的修建 这是19世纪进步里面的关键 但该项目一直未能实现 主要是因为临近国家对修建一条连接波斯湾与离海沿岸的跨伊朗铁路的战略影响意见不一 然而 有一种新的乐观气氛认为 精明且出身名门 人脉广泛的首相将会克服伊朗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障碍 是伊朗赶上欧洲的文明 纳塞尔丁沙赫之所以欢迎墨西尔到来的提议 主要是因为他在年轻时就一直渴望访问欧洲 他认为墨西尔到来是一位有能力在国际上就伊朗问题进行谈判的政治家 并能遏制国内对他出访旅行的反对 代表臣民的皇家旅行 为了先行试探 新首相就伊朗国王访问伊拉克什叶派圣承之士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协商 1871年 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 伊朗国王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 这是近代历史上伊朗统治者第一次在和平时期离开数位领地 奥斯曼帝国担心伊朗王室访问什叶派圣承 可能会在局势紧张之时 引起反奥斯曼情绪的爆发 但事实上 精明能干的奥斯曼帝国总督米德哈特帕夏 友好的接待了王室贵宾 他是墨西尔 到来的朋友 同样具有现代主义的观念 这次接待证明了 在一个被奥斯曼帝国忽视的阿拉伯省份实施现代化改革的好处 米德哈特治下的坦奇马特改革打击了什叶派木制台 西德对民事法庭和公共生活的控制权 虽然改革加剧了社区的紧张局势 并导致了多次什叶派骚乱 但也有利于削弱乌莱马对社区的控制 这是沙赫应该学到的一个教训 这次皇家朝圣使得纳塞尔 丁沙赫的宗教虔诚形象超越了他以往在公众眼中的污点 他在同一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朝圣的迹形 无疑是为了将这一形象传达给臣民 作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客人 纳塞尔丁沙赫不仅受到地方当局的尊敬 而且受到了乌莱马和广大民众的尊敬 纳塞尔丁沙赫在旅行期间被尊为伊朗沙赫 受到了国王级别的礼贷 拥有制外法权的光环 以及对伊拉克什叶派的象征性权威 他在纳杰夫参观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穆阿里的圣灵时 更是如此 自1802年瓦哈比派袭击伊拉克什叶派以来 圣灵的宝库一直密布世人 现在以纳塞尔丁沙赫的名义重新开放了 在伊朗沙赫的见证下 圣灵的宝藏主要是萨法维时代的宝藏 被重新评估并登记造册 然后贴上了凯加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御用封条 再次锁进库房 他站在圣灵外部的篮框前 将自己的香满钻石的帽子放在篮框之上 以示谦卑和奉献 1870年至1871年 伊朗的饥荒达到了顶峰 而王室的朝圣之旅仍继续进行 在返回伊朗的途中 皇家车队在库姆成交扎营 在那里 国王看到了人民受灾的严重程度 两天以后 他离开了 并下令将储存在政府粮仓中的400哈瓦尔卡尔格尔 相当于120吨粮食分发给城市的穷人 纳塞尔 丁沙赫于1873年开始了他随后的皇家欧洲之旅 此时 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已经结束 这次旅行以及1878年 1889年的两次欧洲旅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并打破了一个重大经济 一个象征着国家稳定的波斯统治者 不顾伊斯兰教禁止信徒进入非信徒领地的规定 仍然坚持出国旅行 即使在19世纪晚期也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事实证明 这次出访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活动 巩固了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 并在殖民扩张时期重申了其独立性 在欧洲各国的首都 皇室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这位古老文明的继承者 波斯之王 尽管此时波斯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 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伊朗国王传达了一种 与他的欧洲东道主旗鼓相当的威严形象 让人民认为他是一位明智且独立的统治者 也许事实上他本人是更加软弱的 但他能够对话谈判并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 特别是在1873年的旅行中所取得的成功 与早期的颓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意在提醒西方列强 伊朗不会在帝国博弈重任人宰割 至少现在不会 伊朗的王室之旅比 大致同一时间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 阿奇兹和埃及赫迪夫伊斯玛伊的王室访问 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对于欧洲精英和公众来说 波斯会让他们想起圣经中波斯帝国的 居鲁士大帝和亚哈随鲁阿哈斯威尔斯 他可能就是阿奇美尼德帝国的 薛西斯一世 波斯还让人们回忆起了启蒙运动中 被重新发现的智慧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 大众对波斯帝国的浪漫记忆也被唤醒 这个帝国曾经与古希腊人一决雌雄 后来又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强大对手 人们可以在新建的博物馆中看到 波斯帝国的许多考古遗迹 从古典文献和现代游记中 感知伊朗沙赫的形象 如此遥远的历史记忆中带有一种夸张的成分 好像沙赫和他的随从变成了一个 被明示细血的奇观 傲慢的欧洲迫切地想知道 这个曾是他们强大敌人的遥远国度的统治者 是如何适应他们的文明方式 是如何遵循欧洲的言谈举止和礼仪 是如何被欧洲的技术 建筑 军事和通信进步所震撼的 伊朗国王是另一扇展示帝国权力的橱窗 就像古埃及河美索布达米亚的工艺品和木乃伊 他们通常被展示在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里 以及伦敦 维也纳 巴黎和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上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是对那些颂扬殖民地英雄的雕像和纪念碑的补充 皇家旅行团通过离海航线到达了阿斯特拉罕港 并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这是1873年4月至9月的长途旅行的第一站 此行还包括普鲁士 莱茵河谷 比利时 英国 主要是伦敦和曼彻斯克 法国 瑞士 意大利和奥地利 然后经伊斯坦布尔和格鲁基亚返回离海的安扎利港 访问期间 国王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 包括繁重的欢迎和告别仪式 阅兵 精心准备的舞会和宴会 以及参观军营 大炮铸造厂和弹药兵工厂 当然 国王还有足够的时间 在公园里散步 去音乐厅 歌剧院和博物馆 去参观伦敦的水晶宫和维也纳世界博览会 以及游览狩猎场 消防演习 烟火表演 乘坐火车和马车 还有骑马游览都很有趣 在整个活动中 伊朗国王始终保持着他高贵的王室风度 贵族的礼仪 习惯和服饰 以及电器照明 蒸汽船 火车站 提供热水和冰水的豪华酒店 马戏团 音乐厅和铜管乐队 种种新奇事物都令他着迷 在拜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维多利亚女王和弗朗茨 约瑟夫皇帝时 他举止庄严 不亚于他与俄国 英国和法国政治家谈判时的机灭 在柏林 他参加了威廉仪式 威尔佩奥伊 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得加冕礼 并与新帝国的缔造者奥托 冯比斯迈进行了两次长谈 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 并未出现在国王出版的日记中 首相比斯迈将分裂的德国统一 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伊朗国王对他的政治手腕感到惊讶 访问欧洲的成果 并不完全是墨西尔到来所预料的 纳塞尔 丁沙赫和陪同他的王子 政府高官以及法院高官 可能会欣赏一个强大国家 相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 革命性选择所具有的优势 除了俄国外 伊朗国王还可以看到专制的普鲁士 所取得的进步和军事上的辉煌 并发展成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这与吕被击败 正在经历革命的法国截然不同 1873年7月 国王在他的日记中 描述了法德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人们的忧郁情绪 巴黎公社内部的分裂 包括红色的共和党人 以及宫殿和政府大楼的毁坏 对英国的观察 并没有说服国王 在实质上改变自己国家的政治秩序 他看到了英国民主制度的运行 包括两院制议会 司法独立 政府问责 尤其是对君主制的限制 他喜欢独立史 了解英国内战和查理一世的命运 然而 他更倾向于 关注与自己的愿景 相符的治理模式 实际上 他和许多同时代的凯夹精英一样 自私地内画了一种假设 即伊朗与欧洲 在政治文化之间的鸿沟 是不可逾越的 伊朗国王认为 欧洲与伊朗不同 他的周边没有动荡的部落 也没有不愿妥协的乌莱玛 用伊斯兰教法对国家施以压力 在1873年7月访问威斯敏斯特公时 伊朗国王对下意愿的描述很简短 对议会审议没有任何明显的兴趣 至少在他日记的印刷版中 是这样记述的 格莱斯顿勋爵 迪斯雷利和其他部长 以及辉格党和脱利党都出席了 辉格党坐在下议院的一侧 脱利党在另一边 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大家对该问题有不同意见 下议院主席 议长根据多数表决 及人数较多的一方称为多数 人数较少的一方称为少数 全部成员都离席散去 在成员出去实际算最后的投票结果 大会地点除主席外全部离开 大约过了一分钟后 他们回来了 辉格党是赢得多数的一方 也是现在的执政党 接着 首相格莱斯顿勋爵走到了我们面前 我们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谈 很难看出英国议会辩论 给伊朗国王留下了多少深刻印象 但不管他的意见如何 辉格党和脱利党遵守多数投票的 有序方式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 返回伊朗之后 政府中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野 变得更加明显 也许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 国王似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有必要在两派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平衡 然而 他从来没有给予他定期召集又解散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任何权利 让这个机构能够在不受他个人控制的情况下处理国家事务 同样 虽然国王对欧洲的物质文化印象深刻 但他几乎不相信能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工业化基础 至少不像他那个时代的改革者们所认为的可以立刻建成 在伊朗国王和志同道合的伊朗精英看来 外来的现代化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毕竟沙赫一定是这样想的 谁会愿意重现他在约克郡或卢尔河古工业区看到的那种 令人窒息的污染严重的贫困的管制严格的革命盛行的 烟囱林立的城市环境 他当然不愿意因为建立制造工厂 而在国家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又增加一系列新的麻烦 他并没有或者根本不希望拥有资本和技术 19世纪晚期的欧洲帝国并不会慷慨地 与他国分享其严防死守的知识技术 也不会放弃其长期培育的出口市场 然而欧洲物质文化的诱惑是无限的 伊朗国王和他的随从人员旅行的越多 他们就越会被城市空间 皇家园林 宫殿和公共建筑 以及欧洲风尚和礼仪所迷住 特别是时间观念 衣着和仪表 还有便利的旅行和交流 各种食物和产品 当然还有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 欧洲女性为沙赫及其随行人员 制造了各种道德危机 伊朗王室成员不习惯见到出自己妻妾之外的 不戴面纱的女性 但是在这里 她们不仅可以轻松 自由地与皇室和贵族女性愉快交往 而且还可以与歌剧女演员 芭蕾舞演员 流行剧女演员 马戏团女演员 妓女以及街上和公园里的普通妇女交流 欧洲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存在 与伊朗各阶层妇女所受的限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王宠妃的事件就是个例子 法特梅 索尔坦 卡努姆 拉瓦萨尼 人们更为熟知的是 她的头衔 阿尼斯 道来 阿尼斯 一位国家的伙伴 她既得宠幸 又为人机敏 是国王最喜欢的一位妃嫔 她出身贫寒 但从妃嫔之位 一步步上升为国王的妻子和顾问 已经成了国王事实上的王后 1873年 她劝说国王带她一起前往欧洲旅行 阿尼斯道来乐于接受欧洲的礼仪 并已准备好适应他们 一行人远行至莫斯科 在女侍者的重重包围下 一路上她都戴着面罩 并与男人隔离 然而 一到俄国首都 伊朗国王的妻子 显然不能再远离陌生人的视线了 因为沙皇和皇后 坚持让她在官方活动中亮相 面对俄国宫廷礼仪的两难选择 除了将阿尼斯道来送回家 沙赫别无选择 她顺从了 但十分沮丧 认为墨西尔 到来要对她旅行的不光彩结尾负责 不难想象 如果沙赫的妻子在外国人的土地上摘下面罩 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将会是乌莱玛不允许她回家 回到德黑兰 阿尼斯到来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作为报复 参与者包括了凯加诸王子和德黑兰的木制台西德 国王一回来就将阿尼斯道来暂时免治 国王的王室尊严和荣誉得到了维护 但这并没有阻止国王沉溺于肉欲的快感之中 除了其他劣迹 国王还购买了一位车尔克斯 也可能是车臣 的女奴隶作为随行的伴侣 他扮成国王随从中的小侍童 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并且有些尴尬 在1878年的私人旅行和1889年的正式国事访问中 纳塞尔丁沙赫结识了更多的政治家 皇室成员有特许经营权的商人和社会名流 他参观了更多的宫殿 庄园 兵工厂和军营 公园和狩猎场 歌剧和音乐厅 博物馆和动物园 还参加了1878年和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国王出版的日记 特别是1873年的访问日记 无疑是为了提醒他的臣民 他此行所受到的尊重和关注 特别是在俄国和英国 这是为了维护王室在国内外的形象 而进行的公关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日记还向他的臣民 讲述了国王代表他们所观察到的壮观景象 国王简单且流畅的波斯语活像是一台相机 将重要的事情和平凡的事情 都描述得栩栩如生 尽管国王的日记在描述新奇事物时很有技巧 但他们缺乏深度 更不用说批判性反思了 好像国王只是想单纯地看看 而不是细细地观察 此外 国王日记中描述的那些性感漂亮的淑女 都精心打扮 他们使用香水 并且不戴面纱 令人羡慕而不可得 与他所习惯的审美价值和风俗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他遇到的西方女性会交谈 微笑 跳舞 甚至在公共场合求爱 经过严格编辑出版的日记 充满矜持的语气 却到处渗透着对外国人的迷恋 露透的骗局 在1873年的欧洲之行动身以前 国王和墨西尔到来就希望通过吸引欧洲资本来加速本国的现代化项目 然而 悬涉悬废的路透特许权协议 Reuter Concession 发生在1871年至1873年 成了一个奇怪的事件 一方面是因为 凯加国王和他的政治家们第一次直面欧洲风情时的天真和迷失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的贪婪 这件事还展示了欧洲人在早期资本风险投资和获得不加约束的特许权以谋取暴利时的厚颜无耻 伊朗首相认为 只有通过欧洲私人资本的大规模投资 伊朗才能实现跨越 成为世界先进国家 他和他的主要合作伙伴米尔扎 马尔科姆汉 关注的是当时著名的通信巨头保罗 朱利耶斯 得路透提出的投资提案 路透是一位天才的 且有说服力的英格兰移民 他出生于德国 在早期的电信通信行业发家致富 并从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德国小公国的公爵手中买下了他的头衔 1851年 路透社世界上最早的现代通讯社之一 也是最经久不衰的通讯社之一 开始在伦敦和巴黎之间传递股票行情 到了1870年代早期 路透扩大了他在世界各地的经营 同时加强了与英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联系 英国拥有的印欧电报部的成功运作似乎激起了他对投资伊朗的兴趣 他看到了伊朗作为连接印度和欧洲的铁路纽带的战略潜力 同时他也感受到伊朗国王急于从欧洲获得资金来投资项目 他预感到了这两个机会将带来的丰厚利润 1869年 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被誉为一项世界级的重大工程奇迹 而该项目正是通过私人融资实现的 到1872年7月 在进行了短暂的秘密谈判后 伊朗和路透最终签署了关于在伊朗垄断建设铁路和其他开发项目的路透特许权协议 当时人们对欧洲技术进步和金融实力的痴迷 轻易地压倒了伊朗政府内外的任何怀疑 由于几乎没有机会进行辩论 即使在精英圈内部的 由大多数支持改革的政治家组成的皇家咨询委员会 也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让步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伊朗人既不能筹集资金 也不能掌握技术来实施如此规模的项目 然而除了伊朗谈判者的自卑情节外 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重要原因 部分人包括首相和马尔科姆汉 都收到了朱利耶斯路透的大笔贿赂 后者为促成特许权提前支付了20万英镑和110万美元 这些笼统的条款给予路透70年的特许权 让他建设一条跨伊朗的单轨大铁路 铁路线的走向仍有待确定 可能从波斯湾的布什尔港到离海的安扎利港 作为交换 伊朗政府同意无条件地向路透提供大量设施 包括所需的公共土地 私有土地和相关财产 并且免收任何税费 关税或其他应付的劳务和安全保障费用 此外 在特许权期限内 凯加政府向路透授予了开采伊朗所有自然资源 及其未来经济和金融潜力的权利 包括垄断伊朗所有矿山和矿产 森林 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 以及所有未来工业和基础设施 如电报 城市交通 钢铁厂 纺织厂和其他行业的开发 还包括垄断伊朗所有海关长达25年时间 路透特许权协议 进一步允许特许权获得者建立现代银行 包括发行伊朗钞票 以及拥有在未来将伊朗金属货币的基础 从白银转为黄金的权利 路透保留将全部或部分上述垄断权转让 出售或出租给任何人的所有权利 他每年将支付铁路净收入的20% 以及所有其他垄断净收入的15% 当然 路透将为伊朗国王的欧洲之行提供贷款 唯一可取之处是特许权获得者 必须在特许权协议签署后的15个月内施工建设 否则就可能会被取消 整个计划听起来简直是一场无耻的骗局 路透必须在波动的欧洲股票市场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来筹集600万英镑的资金 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购买这些股票 当然除了伊朗政府 他们已经同意支付这笔资金的至少7%的利息和本金 此外 由于路透公司在特许经营的任何领域 几乎都没有技术专场 它必须分包或以其他方式拍卖 出租几乎所有的垄断经营权 这一事实 让人们进一步怀疑该项目是否会成功 英国外交部和大多数英国机构 对此事最不相信的 只有曾将埃及 奥斯曼帝国和突尼斯带到了破产边缘的 欧洲特许权猎人 以及此前还在用铜线和镜子交换奴隶的 非洲海岸奴隶猎人 会惊叹于路透的计划 同时嘲笑纳赛尔丁沙赫和他所谓的现代化首相 以及八位部长 显贵 他们曾对特许权表示认可 是什么蒙蔽了这些原本经验丰富的高官显贵 让他们相信自己达成了一笔不错的交易呢 部分原因是 他们巴结国王 给国王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为他的欧洲之行提供必要的资金 他们中的很多人 也是欧洲之旅的随行人员 此外 他们任由自己被路透的谈判人员欺骗 认为由于伊朗负担不起铁路项目开工建设的 必要担保费用 唯一的选择 就是通过垄断经营权来支付 然而 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前 国王并没有意识到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俄国当局包括沙皇亚丽山大尔氏本人都毫不含糊地直接警告伊朗国王 特许权的让渡与俄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他会让英国人得以进入离海地区 从而直接威胁到俄国的边境 当伊朗国王到达伦敦时 他严肃地重新考虑了一下 对路透的刻意怠慢就昭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1873年9月 当沙赫回国的时候 凯加王子 他最宠爱的妻子阿尼斯 到来和一些德黑兰的乌莱玛激烈抨击和抵制路透特许权协议 以至于沙赫抵达安扎利港后 不得不立刻将墨西尔到来解制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 墨西尔到来被临时任命为吉兰省省长 并被指示留在那里 等到宫廷政变的直接威胁一消退 国王就召回了墨西尔到来 重新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 并指示他立即废除路透特许权协议 国王一开始谨慎提防保守派的反扑 之后采取了权力制衡 保守派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力量加起来 就意味着墨西尔到来失去了靠山和动力 改革步伐将明显放缓 墨西尔到来是谈判大师 国王的奉承者 他与路透的代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 由于路透在签署协议后的15个月内 没有启动铁路建设项目 特许权被自动取消 英国外交部对路透的支持也不冷不热 并通过回顾俄国以往灌常的报复行为 来证明路透特许权协议的废除是正当的 到1874年 路透似乎看起来没有获胜的可能了 然而 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并顽强地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 纳塞尔 丁 沙赫急切地寻找路透特许权协议 原件 并在拿到以后亲手将其撕掉 宣告协议无效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 在墨西尔到来下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 他将不得不再次面对精明的特许权 获得者的索赔 并且是在英国的压力之下 17年以后 路透的继承人最终成功获得了新的特许权 并在原协议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即允许波斯帝国银行代表伊朗政府发行纸币 路透公司也再次获得了 开发伊朗所有为开采的矿山和矿产资源的垄断权 伊朗第一次与大型西方资本打交道的经历 带有毫无保留的剥削色彩 然而 其中有一个可取之处 即对特许权的抵制程度 即使国王和他的大多数改革派顾问都被西方的物质力量和魅力所吓到 但也有一些人表达了批评 并说服国王改变主意 宫廷起义期间 王氏王子及其同党的主要动机 源自对墨西尔到来的敌意 部分原因在于到来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 同时还有他的现代化计划 他们与少数高级乌莱马都有同样的不满 乌莱马认为修建铁路这种西式的发展方式将为外国人开辟道路并破坏伊朗人的信仰 然而 他们的论点并非完全基于揭露西方人的缺点 乌莱马的领袖毛拉 阿里 卡尼是首都有影响力的木制台西德 他在给国王的建书中批评了路透特许权协议 不是因为他剥夺了伊朗的经济主权 而是因为路透特许权协议中的条款违反了伊斯兰教法 侵犯了私人所有权 乌莱马对欧洲经济入侵的反抗不得不再等上20年 到烟草专卖抗议运动期间再爆发 到1870年代后期 墨西尔到来对伊朗改革的远大报复已经搁浅 国家官僚机构和外交使团规模不断扩大 尽管引进了西式的不委制 并试图使政府机制合理化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显著提高效率或实现全责相符 财政 军事和司法机构几乎没有变化 老朽精英的惰性有效地抵消了任何重大的改革 引入现代教育和相对自由的新闻出版 也只是昙花一现 一位具有20年驻外经验的资深政治家 竟然犯下签署路透特许权协议 这么明显的错误 这仍然是一个谜 即使是在墨西尔到来所处的时代 这一错误也玷污了他的形象 他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亲英 以对抗他认为迫在眉睫的俄国威胁 人们也不能排除他眯着眼睛 给予大肆推进现代化的可能性 对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现代主义者而言 像他这种沉醉于欧洲进步神话的人并不罕见 然而墨西尔到来也可能是受到贪婪的驱使 贪污腐败的案例破坏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个案 因为许多凯加政治家都利用自己的地位来获取财富 以此来作为抵御他们职业风险的保障 1881年11月 墨西尔到来在马什哈德去世 享年53岁 那时他还是马什哈德第八任一马目圣灵的受托人 他可疑的死亡 很可能是因为服用了剧毒的凯加咖啡 如果纳塞尔丁沙赫怀疑谁或是怨恨谁 他就会用这种迅速而安静的方法来解决掉他不需要的官员 后来墨西尔到来和他的政绩几乎没有再得到凯加政权的任何赞赏 除了国王的冷漠 什么也没有 就像30年前发生在阿米尔卡比尔身上的事情一样 1881年11月15日 当听到墨西尔到来去世的消息后 国王精明的心腹翻译官穆罕默德 哈桑 汉 艾塔迈德 萨尔塔内赫在他的秘密日记中写道 尽管他有种种可悲的坏习惯 但他墨西尔到来 明智 精明 并且了解政治策略和欧洲风俗 如果国王没有因为过度提拔而把他逼疯 那么他可能会是政府中最好的仆人 但在一年之内 国王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 然后是战争部部长 最后是首相 后者 具有如此大的自主权 就好像王权 机构都委托给了他一样 这就是让他张狂和傲慢的原因 今天 国王说 他严重冒犯了我 这个人已经到了除了死没有其他选择的地步 他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他的所作所为 很像米德哈特帕夏 国王的意思是他背叛了他的王室 恩人 对米德哈特帕夏的提及不仅是巧合 就在几个月前 即1881年4月 苏丹阿卜多勒 哈米德逮捕了这位著名的1876年 奥斯曼宪法的改革者和重要推手 让他接受审判 并以未经证实的谋杀苏丹阿卜多勒阿奇兹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不到三年后 米德哈特被处决 那塞尔丁沙赫非常了解这两位政治家之间的深情后裔 一定会担心他的前任首相也会重蹈类似的覆辙 墨西尔到来因此也在劫难逃 成为国王因偏执和恐惧牺牲的第四位首相 依照王室的惯用作法 国王很快将墨西尔到来的财产据为己有 包括他位于巴哈里斯坦的豪宅 这处宅子是巴洛克风格的 在1880年由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伊朗建筑师设计建造而成 与尚未完工的纳塞尔建筑群相邻 出于恐惧和效忠 墨西尔到来将他交由纳塞尔丁沙赫托管 纳塞尔丁沙赫将豪宅的使用权赠予了他最喜欢的士同玛利贾克 在库尔德与众议为小麻雀 他也被称作阿奇兹 索尔坦 及国王的最爱 这是对已故首相的极大侮辱 后来 巴哈里斯坦豪宅在历险革命期间 及之后成为国民议会的所在地 墨西尔到来再任的十年是纳塞尔 丁沙赫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以严肃认真系统条理的方式进行改革 有限的进展再一次揭示 在改造政府和国家经济的道路上存在着的结构性障碍 虽然优柔寡断的国王利用 凯加体制内的派系斗争保全了自己 但根深蒂固的保守派贵族和乌莱玛阶层 仍然对欧洲式的改革充满了疑虑 重塑首多 伊朗国王有意识地杜绝引入国家制度与政治文化 这一点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统治者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他对吸收和采纳欧洲物质文化情有独钟 与难以引进的技术和工业化手段不同 物质文化享受以及奢侈品却很受欢迎 正是这些 而不是欧洲工业和政治上的成就 在伊朗的城市生活 文化和艺术表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些物质文化成为凯加统治阶层追求变革的真实映射 这些变革提升了国王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的形象 与他那些奥斯曼和欧洲对手平起平坐 凯加人一直都是优秀的建筑师 在法特赫、阿里、沙赫时期及其后建造的众多宫殿 花园和公共建筑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同样 从1860年代后期开始 纳塞尔时代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复兴 其中部分建筑是在墨西尔到来执政时期建造的 王子和政治家以及布洛汉、富有的商人和木制台西德 建造了相当阔气的住宅和私人花园 并创建了慈善捐赠基金 以此来建造修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商队旅馆、巴扎、卡尔景、桥梁、浴室和水库 在后来的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破旧立新过程中 保留下来的纳塞尔时代建筑 被认为是表现宁静和精致的伟大建筑的典范 正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 最初的风格变化主要体现在哥莱斯坦的建筑和装饰上 宏伟的接待大厅可能是凯加后期最重要的内部庭院建筑 它的灵感部分来自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什博物馆 这点与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窃宫相似 但规模较小、品味精致 表明了凯加建筑大师的技术和建筑水平 相邻的镜厅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的凡尔赛宫 但装饰着的是精美的波斯镜面瓷砖 作为它的建筑计划的一部分 纳塞尔定也恢复或重建了哥莱斯坦建筑群中的一些早期皇家建筑 甚至早在1873年 国王开始他的欧洲之旅前 新的欧式风格就已经呈现在 哥莱斯坦建筑群中的五层楼高的太阳垫上了 从此处可以看到首都的全景 该建筑完工于1867年 参考了萨法威时期的阿里卡普宫 西菲的阿里K普 由皇家建筑工程师杜斯克、阿里和默耶尔马马雷克负责监督 他的家族曾是萨法威王朝时期皇家铸壁厂的总管 并由阿里、穆罕默德、卡尚尼施工建造 卡尚尼可能是伊朗第一位在多层建筑中使用钢结构的建筑士 这个设计旨在唤起人们对12世纪波斯诗人内扎米的著名浪漫故事 七宝宫的记忆 建筑顶部是一座钟楼 里面有一尊巨大的双面钟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 让首都人民准确地计算时间 然而 由于维护不周以及后宫嫔妃们的抱怨 这尊重很快就停止了暴石 这表明 相对于分秒不差的重表时间 凯加时代的人们更习惯自己的黎明黄昏祭石法 除了戈莱斯坦建筑群外 纳塞尔时代晚期的首都及周边地区 至少还建造了其他八座宫殿和众多的皇家园林 在首都东部的埃什拉塔巴德宫 The Palace of a Streetbed 一位放纵的居所 是纳塞尔丁沙赫版的爱之乐园 塞尔塔纳塔巴德下宫始建于1850年 位于首都德黑兰北部 1878年 为了庆祝纳塞尔丁继位30周年 人们对下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萨赫布卡尔里耶赫 沙赫雷斯塔纳克宫殿 The Palace of Shoristanek 现已废弃 建在厄尔布尔士山的高处 俯瞰着德黑兰和首都东郊的法拉哈巴德花园宫殿 The Farhabet Garden Palace 也被称为Kathri Farose 卡萨尔菲鲁泽 这里是在皇家狩猎小屋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著名的皇家剧院 是纳塞尔时代建筑的另一座里程碑 该建筑是为了举行穆哈兰姆约的哀悼仪式 而设计的国家典礼大厅 1868年 国王委任莫耶尔 马马雷克监督建造 其设计风格类似于欧洲歌剧院 这主要是参考了法国人如乐理查德的建议 他曾是纳塞尔丁沙赫的法语老师 此后成为达拉夫农的老师和古董商 剧院巨大的大厅 钢结构的半永久性穹顶 拱形的四人阳台 城市居民的几排低层座位 以及圆形的中央舞台 都是特别卫视夜派哀悼剧塔兹耶的演出而设计的 这样的舞台与塔兹耶在全国城镇和村庄表演时的简陋场所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个国家级的剧院大厅中 凯加精英与城市的普通男女聚集在同一片屋檐下 免费观看城里最精致的实业派塔兹耶 还能看到他们的国王 惊叹于他对实业派殉道者的伟大付出 凯加公众和精英们非常喜欢卡尔巴拉悲剧 他的演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世纪 实业派塔兹耶包括由主人公和反派角色朗诵的押韵诗歌 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的音乐 七世纪阿拉伯风格的服装 马和骆驼 以及大量戏剧性的经常是血腥的打斗 毫无疑问 塔兹耶的表演是建造富丽堂皇的国家剧院大厅的动力 演出还会邀请祝凯加宫廷的外国使团成员参与 凯加时代的实业派塔兹耶的演员阵容 包括一个虚构的来自外国代表团 在演出结束时 他们会对一马木侯赛因的不幸表示支持和同情 然而 表演也有娱乐的一面 为了减轻宗教悲剧的情绪 宫廷小丑偶尔会在剧院大厅表演喜剧 通过建筑媒介 伊朗在保留波斯建筑特色与功能的同时 借鉴和内化了西方的概念与技术 除了城堡和其他皇家建筑群的建筑外 最重要的发展是首都的扩建 包括建设新城墙 现代化的道路和欧式商店 十年后 还出现了一条三线多站的马拉电车 到1870年代 德黑兰长达4.5英里的老城墙 16世纪由萨法维沙赫塔赫马斯普一世 最先修建 并在法特赫阿里沙赫时期加固 已无法再容纳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 当时首都德黑兰的人口已超过了15万 到1900年 德黑兰的人口已达到约20万 德黑兰旧城包括四个区 一座皇家城堡和六个城门 新城强花了十年的时间建成 环绕着五个区 每一个区都有许多个住宅区 12座城门设计大坊 有漂亮的图案和波斯瓷砖图案 上面的图案援引了黄道十二宫的标志 以纪念十二位实业派一马目 根据1853年针对首都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德黑兰共有7872所房屋 4220家商店和企业 到1867年 总人口达14万7256人 房屋达9581所 68%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 其余32%的人是外来租客 到1900年 房屋数量增加到16275所 商店和企业增加至9420家 较1853年有了极大幅的增长 1853年的调查还发现 32%的房屋是属于政府公务人员的住所 其中20处是由4个或4个以上建筑组成的大型建筑群 里面居住着高官的大家族 属于平民的房屋中 约95%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住所 其中96所房屋居住着180个亚美亚家庭 129所房屋居住着134个犹太家庭 到1867年 大约有130个欧洲家庭居住在首都 在纳塞尔时代 一处典型房屋里通常居住着三代或更多代的大家庭 但即使是那些城市中产阶级的小房子 也会在质量和大小方面有所改善 一个富裕的凯加家庭 包括相当数量的家政工 厨师和园丁 以及男性和女性奴隶 这些奴隶通常来自桑吉巴尔或阿比西尼亚 他们世代居住在伊朗 有自己的家庭 根据1867年的统计数据 德黑兰总人口中超过17000人 占11.5%都是奴仆 隶属9581所房屋 其中10568人是仆人 3802人是家政工 3014人是奴隶 这些仆人和奴隶几乎完全依附或居住在贵族 官员 大地主 商人和富裕的乌来马家里 然而 除了极少数非常富裕的城市精英外 其余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包括城市的移民人口 1867年 在首都扩建之前 来自各省的移民 主要是阿塞拜疆人 伊斯法罕人和卡尚人 占到了德黑兰总人口数的71% 公共场所的统计数据也值得注意 1867年对德黑兰的调查统计了 47座清真寺 35座伊斯兰学校和34座居院 以及190家公共浴室 130家商队旅馆和20家制兵厂 到1900年 德黑兰共有80座清真寺 伊斯兰学校的总数为80座 此外还有43座剧院 182家公共浴室 184家商队旅馆和24家制兵厂 1900年的统计数据 还包括了城内及其周围的 7座基督教教堂 2座犹太会堂 7座营房 2家医院 2所公立学校 以及215座花园和果园 除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 这座城市的所有其他领域 都见证了德黑兰的稳定发展 显示出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 尽管大布里市 马什哈德和亚兹德等 省会城市在经济和人口方面 仍领先于首都 这种多中心的区位分布 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期 是凯加体制去中心化的 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德黑兰城市发展的一部分 市政府在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 纳塞尔 丁沙赫创建了一个小型卫生部门 负责清除街角的污秽和垃圾 城市各区的负责人继续在德黑兰市长的领导下 履行职责 但他们与纳塞尔丁沙赫的小儿子卡姆兰 米尔扎领导下的德黑兰省长办公厅相比 却黯然失色 新设立的警察局局长一职 由一名自炊式贵族出身的意大利军官担任 他负责监管这支日益壮大的警察队伍 当时这支队伍正逐渐取代各区和巴扎上的旧警卫 意大利警察局局长上任后 设立了新的警察管理机构 并采取了新的监视和控制方法 19世纪最后几十年 出于对反凯加异见人士的警惕 警察部队在卡姆兰 米尔扎的监管下 组成了一支初步的秘密警察部队 负责围捕外交官 知识分子和八部教徒中的异见人士 总体而言 德黑兰的现代化项目范围广泛 但比不上埃及赫迪夫伊斯玛伊 统治下有尼罗河上的巴黎之称的 开罗 苏丹阿卜杜勒 迈基德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伊斯坦布尔 德黑兰的城市风格和建筑风格 也不如这些城市那样西化 直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 德黑兰旧城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 其他伊朗城市也是如此 或许在大布里市和伊斯法罕建造的 几所西式建筑式例外 比如教会学校和医院等 古老的街道和小巷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 穿过城市的各个方向 蜿蜒在房屋和花园之间 这些街道和小巷很少铺器或铺设石头 路人走在狭窄街道上时 总会踩几脚泥土 直到半个世纪后 西方的城市网格概念 才破坏了旧城的结构布局 早在1860年代 纳塞尔时代就见证了几条现代化大道的修建 大道穿过旧的街区 但很少破坏城市原有空间的连贯性 新开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位于德黑兰巴扎以北 城堡建筑群以西的纳塞尔大道 宽阔的大道两侧都布满了商店 提供巴扎内没有的商品 再向北 郁金香大道穿过旧城区的马士科广场 将城堡与新开发的到来区 和城市北郊连接在了一起 这是纳塞尔 丁沙赫自己开发的第一个盈利性住房和购物项目 城内的空地短缺提高了土地价格 国王看到了一个机会 将法特赫 阿里 沙赫建造的郁金香皇家花园 变成了他的摇钱树 以满足王室对财富的渴求 直到20世纪 这个商圈仍然是首都最时尚的地方 1853年的调查 确认了德黑兰共有113种行业和职业 几乎所有行业都是传统的批发和零售职业 不是在市中心的巴扎 就是在社区附近的购物小巷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主要的省级中心城市 直到19世纪后半夜 提供西方奢侈品的商店和企业 才逐渐出现在德黑兰新开发的街道上 虽然自1840年代以来 欧洲的羊毛和棉纺织品 以及一些金属制品大受欢迎 但是西方商品的数量和种类 例如瓷器玻璃器皿和女士惯洗用品 即使到了20世纪初也是微不足道的 墨西尔到来在首都东部建造的大型的 纳塞尔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建筑群 很快成了一个新地标 该建筑群建于1878年至1883年 属于七宝宫风格 是凯加晚期建筑成就的典范 为了给什叶派伊斯兰学校 引入改革后的课程和教学方法 纳塞尔伊斯兰学校拥有伊朗 收藏伊斯兰手稿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 包括稀有的科学文献和地理文献 属于凯加贵族的许多私人收藏品 都不像公众开放 圣灵和宗教学校的众多图书馆 如马什哈德伊玛穆里萨圣灵的珍贵藏品 指向教师和学生开放 格莱斯坦王宫的皇家图书馆 收藏了大量可追溯到13世纪的手稿 但仅供国王私人阅读 而达拉夫农的小型图书馆主要用于教学 所以这座纳塞尔图书馆 是纳塞尔时代最接近现代公共图书馆概念的一座 伊朗各地的贸易中心 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和改善 以创新风格建造的豪宅里 居住着各省精英阶层的成员 在卡上 亚兹德和伊斯法罕 商人和地主用来自烟草 鸦片和纺织品贸易的收入 建造了许多豪华宏伟的大房子 特别是卡上的商人家族 他们在19世纪后期事业发展迅速 除了自己的豪华宅邸外 他们还建造了新的小巷和巴扎 商队旅馆 清真寺和水库 叙述欧洲 真实与想象 19世纪后半叶 欧洲风格的波斯化 在物质文化的其他领域 表现得也很明显 在绘画和装饰艺术 通俗故事 音乐和表演 新食品 服装和化妆品 城市规划和美化 园林设计和新的植物 花卉等方面 人们可以自由采纳并适应 波斯化的欧洲风格 甚至可以说 所有文化表现形式中 最具波斯特色的诗歌 也开始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这些文化适应 并不意味着屈服于欧洲的霸权 与纯粹主义者经常声称的恰恰相反 凯加时期的艺术和建筑 既不是颓废的 也不是欧洲原型的不正宗的复制品 相反 这些事物诞生于文化繁荣的时期 并且显示出了独特的波斯品味 阿伯勒·哈桑 贾法里的作品就是其中一例 阿伯勒·哈桑 贾法里通常署名为萨尼·默克 是当时伟大的画家和艺术家 1814年 他出身于卡上一个古老的艺术和政治世家 萨尼·默克曾接受过 伊斯法罕肖像画派的训练 并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技法和观念 1840年代中期 他访问了意大利 接受了欧洲风格的训练 并在几年后回到了伊朗 带着对西方艺术细致入微的观察 以及比同时代伊朗艺术家 都更加多元的创作背景 自意大利归来后 他对题材的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 并且没有被欧洲或欧洲大师们的杰作所征服 尽管他确实为实践和教学目的模仿了一些作品 1851年 就在阿米尔·卡比尔垮台后不久 他回到了伊朗 作为前首相对波斯艺术和手工艺赞助的一部分 萨尼·默克在德黑兰巴扎新成立的工艺之家中 创建了第一家现代工作室 除了关注绘画的发展 工艺之家也尝试保护和促进波斯手工艺品 和小型手工艺的发展 如纺织品、地毯编织、漆器、装钉、镶嵌图画和银器 这可能是受到了萨法为皇家作坊的启发 在他的工作室里 萨尼·默克展示了欧洲大师拉斐尔 米开朗奇罗和提香作品的复制品 还有古希腊裸体身体雕像的复制品 他招收学徒学习这种新式风格 并在每个星期五邀请公众前来观看新的艺术作品 他的授课内容不仅局限于素描和油画 还包括平面艺术、印刷机和平板印刷术 并接收平板印刷复制品的订单 《1001夜》的绘画插图是他一项早期的成就 这是一部印度波斯的故事集 在西方也被称为The Arabian Knights 1851年 他受到纳塞尔·丁·沙赫的委托 在莫耶尔·马马雷克的赞助下 为《1001夜》绘制插图 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一位诗人 曾共同将这份手稿 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 这可能是后萨法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项目 也是19世纪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之一 在工作室34名助手和学徒 不包括书法家 书籍装定师和插画师的协作下 萨尼·莫克耗时三年 创作了这部拥有3600幅水彩插图 共计1134页的六卷本手稿 这次任务让他获得了6580图漫 约合65000美元的巨额佣金 萨尼·莫克的艺术创造力在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中表现得很明显 而这种风格却一直不为波斯的插图书籍传统所致 他没有把1001夜的场景放在想象中的巴格达哈里发时代 而是放在他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中 他利用这个古老的故事来评论凯加的社会和政治 对当代的人物和事件做出微妙的暗示和隐喻 巴扎和街道中的日常生活 如服装、食品、乐器、交通 当然还有欧洲人都成为许多插图的创作灵感 他强调女性、仆人、奴隶和太监的私生活 以及休闲、娱乐、舞蹈和饮酒 他还大胆绘制了关于爱情和性的插图 为了使故事更加连贯并且更容易理解 他使用了接近于漫画式的鲜艳色彩和动态设计 保存在格莱斯坦王宫图书馆的插图手稿 只有国王和他的侍臣才能看到 并且从未公开出版过 即便是在机器印刷时代 得到王室赞助的艺术作品 也难逃如此悲惨的命运 萨米、默克的一些社会主题水彩画 同样具有尖刻幽默的精神 大不理事的路提斯斗殴的混乱场景 或者一群奇怪的宫廷侍从 紧紧跟随着一个铠家王室的花花公子 或者是一群滑稽的宫廷奉迎者 这些都是对暴力 贪婪以及铠家宫廷的荒谬的批判式讽刺 其中都蕴含着智慧 作为政府公报的编辑 萨米、默克第一次引入了 描绘这些画面的素描和漫画 日常犯罪现场和城市骚乱 以及皇家巡行、赛马和狩猎 这些通常都与当时的社会暗流 有着微妙的联系 不久之后 可能由于他的批评 对凯家当局造成了影响 他在1866年神秘地去世了 享年54岁 他可能是臭名昭著的 凯家咖啡的另一位受害者 此后 纳塞尔时期的画家 继续研习波斯、欧洲的混合风格 进行大胆创新 马哈茂德、汉、卡尚尼、马利克、肖拉的作品 不仅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皇家建筑的精致 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新颖的表现主义风格 相比之下 穆罕默德、贾法里、卡尚尼、人称卡玛尔、默克 他是萨尼、默克的亲戚 直接受到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现实主义的启发 他的风景和肖像作品深受纳塞尔、丁沙赫的赞赏 在20世纪初的波斯绘画发展历程中颇具影响力 在历线革命之前 有一个明显转向欧洲现实主义 远离早期纯粹化艺术风格的创作趋势 但绘画中的波斯文化认同仍然很强 同样 纳塞尔时期的音乐大多得到了宫廷的赞助 这为历线革命时期波斯古典音乐体系的繁荣扑平了道路 波斯大众的想象力也探索了外国风情 阿米尔、阿萨兰、卢米笔下的幽默爱情 实际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冒险故事 他将古老的波斯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联系了起来 反映了对欧洲介乎诱惑与暴力之间的矛盾心理 故事由宫廷首席说书人穆罕默德、阿里、纳吉布、 马马雷克作为睡前娱乐向纳塞尔、丁沙赫讲述 这些故事也明显吸引了后宫女性 国王的天才女儿图曼、阿加法赫尔 到来在听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故事抄写了下来 并且给故事配了插图 1898年 故事被印刷出版 不仅吸引了能读书十字的文化人 而且也成了说书人表演剧目中的重头戏 在这个故事中 阿米尔、阿萨兰是一位王室遗孤 他的父亲被杀 他的罗姆王国、奥斯曼帝国 受到皮特罗斯国王军队的袭击并被占领了 皮特罗斯国王是异国的国王 暗指俄国的彼得大帝 为了报仇血恨 在埃及长大的阿米尔 阿萨兰重新夺回了罗姆并登上了王位 在清洗伊斯坦布尔所有基督教教堂和牧师的血腥运动中 他发现了一幅皮特罗斯国王光彩夺目的女儿法洛赫 拉卡、菲里克雷卡 一位受祝福的面容的肖像 并立即爱上了他 阿米尔、阿萨兰英俊潇洒 满腔热血 对基督教恨之入骨 为了寻找他的爱人 阿米尔、阿萨兰放弃了自己的王国 隐姓埋名来到了危险的异国 在那里 经由秘密皈依伊斯兰教的高级官员的帮助 他最终见到了法洛赫、拉卡 而他也见过阿米尔、阿萨兰的肖像 并爱上了他 阿米尔、阿萨兰在剧院当起了酒宝 流利地说着异国的几种语言 后来 他被一系列恶作拒卷进了魔鬼和仙女的神奇世界 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后 他最终拯救了自己心爱的人 并带着他回到异国的土地上 皮特罗斯国王对阿米尔、阿萨兰的英勇和现身精神印象深刻 不得不允许这对新人结为夫妻 阿米尔、阿萨兰重夺王位 不久后 法洛赫、拉卡也被正式迎进后宫 两国之间恢复了和平 虽然这个故事充斥着愚蠢的暴力 但也充满了欢闹的对话 多愁善感的浪漫和孩子气的滑稽动作 这些元素旨在娱乐国王 以及后来的读者和咖啡厅听众们 并满足他们对欧洲的好奇心 把欧洲想象成一个既充满敌意又充满诱惑的王国 这种异想天开的波斯化叙述可能被解读为伊朗矛盾愿望的表现 在莱拉与马吉努、雷勒恩·马什南 或英国的罗密欧与朱利叶式的经典故事中 多情的英雄往往会爱上来自敌对国家的纯情少女 然而 与中世纪浪漫剧作中受尽苦难与折磨的马吉努相反 阿米尔、阿萨兰体现了伊朗人对权力 男子气概和成功的所有渴望 即使他是出生于埃及的奥斯曼王子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虚构人物 表现出了融入西方现代性时两难的一面 伊布拉辛、巴格游记是宰恩、阿贝丁、马拉盖西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他是一位伊朗移民商人 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高加索地区、俄国和奥斯曼帝国 这部小说根据作者自己的经历写成 叙述了一位年轻、充满理想主义的阿塞拜疆商人伊布拉辛、巴格的故事 巴格在回到故土后 心中对伊朗的美好印象就变得支离破碎了 他是一位富有 游历广泛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具有崇高的道德观念和坚定的实业派信仰 他为自己的国家所经历的衰弱、腐败和落后深感痛苦 并渴望为其带来物质进步、社会正义和道德重建 然而 他处处都面临着阻碍 马拉盖西的故事是纳塞尔晚期前显易懂的散文的绝佳典范 他站在商业阶层的角度 用一段饱含热情的话语 讲述了伊朗国家和社会的法则 与纳塞尔、丁沙赫相当冷漠的态度不同 伊布拉辛、巴格与西方的相遇让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弱点 他进一步观察了伊朗经济停滞和投资不足的现象 以及大多数人贫困、小部分人富有的现状 还有时常发生的饥荒和传染病 他评论了犯罪率的攀升以及非生产性行为 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的增长 尤其是他还注意到浴室中糟糕的卫生状况 现代药物及现代医院的短缺和不足 金融混乱和管理不善 市场资金匮乏以及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的缺失 都使作者感到愤怒 令他烦恼的还有国家缺乏现代工业和现代道路交通 对勘探和发掘伊朗丰富矿产资源缺乏兴趣 伊朗森林惨遭破坏 百姓失业问题严峻 大量人口移民到邻国寻找卑微的工作 政府缺乏规划能力以及标准化度量衡的缺位 像19世纪晚期大多数具有改革思想的非西方作家一样 马拉盖西对现代教育 西式学校和世俗课程的缺失感到遗憾 并将其归咎于保守的宗教机构 他认为 凯加精英和乌莱马应对伊朗长期的鸡瓶鸡弱和听命于超级大国的现状负责 除了国内的罪魁祸首外 他几乎没有指责西方列强的领土扩张和经济剥削 他还指出 如果伊朗国家和人民继续沉睡 不醒来拯救自己 西方就不可能尊重伊朗的主权或关心伊朗的福祉 当然 伊布拉辛 巴格的批判性观点中饱含着一种自觉的爱国主义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 热爱他辉煌的过去 并渴望重建他 作者在国外的多年生活无疑将这种观点理想化了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伊朗资产阶级精神的癥结所在 他们渴望将现代性和实业派身份认同进行调和 并且这一特征在历宪革命中得到了强化 毫不奇怪 随着历宪革命的爆发 伊布拉辛八个邮寄在当时的秘密社团中广受欢迎 波斯帝国银行 即使到了1880年代 路透特许权协议的纠葛仍未解决 这位坚持不懈的金融家向英国外交部施加压力 在国内暗中操纵 希望能因他被取消的特许权获得赔偿 15年来 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请求 直起到了阻止伊朗向任何其他铁路或建设项目的承建商授予特许权的作用 这是一件喜有参半的事情 尽管这一协议的告吹阻止了伊朗经济和社会对欧洲利益的依赖 就像在埃及和临近的奥斯曼帝国发生的那样 但它也阻碍了外国资本的投资 并减缓了伊朗经济和社会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人们对铁路事业寄予厚望 但铁路建设未能在中东工业化中发挥关键作用 铁路确实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 促进外国商品的进口和经济作物的出口 但即使到了巴列维时代 跨伊朗铁路的建设也没有带来任何工业奇迹 在1928年以前 伊朗都没有启动过大型的铁路项目 在整个1880年代及以后 都只有关于大型铁路项目的讨论 谈判和初步计划 修建铁路是伊朗国王及其顾问们最喜欢的消遣话题 但由于担心欧洲其他列强 再加上资金的匮乏 这一计划经常流产 虽然没有铁路 但凯加伊朗确实有一条 由比利时公司建造的5.5英里的窄轨电车线 用于缓解从德黑兰前往首都南部附近的阿卜杜勒 阿奇姆圣灵朝圣的交通压力 这条电车线被命名为铁路 成了凯加王朝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成就 但很快人们就将其称为喷雾机 该电车线于1887年开始运行 直到1961年才停止服役 成了凯加王朝渴望进步的历史遗迹 以及听由地缘政治摆布的悲伤记忆 1888年 派头十足的亨利 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朗公使 这一任命极大的改变了局势 有利于英国更多地介入伊朗的经济 沃尔夫的父亲约瑟夫 沃尔夫是一个古怪的新教徒 在1820年代曾作为传教士前往伊朗和中亚 寻找失落的以色列部落 在来伊朗之前 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曾在埃及担任外交官 后来担任英国议会议员 他与伦敦金融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 沙逊家族和朱利叶斯 路透 他强烈主张英国进行海外经济投资 并利用金融资本优势来经营大英帝国的霸权 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是伦道夫 丘吉尔·勋爵和阿瑟·鲍尔夫尔的朋友 也是保守主义制上的鲍春花联盟的创始成员 该联盟有着与共济会类似的等级制度 沃尔夫与索尔兹·伯利·勋爵分享了 他对经济扩张主义的愿景 并在许多方面为乔治扣送后来的举措埋下了伏笔 他聆听了朱利叶斯路透的意见 并在被废除的协议中发现伊朗有向英国开放风险投资的可能性 进而把伊朗当作帝国外交的一个工具 早在1887年经过十年的艰苦谈判 纳赛尔·丁沙赫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强大压力 英方要求伊朗开放唯一可通航的水道 卡伦河以开通波斯湾与胡奇斯坦中部的舒什塔尔之间的国际航运 并从舒什塔尔开辟出一条 途经巴赫地亚里地区到达伊斯法罕的新的运输公路 纳赛尔·丁沙赫及其政府从路透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在起草这一特许权的条款时保持谨慎 以避免英国形成垄断 他们严格监管航运公司的业务 如智的购房以及与伊朗同行的合作活动 考虑到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以及六年前英国对埃及的占领 国王坚决表示 他不会被世人名记为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随着英国和伊朗航运公司对货物和乘客的争夺 卡伦和航运业蓬勃发展 从而繁荣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英国私营航运公司林奇兄弟 在底格里斯河和又发拉底河运营了多年 与许多欧洲和伊朗公司展开了良性的竞争 而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由伊朗政府经营的纳塞尔航运公司 卡伦地区的贸易量 在1891年至1902年之间增加了近17倍 并且在1908年胡奇斯坦首次开采出石油之后 巴赫地亚里公路的建设预计会带来更大的经济进步 沃尔夫带来了一些开发的提案 计划和潜在特许权 其中最主要的也最成功的 就是重新谈判路透特许权协议 这已经成为英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 如果铁路在战略上不可行 那么还有其他项目可以开发 比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银行 似乎最为切合实际 且更符合欧洲资本投资的精神 1889年成立的波斯帝国银行 借管了自1885年以来一直活跃的东方银行现有的业务 路透特许权协议 首次允许该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 并从事除了购买房产的抵押贷款外的 所有现代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 最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政府授予该银行发行纸币的专有权 这是伊朗的一项新发展 因为在此之前 伊朗的货币只有硬币 根据路透特许权协议的其余条款 帝国银行实际上还控制了伊朗市场的货币发行量 甚至伊朗的货币政策 协议还再次保留了开发伊朗尚未开采的矿产资源的权利 作为银行业务顺利运行的担保品 波斯帝国银行主要依靠从埃及和其他地方调来的 一群殖民地的银行家和雇员而迅速展开运营 首先是在德黑兰 不久之后又在伊朗国内的主要商业中心开展业务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公开发行股票 为帝国银行募集了600万英镑 约合2921万美元的资金 以伊朗的标准来衡量 这笔巨额资金远远超过了巴扎的那些 私人银行家所能提供的资金数量 并对高利贷者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随着银行开始放贷 巴扎中令人发指的利率大幅下降 该银行的现代化运营方式 很快在许多领域取代了当地竞争对手的暗箱操作 最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银行转账和商业信贷 逐渐取代旧的巴拉特汇票 用于国内贸易 对外贸易及其他金融交易的长途汇款 已经大幅减少 波斯帝国银行最大的优势 在于对纸币发行权的垄断 尽管开始时有一些阻力 但相对于长期困扰伊朗经济的笨重的 不可靠的银币和铜币 纸币很快就成为首选的交易媒介 发行各种面值的钞票 是中央集权货币制度的显著标志 虽然伊朗政府在新货币的数量 和发行方面的权力有限 但国王的肖像出现在钞票上 是其拥有主权的象征 事实证明 这对伊朗政府来说是喜忧参半的 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伊朗政府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更加紧密了 财富的逆转不仅限于那些 因全球市场波动 管理不善或银行操纵 而宣布破产的商人 政府和帝国银行被指责为 市场波动的罪魁祸首 例如在1895年 英国驻舍拉子领事馆的所谓《新闻记者》 报道称 舍拉子鸦片出口贸易的主要商人 米尔扎阿加 舍拉子宣布破产 债务达40万图曼 约合100万美元 其中约9万图曼是拖欠波斯帝国银行的债务 他希望偿还他的债务 前提是扣除他已经支付给银行的8万图曼的利息 随后 事情陷入了僵局 米尔扎阿加舍拉子在舍拉子的新清真寺内寻求庇护 即使是银行副行长的到访 以及省政府切断了水和食物的供应 也没能让他离开清真寺 最终 根据首相的直接指示 米尔扎阿加接受了舍拉子首席宗教官 享有圣誉的木制台西德 距离领拜人的仲裁 除了米尔扎阿加外 法尔斯卡什卡伊部落的首领 也请求剧烈领拜人仲裁 因为他拖欠了银行7.3万图曼 为了在7年内偿还他的债务 布洛汉将坐落在卡什卡伊部落的一些村庄的土地抵押给银行 到1890年代 一家由俄国资本出资 并由俄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支持的抵押贷款银行 垄断了另一大金融领域 即向购买房产的伊朗精英 和其他不成功的企业提供贷款 许多贵族的财富都挥霍在购买奢侈品 豪宅 马匹 马车 以及出国旅游上 导致资金最终流向这家银行 然而 俄国银行的业务范围 从未像帝国银行那么广泛 随着这些外国银行业务范围的扩大 商人和知名人士对这些机构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 银行在一个受监管的框架内运作 与伊朗商人习以为常的灵活市场融资有很大不同 随着高级木制台 西德越来越多地参与社区的经济事务 他们对政府及其外国伙伴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烟草抗疫与宗教势力的崛起 到了1880年代后期 由于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银本位货币体系的崩溃 凯家王朝开始面临新的财政压力 国家的发展 以及王室 官员对奢侈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要求开拓新的税收来源 因为这些开支是无法通过农业和其他传统税收来 加以填补的 越来越多的王室土地被出售给私人 主要是卖给那些有影响力的商人和富裕的乌莱马阶层 海关也被分包给国内代理商 但这些都无法满足凯家政权的实际需求 对纳塞尔丁沙赫及其顾问而言 出售特许权似乎是最简单 最有效的选择 而对烟草实行垄断专卖似乎是最有前景的裁员 纳塞尔时代晚期的政局 也为外国势力的渗透铺平了道路 在卡伦和特许经营权协议签署后不久 英国政府于1888年 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印度之星勋章 授予了亲英王子马苏德·米尔扎泽尔 索尔坦 他是伊朗国王的大儿子 是伊斯法汉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省长 该勋章是对王子与英国政府之间有益的回报 特别是他为达成卡伦和特许权所做出的贡献 英国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更多的特许权 在伊朗南部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不知是经过事先考虑 还是出于对泽尔·索尔坦亲英倾向的恐惧 沙赫几乎立即解除了王子 除伊斯法汉省长以外的所有职务 这一举动由国王精明的新首相阿里·阿斯加尔 汉·阿明·索尔坦精心策划 目的是遏制泽尔 索尔坦肆无忌惮的野心 并将英国的注意力完全转向德黑兰 阿明·索尔坦是纳塞尔国王的管家之子 出身于一个格鲁吉亚奴隶家庭 阿明·索尔坦年少时在国王的私人住所当侍童 然后开始飞黄腾达 他先进入宫廷 然后又进入政府 墨西尔到来去世后 他尚未当权 并与政府首席财政官米尔扎·优素福·阿什蒂亚尼合作 米尔扎·优素福·阿什蒂亚尼人称 穆斯塔菲·马马雷克·麦斯多亚·莫玛雷克 即国家财政大臣 是政府精明的保守派阵营领袖 自1840年代中期以来就担任这一世席职务 穆斯塔菲虽然仅仅被称为阁下 但他掌握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甚至连国王也对他毕恭毕敬 并提防着他的阴谋诡计 然而他于1890年去世 为新首相阿明·索尔坦 引进更多的外国资本和专业知识 开辟了道路 阿明·索尔坦为人狡猾 是国王的密友 也是一位信奉现实主义的政治高手 在风格上更像阿加西和奴隶 而不是阿米尔·卡比尔和墨西尔 到来他的上台象征着纳塞尔 丁沙赫的士臣凌驾于政府官员之上 由于没有彻底改造政府的宏伟愿景 也不抱着在外交政策上实现独立自主的幻想 阿明·索尔坦在俄国和英国大使馆之间摇摆不定 一心一意只为他的王室主人和他自己寻找最佳方案 由于阿明·索尔坦在帝国主义时代 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他开始变得和国王一样 对政府吃一种愤恨的态度 在首相任上 前任莫名死去 名誉扫地的案例比比皆是 除了取悦国王并说服他首肯自己的计划外 阿明·索尔坦还敢有什么别的报复呢 于是 国王和他的末代首相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复杂 时常相互利用和算计 早些时候 国王和阿明·索尔坦一致反对实施 国家垄断烟草生产的计划 后来还与英国特许权索取者进行了谈判 1889年 伊朗国王在出访欧洲时 成了英国政府的座上宾 在此期间 他最终决定将伊朗烟草专卖权 授予了一位名教具 F.塔尔伯特的少校 伊朗可能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烟草种植国家 和出口国家 主要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烟草 并供给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烟草专卖公司 此前 他已经得到了奥斯曼帝国授予的烟草专卖权 而这一次 他又得到了购买 分销 销售和出口伊朗全境所有烟草产品 长达50年的特许权 烟草作为主要的赚取收入的商品 对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到1890年代 伊朗的烟民多达250万人 占全部人口的25% 包括男性和女性 烟草大多以水烟 Colin如今在西方被称为Hooka的形式出现 农民和贫困阶层通常使用长烟斗消费劣质烟草 除了茶叶外 没有其他商品能够对公众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自16世纪晚期引入以来 烟草产量在伊朗各地都有增加 特别是在阿塞拜疆 护罗山 伊斯法罕和法尔斯等上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国王再次轻易地沦为外国特许经营权的牺牲品 而对伊朗大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 烟草这类大宗商品是至关重要的 凯加当局似乎已经完全淡忘了 关于路透特许权协议的糟糕记忆 毫无疑问 英国人的魅力 英国东道主的微妙暗示 以及首相的不那么微妙的劝说 使得国王同意了特许经营权的转让 而当时的统治精英 对于公众日益高涨的凡凯加情绪 已经是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国王对短期利益的渴求是无止境的 即使牺牲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 烟草种植者和商人也无所谓 如果商人可以从烟草贸易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那么国王一定会想 为什么他不可以呢 当然 王室的垄断收益 是以大部分伊朗出口商 批发商 经销商 可能多达5000家 和更大规模的中小型烟草种植者的群体利益为代价的 然而 想从英国人手中分得巨额利润的奢望是虚幻的 在扣除费用后 获得烟草特许专卖权的英国人 分配给伊朗不超过1.5万英镑 7.5万美元 得微博使用费以及年净利润的四分之一 到1890年初 烟草专卖公司已经开始在整个伊朗建立一个 主要由殖民官员组成的省级办事处网络 并很快就从伊朗种植者手中购买烟草 令种植者感到沮丧的是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以毫无竞争力的固定价格 将烟草出售给专卖公司 然而烟草商及其合作伙伴是主要反对烟草专卖的力量 与国王和专卖公司的希望相反 要打破伊朗中间商及出口商对烟草市场的控制 一定会掀起惊涛骇浪的 在失去生计的危险下 这些商人开始动员民众和乌莱马一起反对烟草专卖 并试图说服政府废除烟草专卖 1890年末至1892年初 大规模抗议运动成功地挑战了外国公司的垄断地位 和凯加政府的权威 至少自1850年代八部教起义失败以来 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民众参与度较高 并有明显的反帝国主义诉求 这在某种程度上为15年后的历线革命铺平了道路 烟草抗议活动是巴扎商人 为数众多的高级乌莱马和少数意见人士 第一次找到的共同点 他们动员了全国民众挑战了沙鹤的权威 1890年末 舍拉子城内开始出现零星的抗议活动 第二年伊斯法罕 大布里士 马什哈德和其他烟草种植中心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 几乎所有的抗议活动 都是商人恳求当地的木制台西德 给予他们支持 以此来表达商人们的不满 清真寺内的公众集会谴责 外国人干涉穆斯林事务 尤其谴责他们在加工处理烟草时 习惯性造成的污染 在凯家王朝时期 诸如此类的谴责 是反欧洲言论的常见内容 然而 有权势有财富的木制台西德 通常不愿意切断与政府的传统关系 也不愿公开批评国王的倡议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政府报复的对象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很快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站在商人和大规模烟草种植者这边 巴扎的宗教税收和会费收缴变得缓慢 使得木制台西德很清楚这一现象所传达的信息 到1891年初 木制台西德 尤其是在伊斯法罕的木制台西德 与掌权的纳杰费家族联手 在抗议活动中占据了突出地位 然而 普通大众对烟草专卖的最严重抗议示威 是在大布里市爆发的 可以肯定的是 俄国人在大布里市集市上挑拨了一些人 反对烟草专卖公司 伊朗强大的北方邻国 俄国认为 专卖公司是英国一向 旨在渗透阿塞拜疆的行动 而俄国传统上认为 阿塞拜疆是自己的后院 这次反对示威的主力是出口商人 他们的生计受到了极大的危害 面对愤怒的人群和俄国的反对意见 王储穆扎法尔 丁米尔扎和他的省府高官 向德黑兰发出警告称 除非采取一些措施 否则 他们无法保证阿塞拜疆 或烟草专卖公司办事处 能够安全应对这次革命风暴 作为回应 专卖公司与国王协商 决定暂时停止在阿塞拜疆的业务 这是逐渐壮大的反对派的第一次胜利 在伊朗南部开始的抗议活动 在北部商业中心得到了权力支持 这标志着一个共同的经济体 超越了伊朗一贯的地区对立 然而反烟草专卖公司抗争的最后一幕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抵制运动 参与这次联合抵制的不仅有商人及其盟友 1892年11月 米尔扎哈桑 舍拉子发布了一项伊斯兰教令 并在伊朗各地广为流传 该教令呼吁只要烟草的供应权仍然掌握在伊教徒手中 就将在全国范围内禁烟 尽管早在1891年 关于禁烟的谣言就在舍拉子流传 但是阿塔巴特 阿特贝特 伊拉克南部的盛程 木制台西德领袖的名字赋予这项伊斯兰教令必要的分量 教令中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 西烟无异于与时代之主伊玛木作对 愿安拉快点派他降临人间 据传 该教令是由德黑兰商人行会负责人哈吉 穆罕默德 卡泽姆 玛利克 图加尔和他的同伙伊米尔扎 哈桑 舍拉子的名义捏造出来的 但这是否真的是谣传并不重要 事实上 伊斯法罕和德黑兰的高级木制台西德 与在伊拉克南部萨玛拉镇的米尔扎 哈桑舍拉子通过电报进行了联系 确保他同意以他的名义发布教令 1890年代早期 米尔扎 哈桑舍拉子在整个什叶派世界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并被尊称为效仿源权 他的地位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倡导者赛义德 贾马尔丁阿萨达巴迪 西亚之猫 埃尔丁 人称阿富汗尼 1891年 在一封广为流传的给米尔扎 哈桑舍拉子的信件中 阿富汗尼称赞他的这位神职同胞是什叶派世界的领袖 并呼吁他反对纳塞尔丁 沙赫的专制 腐败以及将国家利益出售给外国的行径 除了40年前的八部教徒凡凯加齐以外 这是现代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呼吁推翻国王 尽管他没有要求推翻凯加王朝或推翻整个君主制 在烟草专卖危机之前 阿富汗尼曾被国王邀请回到他的祖国 并担任国家顾问 但很快 他就因为对沙赫的含蓄批评而受到怀疑 进而受到沙赫的冷落 不久之后 恰逢烟草专卖抗议运动开始 他前往阿卜杜勒 阿奇姆圣灵寻求庇护 却被不光彩地拖了出来 并被押送到伊拉克边境 阿富汗尼是一位著名的异见人士 成年后就一直以逊尼派阿富汗人的身份生活 并极力提倡犯伊斯兰主义 从英属印度到阿富汗 到伊斯坦布尔 再到埃及 他在这些国家激起了强烈的反应情绪 1839年 阿富汗尼出生于伊朗西部哈马丹 以东32英里的阿萨达巴德村 这个地区以宗教一端爱哈利哈格教团而闻名 在搬到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城市之前 阿富汗尼接受了一些标准的伊斯兰哲学训练 在伊拉克伊斯兰学校学习期间 他曾接触过谢赫学派和巴布教的思想 到了1880年代 他的魅力为他在伊朗赢得了一些追随者 包括玛利克 图加尔以及纳塞尔的一些士臣和政治家 然而 相对于他在埃及和印度的声望 以及著名的谢赫穆罕默德 阿卜杜为数众多的追随者 当时的阿富汗尼并未在伊朗获得较大的支持 他个性古怪 生活逍遥 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全才 最重要的是 他用逊尼派的外表隐藏自己的什叶派身份 这使得人们只能通过隐秘渠道知晓他的信息 1891年 阿富汗尼在伊朗受到了侮辱 对沙赫怀有深深的怨恨 这种怨恨无疑在几年之后 促成了对纳塞尔丁沙赫的暗杀事件 他与前八部教徒合作 如著名作家 知识分子米尔扎 阿加汉 克尔曼尼 他可能影响了阿富汗尼对伊朗国王非法统治的强调 阿富汗尼将米尔扎 哈桑 舍拉子吹捧卫士业派领袖和效仿源泉 这等同于将舍拉子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无论是阿富汗尼的挑衅 还是异见人士与不满的商人之间形成的共识 烟草抗议导致了政府与乌莱玛之间渐行渐远 而且乌莱玛也对其身后商人们的不满表达了同情 这场抗议源于深层的经济问题 但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史料未及的 在伊朗 无论男女 他们都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遵守着舍拉子的教令 人们打破水烟馆 扔在街道上 或是扔在后院和其他看不见的地方 烟草灵售伤停止了他们的业务 并挂出横幅以表明公众的团结 令国王大为恼火的是 即使是他后宫的嫔妃也克制住不再抽烟 因为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听从效仿源泉的教令 而非国王的指令 公共禁烟令的实行不仅表明了群众抗议的力量 还促使人们采取更大胆的措施 与阿明·索尔坦的谈判 国王和乌莱玛之间 首都的木制台西德和各省省城的木制台西德之间的电报往来 这一切都增加了局势的紧迫感 这次反抗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经济部门 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民众不满的声音 革命前的场景 治安员强制执行禁烟令 出现了名为夜间信件的秘密海报和传单 在首都实行宵禁 在1892年1月达到了高潮 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 如果德黑兰的木制台西德领袖 米尔扎 哈桑 阿什蒂亚尼继续煽动公众 并且继续执行禁烟令 就会将它驱逐出首都 然而 政府的威胁适得其反 米尔扎 哈桑 阿什蒂亚尼拒绝接受政府的通牒 在巴扎关闭后不久 一大群人前往皇家城堡前的广场进行暴力示威 他们不仅要求取缔烟草垄断 还要求结束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国王的专制统治 示威人群不仅辱骂了首都市长兼战争部长卡姆兰 米尔扎 而且对首相阿明 索尔坦以及国王进行了侮辱 随后 示威人群企图突破城堡的大门 并与皇家卫兵以及保卫皇宫的精锐部队展开了武装对抗 最后 十名示威者死亡 多人受伤 公开的反抗和秘密的宣传 实际谴责了国王的专制和腐败 同时也谴责了木制台西德的妥协和无所作为 这足以让国王和乌莱马认识到更大的危险 即将发生的起义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生存 在这次示威之后 国王宣布彻底废除烟草专卖公司 在国内市场和烟草出口方面的垄断地位 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国王仍然与烟草专卖公司在废除专卖权问题上纠缠不清 国王还保证那些声援支持阿什迪亚尼 威胁大规模移民到伊拉克的木制台西德 会在首都和各省获得经济奖励 尽管最初有些犹豫不决 但米尔扎 哈桑 舍拉子还是同意解除禁严令 国王得到了英国的谅解 同意执行废除烟草专卖公司垄断的条款 但伊朗需要向专卖公司支付取消特权的罚款 为此 伊朗政府第一次被迫从英国控制的波斯帝国银行借款 50万英镑 约合250万美元 利率为6% 期限为40年 外国借款是埃及赫迪夫和奥斯曼帝国苏丹所走过的老道 并导致了两国的财政破产 然而 伊朗国王和他的政府 也许是整个凯加王朝 有一个比破产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考虑 他们侥幸躲过了一场革命 但好景不长 烟草抗议冲垮了纳塞尔时代来之不易的统治秩序 并引发了一场游商人 无来码和异见人士组成的脆弱联盟领导的民众抗议活动 在烟草专卖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伊朗各省发生的动乱更加频繁 而这些示威游行通常是由木制台西德在背后掌控全局 在什叶派激进主义的中心伊斯法罕 臭名昭著的阿加纳杰费 阿加纳杰费曾与伊斯法罕的王子省长泽尔索尔坦发生过一次肮脏的冲突 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乌莱玛家族的组长 他甚至宣称在君主制衰落之后将会成立一个伊斯兰政府 似乎人们对国王作为稳定象征的信心已经破灭 在烟草专卖事件结束大约四年后 也就是1896年5月1日 纳赛尔丁沙赫在准备庆祝继位50周年 伊斯兰历1264至1313年的前夕被人刺杀身亡 当时他正在阿卜杜勒 阿基姆圣灵向什叶派先贤致敬 感谢让他统治伊朗这么长久 因为他是自萨法维王朝塔赫马斯普一世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沙赫 与王室访问的惯例相反 朝圣者被允许留在圣灵内 在礼拜一世之后 纳赛尔丁沙赫在朝圣者中间自由行走 就在这时 他被阿富汗尼的追随者米尔扎 黎萨克尔曼尼近距离射杀 克尔曼尼是一个古怪的流动商贩 贩卖奢侈品和昂贵面料 他对沙赫的儿子卡姆兰米尔扎怀有怨恨 因为卡姆兰米尔扎曾折磨他 并判处他监禁多年 沙赫的被杀预示着一个半世纪 相对稳定的时代结束了 凯加王朝的现代化外衣就是如此 阿米尔 卡比尔和墨西尔 到来等政治家的改革措施 从未真正改变过凯加社会 欧洲物质文化的一些特征 渐渐影响了城市空间 艺术 建筑 服饰 食品和音乐 然而国家的基础 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旧的凯加精英阶层逐渐被新的宫廷侍臣所取代 这些人更加依赖国王本人 但宫廷和政府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没有变化 纳塞尔丁沙赫的私人生活也保持不变 除了少数例外 他众多的嫔妃 姐妹变得更加慵懒 并且更加爱慕虚荣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国王的内庭有了一种淫乱的氛围 艾塔迈德萨尔塔内赫的秘密日记 把宫廷内许多淫秽之事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在日记中 艾塔迈德萨尔塔内赫用讽刺的眼光 观察着沙赫的行为变化 他的同伴和亲信的堕落品行 观察着沙赫每天前往首都郊外参观皇家度假村 游乐花园和山间休养所 观察着他和一大群随从在德黑兰籍其他地方露营的情景 日记还平静地记录了那些点缀在宫廷丑陋的日常生活中的天真欢乐 他日记中反复提到的话题 包括国王对侍同玛利贾克的喜爱 后宫及内庭中琐碎的嫉妒和敌意 国王对服饰和外表的奇特品位 最重要的是国王钟情的恩威并失策略 在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历经了赫拉特的惨败后 纳塞尔丁沙赫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即使不是很友好 也基本保持着稳定 伊朗国王的成功之处在于与相邻帝国间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 这是他显著的成就之一 欧洲对经济和商业领域的入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同路透特许权协议 波斯帝国银行 卡伦和特许经营权 1883年允许向俄国私人企业 大规模出口离海木材 以及烟草专卖等事件一样 然而 在殖民扩张时代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面 纳塞尔丁沙赫比同时代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 哈密德 埃及赫迪夫 中亚科汗 阿富汗埃米尔和被征服的印度公国王侯等都要成功的多 欧洲将伊朗视作缓冲国 而他懂得如何利用欧洲的这一设想为自己牟利 他也学会了如何利用俄国在北方的领土威胁 来对抗英国在南方在波斯湾的野心 1857年 伊朗失去了赫拉特省 这是重大的领土丧失 其严重程度与丢掉高加索地区相差无几 赫拉特的失守 以及为和平解决伊朗东部边界问题而做出的些许妥协 并未减损纳塞尔时代的成就 政府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直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 特别是在烟草抗疫运动之后才发生变化 此时政府与乌莱玛之间的默契关系 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危机 商人和工匠也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 因为他们的生计进一步暴露在世界市场 对外贸易和外国特许权的环境之中 变得更加艰难了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为 政府应该为无力保护国家免受危害 民众日常生活 缺乏安全保障 以及经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负责 伊朗与周边世界接触的越来越频繁 俄国吞并的高加索和中亚省份 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以及伊拉克省和叙利亚省等 英国占领下的埃及 英属印度 很多移居外国的伊朗人 意识到了伊朗的相对不发达 以及经济上的劣势 而伊朗政府显然无法应对 日益严重的贫困 健康和社会问题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 超过25万伊朗人选择移民到 临近的城市和地区 去寻找工作以及追求更好的生活 尤其是巴库 地比利斯 阿什哈巴德 伊斯坦布尔 开罗 亚历山大理亚 孟买和伊拉克南部圣城等地 成为人们的首选 烟草抗议运动 以及随后的国王被暗杀事件 表明了人民愈加不满的情绪 谴责伊朗国王及其政府的言论 第一次出现在了临时海报上 也出现在了流亡者的报纸上 如马尔科姆汉在伦敦出版的法言报 有人将这些报纸走私到伊朗 带给秘密小组和讨论圈子传阅 在穆扎法尔 丁沙赫统治的十年间 政府的管理更加宽松 意见人士在公共媒体中 进行了更广泛 更有组织的宣传 知识分子通过报纸 书籍等印刷品拓宽了视野 新兴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敢批评 凯加政府及其在各省的代理人 但报纸翻译并报道了西方流行的知识 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科学和技术进步 世界地理和历史 现代国家机构 新大陆的发现 以及西方的殖民进展 及经济渗透等活动 1905年至1911年的历线革命 标志着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本身的缺失 是通过伊朗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新闻报刊 电报通信实现的 第六章 历线革命 一条通往多元的现代化之路 1905至1911 1905年12月12日 在巴扎关闭后 一大群人聚集在德黑兰的距离清真寺 抗议首都市长虐待该市的唐商 并要求德黑兰市的木制台西德为他们辩护 人群听取了一位受欢迎的 中级教士古马尔丁 伊斯法罕尼的讲道 他是一名秘密的八部教徒 古马尔丁指责了市政管理者 欺压百姓的劣行 认为百姓应当得到社会正义和公共安全的支持 并呼吁国家解除严厉的价格控制 此外 古马尔丁还宣称 由国家强制执行的世俗法 和由木制台西德执行的伊斯兰教法 都必须遵守法律 这是向伊朗民众暗示宪法这一新的概念 古马尔丁强调 如果伊朗沙赫是真正的穆斯林 他也必须遵守人民的意愿 他的讲道为革命揭开了序幕 而这些诉求恰是此时重重现实困境的一个缩影 这一时破天经的主张 势必会激怒亲政府的神职人员 正当古马尔丁滔滔不绝的讲道时 政府任命的德黑兰距离清真寺的领拜人 却因为古马尔丁得直言不讳而深感愤怒 他下令将古马尔丁强行从讲台上拉下来 并把他驱逐出去 随后挥舞着大棒的政府警卫冲进了清真寺 赶散了抗议的人群 第二天 一些参加集会的人 对于政府的过激反应感到愤怒 他们呼吁自己的追随者采取行动以示抗议 以离开德黑兰来作为回击 并前往首都以南的宗教圣地阿卜杜勒·阿奇姆避难 这处宗教圣地很快就成了抗议的中心 德黑兰的民众成群结队的前来 向抗议者表示同情 这一事件标志着群众抗议运动的开始 而这场抗议最终演变成了举世文明的历线革命 历线革命是一场对20世纪伊朗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化变革 前面描述的这段插曲 凸显了促成这场革命爆发的多重原因 首先 商人和工匠们对一个效率低下 过度干预的政府严重不满 其次 不同背景的中下阶层毛拉们呼吁木制台西德站出来支持人民 再者 凯加王朝对民众政治参与 以及最终制定宪法的要求置若网文 最后 使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 在革命逐渐抬头之时 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也加入了抗议的群体 他们与伊朗本土的激进势力相结合 帮助组建议会并制定一部现代宪法 新兴的立宪运动以其独特的多元特性 允许多样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参与 但这也导致了这场运动很快与保皇派的路线主张背道而驰 保皇派背后有俄国的支持 旨在重建凯家国王的专制统治 并且继续维护统治阶层精英的特权 这场革命还挑战了乌莱玛阶层的特权 他们最初支持革命 但很快就改变了意向 因为宪法和议会对木制台西德的公共权力和影响力施加了限制 立宪革命的成果是一场多方面的社会政治斗争 并塑造了伊朗的现代国家认同 这场斗争最初体现在1908年至1909年的内战 并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内持续发挥着影响 直到1925年里萨汉的崛起和巴列维统治的建立 就这些方面而言 立宪革命在现代中东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无论是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的运动 还是1919年的埃及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阿拉伯世界各个地区的反殖民运动 都没有立宪革命那样拥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巴列维王朝统治的50年里 立宪革命的许多政治成就 因为政府的不当行为而变得名不复实 后来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废除了1906年宪法 然而立宪革命仍然是伊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尤其是因为它标志着伊朗向政治现代化和世俗化迈进了一大步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宪法秩序的表象下 革命仕途为长期存在于伊朗意见人士中的 什叶派社会正义问题提供本土化的实践方案 实际上 这场革命仕途将民族主义的现代经验与法治 限制国家权利 个人权利和代义制等概念结合起来 使什叶派穆斯林的愿望进一步世俗化 革命将这些现代原则 同古代王权的遗存和宗教机构的设立相提并论 1908年至1909年间的立宪派与宝皇派之间的内战 是这场革命斗争的高潮 内战削弱了凯家王朝的统治 至少暂时地将保守派教士贬折到了政坛荒野之中 然而 由于革命引起的动荡愈加严重 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以及战争期间 欧洲列强以军事占领相威胁 立宪革命的实践就此终止 革命的热情也被错伤 抗议者的新生 历线革命前夕 国内的异见人士主要通过清真寺的讲坛 新生的媒体和新式学校汲取民众的不满 但他们仍然主要依靠国外的抗议生来传播信息 对一些伊朗有识知识而言 通过教育 新闻和旅行更多的接触外部世界 实际增强了他们对西方物质进步的认识 反过来也支持了他们关于落后和复兴的论调 同时也强调了他们所谓的文明的紧迫性 宣传抗议的小册子较少以印刷品形式流传于伊朗公众之中 更多的是通过意见人士的手写副本进入伊朗公众的视野 这些副本的传播也影响了革命的宣传修辞和实质内容 在整个纳塞尔丁时代 这个小圈子的革命宣传品 在伊斯坦布尔以及开罗 贝鲁特 加尔格达 孟买和高加索地区 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也鲜少参与改革家的演讲宣传 直到20世纪初 改革文学作品 才在伊朗国内的半公开圈子得以传播 这些作品通过对伊朗物质困境和道德堕落的批判 以及对腐败的当权派和顽固派的谴责 唤醒了新的革命受众 在国外 伊朗人的小圈子主要由那些被视为宗教异端 或是少数族裔背景的人组成 他们经常相互接触及往来 阅读对方的作品 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文坛的组织 他们对改革的即兴想法 包括批评保守的官僚 但很少批评没守成规的木质台西德 他们提出的模式 往往是基于对法国启蒙运动的肤浅解读 或者是受到开明专制里面的启发 就像是在俄国权力主义的棱镜中 所看到的那些幻境一般 总的来说 他们天真的赞扬欧洲 尽管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 往往前后矛盾 教育问题也是这个圈子里重要的探讨内容 凯加王朝后期 以及历线时期的改良主义著作 时常感叹 文盲现象 以及现代教育机构缺少 并批评伊斯兰学校的课程 极其不足之处 这些著作还呼吁改变波斯语言文字 这是许多非西方的社会改革者 普遍的关注点 波斯语繁复的破碎玄体书写方式 在凯加王朝很是常见 尽管不可否认 破碎玄体是一种艺术形式 但在大众教育的时代需求下 这被认为是繁文入节 另外 现代卫生设施和现代药物的缺失 民众的营养不良 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缺位 再加上当局无力对抗 霍乱等疾病的爆发 也难以控制天花和杀眼等疾病的传播 都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 与文明国家相比 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捉襟见肘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伊朗衰败和贫困的景象 不仅与西方的物质进步形成了对比 也与伊朗古代历史的理想化愿景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有人认为 只有以西方列强为榜样 以现代法治和宪法为基础 伊朗才能克服其积贫积弱的弊病 19世纪的改良主义文学 通常对欧洲的殖民野心毫不在意 然而 当伊朗选择对欧洲的殖民 野心视而不见时 往往意味着 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之下的 弱国的必然命运 面对日益严峻的殖民威胁 前面提到的米尔扎 马尔科姆 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 他折中的批评 不仅显示出 他对欧洲威胁的一些认识 而且还显示出 他渴望适应伊朗国情 以及伊斯兰道德 价值观 米尔扎马尔科姆 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 他的创造性思维 在高尚的实政主义远景 与谋取私利的取舍之间 被割裂开来 然而 他对立宪革命的影响 却超越了他对国家重建的构想 他认为 改革波斯语言文字 是向大众传播知识的关键 1884年 他在伦敦出版了 萨迪的《强威园》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 这本书以简易字母编写而成 马尔科姆哲中的人道 信条 是他早年创立的准共济会式 社团组织一落之家的延伸 其灵感来自 奥古斯特 恐得的实政主义的人道宗教 他的人道 信条超越了 有组织的宗教 追求科学进步 人权和宽容的价值 他甚至劝说纳塞尔 丁沙赫颁布了一项类似于1856年 奥斯曼帝国坦奇马特时期的法令 首次承认并保障所有臣民对自身生命和财产的基本权利 然而 法言报 对这些措施的推行置若网文 并开始通过秘密渠道与伊朗读者接触 马尔科姆 汉是与阿富汗尼及其伙伴联手创立的法言报 1891年 抗疫烟草专卖运动刚开始 阿富汗尼就被驱逐出了伊朗 正如马尔科姆是世俗现代性的先驱 阿富汗尼也是伊斯兰政治的先驱人物 尽管他披着奥斯曼支持的 泛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外衣 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什叶派伊朗人中几乎得不到支持 真正吸引阿富汗尼的那些伊朗听众的 是他用他的母语波斯语对伊斯兰教进行的政治化解读 阿富汗尼并不只将伊斯兰教视为一套信仰和实践 或仅是什叶派教法学家单调乏味的著作 而且将其视为一个反抗团体 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抗疫烟草专卖运动期间 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他写给舍拉子的那封著名的信广为流传 信中提到的通过宗教团结来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观念 在伊朗各界产生了共鸣 在伊朗 秘密的夜间信件也散布了许多不同意见 有的甚至张贴在了清真寺的大门和其他公共建筑上 纳塞尔 丁沙赫遇刺后 阿富汗尼在伊朗异见人士圈子里获得了更大的声誉 因为他帮助推翻了一位阻碍伊朗进步的暴君 阿富汗尼及其部分信徒是另一位暴君阿卜杜勒 哈米德的受雇代理人 阿富汗尼自己也希望能够成为任何雇佣他的强人 也许除了英国人手中的一把剑 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的形象似乎也没有受到玷污 1897年阿富汗尼死于癌症 当时他正被软禁于伊斯坦布尔 阿富汗尼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东方哲学家 他对伊斯兰历史的怀旧解读 与他对宗教复兴 他称为伊斯兰改革 得呼吁相辅相成 伊斯兰改革不仅可以将穆斯林 从基督教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还可以将他们从残暴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 作为西方现代性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先驱人物 马尔科姆和阿富汗尼古怪的结合在了一起 这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张力 而这种张力后来使立宪革命变得千疮百孔 这些人物与20世纪初新一代伊朗活跃人士 之间的意识形态传承 是通过米尔扎 阿加汉 克尔曼尼等人来维系的 他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思想家 他主张将马尔科姆的实政主义改革本土化 并借鉴了阿富汗尼的反帝国主义立场 他提出了一种有意识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根植于对古代伊朗历史的理想化描述 并与当下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照 因而对19世纪伊朗异见人士的思想融合做出了贡献 克尔曼尼的民族主义以反阿拉伯 甚至反伊斯兰的激进主张而闻名 他强调一个集体的命运 并呼吁彻底改变伊朗日渐衰落的道德决心和文化取向 但他的著作大部分都未发表 这是历线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常面临的窘况 克尔曼尼的个人气质造就了他思想上的多变 也造就了他的许多缺点和摇摆不定的政治倾向 克尔曼尼于1854年出生于地处偏远 宗教多元的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的一个古老而贫穷的苏菲派家庭 并且与索罗亚斯德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现代意见人士的早期代表人物 他的故乡是谢和学派 乌苏勒学派 索罗亚斯德教 巴布教和巴哈伊教的盘踞之地 在历宪革命时期 这里不仅塑造了克尔曼尼 还培养了许多异见人士 克尔曼尼通过他的哲学老师 接触到了巴布教的思想 他的哲学老师也教他一些 关于毛拉萨德拉哲学的基本理论 在与省长发生争吵后 省长迫使克尔曼尼流亡国外 于是他那短暂的税收稽查员的 职业生涯戛然而终 年轻的克尔曼尼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 在那里他以自由记者、译者、政治活动家 和私人教师的身份度过了短暂的余生 在伊斯坦布尔出版的波斯流行周刊 《阿赫塔尔》上 克尔曼尼以笔名发表了一段时间的文章 他从批判的角度探讨了时事、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 但使用了该报读者可以接受的隐晦语言 通过强调伊朗的社会政治弊病 正与欧洲文明形成鲜明对比 他希望能触及更广泛的听众 他表现出了流亡在外的愤怒的知识分子 应对身份危机时的典型症状 他构想出了一种与古代辉煌历史相伴的国家身份认同 他主要通过《猎王记》 以及法语版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 还有欧洲学者最新的研究认识到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 他在晚年时期 曾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描述为外来的 落后的文明 并且应对伊朗的堕落和衰弱负有责任 克尔曼尼认为 伊朗人只有抛弃诸儒偏见、污秽等暗黑遗产 才能恢复他们失去的纯洁 重新振兴他们的国家 可以说 克尔曼尼之所以敢于对伊斯兰历史进行激烈批判 可能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充满宗教异端氛围的环境之中 克尔曼尼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巴布教徒 因为巴布教徒往往对弥赛亚戒律 以及巴布所建构的原教旨沙利亚教法 怀有极其忠诚的信仰 尽管有一段时间 他仍然忠诚于激进的巴布教的分支组织阿扎利派 并且是阿扎利派与巴哈伊教派战争的狂热支持者 然而 以往的巴布信仰 为克尔曼尼提供了一个接受欧洲现代性的知识跳板 他的学术背景不仅包括欧洲启蒙思想 还包括唯物主义哲学 社会主义政治纲领 和带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 1896年 克尔曼尼和他的两名同伴 被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下令逮捕和拘留 哈米德似乎已经预感到一场 房凯加王朝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在纳塞尔丁沙赫被暗杀后 他们作为同谋被正式引渡到伊朗 王储穆罕默德 阿里 米尔扎下令在大布里市对他们进行处决 作为一名反凯加王朝的异见人士 无论克尔曼尼在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历陷革命的历史叙事中 他一直被当作革命烈士而受人怀念 尽管克尔曼尼竭力支持泛伊斯兰主义 但同时代的另一位流亡知识分子米尔扎 法特赫阿里 阿赫德扎德却怀有反伊斯兰情绪 他是阿塞拜疆人 是一位剧作家和热心的社会评论家 毕生都在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公务机关里工作 他对所有组织化的宗教 尤其是伊斯兰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提倡理性主义的文明观 这是19世纪的伊朗流亡者 与法国启蒙运动自然神论思想最为接近的一次 尽管是通过俄国文学获得的 社会和道德批判的主要载体是现代欧洲戏剧 对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观众来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媒介 阿赫德扎德的戏剧得以在国外出版 虽然最初的土耳其语版本 以及后来的波斯语一本在面试后拥有了一小部分读者 但这些戏剧几乎没有演出过 在17世纪法国剧作家莫里埃 穆利尔的戏剧的启发下 阿赫德扎德作品中的一个主题 就是将伊斯兰社会的旧信仰 以及实践者的迷信同现代文明 特别是现代科学、医学进行比较 更重要的是 在他为发表的论著中 阿赫德扎德将东方主义对伊斯兰教 及其与现代世界不相容的批判内化到了文章之中 1863年 通过虚构伊朗大布里式的怀疑论者卡麦勒 到来与一位居住在伊拉克南部圣城的 印度什叶派王子之间的对话 阿赫德扎德大胆地提出了 对什叶派信仰和制度的批判 他认为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学说和教义 更确切地说 什叶派的信仰和教义 是造成伊朗当下困局 以及波斯文明衰落的根源 他以福尔泰式的方式嘲笑神的启示 古兰经中的虚构故事 以及伊斯兰教的偏执和非理性 还有阿拉伯人对伊朗灾难性的征服 以及伤害 他还哀探前伊斯兰时代伟大文明的陨落 他把伊斯兰教与自己所处的时代 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比较 他批评伊斯兰教的反理性和落后的教条 包括宗教当局的无知 对职权和迷信的滥用 对奴隶制的容忍 对妇女的酷刑和虐待 阿赫德扎德对凯加王朝的批判言辞 则相对温和 他认为凯加王朝政府应对腐败和管理不善负责 并抨击了精英阶层不应有的特权 然而 在他关于造成伊朗衰落原因的论述中 身为俄帝国陆军上校的阿赫德扎德 几乎从未要求西方列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就如同马尔科姆和19世纪大多数其他改革家一样 对他而言 邪恶的根源在国内 地缘政治不是造成伊朗现状的原因 欧洲帝国主义的竞争几乎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对全球各地的殖民主义野心也很少提及 人们几乎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个冰冷的现实 这一现实呼应了古老的波斯 镜像文学的要旨 强权即是公理 公理不容挑战 如果伊朗被西方剥夺了主权 被西方征服 那不是西方的错 相反 这都是因为伊朗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未能抛弃他们臣服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 不主动拥抱西方文明 什叶派内部的本土化改革运动 也遭到了阿赫德扎德的谴责 虽然他谴责伊朗当局 对巴布教徒的迫害是野蛮的 但他认为巴布教徒和谢赫教派的教义 只不过是什叶派迷信的回光返照 是迈向文明社会的又一个障碍 和阿赫德扎德一样 凯加王朝的王子贾拉尔 丁米尔扎也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他认为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征服 及其文化和政治遗产是一场历史灾难 阿拉伯人的铁蹄重创了优越的伊朗文明 马尔科姆 汉所创立的一落之家的名誉负责人 阿尔丁米尔扎同样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 他编写了一本简明恶药的历史教科书 想必是适用于达拉弗农的初级教材 虽然这本国王之书 只是简要介绍了伊朗历代王朝 却是用纯波斯语写成的 风格简单 没有阿拉伯语 这本书以想象中的波斯神话和萨山国王为创作背景 意在讲述伊朗从起源到伊斯兰时期的历史 为了证明伊朗历史的连续性 书中没有明显提及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人的征服 就如同蒙古征服一样 阿拉伯人的征服被描绘成一段幽暗诗长的历史 文明与改革的主题 宪政制度的需要 古代辉煌遗产与当下衰弱现状的鲜明对比 加上对阻碍现代化的保守势力的批判 一起奠定了历险革命话语的基础 当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急需一种抗议语言时 他们便从沉睡中醒来 经济衰退和伤人的不满 纳塞尔丁沙赫的遇刺终结了伊朗的政治孤立 而这一孤立局面恰恰是受到了这位精明且谨慎的君主的影响 新统治者穆扎法尔丁沙赫的上台 在无意中拓宽了伊朗的文化视野 表二 虽然他既不具备他父亲那种在宫廷与政府间游刃有余的政治手腕 也不具备让互相竞争的欧洲列强 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彼此争斗的能力 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 热切希望这个国家走向开放 主张推行社会和教育改革 尽管略显稚嫩 但是他试图摆脱早年间马基亚福利主义的不择手段的宫廷政治 然而为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穆扎法尔丁短暂地恢复了先王首相阿里阿斯加尔 汉阿明 索尔坦的职务还授予了他摄政的头衔 尽管新国王此时已经快50岁了 这位摄政是纳塞尔时期唯一一位没被杀的首相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不留谢的权力交接 然而经济压力日益增长 新国王带来的大不理事宫廷圈子充满了阴谋算计 再加上民众的不满日益高涨 这让阿明 索尔坦无能为力 纳塞尔盯去世后 他精于算计的政治才能无法应对新的巨大挑战 在1896年末就被国王解职了 然而新一任的首相 长期被誉为改革斗士的阿里汉阿明 到来也仅仅执政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提出的财政 行政和教育改革方案 是凯加王朝最接近马尔科姆 汉等人设想的施政蓝图 然而 阿明 到来重建被他称为衰弱的伊朗的宏图远制 却与外国利益 宫廷阴谋和经济低迷 这三条巨龙狭路相逢 更不用说还有宗教保守势力的阻碍 新兴的现代学校最初以试点的形式开办 这主要是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罗什迪耶体系的启发 这些新学校是由持不同政见的教育家 米尔扎 哈桑 大布里兹 米尔萨赫桑特布拉西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罗什迪耶倡导设立的 他曾经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生活多年 然而 这些新学校很快就遭到了乌莱玛的公开反对 诸如谢赫 穆罕默德 塔奇 纳杰费 Sheikh Mohamed Taykin Djawfi 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加纳杰费 这样的木制台西德 作为伊斯法罕颇有威望的教法学家 他站在了反对的前沿 特别是欧洲语言的教学 被贴上了模仿异教徒的标签 现代科学 地理的教学 甚至是新的教室布置 有椅子 桌子和黑板 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众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 在纳杰费的操纵下洗劫了小学 驱逐了教师 甚至迫使他们流亡国外 即便是首相阿明 倒来向乌莱玛慷慨献金 这种礼貌的贿赂 是为了拉拢他们站在自己这边 也没有完全奏效 在此之前 由于国际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 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 进一步加大 阿明到来的改革前景更加渺茫 受1893年恐慌的波及 美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大萧条 造成了全球白银价格的崩盘 这对伊朗的银本位货币 产生了严重影响 从1892年到1893年 伊朗的货币图慢贬值了28% 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 这都是惊人的下跌 与此同时 现代银行业和国际资本 开始为一些主权国家和商业团体 创造新的债权关系 虽然伊朗并没有像埃及或奥斯曼帝国那么明显 然而 国际金融资本又是伊朗 借入巨额贷款 这笔钱被用于维持宫廷的开销 并且还被用于支付1900年至1905年间 国王两次以他父亲的奢侈风格出访欧洲的费用 同时还需要豢养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 以及支持政府出资建设的项目 政府不得不直接向欧洲列强或外资银行借款 通常是以伊朗大部分海关收入为抵押品 这种做法暂时缓解了国库现金匮乏的窘境 1892年初 在纳塞尔丁沙赫的统治下 伊朗海关的收入被分配给了波斯帝国银行 用于偿还一笔50万英镑的贷款 这笔贷款是为了赔偿此前对烟草专卖公司特许权的取缔 经过反复交涉 阿明到来以各省税收收入为担保 设法从帝国银行那里获得了一笔新贷款 而这笔贷款的条款进一步迫使政府不得不花很长时间 来赎回其微薄的税收来源 不出所料的是 大部分贷款都浪费在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张 和国王的欧洲之行上 1898年 阿明到来的改革一程 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他别无选择 只能辞职退休 在吉兰省的庄园了却残生 1904年 他在那里郁郁而终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阿明到来的辞职标志着政府高层改革的结束 至少自19世纪中叶以来 改革一直困扰着诸如阿米尔 卡比尔 墨歇尔 到来等政治家 那么 另一种选择便应运而生 底层民众长期酝酿的抗议运动 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 在阿明到来辞职后 国王和他的朝臣们便又回到了老路上 启用前首相阿明 索尔坦重新执政 目的主要是从俄国处获得另一笔贷款 激进破产的伊朗财政部 从俄国抵押贷款银行 Banky Estiquiris Russian Mortgage Bank 那里获得了240万英镑的贷款 以偿还之前激欠的英国贷款 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乎所有剩余的伊朗海关收入 被作为担保抵押给了俄国人 最初受雇监督伊朗海关管理的比利时人 倾向于俄国当局 尽管他们引入了新的法规 修订惯例 通过征收更严格的关税增加了国家收入 但他们对俄国债权人 要比对伊朗政府更忠诚 向伊朗人征收的从价税率 要高于向欧洲贸易公司征收的关税 伊朗商业界对此早已感到不满 这一不利处境源于 土库曼恰一条约 比利时税务官员将关税提高了一倍 此举固然引发了不满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贸易模式的转变 在1875年至1900年间 伊朗进口的外国商品数量大幅增加 主要是茶叶和糖等商品 此外还有包括棉花和羊毛植物 在内的手工制品 1900年 伊朗人口已达到1000万 是一个世纪前人口数的两倍 其中近25%居住在城市 在20世纪头10年里 棉布 糖和茶叶占伊朗进口总额的61% 其中来自俄国 法国和奥地利的糖占全部进口的26% 价值625万美元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 伊朗的对外贸易额估计为2500万美元 而同期的国家总收入却不超过1250万美元 进口额的增加与出口额的稳步下降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19世纪中叶相比 1910年 伊朗三种传统出口商品 丝绸 鸦片和棉制品 在贸易总额的所占比例 大幅下降了74% 虽然圆棉和地毯的出口增加了 但只增加了26% 到1910年 伊朗每年出口额约2000万美元 进口额为2500万美元 对外贸易出现了20%的逆差 这种贸易不平衡 导致了伊朗货币稳步贬值 在1875年到1900年间 图曼对英镑贬值了100% 这引发了国内市场 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 也使得市场价格 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不满的早期迹象 到了1905年 越来越多的秘密出版物和临时海报 被张贴在清真寺大门和政府大楼墙上 控诉国王和他的政府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 不断上涨的物价和伊朗人民的苦难负责 作为回应 凯家王子艾音到来在上台担任首相后 为恢复秩序和稳定物价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 德黑兰市长下令逮捕并棒打了四名商人 罪名是操纵唐业市场并抬高唐价 对有名望的商人的公开 羞辱产生了负面影响 导致人们涌向距离清真寺 声援巴扎的商业领袖 与烟草抗疫相比 这次运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意见人士对国家的批评声更加清晰 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对变革的愿景也更加清晰 早在1900年 古马尔丁伊斯法罕尼 就在舍拉子发表了一本名为 《美德的盛装》的小册子 呼吁伊朗民众穿国产服饰 拒绝使用进口的欧洲面料 他呼吁伊朗商人整合商业公司的资本 在伊朗国内生产纺织品 并且联合起来反对欧洲资本的竞争 从事这些活动才是真正的圣战 和爱国公民的义务所在 而非携枪带炮投入战争 早些时候 古马尔丁与他在伊斯法罕的 巴布教伙伴合作 组织了进步社团 这是革命前最引人注目的秘密社团之一 该社团说服伊斯法罕的商人 成立了一家名为伊斯兰公司的上市公司 该公司在公开发行股票 筹集建立工厂所需的必要资源 和生产工国内消费的服装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股东一起创建商贸公司 被称为Company 后来又称为Sharicat 在当时还是一个新潮的概念 直到20世纪初 这种观念才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传统的伊斯兰法指承认个人为合法法人 而不承认股份制企业的合法性 新公司的设立以及投资的增加 无疑增强了商人的经济实力 但也使更多的商人面临着变幻莫测的市场 承担着现代银行大额抵押贷款的压力 他们不得不在国际贸易的风雨飘摇中艰难图存 古马尔丁伊斯法罕尼主张把建立公司作为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这不仅可以让企业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适当的时候将会推动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革命 后来古马尔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凯加王朝的精英阶层和宗教机构 他认为这些人剥削成瘾腐败成性 是这个国家专横统治的独流 1903年 古马尔丁与纳斯罗拉 贝赫十地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玛丽克·莫特卡莱明 匿名散发了一本名为《一个真实的梦》的小册子 玛丽克·莫特卡莱明是伊斯法罕八部教秘密社团领袖 此后成为历宪革命期间备受尊敬的教士 这本册子极尽嘲讽和责备伊斯法罕的木制台西德 特别是阿加纳杰肺 还有大权在握的凯加王子兼伊斯法罕省长泽尔·索尔坦 在这本宣传册中 城市里的木制台西德被描绘成是一群贪婪 傲慢和不学无数的毛拉 他们诈骗民众的土地和财产 为他们自己及家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他们接受富人及权贵的贿赂和恩惠 做出片面甚至相互矛盾的宗教裁决 册子指责这些毛拉与残暴的政府沆瀣一气 通过使用他们的武器断人出教 来镇压弱者和压制不同的声音 进而杀害异见者 掠夺并侵占其财产 宣传册上还说 伊斯法罕的木制台西德自吹自雷 自意妄为 他们囤积粮食 哄台物价 敲诈勒索 而与此同时 饥饿的人们却在大街上奄奄一息 文章进一步将木制台西德描述为反东派 并指责他们反对任何非伊斯兰的社会变革 包括现代教育 学习外语 与非实业派的接触 更不用说与非穆斯林的接触 因为这些人认为 非穆斯林在宗教仪式上是不洁净的 作者宣称 所有可能影响乌莱玛个人 或集体特权的改革 都被这些伪君子打上了邪恶的烙印 因此他们呼吁给予这些伪君子应有的惩罚 乌莱玛应该因他们洗脑式的控制 无知追随者而受到谴责 而这些追随者一直被木制台西德 怂恿追逐狂热和暴力 因而许多经学院的学生和城市路提斯 充当了他们的爪牙 古马尔丁以熟悉的梦境叙事风格写作 利用一段戏剧性的对话 对木制台西德的欺骗和虚伪进行了抨击 在舞台剧《审判日》中 古马尔丁笔下的故事被生动展现了出来 剧中 主角纳杰费以他娴熟的修辞技巧 通俗易懂的伊斯法汉里语 在最后的末日审判中与安拉讨价还价 以求得自己的救赎 这种对神职人员的讽刺在波斯文学中并不显见 但这种半官方的出版物第一次将批评公开化 并以辛辣易懂的语言更广泛地向公众传播 虽然 《一个真实的梦》最早版本的印数不超过80本 但他仍对伊朗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他们后来的步道过程中 古马尔丁与他的教士同伴们对善良的木制台西德尤为尊重 他们赞扬了历宪革命中的两位进步宗教领导者 塞伊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和塞伊德、阿卜杜拉、北巴哈尼 因为他们维护国家、保护祖国利益并且捍卫宪法 与此前相反的是 古马尔丁伊斯法罕尼在革命开始时 将批评重点逐渐转向了当局 以及凯加王朝的保守派精英及其盟友 从1907年起 直到他在1908年的政变中被谋杀 以他名字命名的报纸 古马尔在德黑兰陆续出版了他的步道文 并被分发给全国的读者 这是新闻出版及大众传播 将秘密的意义转变为革命话语的典型案例 最为进步的宣教者 记者和活跃分子散播了他们 对保守的凯加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批评 尽管很少公开点名 但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立宪 以及主张推动国家政治开明的精英人物 早期的批评者如马尔科姆 阿富汗尼和克尔曼尼 以及温和派优素福 汉 穆斯塔 沙尔 到来 都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优素福汉是1871年出版的 《只言骗语》的作者 这部作品是同类作品中最早出版的 主张宪法是医治国家疾病的良药 为了使法国宪法的虚言与伊斯兰原则相协调 他为伊斯兰教义学和法律提供了自由主义的解读 以捍卫法治 人权与公民权利 并主张对国家权利进行限制 他的这种比较方法在当时并没有多少追随者 却可能影响了后来伊朗宪法的制定者 优素福汉将法国宪法条款与古兰经 经文 伊斯兰圣讯结合起来的做法 也许并不能得到教法学家的认可 但这足以说服伊朗的立宪主义者 其中许多是外星人 不要把解释伊斯兰教法的任务完全留给这些教法学家 到了立宪革命时期 伊朗反对派内部确实存在一种明确的 与优素福汉类似的伊斯兰话语 宣教者和社会活动家 以及一些巴布教阿扎利派的秘密成员 准备支持向塞易德 穆罕默德 塔巴塔巴伊和塞易德 阿卜杜拉 北巴哈尼这样的温和派木制台西德 以此作为动摇凯家王朝腐朽统治的务实之举 巴布教阿扎利派阵营内部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早在1980年代 该教派曾经一度激进化 叶海亚 所部 阿扎尔 呼吁发动反凯家王朝的叛乱 并允许教徒隐藏自身与巴布教的紧密关系 这是一种在危险时刻隐藏信仰的行为 被称为塔吉亚原则 这一原则在什叶派和巴布教阿扎利派教法传统中 是被允许的 但历经了乌莱玛和凯家王朝 长达50年的迫害 他们相信对凯家王朝和什叶派的双重挑战 是不可能的 然而 当他们接受民主 代意志 甚至共和主义的概念时 他们觉得这些概念与过去巴布教的教义是吻合的 这些阿扎利派教徒 渴望与同情他们的什叶派当局 分享他们那些能让伊朗 重新焕发活力的政治主张 相较于阿扎利教派 巴哈伊教派则是占了那些被贴上八部异端标签的人的大多数 虽然他们基本上没有参与反凯家的行动 并且他们的宗教身份常常是开诚不公的 但是这一标签导致了悲剧性的宗教迫害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 针对巴哈伊教徒的暴行 常常是由野心勃勃的木制台西德挑起的 并由他们的追随者负责实施 反巴哈伊教的暴行与日俱增 可能要归因于木制台西德在宗教社会内外 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声音面前节节败退 因而 对于如何向新信仰转型的问题 他们怀有极大的焦虑 而对许多外星人和批评什叶派当局的教士阶层来说 这是通向宗教现代性的途径 这些暴行往往得到了凯家政府 及其当地代理人的宽恕 他们要么对此袖手旁观 要么更多的将其视为一个机会 以此来提升他们作为异端终结者 和真正伊斯兰信仰维护者的公众形象 1903年至1904年 亚兹德爆发了一场动乱 当时 经学院学生以木制台西德颁布的教法指令为号令 带领一群疯狂的暴徒袭击 并洗劫了巴哈伊教教徒的家庭及产业 并长达数月 其间逮捕并处决了多达100名巴哈伊教教徒 这些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以最恐怖的手段着手实施的 受害者主要是工匠和小商贩 但也有少数富有的商人 他们不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且牺牲了妻子和孩子的无辜性命 一些信仰巴哈伊教的父女被迫改信伊斯兰教 并正式嫁给了迫害他们的穆斯林 那些反抗的人会被强奸 然后被赶出这座城市 孩子们被奴役或遗弃 无助的家庭在离家数百英里的蛮荒之路上 可死或饿死 穆罕默德·阿里·古马尔扎德 是20世纪著名的伊朗作家 也是前面所提到的古马尔 丁伊斯法罕尼的儿子 在这场残酷的反巴布教的运动中 年轻的古马尔扎德和他的母亲 一起逃离了伊斯法罕 亚兹德的暴行是当时的极起事件之一 这只是证实了巴布教阿扎利派信徒 选择塔吉亚原则的动机所在 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为重要的了 由于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许多巴布教阿扎利派教徒 不可避免地被同化为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 其代价就是他们的巴布教身份逐渐消失 然而 在许多情况下 同化并没有软化他们房凯家王朝的立场 随着立宪运动逐渐获得民心 下层乌莱马中的巴布教同情者 被政治激进主义所吸引 而政治激进主义被安全地裹挟在了 伊斯兰一致性的外衣之下 从政议院到国民议会 流亡的意见人士对立宪运动的进程 只产生了间接性的影响 国内的民主人士 则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参与者 在贝巴哈尼和塔巴塔巴伊 两位高级木制台西德的忽悠下 中下层毛拉中的抗议者 对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这有助于将一场最初规模有限 诉求单一的抗议运动 转变为一场要求实行宪政 民主待遇制和落实公民权利的 全国性抗议运动 这些想法被一些支持者所采纳 这些支持者的信息来源 包括马尔科姆 汉德法言报和马拉盖西虚构的 伊布拉辛八格邮记 同时 这些想法也传递给了宗教领袖 然后在公众间形成传播 塞伊德 穆罕默德 塔巴塔巴伊对宪政的支持 植根于他那令人钦佩的自由主义倾向 这在当时的教法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 对他的盟友阿卜杜拉 贝巴哈尼而言 驱使他这么做的 除了对民主的渴望 还有对领导权的觊觎 和对金钱利益的渴望 这两位领袖都出身于 拥有一个多世纪显赫声明的望族 一开始他们严重依赖消息灵通的下属 已了解公民权利 立法和国家主权等新观念 但他们的勇气和威望 使他们深受公众欢迎 特别是塔巴塔巴伊 他具有建立一个 以法制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 多元化社会的真实意愿 就连他本人也承认 这些观念并不符合 木制台西德的最大利益 显而易见的是 这些抗议者在早期缺乏 一贯之的政治议程 例如1905年12月 为了回应政府对待唐商的方式 他们在避难所进行集会 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这些要求中最重要的是 呼吁成立正义院 这一机构将与沙利亚法相容 保护人民不受国家专制措施的影响 特别是在征税方面 然而 这份清单还包括一些琐碎寻常的要求 比如解雇一名臭名昭著的马车车夫 因为他垄断了 从德黑兰道附近的阿奇姆圣地的路线 他的粗鲁行为 引起了许多朝圣者的抱怨 但是 法律并没有提到法律或宪法的制定 权力的划分或设立制限议会等 正义院的概念 并没有得到一些人的特别青睐 因为这意味着 可能脱离乌来马长期以来 一直珍视的权力分散的教法法庭 这一概念虽然最终转变为设立国民议会的呼吁 但该主张早在八部的注述中就有迹可寻 表达了当时希望能够在 时代伊玛木统治下建立正义院的旧式主红院 公元1905年 伊斯兰利1323年 是历宪革命的开端 据引顿伊玛木的大引顿千年纪念 仅隔了六年 据推测 这位尹顿伊玛木是在公元941年 伊斯兰利329年 进入尹顿状态的 这增添了当时民众对救世主精神和马赫迪回归的期待 这可以从许多宣传物 报纸的名称 以及支持立宪的宣教者的步道中明显看出 实际上 当时的文献里经常提到人民的觉醒 以及他们对建立公正秩序的要求 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现代化 或者更具体的说 意味着救世主 弥赛亚 范式的民主 及其乌托邦式的构想 而这些更符合伊朗本土的环境 通过在人世间伸张正义来纠正错误 推翻世俗暴政 是伊斯兰什叶派具有千年内涵的宗教信条之一 因而 这一观念很快就被受过欧洲教育的新一代国家精英所接纳 并服以欧洲的法治理念 以及限制国家专制权利的思想 这些西方观念在什叶派政治空间的内化 促使立宪革命得以发展 并在早期取得成功 然而 从一开始 这些观念也给立宪斗争的过程注入了内在的模糊性 甚至有些人拒绝透露立宪主义者的真实世俗一程 立宪分子有些天真的 试图把新宪法的每个条款都披上伊斯兰的面纱 与优素福汉所著的吃言片语没什么不同 希望以此安抚保守派并摆脱异端和宗教改革的标签 他们给伊朗的民主历程引入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顽疾 其影响即使没有长达一个世纪 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约瑟夫 诺斯事件为伊朗人表达对列强的愤怒和不满提供了借口 1897年以来 诺斯作为穆扎法尔 定沙赫领导下的比利时级伊朗海关主管 与他的比利时海关征集队重组了伊朗海关 并通过提高关税和严格征收关税来增加国家收入 然而 他在公众场合的行为 却在关键时刻引发了抗议 他曾穿着传统波斯服装 出席德黑兰的一个欧洲化妆舞会 这身装扮与毛拉们的装束极为相似 他穿着戏服 抽着波斯水烟的照片被广泛传播 由此引发了众怒 库姆的抗议者们要求将他解职 伊朗商人对诺斯团队偏袒 俄国公司的歧视性做法早已心怀不满 他们为抗议活动火上浇油 甚至可能还为抗议活动提供了资金 然而 诺斯对俄国的偏袒得到了回报 俄国政府将庇护的对象扩大到了比利时人 并威胁伊朗政府 如果对诺斯本人或对他积累的个人财富 采取任何行动 俄国政府将予以报复 即使诺斯在公众的抗议下 于1907年5月离职 比利时人对伊朗海关的控制仍然如故 1906年7月 呼吁政府召开有沙利亚法约束的政议院集会 议会 Sherry Bond Assembly of the House of Justice 的呼声再次高涨 为了支持召开议会 焦急的德黑兰人民聚集在城堡附近的图普卡尼赫广场 并最早于清真寺和圣灵外举行了公开示威 政府部队镇压示威者的行动 导致了一名年轻宗教学生死亡 这位一群以塔巴塔巴伊为首的支持宪政的乌莱玛 提供了离开首都并居住在库姆的借口 乌莱玛用离开德黑兰来表达抗议 这让凯加当局担心忧虑 尤其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 凯加王朝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 与此同时 德黑兰巴扎的商人们聚集在贝巴哈尼身后 贝巴哈尼与英国驻伊朗大使馆有联系 他们在迅速发展的抗议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担心政府的报复 德黑兰商人们设立了一个大型的避难所 在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庇护下 支持库姆的抗议者 在欧洲强国的地盘上寻求庇护 是一种前所未有 甚至是亵渎神明的举动 更重要的是 正是在英国大使馆里 抗议者们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君主立宪秩序 避难所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 尤其是巴扎行会 小商人和工匠 汇集了大约500顶帐篷 里面有卑微的下层人民 从鞋匠 瓷器修补匠 到贩卖新鲜胡桃的小贩 应有尽有 在最后一天 多达1.4万人参与了抗议 现场的气氛欢快而有秩序 群众的心情平和而乐观 巴扎大商人们承担了帐篷和食物的费用 使抗议活动维持了整整两个星期 人们从清真寺和剧院拿来巨大的铜锅 放置在厨房的临时炉灶上 并用托盘将大量油米饭 炖菜和波斯农汤做成的饭食 送到帐篷里 帐篷上的横幅写着 行会等相关组织的名称 此外 这里还经常举行步道和演讲 强调专制暴政的罪恶和君主立宪的好处 巴扎商人在这次抗议活动中 起到了核心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现象 他们在立宪积极分子的引领下 说服了较接较高的木质台 西德接纳立宪的理念 比15年前的烟草抗议运动 还要明显的是 商人阶层是抗议者背后的靠山 他们希望借此来表达不满 此外 避难所得到了一些 祝德黑兰的英国中层外交官的默许和支持 面对抗议者的热情 以及不断增长的人数 英国外交官似乎除了让避难所 不受阻碍的继续存在 也别无他法 尽管英国的庇佑只是暂时的 但此举暗示 在爱德华戈雷爵士的领导下 英国外交部对伊朗的政策发生了转变 这是对俄国在伊朗日益增长的商业 和政治影响力的微妙回应 也是对凯加宫廷决定 向其北方邻国倾斜的微妙回应 就立宪派而言 大使馆里的避难所不仅提供了一个 免于政府迫害的场所和一个欧洲大国的庇佑 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置身于清真寺 和宗教圣地之外的世俗空间 新空间的相对自由 使得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和达拉夫农毕业生 能够重新塑造正义院的理念 使之成为欧洲式的宪政制度 Mashruti这个词原意是有条件的 其后主要指的是 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 以达成君主立宪 这个词借鉴了Mashruti 在奥斯曼土耳其语中是如此发音的 即邻国奥斯曼帝国 于1876年建立的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 但到了1878年 该政体被苏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废除 Mashruti这个词代表了 君主立宪政体的宪法经验和政治秩序 此外 这个概念实际上还暗指 伊斯兰教法中一个相似的章节 即条件 这反过来也使Mashruti得以被伊斯兰所接受 在乌莱玛和公众看来 Mashruti与诸如宪法和宪政等外来概念实际保持着较为安全的距离 公众辩论和革命宣传物的进一步传播 使Mashruti一词及其相关流行语更为深入人心 伊朗主要城市间的电报通信日益增多 使得首都的抗议者有可能传递这场立宪运动的信息 并与大布里士等地的抗议者协调行动 大布里士才是激进分子真正的聚集之地 因此 这场运动不再被视为乌莱玛与凯加王朝之间的争吵 立宪运动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众呼应 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立宪运动所传达的信息和国家认同感 伊朗万岁 这是立宪派早期集结的口号 也因此触及了民众的爱国情怀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 只有少数精英明白宪法的概念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价值观 然而 伊朗公众很快就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贫困 物质衰落 以及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安全感的不满 对于这些弊病 人民认为统治当局应当负起责任 如果说宪法权利和民主代表的概念 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物 那么贫穷 衰落和国家专制统治则是四空见惯的 把普通民众对让亚克 卢梭 孟德斯鳩或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崇高的自由主义理想的不了解 归咎于民众本身 无疑是相当天真的 但立宪革命中的批评者经常这样做 指望所有革命都能对现代性做出一个标准解释 那就更是在居高临下的看待问题了 库姆的避难所 德黑兰的抗议活动 以及温和派政治家在立宪追随者和王室宫廷之间进行的调解 都迫使疲惫不堪的凯加国王及其王室成员决定罢免不受欢迎的首相爱因 到来王子 他的措施曾引发抗议活动 一个世纪以来 他是第三位担任首相并引发危机的凯加部落成员 作为一位坚定的反革命分子 他在1908年参与镇压了大不理事的革命运动 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形象 在库姆避难并参与抗议的乌莱玛 在国王含蓄接受他们的要求之后返回了德黑兰 然而在1906年8月10日迫于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 国王别无选择 只能发布一份后来被称为立宪诏书的法令 在给新首相纳斯罗拉、汉、莫歇尔到来的旨意中 国王要求成立全国协商会议 对于民族以及帝国的重大事务 以及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问题 进行必要的审议和调查 并将为旨在促进伊朗福祉的改革措施 向内阁和部长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赵书小心翼翼地回避了Meshute这个词 但立法改革仍然被含糊其词地提及 赵书进一步赞成由七个阶层选出的国民议会 其中包括 凯家皇家王子、乌莱玛、城市名流、贵族、地主、商人和行业工会 负责起草选举章程的选举法委员会 即会议模式的启发 选举法委员会选择了代表制 令人惊讶的是 该制度将最多的代表名额授予了行业工会和商人 168个代表名额中 德黑兰被分配到60个席位 其中4个席位给了凯家王室的王子和贵族 4个席位给了乌莱玛和学生 10个席位给了部落汉和地主 10个席位给了商人 32个行会分别占一个席位 阿塞拜疆和法尔斯分别获得12个席位 其余10个省共享82个席位 同年9月 选举法获得了国王批准 指定的代表开始在首都开会 1906年10月成立的国民议会旨在制定基本法 值得注意的是 宪法法令的颁布和议会的召开 仅跟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 和1906年4月俄国渡马的昙花一现 而采纳基本法一词似乎也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的基本法的启发 根据俄国的基本法 俄国渡马被授予有限的立法权 但必须得到自称最高独裁者的沙皇的认可 议会与君主之间类似的紧张关系 很快在伊朗立宪革命中出现 选举法委员会成员采用基本法一词来取代法国式的宪法概念 以避免保守派指责他们采用了一套违反伊斯兰教法和伊朗军主治传统的外来制度 然而 在持不同政见的教室和议会外蓬勃发展的自由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立宪主义者的世俗化议程显然不会被反对派轻易放过 尽管部分激进派代表在诸如大布里市省代表哈桑塔奇扎德赫等人的领导下 竭尽全力地掩饰他们反军权和反教权的观点 由于担心来自凯家宫廷和保守派乌莱玛的反对 议会代表们很快意识到必须避免俄国渡马 于1906年7月被沙皇命令解散的命运而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于是 议会匆忙起草了一份文件 并敢在1906年12月30日国王卧床不起的弥留之际得以签署 有趣的是 基本法承认了三权分立 以国民议会为立法机构 这远远超过了早先要求政议院只具有单一司法职能的要求 并且以国王为行政首脑 革命的消息不仅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 而且也引起了欧洲新闻界的一些兴趣 1907年1月3日 国王死于肾衰竭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玄吉继承了王位 阿里沙赫的性格和政治倾向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 制定宪法 伊朗排除万难地召开了国民议会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国民议会不仅制定了宪法 而且在不久之后的1907年10月批准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文件 即基本法负责 这一项文件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各项自由 并为宪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议会与穆罕默德阿里沙赫宫廷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谢赫法兹洛拉奴隶 希克法斯拉雷努里 1843-1909 领导下的反宪法乌莱玛阵营公开表示反对 并且选择与王室保守派结成了同盟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这一法案得以通过 尽管奴隶早期支持立宪运动 但很快他就与之分道扬镳了 并对国民议会和立宪进程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他创造了一个术语梅士卫 显然是模仿梅士卫 以表明国王以及沙里亚法 应该成为新宪法秩序的基础 而不是被限制的对象 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乌苏勒学派教法学家 但他并没有把梅士卫的意义说得过于笼统 也许是意识到过去实业派教法学家 不愿参与政治治理问题 时代一马目认为 任何其他形式的世俗政府都是绝对压迫的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奴隶在本质上仍然忠于国家的双重权威的理论 然而 面对现代立法的现实情况 他努力地在为自己掌舵的教法学家群体 确定一个角色定位 这个角色的功能并不局限于司法审判 而是要超出角色本身所能接受的限度 极力执行沙里亚法 在他看来 新生的国民议会极其制定的宪法 不过是异教徒 八部教徒和无神论者策划的阴谋 他呼吁他的乌莱玛团体反对这些人 他曾在阿卜杜勒 阿吉姆圣灵避难 他的教令公告会定期从这里向外发表 攻击诸如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等非伊斯兰戒律 议会摆出了妥协安抚的姿态 包括在宪法中加入由五名成员组成的木制台西德监督委员会 但这些寻求和解的举动仍被证明是徒劳无效的 奴隶悄然放弃了Mashoi的主张 成为一名坚定支持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沙赫的保皇党成员 除了奴隶和他的支持者外 这个新生的立宪政权 还必须面对临近欧洲大国之间组建的新联盟 1907年8月 俄国和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承认各自在伊朗北部和南部的势力范围 而在中部地区则宣布中立 这是第一次以大国联盟的形势取代就的权力竞争 该协议重申了列强对凯家王权的固有认可 但没有承认国民议会或新的宪法程序 这引起了新的焦虑 并最终加剧了新秩序的不稳定性 一年后的1908年6月发生了政变 国民议会被推翻 宪法的进程也终止了 虽然欧洲大国保证 他们会尊重伊朗的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这并没有给伊朗人民带来多少安慰 最初的议会是由几乎没有立法经验的议员组成的 他们对议会实际上是整个宪法体系 如何运作存在一定误解 在这些代表中 阿塞拜疆地区的代表最具影响力 部分代表从一开始就在立法的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大布里市的哈桑 塔奇扎德赫1878-1970 他是一位年轻而有魅力的演说家 有着激进的政治主张 塔奇扎德赫出生在纳卡赫甲万 纳卡赫文位于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南部自治区附近 靠近伊朗边境 当地一个什叶派乌莱玛家庭 他一开始是大布里市的经学院学生 但很快就开始批判传统的伊斯兰学校 转向笃线现代科学和西方政治思想 在同伴的帮助下 他在大布里市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借阅图书馆 这是一种旨在启发同胞自我教育的方式 后来他前往贝鲁特和开罗 在那里他仍然穿着乌莱玛的服装 进一步接触当时的世俗和民族主义思想潮流 塔奇扎德赫在精通阿拉伯语的同时 还学习了一些英语和法语 他在立宪革命之初回到了大布里市 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地区代表 阿塞拜疆地区代表得到了大布里市 半秘密的社会主义团体和高加索的 伊朗侨民社区的支持 许多支持者是阿塞拜疆流离失所的农民 但也有热情的伊朗商人和富有的实业家 他们常常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 其他来自伊斯法罕 克尔曼 法尔斯和吉兰等省的代表 也为第一个由民意创建的 全国性立法机构国民议会增加了可信度 两名支持立宪的木制台西德 被誉为两位光辉的开端 他们不仅作为乌莱玛阶层的代表 而且还作为所谓被承认的宗教少数派代理人 一同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会议 直到1909年以后的第二届国民议会上 才出现了一位索罗亚斯德教的险要人物 他被选为长期受迫害的伊朗本土宗教的代表 犹太和基督教团体也任命了代表 但巴布教阿扎利派和巴哈伊派 从未被排除在卑鄙的异端之外 女性被认为不具备担任议员的资格 甚至不应成为选民的一部分 基本法负责受到法国 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宪法的启发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据伊朗本土的 现实情况和实业派教育 这些条文反映了伊朗体制内 难以克服的偶然事件和矛盾 然而宪法的每一项条款 都在公开的会议和热情的观众面前 得到了开诚不公的讨论和针锋相对的辩论 国民议会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就是其开放性 尽管行业工会代表和具有商业背景的代表 有时会被某些大人物的演讲技巧所吓到 比如塔奇扎德赫 基本法和基本法负责明确规定了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国王作为行政首脑 其神圣职权是由人民的意志所赋予的 在波斯王权的漫长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有文件将国王的权威 置于人民监督的安排之下 尽管王权只是部分的服从于民权 宪法还将国民议会 视为负责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 同时还授予国民议会 监督政府公共事务的权利 包括批准任命首相及其内阁大臣 以及罢免这些官员的特权 为了平息乌莱玛阵营内的批评 宪法规定 所有由国民议会立法的法律 都必须依照现有的政治秩序 因此不会与伊斯兰教法相冲突 但实际上 它在一些关键条款中 颠覆了公认的共同利益的普遍性 与其是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法律相反 宪法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 宪法进一步确保新闻出版 自由和解社自由 只要其不违反伊斯兰原则 但反对派的乌莱玛则认为 言论自由不仅明显违反了 伊斯兰教对个人行为的约束 而且也是对传播非伊斯兰思想和异端邪说的纵容 1907年的《基本法》负责 第一条明确规定 伊斯兰教失业派十二伊玛穆派为伊朗的官方宗教 而第二条规定 由时代伊玛穆和伊斯兰的中王之王陛下 以及伊朗全国人民建立的神圣的 全国国民协商会议所颁布的任何法律 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违反伊斯兰教的神圣原则 或由全人类最优秀的人及先知穆罕默德所建立的法律 当然 这不仅是嘴上说说而已 它反映了制限者面临的严重困境 如何调和作为宪法 合法性来源的伊朗人民的意愿与古老的权威支柱 伊斯兰教失业派和伊朗王权之间的矛盾 经过一番言语上的激烈争吵 为了安抚奴隶和Meshul F反对派 他们在德黑兰附近的避难所殴打了立宪派成员 在几次草案之后 国民议会批准由五名木制台西德和伊斯兰教法专家组成委员会 监督立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 尽管在现实中 该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会议 在1910年后也被遗忘了 但世俗法律与伊斯兰教法是否相容的问题 在70年后的1979年伊斯兰籍命中再次出现 宪法的其他条款也流露出同样的隐忧 及害怕被贴上叛教的标签而被迫屈服 宪法第八条赋予伊朗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 这是伊朗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下列条款明确规定了平等权利 保障生命 财产 住宅和荣誉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涉 禁止任意或法外逮捕 拘留和惩罚公民 禁止侵占公民私人住宅 以及没收私人财产 除了基本的生命和财产权利 第十八条明确公民享有学习一切科学 艺术和手工艺的自由 除非是伊斯兰法禁止的 第十九条要求政府建立公立学校 并监督公共教育 更重要的是 第二十条允许所有出版物的存在 除了异端书籍和伤害 伊斯兰 信仰的 并免除对出版物的任何审查 本着同样的精神 第二十一条批准了所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只要这些自由不会对宗教和国家造成危害 也不会损害良好的社会秩序 国民议会也承受着限制君主权力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权力的划分是任何现代宪法的基石 必须与反对君主立宪的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极其令人疑惧的权力野心进行抗争 宪法至关重要的第二十七条规定政府机构 相互独立地行使立法权 司法权和行政权 并且赋予了国王名义上的权力 国王的行政权 也就是所谓的搬行诏令的权力 将由大臣和国家官员 以国王陛下庄严的名义 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执行 此外 第四十四条免除国王对国家事务的任何政治责任 而是让政府部长对立法部门负责 然而 在宫廷的巨大压力下 宪法的制定者不得不在第三十五条中申明 国家主权使人民托付给国王的神圣礼物 代表人民对国王的信任 据称 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直到1907年10月才同意签署 基本法负责 因为他把作为神圣的礼物这句话玩弄于鼓掌之中 使这部宪法流于形式 议会vs君主 宪法赋予国王神圣的礼物 反映了议会受到的约束 及其自身的恐慌 就像宪法规定要召开木制台西德委员会 来监督议会立法一样 然而 如果认为基本法和基本法负责 只是对欧洲宪法的零散模仿 那将是历史判断的错误 伊朗宪法是在新议会内外 经过数小时 数天 数月的激烈辩论后 才逐条成型的 议会的议事程序 见证了代表之间的激烈争论 以及他们在辩论中 表现出的真诚和乐观的精神 更值得注意的是 制定这些条款的 国民议会不熟悉大宪章 和长期议会的传统 不熟悉约翰 洛克 孟德斯鳩和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 所提出的民法和宪法精髓 不熟悉法律程序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 而正是这些传统促成了 1787年美国宪法 1789年法国 人权宣言 和1791年美国 人权法案的施行 国民议会的代表 和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很快意识到 英国人 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是如此 宪法和君主立宪的来之不易 立宪和基本法的施行 导致了许多流血事件 政治动荡和内部冲突 后来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因Kalab 与阿拉伯动词Kalab 同根 意为转向 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最初指的是 季节性气候变化 或人类医疗条件的突然转变 直到19世纪末 更明确地说是在 1908年至1909年的内战期间 革命才具有现代的政治含义 并逐渐取代了立宪运动 出现在革命话语中 然而 早在1907年 国民议会从摇摆不定转变为 更剧烈的激进倾向 这就预示着一场全面的革命 即将爆发 1907年5月至1909年7月 国民议会在每一个转折点 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 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 新生的君主立宪体制的脆弱性 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限制立法权方面的意见不一 议会与国王极其宫廷的紧张关系 日益加剧奴隶和 支持者为此不断进行诽谤式的宣传 宫廷强大的部落首领和当地乌莱马 不断在各省挑起骚乱 伊朗与奥斯曼帝国在边境上的严重冲突和宗派斗争也十分频繁 如此种种进一步挑战了这个新生的君主立宪秩序 到1907年年中 阿塞拜疆地区被阿尔达比勒附近保皇派的沙赫塞文部落骚扰 他们在凯加国王的挑唆下 以保卫王位的名义洗劫了城镇和村庄 再往西边 乌鲁米耶地区的库尔德 散兵游泳在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下不断越过边界 攻击伊朗境内的亚述和亚美尼亚村民 在法尔斯 伊斯法罕和卡上城市骚乱 宗派冲突和盗匪活动不断增加 纳布 侯赛因曾是凯加乡村警察的一名成员 后来和他的团伙一起变成了强盗 自1890年代末以来 他组织了多次袭击卡上及其附近村庄的行动 这些村庄一直向东延伸至伊朗中部沙漠 他将自己伪装成穷人或弱势群体的朋友 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无情的掠夺者和杀害无辜人民的凶手 他们的恐怖统治持续了20多年 镇压纳布盗匪集团的失败 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在立宪革命期间集之后的软弱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议会及其委员会也称为恩楚明 恩扎门中的激进支持者痛苦地认识到 和平解决矛盾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1907年4月 纳塞尔和穆扎法尔时代 竟于算计的首相阿明·索尔坦重返首相之位 这引起了立宪派内心的不安 一些人认为 让阿明·索尔坦复职士穆罕默德·阿里·沙赫的精心设计 目的是建立一个反国民议会阵线 包括宫廷 保守派木制台西德 由奴隶领导 部落首领 以及俄国司令馆的暗中支持 新首相被认为与俄国司令馆的关系良好 阿明·索尔坦声称要调停国民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 这一主张几乎没有为他在国民议会的温和派中赢得多少支持者 奴隶在阿奇姆圣灵的避难所谋划反议会的行动 而阿明·索尔坦为奴隶的行动提供资金帮助 此举彻底激怒了激进派 1907年8月 阿明·索尔坦在国民议会前被人暗杀 凶手是一名年轻的革命者 隶属一个与高加索地区伊朗流亡社团 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 这场由大不理事三流放债人犯下的罪行 在阴谋论者看来是合理合情的 因为他们担心这位狡猾的青俄政治家重新掌权 将很快导致保皇派封锁议会和破坏革命 在阿明·索尔坦被暗杀的前几周 德黑兰清革命的演说者曾呼吁将首相免职 以作为一场势在必行的革命的序幕 这对伊朗人来说有着耳目一新的含义 据推测 这次暗杀的幕后黑手是海达尔汉 后来也被称为阿姆鲁 乌格鲁和炸弹制造者 他是阿塞拜疆的流亡分子 曾经在地比利斯接受过电气工程师培训 他受雇于德黑兰市政府 负责管理首都第一座小型发电厂 海达尔汉是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受到巴库石油工人运动的激励 而1905年俄国大革命的失败 则使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激进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 他将在伊朗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圈中 扮演一个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破坏性的角色 1907年8月31日 伊朗首相遇此身亡 而在同时英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条约 瓜分彼此的势力范围 这两块势力范围显然是按照伊朗地图的对角线化出来的 该条约是两大强国之间更大规模的利调节与瓜分的一部分 也包括了阿富汗 这份条约奇怪的措辞带有讽刺意味 至少在字面上 条约距离侵占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一个月后才鲁莽地向伊朗政府宣布这份条约的签署 但来自国外和国内的新闻早已引起了公众对条约极其后果的关注 最明显的是 俄国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伊朗政府 包括军事干预 尤其是在临近俄国的阿塞拜疆省和吉兰省 甚至在条约签署前 俄国已在革命混乱局势中保护俄国公民的利益为借口 一再威胁要想大不理事派兵 该条约只是使这些威胁更加真实 就列强而言 这些威胁是公然合法的 伊朗立宪派傻眼了 面对俄国的敌意 国民议会内外的立宪派都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 在阿明索尔坦被暗杀和英俄签署条约的双重影响下 英国决定不再支持伊朗的立宪革命 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尤其是德意治帝国的崛起 是促成1907年英俄条约的主要动机 就伊朗国内证据而言 该条约的签署使立宪革命出现了更剧烈的两极分化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这种分化导致了立宪派与凯加国王的公开对抗和内战 在穆罕默德阿里沙赫的领导下 反宪法阵营一度巩固了有影响力的朝臣与马尔书支持者的关系 此外 也有境外势力对反力线的强烈支持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1894至1918年在位 对1905年俄国南部边境的革命精神的复兴感到震惊 他把自己的道义力量和军事支持都压在了凯加国王身上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一开始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二世就对军官中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样感到恐惧 他向伊朗边境派遣军队 以支持那些洗劫并杀害阿塞拜疆及亚述地区基督教村民的库尔德散兵游泳 这可能被视为对伊朗立宪派象征性的敌意 立宪派阵营虽然表面上站在国民议会这边 但对议会的缓慢行动和许多代表的妥协态度越来越失望 议会代表中的激进派以及议会外的激进分子得到了委员会的支持 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携带着小型武器承担起了保卫国民议会的任务 但同时也作为施压团体向这一立法机构表达他们的意愿 无论其成员曾经是八部教徒不可知论者还是社会主义者 委员会都在政治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1908年中期锦德黑兰就至少有70个委员会 估计共有5000名武装战士 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塞拜疆委员会 这个组织不仅是一个政党组织核准军事部队 同时也是大部里市省议会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代理人 被称为阿塞拜疆民族委员会 出路锋芒的媒体是立宪派及其支持者们的喉舌 这些媒体从1905年开始成倍增长 他们对国民议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攻击蒙什维阵营和凯加宫廷 并批评国王不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 到1908年 有30多份报纸在伊朗各地发行 另外还有大量的传单和秘密海报 这些媒体人各具特色 米尔扎 贾汉吉尔 汉 舍拉子 是一位来自八部教徒家庭的知识分子 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周刊《天使号角》 并以犀利睿智的社论 为自由宪法辩论定下了基调 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米尔扎阿里 阿克巴尔 加兹温尼 化名达赫霍达在《天使号角》开设专栏 借由一个诙谐的加兹温尼村村长的视角 生动地描绘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时事 其他一些报纸也值得一提 特别是1893年在加尔哥达出版的《哈伯勒·马丁》 他有贾拉勒、丁、莫阿耶德 伊斯兰及其女儿法克尔·索尔坦 Fekh al-Sultan 主要是德黑兰和拉什特的立宪革命时期 主编把伊朗立宪运动置于更广泛的区域背景中 并扩大了这场运动的国际影响 然而 大多数报纸的重点都集中在倡导政治 教育和世俗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同时总是强调伊朗有机会将自己 从数百年的愚昧和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 这些报纸的前台词十分明显 仿佛自理行间都在呼吁废除旧制度 凯加王朝的专制王权和什叶派的宗教机构 甚至呼吁建立世俗的共和体制 1908年初通过的《新闻法》允许更广泛的言论自由 反过来又引起了国王和保皇派更直接的攻击 除了媒体外 委员会不仅成功地动员了巴扎中的行会和商人 还成功地动员了一批新兴的政府官僚阶层 甚至还有电报 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德黑兰市的交通运输工人 政府雇员愿意为支持议会而举行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电报系统主要由立宪派的同情者操控 这相当于在政府的眼皮底下 建立了一个半官方的通信网络 电报网络把全国各地的立宪派和他们的委员会联系起来 从而使他们能够迅速交换意见和做出决定 呼吁议会代表迅速采取行动 并告诫他们切勿妥协和优柔寡断 电报网络加强了从大布里市 拉什特到包括伊斯法罕 克尔曼 舍拉子和克尔曼沙阿在内的整个伊朗的民族共识 在1891年至1892年的烟草抗疫运动期间 电报所创建的虚拟全国社区就已经存在了 在相对短暂的革命年代里 人们交换了成千上万份电报 这些电报往往是在瞬间完成的 并带有新技术赋予的权利感 来自各方的密集信息被大量地进行传递 各省的立宪派之间 伊朗和伊拉克的乌莱玛之间 中央政府和各省行政当局之间 国王和他的官员之间 外国代表和欧洲各国首都之间 国民议会代表和委员会之间 巴扎领袖之间 高加索革命者和大不理事社会主义者之间等等 同样大量的投诉 请愿以及支持或抗议的信息 从伊朗各个偏远城镇和村庄的普通民众那里传递出来 他们通过电报通信找到了新的发生渠道 报刊和电报 这两种公共领域的现代通信手段 把人民心目中的国民议会提升为神圣的义士殿堂 正如全称神圣的全国国民协商会议中的神圣一词所表示的那样 国民议会成了宪法崇高目标的体现 非常不切实际的 期望着实现社会正义 保障国家和平 繁荣和安全 保卫国家不受外国入侵 所有这些目标都远远超出了国民议会捉襟见肘的手段和大多数代表的能力 然而 尽管经验不足 效率低下 国民议会的意识记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足以让反对派感到震惊和警惕 也使得他们继续仇视议会 除了起草 基本法 及其负责外 国民议会还试图整顿国家脆弱的财政 解决预算操作不公开透明的问题 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到1907年 伊朗的国家总收入约为770万图曼 约合2000万美元 而该年的年度开支预计为1070万图曼 赤字率为37.5% 自1890年代以来 累计的外债不断增加 债务负担日益沉重 1909年 加上因新货贷款而累加的利息 财政赤字累计达到了3000万美元 对进口的更大依赖 加剧了通货膨胀 增加了贸易逆差 尽管国民议会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政府支出只削减了40万图曼 议会废除了古老的土地所有制 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 但在实践过程中 被证明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 大多数永久产权的土地 在纳赛尔和穆扎法尔时期已被并入私人地产 并很快于1910年由第二届国民议会立法批准 凯加王子和世袭官僚精英的年金 也被削减或完全终止 这对一个没有私人财产的贵族阶层的衰落 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冲击 凯加宫廷的预算也被削减到只有7.5万图曼 国王认为此举是对王室极其公众形象的蓄意冒犯 然而他和他软弱的宫廷只能隐忍 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他们并不利 民众支持的是国民议会 在改革议程的其他议题上 国民议会的记录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 建立中央银行和国家军队的进程显得步履蹒跚 长期以来 终结英国控制的波斯帝国银行 对伊朗纸币发行的垄断 以及对伊朗财政的控制 只有俄国控制下的波斯抵押贷款 银行刻意与之匹敌 一直是伊朗人民的愿望 国民议会在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之所以迟迟不愿建立国家银行 与其说是由于担心资金不足 资金勿用 以及缺乏专业知识 不如说是因为害怕在急需英国大力支持的时候 损害到英国的金融利益 考虑到俄国的既得利益 建立统一国民军队的主张 似乎更站不住脚 由俄国训练 并得到俄国支持的戈萨克旅 是凯加王朝的陆军王牌部队 1908年7月的政变 再次确认戈萨克旅 一直是俄国用来暴力镇压革命 维持凯加王朝统治的工具 政变与议会的解散 1908年2月 有人向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的车队投掷了两枚炸弹 这起事件至少造成了四人丧生 伊朗最早的皇家汽车也遭到损坏 国王却毫发无伤地逃脱了 这次失败的暗杀 显然是由海达尔 汉策划的 具体则由巴库的阿塞拜疆流亡者实施 这次袭击 使国王对能否保住 自己的王位更加不放心 在德黑兰流传着他的叔叔泽尔 索尔坦将成为王位候选人的谣言 这加剧了国王的怀疑 长期担任伊斯法韩省省长一职的泽尔 索尔坦对凯加国王王座充满野心 这招来了人们的猜测和嘲笑 很明显 担心自身生存问题的凯加贵族 已经不再一致支持国王 1907年年中 激进的立宪主义者 尤其是大不理事的立宪派 就呼吁议会和公众一起把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拉下台 革命派的报纸和教室也同样不再遮遮掩掩 到1908年初 两派之间的武装对抗看上去已不可避免 出于对革命者的恐惧 特别是阿塞拜疆的革命者 国王被他的伊朗军事将领 和先前的俄国导师 当时是他的顾问 所鼓动打算先下手为强 更具决定性的是 俄国哥萨克旅的指挥官弗拉基米尔 利亚霍夫上校说服了国王 让国王意识到解散议会和破坏立宪 是唯一出路 利亚霍夫作为职业军官 是沙皇时代残暴独裁统治的缩影 他特别喜欢暴力 似乎是受到了1905年1月 俄国镇压革命运动的血腥星星期日的鼓舞 作为哥萨克旅的指挥官 他的职责就是把地比利斯与圣彼得堡的 俄国当局的意愿与伊朗国王的意图向调和 甚至希望可以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的首肯 俄国当局急于消灭一场 可能再次引发高加索骚乱的革命运动 对他们而言 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的垮台似乎会是一次重大损失 伊朗激进分子和巴库革命者将会占据上风 而革命还可能会增加轻英的泽尔索尔坦的获胜机会 国王气冲冲地离开了格莱斯坦宫以示抗议 并在首都西北部的皇家庭院加强防御 除了少数几名试图与国王和解的代表外 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 宝皇派正准备与国王联手 同委员会和共和派拥护者进行暴力对决 国王被哥萨克精锐和正规部队重重守护 这些人急于向议会开战 为了应对反击 委员会的武装支持者自诩为伊斯兰圣战者 并占据了毗邻国民议会的大纳塞尔清真寺 The Grand National Mosque 后来称为瑟帕萨拉尔清真寺 The Passler Mosque的屋顶和旋利塔 一些仍希望与国王和解的议会代表 则摆出了一副自我安慰的姿态 并设法说服了大多数战士 放弃他们的抵抗 此举使议会暴露在了大炮的射程之内 1908年6月23日 戈萨克部队多达2000名骑兵和步兵 以及四门火炮包围了议会和通往巴哈里斯坦广场的道路 留下的伊斯兰圣战者准备交战 尽管他们不愿瞄准俄国军官 因为这样也许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战斗一开始 他们便发起了激烈的抵抗 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而其中大部分是戈萨克旅一方 为了进行反击 利亚霍夫下令轰炸国民议会大厦和周边的建筑物 国民议会大楼是典型的欧洲风格建筑 由米尔扎 侯赛因 汉莫歇尔 到来于1870年代建造 用作他的官邸 后来被纳赛尔 丁沙赫所没收 移赠给他宠爱的士童玛利贾克 经历了这场战火 大楼被严重损坏 在摧毁立宪政体的象征后 戈萨克部队蜂拥而入 尽其所能地进行抢劫 委员会及其战斗人员占领的周边建筑物 也不能幸免 为了恐吓公众 部队随后在与议会相邻的街区 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强奸 抢劫和杀戮运动 对于政府军的骚扰和洗劫 这些凯加王朝治下的城市并不陌生 但俄国戈萨克旅的武力示威 却是头一遭 这显示出了现代军事政变的不祥预兆 在随后的内战期间 相类似的军事行动很快在大部里市重演 少数议会代表被困在议会大厦中 包括两位木制台西德 吉塞易德 穆罕默德 塔巴塔巴伊和塞易德 阿卜杜拉 北巴哈尼 他们主要是来给议会精神支持 并防止流泄事件发生的 记者贾汉吉尔汉 舍拉子和革命派教师马利克 莫特卡莱明也被困其中 他们担心在外面会被逮捕 于是就进入议会避难 为了逃跑 他们在后墙上凿了一个洞 冲到周围的房子里避难 但很快 他们就被出卖了 并遭到了哥萨克小分队的围捕和殴打 在皇家庭院里 至少有30名激进派革命党人 被拘押在此 并被进一步殴打 审问 折磨和拘留 包括塔奇扎德赫在内的少数人 在政变之前就收到了相关警告 他们被迫前往英国和法国的 使领馆避难 少数人成功地逃离了首都 并离开了这个国家 其余的人在冲突期间留在了家中 没有受伤 皇家庭院在押的两名人员 即记者贾汉吉尔 汉 舍拉子和革命派宣教者 马利克 莫特卡莱明 早就被列在国王的黑名单上了 他们到达皇家庭院后不久 就被强行勒死 他们被怀疑与八部教存在联系 尽管他们很可能都是不可知论者 很容易就会成为当局合法的猎物 当局习惯于用这种方法 向公众灌输恐惧 革命派宣教者古马尔丁伊斯法罕尼 是另一位逃离首都的八部教贤遗犯 他在西部城镇伯鲁吉尔德被捕 并在国王的批准下被该省省长迅速处死 另外两名记者在狱中被杀害 其余的被拘留者 包括两名木制台西德 陆续被流放到各地 其中一些议会代表 则被国王雇佣 扮演与议会参与力量谈判的中间人 所有的报纸都被关闭了 委员会被宣布为非法 两份王室声明都宣称 随着异端分子和煽动者的倒台 国王打算在三个月内 恢复正确的宪法制度 保皇派的政变 对国民议会的轰炸和对人员的处决 至少在首都 造成了使公众进入寒蝉的恐怖效果 人们又开始做生意了 德黑兰的巴扎也终于如释重负地重新开放了 随着奴隶和越来越多的毛拉 完全融入了保皇派阵营 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们的Meshwai目标 转而支持凯加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 并希望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能巩固他的王位 议会的一些坚定小人 开始讨好国王 说一些国王喜欢听的话 在奴隶等人的宣传蛊惑下 至少从表面上看国王支持立宪政体 国王宣称 他只是反对激进分子 异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盛行 保皇派需要这样的言辞来粉饰国内太平 但同时也要改善他们在国外被玷污的形象 尽管这次政变在圣彼得堡的保守派圈子里得到了支持 但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却不受欢迎 支持伊朗立宪派的 只有波斯委员会成立于1908年10月中的少数自由派人士 欧洲公众则是选择一望伊朗以及这次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 伟大的学者 伊朗立宪革命支持者 爱德华 格兰维尔 布朗在许多小册子和报纸文章中 抗议政府对伊朗立宪派的残酷镇压 如果不是大布里士以及拉什特和伊斯法罕的民众起义 立宪革命似乎就已经失败了 公众也有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他们希望看到混乱结束 恢复到几十年前相对平静和安全的状态 在城镇和村庄里 部落骑兵和武装土匪的掠夺 库尔德兵皮土匪和俄国边防部队 在北部省份的入侵 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侵扰 数千人被杀死 农村也被践踏蹂躏 国民议会 未能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需要提供补救措施 这是公众感到沮丧的另一个原因 政变发生的时候 立宪的整个神秘感 就算没有完全消失 也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 小专制主义与内战时期 尽管德黑兰的国民议会 立宪实验宣告失败 但大部里是仍然保有一线希望 在政变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革命党战士和当地保皇派之间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 甚至是血腥的城市战争 伊斯兰委员会 安治曼尼伊斯尔米亚 也称伊斯兰恩储名 Islamic安治曼 的大部分成员都属于 大部里是附近的乌苏勒街区 他们与政府部队勾结在一起 1908年下半年至1909年初 甚至在议会倒台之前 大部里是民兵 就组织发动了一场武装冲突 并改变了立宪革命的命运 使其更加大众化 民族化和世俗化 而冲突一旦发展成全国性运动 这场内战本身在巩固 伊朗民族共同体方面 可能比1950年代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前的任何单一事件都更为重要 大部里是是双方可以预见的斗争舞台 像任何一个前首都一样 大部里是有一种自豪感和权力感 这种自豪感和权力感通过雄厚的经济实力 人口的增长 以及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开放态度 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当时 大部里是是伊朗最大 最繁荣的城市 人口超过20万 作为北方贸易中心 大部里是连接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的陆路 然后通向黑海 再经穿越高加索边界的俄国铁路 通向俄国 奥斯曼和欧洲市场 尽管大部里是商人 在进口工业制成品 织物和消费品方面 面临着关税不平等和其他不利条件 但他们还是在城市中与欧洲工厂 展开了商业贸易的竞争 大部里是的出口支柱 主要包括各种经济作物和华丽的手工地毯 到20世纪初 这些产业的发展 已经超过了卡上和伊斯法罕 并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大部里是的商人阶层出钱 资助立宪运动和之后的国内起义 而贫困和处境艰难的本地劳工 则提供人力支援 这些劳工大多是农民 他们期望从当地繁荣的经济中获益 与国外的交往为当地带来了 现代化的学校和医院 包括那些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建立的学校和医院 到20世纪初 市纪和省纪的电话线都建立起来了 通往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公路 铁路将阿塞拜疆工人带往巴库油田 他们是巴库当地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族群 他们通常也会被带往其他城市寻找工作 当他们从巴库和地比利斯回来时 这些人就逐渐变成了孕育社会革命的温床 并带有新的激进思想 在巴库 地比利斯和伊斯坦布尔 发家致富的阿塞拜疆商人 也以自豪和同情的眼光看待 他们祖国的立宪运动的发展 大布里是人数众多 并勤勤恳恳的亚美尼亚社团 也是商业技术以及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 尽管大布里是是伊朗现代化的代名词 但它依然是一座对宗教和地缘怀有 虔诚信仰的传统城市 这里的宗派冲突由来已久 在有影响力的木制台西德的政治操控下 这座城市陷入了分裂 这些问题的产生 仍然与什叶派的宗教仪式 以及圣地紧密相连 12个城区中有一些较大的城区 属于谢赫学派 效仿的是那些宗教学校的木制台西德 从19世纪初起就是如此 可能取代了较早的宗教重城关系 但其他重要的教区 被认定为是以沙利亚法为主导的 效仿的是乌苏勒学派的木制台西德 在伊朗其他大多数城市中 城市教区不仅是市政管理的基本单位 和社区虔诚信仰的来源 还是社区治安管理员的地盘 这些治安管理员通常被称为路提斯 他们的收入来源往往很不稳定 常常靠敲诈勒索等暴力手段创收 并被城市险贵们雇用为打手 尽管坏路提斯以其危险的行为而闻名 但也有好的路提斯因保护社区 和向穷人提供施舍而闻名 路提斯有自己的一套荣誉准则 包括举止、语言 等级制度和仪容仪表等 他们既令人畏惧又令人钦佩 大布里是抵抗运动中 两位最著名、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萨塔尔汗和巴克尔汗 后来被尊为民族英雄 他们就曾是路提斯头目 许多和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 也是同样的出身 他们分别与阿米尔西斯和哈亚班 两地的谢赫学派城区联合起来 并对在大布里是抗争运动中 取得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两位领导人 与对立方的路提斯产生了宗派上的较量 进而引发了冲突 但与早些时候 城市冲突的情况相反 两位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手无寸铁的庶民代言人的身份形式的 这使得抵抗运动 具有了强大的感召力 与此前构成立宪革命的 精英政治特征不同 在1908年和1909年的战争过程中 对街区的中城超越了他们所面临的包括大布里是乃至整个国家的重重险境 不断加速的革命进程 清楚地把宪法的支持者与宝皇派阵营对立起来 宝皇派阵营则不可避免地被称为暴政的支持者 信奉谢赫学派的城区对宝皇派的反对并非偶然 就如同乌苏勒学派的教区也没有支持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和奴隶领导的Meshwai阵营 谢赫学派对新思想 新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 这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用历史进步的教义学思想来调和沙里亚法 也可以归因于他们作为少数教派的信仰者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 相比之下 大布里士势力庞大的伊斯兰委员会在多维奇区外行动 因为这个区得到了国王宫廷的资助 用以协助当地政府的攻势 然而 大布里士的激进派不仅是建立在社区政治的基础上的 所谓的马克兹 盖哈叶比 马尔卡斯·贝比 一位隐秘中心 就是其中一个早期秘密革命组织 由一个人称阿里先生的人根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秘密组织模式建立 1905年 俄国革命时期已及之后 社会主义思想在高加索地区传播 阿里先生因而受到了影响 这一组织模式有助于将大布里士附近的民兵组织成一支有效的战斗部队 大批的流亡革命者也加入了抵抗 他们是在巴库和地比利斯的穆斯林 亚美尼亚人或格鲁吉亚人 巴库的社会民主党中也不乏伊朗籍的党员 俄国社会民主党也给予大布里士人力 金钱 武器和战术建议等支持 萨塔尔 汉是一位天才型的领袖 他曾是一名马匹商人 也是一位改过自新的鲁提斯 他在城市作战方面的军事天赋 与他为国家民族事业进行敲诈勒索的习惯形成了互补 当其一军进入大布里士城堡内的政府军火库后 他让这些被称为费达伊 法迪爱革命献身者的战士尽情掠夺库房里面的武器弹药和野战炮 他们利用当地人的专业知识 加上即兴发挥在支持立宪派的城区周围筑起路障 大门和其他战略攻势 从此拥有十几个费达伊那会儿开始 萨塔尔除了要忍受敌人的炮火 还要忍受自己同伙中出现的叛逃现象 在社区间的惨烈竞争 个人利益和荣誉准则的驱使下 他不会轻易接受失败 虽然一开始 费达伊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对社区的忠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培养出了对立宪革命精神的崇敬与信仰 为了让德黑兰政变取得成功 镇压大布里士的反政府武装似乎至关重要 为此 伊朗国王集结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力量 起初 他花大代价从阿塞拜疆和其他地方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 并把沙赫塞文部落军队派往大布里士 后来 哥萨克里派遣了增援部队 他对大布里士的伊斯兰委员会 及其在社区的附属组织 给予了资助并祝福 俄国驻大布里士领事馆 还以保护俄国侨民为借口 与伊朗国王进行了合作 政府军几乎成功地孤立了萨塔尔 巴克尔和他们为数不多的同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费达伊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城市中与政府军进行周旋 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城内集周围的政府军无情地轰炸他们的阵地 双方在狭窄的街道 果园和临近的村庄进行了激战 双方伤亡惨重 在11个月的时间里 至少有5000人死亡 而更多的人在战争中受伤 并且流离失所 大布里士的部分地区被占领 郊区和各方向贸易沿线的村庄 也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 无辜的公民遭到抢劫和杀害 政府军 武装匪徒和立宪派游击队 将大布里士巴扎和新的购物拱狼 或是洗劫易空 或是毁为废墟 起初 抢劫和勒索是一事无者 鸡肠鹿鹿的凯家军队 和革命战士唯一的生存手段 然而 此后的革命领导人 加强了军队的纪律 并逐渐组建了一个临时指挥系统 包括战斗单位定期轮班制度 特别任务分遣队 后勤部队 营地厨房 医疗辅助队伍 包括一个营地医院 临时通信及情报队伍 微博的军饷 甚至每个人 还分到了一顶 统一的费达伊扬皮帽 这些改进帮助 大布里市的战士们 保卫自己的阵地 但是在1908年7月到10月之间 他们几乎没有取得 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 对德黑兰政权而言 这是一场极具象征性的抵抗 无论是伊朗国王 还是在他背后撑腰的俄国人 都不敢轻视 1909年3月 经过三个月的沉寂后 大布里市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由于一个旨在说服富裕公民捐款的捐赠委员会的成立 他们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 他们获得了更先进的武器 最为重要的是 在伊朗内部以及高加索地区和奥斯曼帝国 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道意上的支持 1908年4月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了苏丹阿布杜勒 哈米德的统治 大布里市的武装分子 对这场革命表示欢欣鼓舞 德黑兰的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则对这场革命不屑一顾 在留存下来的大量合影中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高昂的士气 大布里市的战士们 自豪地端着步枪 背着弹药 以靠大炮 在镜头前摆姿势 枪炮在当时的照片中 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传达着一种豪迈的抗争气概 仿佛这些武器赋予了普通民众 反抗政府及其傀儡的权力 这些照片 特别是抵抗运动的两位领导人的肖像 以明信片的形式广为流传 他们的目的是在阿塞拜疆 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中建立威望 并在不久之后庆祝他们的胜利 在这一点上 把上相的萨塔尔肖像 用于宣传被证明是特别有效的 一种志同道合的情谊 在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以及巴库穆斯林志愿者 加入大不理事抵抗运动的过程中 体现了出来 这些民兵队伍 是由巴库社会民主党 和其他激进组织招募进来的 他们还带来了先进的城市作战技术 和新的革命精神 帮助将大不理事抵抗运动 转变为一场民族斗争 由100名志愿者组成的格鲁吉亚支队 精通城市作战和炸药爆破 而来自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 民族主义者则精通战术 而巴库社会主义者则冒着巨大的伤亡损失风险 在提供弹药和新武器转移资金 跨越政府军封锁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有一些旁观大不理事抵抗运动的西方人决定加入 24岁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人霍华德 巴斯克维尔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他在大不理事的美国长老会男子学校 担任英语和科学教师 是一名热情的志愿军战士 大不理事战斗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特别是他的一名伊朗同事的英勇赋死 让他深受感动 他不顾美国领事馆的劝阻 毅然辞去了职务 并开始训练一支精锐部队 这支队伍一度有间150名志愿军战士 他们大多是来自城市富裕家庭的年轻人 巴斯克维尔和他的营救队 希望依靠自身基本的军事训练 突袭驻扎在城市边缘的哥萨克分遣队 以此打破政府军对费达伊所在社区的包围 尽管萨塔尔并不情愿 自愿军成员也并不支持这种冒险 但巴斯克维尔还是决定冲锋陷阵 结果却被敌军近距离射杀了 他的盛大葬礼 与其说是对他的军事判断力的赞扬 不如说是对他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赞扬 这同样也是一种高度超越种族 宗教和民族界限的普世友情 巴斯克维尔死于1909年4月大不理事 抵抗运动最激烈的时候 当时德黑兰政府集结了所有的军队 以极大的代价封锁了所有通往大不理事的补给线 希望让这座城市在淡尽粮绝中选择投降 1909年1月至4月 政府军队大不理事的重重包围 造成了城中物资的极度短缺 趁此机会或许能够彻底击溃抵抗的立宪派军队 当时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拉什特和伊斯法罕的武装力量 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抵抗行动 与大不理事的抗争遥相呼应 尽管德黑兰政权似乎渐区温和 发布了一项皇家诏令 承诺恢复均主立宪体制 在德黑兰的俄国公使 却传达了圣彼得堡方面不愿妥协的意愿 大不理事的失败将对俄国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 这不仅是因为沙皇政府在位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政权的苟延残喘上投入了巨额资本 还在于立宪派的胜利将可能重新点燃高加索地区的革命烈火 值得注意的是 就连圣彼得堡的自由派媒体 也赞扬了大不理事战士的革命精神 并对德黑兰冷酷无情的专制统治提出了批评 根据1907年英俄条约 俄国以保障俄国国民安全为借口 在伦敦的默许下展开了军事干预 俄国军队越过俄裔边界 于1909年4月底进军大不理事 这是自1827年 伊朗在与俄国的战争中战败后 俄军首次占领这座城市 这勾起了当地居民复杂的民族情绪 俄军的占领打开了外界 通往大不理事的运输补给线 缓解了城中的饥荒问题 促进了贸易的恢复 事实上的停火带来了平静和安全 自从一年前战争开始以来 这种和平景象就荡然无存了 然而 俄国的军事占领被视为 立宪革命斗争的重大挫折 政府军队解除了围困 撤退到自己的营地 并且从整个城市完全撤出去了 但俄国的军事存在 对穆罕默德、阿里、沙赫而言 仍意味着不祥 在伊朗历史上 城市起义很少能成功击败政府军队 更为罕见的是 部落势力对身符众望的 城市起义的支持 位于伊朗中部和西南部的 巴赫地亚里可以说是 伊朗境内最大的部落联盟 同时也支持大布里士起义 在大布里士平叛的政府军里面 实际还有几个巴赫地亚里 骑兵分队 然而巴赫地亚里领导层中一名对立派 转而支持立宪主义者 这位首领名叫阿里、科利汉、萨达尔、阿萨德、巴赫地亚里 他是一位文化修养深厚 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部落汉 对伊朗历史和自己部落的历史都很感兴趣 由于他之前在欧洲居住过 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有勇气的自由民族主义者 从1909年初开始 在他的指挥下 装备精良的巴赫地亚里骑兵成为伊朗南部一支强大的军队 与大布里士地区的立宪派战士不同 他们享受草原的自由和游牧的流动性 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占领伊斯法汉 萨达尔、阿萨德成功地让部落大联盟的科汉们建立了表面上的团结 早在1908年 巴赫地亚里部落所在地恰好成为伊朗首个发现石油的地方 这与这个部落未来在国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不无关系 然而在1909年 石油问题以及英国与巴赫地亚里人的交易 还不是事关全局的关键因素 拉什特的起义军率先登高一呼 要求各地起义军共同向德黑兰进军 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和亚美尼亚志愿军 通过搭乘离海的俄国船只 与拉什特的战斗人员联手控制了该省的中心城市 这些拉什特战士后来被称为民族主义者 和巴赫地亚里起义一样 拉什特起义也有一位重要的地方革命领袖 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塞帕赫达尔的格拉姆、胡塞安、汉、通内、卡波尼 塞帕赫达尔和他那些在繁荣的吉兰省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盟友一起 将效忠对象从德黑兰转向了民族主义者 塞帕赫达尔早前曾与他的部队一起参与了大布里式抵抗运动 如今则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再次出现 他的崛起标志着各省地主阶级的活跃 这个阶级将在立宪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当时的情形充满绝望和不确定 但人们对恢复宪法仍抱有乐观的态度 激进派发誓要推翻穆罕默德、阿里、沙赫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妥协 伊朗的虚拟电报社团主要是通过电报进行交流 他们对德黑兰宫廷内的一些人抱着轻蔑的态度 透过电报 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国家居然与环四家门的两大列强 达成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协议 1909年4月 一份措辞强硬的《英俄备忘录》警告伊朗国王 除非他恢复宪法并将反对立宪者赶出宫廷 否则就将失去两个大国对他的支持和信心 在伊朗国王的反对者看来 这一警告似乎是为禁军德黑兰开了绿灯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为了鼓励国王恢复某种表面上的宪政制度 以遏制立宪派的燎原之势 恢复宪法 1909年7月13日 由萨达尔、阿萨德和瑟帕赫达尔共同领导的民族主义者军队最终进入了首都 于是 德黑兰市南部爆发了小规模冲突 而俄国军官率领的哥萨克各团士气低落 政府的正规军则优柔寡断 迟出不前 尽管俄国和英国几个月来不断发出联合声明和单独召会 警告民族主义者不准进入首都 但是一支由近3000名巴赫地亚里和吉兰武装分子组成的部队 在首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轻角行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利亚霍夫上校和他的部队投降了 而民族主义者尽管暂时淡出了立宪革命的聚光灯下 但他们还是受命重新投入了战斗 穆罕默德、阿里、沙赫本人和500名随行人员 包括他憎恨的陆军参谋长侯赛因、帕夏、阿米尔、巴哈道尔 将通过谈判进入了俄国大使馆 并在英俄的联合保护下避难 考虑到欧洲问题的敏感性 民族主义者很快就派人保护外交使团 并确保外国居民的安全 甚至在他们行进到国民议会大楼的废墟前就这样做了 7月15日 他们在那里正式宣布凯加王朝国王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退位 即使是最怀有敌意的欧洲记者团 也对巴赫地亚里部落军和吉兰省亚美尼亚战事的纪律严明印象深刻 他们很快恢复了首都的秩序 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司令部 并宣布穆罕默德、阿里、沙赫的小儿子 不到12岁的苏丹 艾哈迈德为新国王 凯加部落的长老为摄政王 无论如何 民族主义者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没有掠夺、杀戮或报复 更为令人压抑的是 吉兰人和巴赫地亚里部落战事之间的合作 他们出身不同 阶层迥异 甚至几乎无法用波斯语相互沟通 攻占德黑兰是伊朗现代史上 短暂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 大布里市的战斗人员 及其英雄萨塔尔汉 抵达后不久 就为许多伊朗人灌输了乐观主义精神 萨塔尔汉后来被尊为萨达尔梅利 萨达尔梅利 及国家领袖 而他的伙伴巴克尔 汉则被尊为萨拉尔米利 塞勒梅利 国家首脑 尽管俄国毫不掩饰地支持保皇派 但民族主义者推翻了穆罕黄德 阿里 沙赫和他的Mershoi盟友 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繁盛时期 是一个罕见的胜利 一时之间 创建自由民主秩序的愿望 似乎不仅克服了专制统治 和反动乌来马的障碍 还遏制了蛮横的欧洲帝国的野心 这就好比是一部民族斗争的史诗 施加暴政与苦难的野兽被制服 一条通往繁荣的新路就此展开 尽管在激进派的圈子里 流传着一些要求实行共和的言论 但新登基的艾哈迈德·沙赫 还是被誉为立宪君主 民族主义者的掌权 以及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的 超然独立的政治态度 令俄国和英国的公使既感到意外 也相当的失望 俄国人心怀愤恨 只是勉强承认了宪法的恢复 和前国王的退位 英国也紧随其后 当德黑兰被民族主义者攻占时 一支至少有三千人的俄国军队 已经越过俄裔边界 并占领了伊朗北部 他们从阿塞拜疆延伸到 吉兰和北护罗山 并向南前进至加斯温 距离首都只有95英里 俄国践踏伊朗主权的大胆态度 与英俄条约的条款背道而驰 光天化日之下 俄国甚至已经不再需要外交的遮羞布 俄国的举动不再受制于 英国的制裁报复 因而给这个刚刚恢复 但仍脆弱的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举还加剧了自20世纪初以来 一直升温的反俄情绪 伊朗人钦佩日本在1904年的 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 并把这当成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意味着与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帝国 进行抗争的可能性 即使他们可能无法像布尔人那样 在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中 重创英国殖民军队 俄国的军事干预被伪装成 维护自身利益的正义之举 而更糟糕的是 俄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俄国的外交公报 对民族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 进行了一番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 而西方报纸 对这一事件进行的恶意报道 更是数之不见 例如泰晤士报 而纽约时报也随声附和 伊朗人民能够抵抗 反击并击败一个 由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在军事上支援 在财政上扶持的政权 这是不太容易被欧洲人接受或宽恕的 同时 这也很容易唤起欧洲人 对熟悉的东方主义范式的警惕 欧洲人有一种强迫性的焦虑 他们担心 德黑兰的欧洲居民的安全 会受到游牧入侵者 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侵犯 他们表示自己不相信 民族主义者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 夺取首都 这就更说明了这种隐隐作祟的心理 而与此同时 他们却对俄国入侵者的到来视而不见 我们可以从自理行间看出 这些报纸在对民族主义者的成功表达 不情愿地支持 因为西方怀疑立宪革命 可能永远不会成功 正如外交官们的脑海里 已经潜伏着扼杀这一民主希望的计划 对大不理事抵抗运动 重新夺回德黑兰以及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倒台的报道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让伊朗在国际媒体上的曝光度空前提高 少数来自英 俄和法等国报社的记者和观点各异的自由观察员为 西方观众们描绘了一场斗争 这场斗争显然于几个世纪以来 精心策划的关于东方人懒惰成性 欺骗成性的谎言相矛盾 而懒惰和欺骗在伊朗人自己关于国家衰弱的历史叙述中被承认 然而 一种新的革命决心出现了 即使是在内战期间 等待着对首都德黑兰发动最后的进攻 萨达尔 阿萨德 这位曾经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巴赫地亚里汉 在营仗外队前来警告他的英国和俄国代表 大胆地用法语进行了问候 Ansivera Arterian 咱们得黑兰剑 攻占首都之后 成立的紧急委员会交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单 这不仅与大多数欧洲观察家的冷嘲热讽相反 同时也与后来史书中立宪失败的盖棺论截然不同 为了让处于恐怖统治之下的首都恢复平静与安全 委员会任命了耶普勒姆 捍卫德黑兰警察部门的负责人 他是一位亚美尼亚血统的革命指挥官 来自被俄国吞并的高加索地区的干击 在拉什特战事的协助下 他很快就结束了政府军队 就政权垮台后被解散的散兵游泳和新道的革命部队 在德黑兰的抢劫和恐吓行为 该委员会或称最高委员会 由两名民族主义领导人 和一些出身官僚精英阶层的年轻部长所组成 委员会很快就被流亡归来的塔奇扎德赫所控制 在宪法恢复后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委员会将其成员任命为政府各部的部长 但不任命首相 并且还与被废除的国王就流亡条件成功地进行了谈判 在英俄的调节下 委员会给了被废除国王一笔可观的资遣费 让他可以和随从一起被驱逐出境 而以色帕赫达尔为首相的革命内阁服役成立 选举法就迅速得到了修订 直接民选的国会议员取代了第一届国民议会中的七大阶层代表 国民议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到1909年11月 第二届国民议会顺利召开 更具象征意义且更为大胆的使民族主义者在获胜不久后举行的审判 而值得赞扬的是 最高委员会宣布全国特赦 除了少数反对派被逮捕和审判外 几乎没有任何报复性的杀戮 有五人被特别法庭指控 为在旧政权临近倒台的最后几天里 杀害了避难于阿卜杜勒 阿奇姆圣灵的宪政派抗议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谢赫 法兹洛拉 奴隶 法庭对奴隶进行这样判决的证据 在于他的教法指令使得在圣灵杀害抗议者 成了合法行为 因此 这场审判强调了新政权不因意识形态 倾向而惩罚任何人的愿望 在所谓的小专制主义时期 Miner Tyranny 值伊朗立宪革命期间 国王短暂复辟的专制时期的最后几个月 也就是内战时期 奴隶放弃了他早些时候大声疾呼的Meshway 转而支持旧的专制主义秩序 并公开支持穆罕默的阿里沙赫镇压县派 在他的精心策划下 越来越多来自德黑兰 及外地的乌莱马前来请愿 这些乌莱马表达了对凯加政权的忠诚 并且警告伊朗国王 任何妥协都可能导致宪法的死灰复燃 在图普卡尼赫广场上 茫然的公众见证了这位木制台希德 被当场处以绞刑 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 实业派教法学家之一 处决奴隶不失为变革年代中的一个大事件 伊朗古代统治秩序的两大支柱 王权和乌莱马 即使没有被现代革命运动 激得粉身碎骨 也已经是裂痕斑斑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 使公共领域里的声音多样化 新闻和出版物数量的增长 议会派系和政党的出现 首次被听到的妇女们 抗议性别歧视的声音 以及文化和政治话语的更加成熟 这些社会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似乎也是不可逆转的 到1909年底 市面就已经有六家报纸 和越来越多的书籍面试 其标题迎合和服务 越来越庞大的读者群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里 尽管伊朗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动荡 报纸的数量却成倍增加 虽然其中许多都是昙花一现 但这些媒体不仅展现出了 对言论自由 甚至是诽谤自由的新乐趣 而且还显示出新闻界在制造舆论方面的力量 最为犀利的报纸当属 新伊朗 由令人敬畏的阿塞拜疆社会主义者 穆罕默德 阿明 拉苏扎德担任编辑 他后来是阿塞拜疆社会主义 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新伊朗除报道国内和国际时事外 还提供敏锐的政治分析 以及关于贫困 腐败 精英政治 保守的伊斯兰教和妇女权力的辩论 然而迅速发展的媒体 所能够挑战的程度是极为有限的 毕竟思想束缚的历史很悠久 1909年末 革命政权以亵渎神明的罪名 判处当时的媒体领袖哈桑 穆阿耶德 伊斯兰 卡上尼有罪 此举主要是为了抵消 处决奴隶的影响 并证明革命政权实际是伊斯兰的守护者 卡上尼是著名的哈伯勒 马丁的主编 他在一篇语带反讽的文章中宣称 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所带来的宗教 以及随后伊斯兰保守派的主导地位 是伊朗落后和持续衰落的根源 他因这篇文章被判三年监禁 无论其历史真实性准确与否 这种包罗社会万象的观点 讽刺的是 这个人的名字 意为伊斯兰的见证者 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现代主义者中存在不可知论 甚至是反伊斯兰教的思想倾向 把伊朗古代历史理想化 把它当作近代伊斯兰遗产的替代品 这成了历险革命后期 伊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 然而 更紧迫的是 这一事件预示着保守派和进步派在政治上的冲突 民主进程中的阻碍 第二届国民议会的胜利召开 虽然是民族主义者的一大胜利 但其中充斥着党派之争 意识形态的分野和外部势力的威胁 1911年12月 这些压力迫使国民议会宣告终止 并导致了宪法的暂停实施 从1909年到1911年 或者从更广泛的时间范围而言 是从1905年到1921年 这段时期被证明是伊朗历史上一次不平等的宪政实验 尽管立宪革命是一件局势主目的重大事件 却以悲剧性的挫折而告终 因为立宪派最终不仅无法抵御欧洲列强的入侵 也无法阻止老牌的地主精英阶层重新掌权 第二届国民议会主要分为两大政治派别 并且各派都有来自激进分子和新闻界的支持者 而第一届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未能彻底转型为政党组织 甚至未能转变为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 议会最大的派别后来被称为温和派 包括民族主义者中的大地主和部落领袖 凯加王朝年轻一代的官员 适应新的政治现实的凯加政治精英残余 以及大不理事抵抗运动的领袖 萨塔尔汉和巴克尔汉 社会民主派或简称民主派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进步派 这个派别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受到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 以及高加索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并且伸手当时在奥斯曼帝国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鼓舞 与温和派的渐进主义做法形成对比的是 社会民主派打算实施一项全面的改革方案 其中的基本内容已经在第一届国民议会的辩论中提出 并在小专制主义时期的流亡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明 民主派中最著名的是塔奇扎德赫 他与进步势力结盟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贵族 到萨巴尔 阿萨德和年轻一代的自由派乌莱马 再到一些革命战士和有影响力的记者等等 民主派最迫切的诉求包括基本的土地改革 消除世袭特权 推行公共教育 利用国家机构进行社会改革 甚至呼吁允许女性融入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们与温和派同僚们以不同程度的诚意 共同呼吁统一伊朗的军事力量 恢复各省的安全与和平 集中财政资源 以及通过有效的税收和建立国家银行来增加政府收入 简而言之 该派必须解决政府濒临破产的危机 在过去十年 政府的破产危机在不断恶性膨胀 这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必定会受到阻碍 特别是在安全和财政方面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但也是可以预见的是革命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 这很快计划为政治暗杀和派系冲突 这场政治动荡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塞伊德 阿卜杜拉 北巴哈尼 他是历险革命赫赫有名的教士偶像 1910年6月 他被一个高加索恐怖组织暗杀 这个组织与海达尔 汉及阿姆鲁 乌格鲁有关系 海达尔汉显然受到了塔奇扎德赫和他的激进支持者的暗中指使 北巴哈尼的陨落显示出了民主派对宗教名流走上政坛的抵制 这无疑使乌莱玛阶层心寒不已 甚至削弱了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对立宪派的支持 茅拉 穆罕默德 卡奇姆 呼噜山尼不仅是一位支持立宪的教法学家 也是圣承纳杰夫的效仿源泉 他与反立宪的政敌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 谴责塔奇扎德赫是异教徒并呼吁流放和惩罚他的同党 而另一位立宪革命的教士领袖赛伊德 穆罕默德 塔巴塔巴伊 则明智地选择退出政坛 1920年他在德黑兰去世 1909年以后 反教权的声浪越来越强烈 在支持宪法的什叶派教士中 穆罕默德 侯赛因 纳伊尼发出了最为阵龙发聩的声音 他甚至要与自己的名著 警告社会 净化国家 一刀两断 在这部著作中 他从什叶派教法的角度出发 为立宪提供了法律依据 宗教势力并没有完全放弃立宪革命的舞台 但他再也不会占据自1891年烟草抗疫运动以来 一直保持的显要地位了 1910年8月 敌队的革命派别之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以萨塔尔汉为首的大布里士武装部队大多支持温和派 但他们作为行动不受约束的军队 对首都造成了巨大的法律和秩序冲击 他们与来自伊斯法韩省的 同样吵闹且人数更多的巴赫地亚里战士发生了街头冲突 最高委员会认为这是另一次内战的前兆 大布里士费达伊战士的不满 主要在于他们无法在经济上实现自己 这反过来迫使一些人敲诈勒索富人 另一个不满的原因是新改组的以耶普勒姆汉为首的警察部队 将他们排挤在外 被指责为不服从的阿塞拜疆武装队伍 聚集在阿塔巴克公园 与政府军爆发了零星交火 阿塔巴克公园是死于暗杀的首相阿明 索尔坦被没收的住所 在革命政府麾下服役的哥萨克兵团联合正规军 巴赫地亚里部枪手 共同击溃了费达伊的抵抗 萨塔尔汉曾试图调解停火 但未能成功 大布里士的部队被解除了武装 其中一些激进分子 大多是高加索人被遣回他们的故乡 对长期呼吁解除派系武装的政府和国民议会而言 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胜利 萨塔尔的失势导致了街头抗议的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地方上大地主的逐渐得势 他们取代了旧的凯加贵族的地位 而政府中新一代官员大多是纳塞尔时期的高官之子 他们在财富和特权的环境中成长 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的骨干架构 这些部长和官员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 或者接触过西方的生活方式 这些人的西化气质决定了新兴的革命政体 及其领导人的行为 大地主是他们的天然盟友 而他们却远离了那些把自己推上官位的广大革命群众 爱国主义忠于宪法 坚持改革和进步信念 仍然是新精英阶层施政的强劲动机 往往超越了其个人或派系的利益 立宪革命缺少的是一种培育本土民主模式的共同愿景 这个问题在革命初期就已初见端倪 这些政治新贵更多的是在形式上 而非从实质上去实践这一目标 例如革命后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由政治精英把持的国民议会 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1907年3月至1911年11月期间 伊朗政府更换了11位首相 外加队内阁进行了改组 一个又一个软弱的政府轮番上台 而每届政府都只掌权短短几个月 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让人想起了抢座位游戏 新老政治精英通常在单调的节奏中 轮番担任不同的职务 他们畏首畏尾 优柔寡断 这些部长常常能够得到 国民议会温和派的支持 他们认为 昏庸无能的部长 是保护自身特权不受民主派阵营 威胁的天赐良机 然而 这两种倾向都存在一种误解 即国民议会的职能不仅局限于立法 而且还包括密切监督行政部门的日常事务 许多国会议员都认为 这是宪政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如果这种权力分配上的混乱 出现在一个新生的民主实验中 还有情可原 那么外国影响力的与日剧增 却是无法避免的 直到1921年里萨汉 巴列维的崛起 俄国和英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厚颜无耻地向伊朗政府和国民议会施加压力 通过恐吓或利诱来说服政府官员和国民议会议员 尤其是俄国人 他们在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倒台后 赶到名誉扫地 因此采取了报复行动 于过去几十年 凯加王朝的官员相比 新的政治精英中的某些人 更害怕欧洲列强而于我诈的手段 这些人深感无助 自觉敌人意等 甚至是俯首贴耳 唯命是从 特别是在1911年舒斯特事件期间 英俄的傲慢行为在伊朗政治人物和公众中 滋生了绝望和幻灭的情绪 舒斯特插曲 伊朗国内财政改革和提升征税效率迫在眉睫 而远在华盛顿的伊朗驻美国公使 对改革的步履维艰深感失望 他请求美国国务院推荐一位美国金融顾问 来担任伊朗政府的财政总长 银行家威廉 摩根 舒斯特曾在美国政府任职 为人正直坦率 他得到推荐之时 伊朗政府正遭受着财政收入减少 偿还外国贷款 以及支出不断增长的困扰 伊朗的公共财政 财政政策和税收状况 虽然在中央集权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国家财政制度的不透明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强林施加的压力 雇佣一名美国专家被认为是极为慎重的决定 舒斯特的到来使民族主义者振奋 但同时也让英俄代表及其伊朗同伙感到焦虑 舒斯特和他的美国团队态度坦率 举措大胆 代表美国首次认真介入伊朗事务 尽管这纯粹是一项民间私人的行动 在此之前 美国对伊朗的介入 仅仅是通过少数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 包括美国长老会 自1830年代以来 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 一直活跃于伊朗西北部的基督教信徒中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 现代美国教会学校在乌鲁米耶 大布里市 哈马丹和德黑兰等地招收 并教育了许多伊朗的非穆斯林人口 后来也招收伊朗的穆斯林女孩和男孩 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要追溯到1856年一项未经批准的通商与通行条约 直到1883年 美国和伊朗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当时 纳塞尔丁沙赫统治下的伊朗 尽管一再试图与美国在贸易 金融和安全方面进行接触 甚至提供在波斯湾部署海军的权利 以对抗英国的主导地位 但美国方面极不愿意进入传统上 公认的英俄势力范围 推荐舒斯特出任财政总长 即使他最初是经英国大使馆正式批准的 表明了美国对伊朗新兴民主政权的态度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上任之初 舒斯特就指责伊朗财政状况混乱 政治摇摆不定 以及政府和国民议会的软弱 他也并不掩饰对帝国主义列强 极其歧视性做法的批评 1912年 就在他被迫离开伊朗后不久 他出版了《波斯的窒息》 生动地描述了伊朗在欧洲侵略下的困境 他把他的书献给了波斯人民 使波斯人民在极为艰难险阻的环境下 以坚定的信仰雇佣他 协助完成国家重建的任务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 舒斯特被强行剥夺了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完成 这项极其有趣的任务的机会深感失望 在这片土地上 两个强大的 也许开明的基督教国家把真理 荣誉 正派和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上 不择手段 自以妄为 至少有一个国家 甚至毫不犹豫地 以最野蛮的残忍手段来完成其政治意图 扼杀了波斯自我重组的希望 他对美国读者饱含感情地恳求道 如果波斯主权的毁灭凸显的是 文明世界对1911年国际政治中 强盗行径的纵容 那么现代波斯的宪政主义者 将会无法生存 斗争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 会白白地流血牺牲 波斯的窒息 含蓄地提及英国和俄国 尤其是俄国对伊朗宪政制度的敌意 这不仅反映了舒斯特的反帝国主义情绪 也反映了他和他的美国同事 在踏上波斯土地的那一刻 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 他把任期 1911年5月至1912年1月 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都花费在了对付贪得无厌的高官 和两大强权的阴谋上了 甚至在他开始财政整顿前就是如此 老一代的政治精英们 觊觎着濒临破产的财政部 希望能从一位说英语的 私人银行家那里 获得更多的贷款 一次要价甚至多达400万英镑 此外 舒斯特尝试组建一支 由国家财政供养的 宪兵部队的努力 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威胁到了立宪政权的生存 舒斯特抵达后不久 一场反革命运动 在1911年7月达到了顶峰 当时 被废除的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登上一艘俄国蒸汽船 抵达伊朗东北部 一个靠近阿斯塔拉巴德的 离海小港 他在几千名逊尼派 土库曼部落士兵的护送下 向德黑兰进军 与此同时 他的兄弟萨拉尔 到来动员了西北部的逊尼派 库尔德部落 占领了西部城市克尔曼沙 并向大布里士和哈马丹挺进 旨在让穆罕默德 阿里或他的兄弟 重新登上凯加王座的行动 得到了圣彼得堡的默许 并且很可能是沙皇本人批准的 不出所料 这些战事进展的消息 让德黑兰陷入了恐慌 比起其在马上的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的战斗力 革命政府更担心俄国的报复 此外 尽管英俄两国公使承诺 永远禁止被废除的国王返回伊朗 但他们甚至不愿对攻击立宪政府的军事行动 发表口头谴责 由于不定的德黑兰政府 陷入了凯加王朝首都地区老牌保皇派的残余势力的包围 在绝望中动员了一批刚从伊斯法汗来的巴赫地亚里骑兵 加上耶普勒姆 汉领导下的警察小分队 以及来自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志愿军 革命联军与距离首都不到30英里的反革命军队进行了交战 在舒斯特的劝说下 德黑兰发布了对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的公开逮捕令 悬赏10万图曼 约合23.7万美元 生死不论 在一次短暂的交战中 穆罕默德 阿里 沙赫的军队司令被俘 后被击毙 甚至在他的骑兵撤退到位于阿斯塔拉巴德以北的俄国边境一侧的基地前 被废除的国王就登上了同一艘蒸汽船 逃回了俄国 然后又流亡至欧洲 1925年 在流亡意大利圣雷莫期间 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 国王撤退后不久 其兄弟萨拉尔到来在德黑兰南部被击败并逃往国外 一名德国炮兵教官当时正在耶普雷姆汉的部队服役 他用马克西姆枪把萨拉尔倒来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而对立宪派来说 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失去耶普勒姆汉 他于1912年5月在交战过程中牺牲 到1912年10月 所有想复辟就政权的美梦都宣告破灭 最后通牒与军事占领 凯加前国王复辟的失败进一步激怒了俄国当局 并加剧了他们对伊朗立宪政府的敌意 俄国驻德黑兰部长玄吉找了一个借口 羞辱并最终消灭了议会制政权 1911年10月 他向德黑兰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伊朗政府为侮辱俄国总领事的行为正式道歉 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 俄国之所以要求伊朗政府道歉 是因为国民议会当局授权财务总长 舒斯特没收了叛国的萨拉尔 到来及其兄弟肖萨尔塔内赫的财产 他们是反革命阴谋的主谋 俄国总领事以肖萨尔塔内赫 是从俄国抵押贷款银行获得贷款为借口 命令哥萨克军官占领其住所作为抵押品 并赶走了前来没收该住所的舒斯特的代表 报复新切的总领事提出了同样虚假的说法 他声称肖萨尔塔内赫是俄国的保护对象 因此和俄国的沉迷一样 相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 由于害怕这一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伊朗政府被迫屈服于开战的威胁 为了安抚圣彼得堡 伊朗外交部长亲自前往俄国大使馆 代表伊朗政府正式道歉 然而英俄两大国的要求没有结束 他们共同的心愿是扼杀伊朗新生的民主 在所谓的要求几乎都得到满足之后 俄国政府于11月29日向伊朗发出了第二次最后通牒 这次英国公开表示了支持 第二次最后通牒要求伊朗立即满足三个条件 否则将面临俄国的军事占领 并在事实上结束其国家主权 通牒要求摩根·舒斯特和他的美国同事辞职离开 此外还要求今后伊朗政府在没有两个大国同意的情况下 不得任用外国国民为其服务 最令人发指的是 最后通牒要求伊朗政府为目前向伊朗派遣部队的费用支付赔款 其数额和方式将在稍后确定 这要求是在俄国向吉兰省和阿塞拜疆省部署更多部队 以加强其所谓的势力范围是提出的 英俄两大国此举实际上是公然要求伊朗将英俄侵犯其主权的花费偿付给侵略者 而事实证明 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伊朗人进行了大屠杀和虐待 第二次最后通牒比第一次更加强烈 并在国民议会内外掀起了一场风暴 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的抗议运动 国民议会和各大清真寺均发表了力挺舒斯特的演讲 各省也发出了呼吁全国团结一致的电报 在纳杰夫立宪派的最高效仿对象穆罕默德 卡奇姆 呼罗珊尼的领导下 什叶派乌莱玛对欧洲人扼杀立宪革命和压迫伊朗国家的恶毒阴谋进行了谴责 什叶派呼吁伊朗民众抵制巴扎里的俄国和英国商品 重振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保皇党 抗议也罕见地提高了女性的声音 她们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她们不再默默地站在男性亲属的背后 而是呼吁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 支持立宪政府采纳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一时间立宪精神仿佛复活了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 这一次扑灭伊朗人民希望的罪魁祸首显然不是凯加政权及其宗教盟友 而是欧洲人的全球战略 甚至早在伊朗滴滴石油被运往欧洲大战的战场前 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伊朗妇女在玉金香大道上举行了示威活动 在全国上下呼吁抵制俄国威胁的鼓舞下 国民议会的70位议员在俄国设定的48小时期限的最后几分钟里 投票否决了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议案 尽管如此 巴赫地亚里人控制的内阁还是屈服于英俄的压力 解雇了舒斯特 出于对俄国入侵的现实恐惧 巴赫地亚里部落首领们愿意遵从俄国的意志 而当时他们正与英国当局就胡奇斯坦省新发现的 马斯吉德苏莱曼犹田的所有权进行谈判 由于巴赫地亚里部落领地的前景有利可图 他们不愿因此得罪英国现在的盟友俄国 然而国民议会却坚持到了最后 12月13日 穆罕默德 卡奇姆 呼罗珊尼在纳杰夫突然死亡 这一领人沮丧的消息并没有下退议员们 呼罗珊尼是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突然去世的死因沉迷 但显然他在考虑对俄国发动圣战 德黑兰有传言称 俄国特工因为他的死负责 尽管不能排除英国默许的可能性 即使这些纯粹是猜测 也足以使公众意志消沉 削弱对国民议会的支持 俄国人无意与国民议会达成协议 俄国军队在12月1日重新占领了大布里士 大肆掠夺 强奸 绑架和杀害无辜人民 大布里士民兵在临时示意会的领导下 重新集结了费达伊的残余力量 在与俄国5000人的部队进行的三周巷战中 费达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俄国付出了近800人伤亡的代价 而大布里士的狙击手数量 仍超过俄国援军 保皇派的沙赫塞文部落 两军交战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并摧毁了这座城市最为著名的历史古迹 包括13世纪伊尔韩国时期的城堡 阿里沙赫城堡 更残酷的是 在1912年9月13日 阿舒拉节当天 俄国占领军公开缴死了 大布里士抵抗运动的8名领导人 其中包括开明的立宪派人士 谢赫学派的木制台西德阿里 阿卡萨卡特 伊斯兰 大布里士 被缴死后 他们的尸体在绞刑架上悬挂了好几天 到了适当时机 另外36名民族主义者 也因反抗外国占领等子虚乌有的指控 而被缴死 1912年初 从最西部阿塞拜疆的霍伊道 最东北部 护罗山省的萨拉赫斯 两万俄国军队已经占领了 伊朗北部的全部省份 当时 马什哈德的居民 躲在伊朗的宗教圣地 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穆穗萨 里达的圣灵大厅里 面对民众的抵抗 俄军用野战炮摧毁了圣殿大厅的金色圆顶 还洗劫了圣灵的金库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 俄国占领军通过恐怖和暴力 对伊朗北部半壁江山 维持着微弱的控制 这也难怪伊朗人会在1917年 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欣鼓舞 英国也不甘于落后 着手向伊朗南方省份增兵 英属印度兵分队以保护英国利益 不受部落骚乱影响为借口 从波斯湾港口布什尔向 舍拉子和伊斯法罕进发 在那里 他们将面临公开的对抗 这两个城市的巴扎军 通过罢式以示抗议 乌莱玛要求民众抵制英国产品 并发布教令禁止向侵略者出售商品 在整个伊朗 对外国占领的怨恨情绪已溢满了城市 并蔓延到了农村 在南部农村地区 最重要的部落是法尔斯省的卡什卡伊和哈姆塞 他们发动了针对德黑兰亲英的巴赫地亚里 诸汉的部落起义 然而 部落的抵抗很快就在自相残杀和混乱中宣告失败 在德黑兰 国民议会两次拒绝了俄国下达的最后通牒 实际上是对逐渐掌控政局的首相纳杰夫 库里汉萨萨姆萨尔塔内赫 这位亲英派的巴赫地亚里汉投了不信任票 不管投票结果如何 整个危机期间他一直在位 而在早先的1911年12月24日 一万两千名俄国士兵 就已经集结在离海沿岸的安扎利 他们叙事待发 准备进军德黑兰 在俄国和英国的巨大压力下 此时的巴赫地亚里首相得到了耶普勒姆汉的协助 他命令新成立的胡马雍军团占领国民议会 驱逐所有议员并封锁议会大门 同时他还威胁这些议员 如果他们胆敢在议会或其他地方开会 就会性命难保 内阁获得了阿伯勒·卡塞姆·纳塞尔·默克的支持 他是辅佐未成年的国王艾哈迈德·沙赫的第二位摄政王 他学识渊博 出身于哈马丹的卡拉格鲁家族 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教育 是爱德华·格雷和乔治扣松的朋友 他虽然是一位博学之人 但事实证明 在领导国家的关键时刻 他却成了一个胆小懦弱的政治家 由于害怕俄国人出兵占领首都 他宣布解散第二届国民议会 并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暂停了宪法的实施 一个由五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 接受了俄国的最后通牒 并遵守了其条款 只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修改 不久之后的1912年1月 摩根·舒斯特和他的美国伙伴们辞职 并离开了伊朗 在他们乘坐马车抵达伊朗不到一年之后 就有乘坐汽车离开了伊朗 在舒斯特被迫离开的前夕 民众在国民议会大楼前的巴哈里斯坦 广场举行了示威 学生们高喊 不独立无宁死 目睹这一情景 历陷革命时期的伟大诗人 阿伯勒·卡塞姆·阿雷夫·加兹温尼 创作了一首歌曲 《陷阱存歌词》 客人被迫离开我的家 这真令我蒙羞 宁可放弃生命 也不能让客人离开 如果舒斯特离开这个国家 伊朗将会失败 这个国家的青年啊 不要让伊朗迷失 我们已经失去耐心了 因为那个小偷在我们家园捣乱 却不受任何惩罚 如果我们允许舒斯特离开伊朗 我们的故事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耻辱 舒斯特书中关于暂停立宪的片段令人动容 他认为破坏伊朗民主历程的行为 是肮脏地终结了一场为自由和启蒙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反思自己短暂的经历时 他进一步写道 波斯人在政治事务的实际运作和代意制宪政的技巧上是不熟练的 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但同样地 他们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政治传统 民族性格 独有气质和意识形态 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 五年算不了什么 他甚至还没有一个人洗心革面所需的时间那么长 然而 经过短短五年的努力 波斯人民已经克服了他们所有的困难和所谓的友好国家的骚扰 成功地挫败了一个暴君的精心计划 这位暴君试图从他们手中夺走来之不易的自由 而两个欧洲国家却告诉全世界 这些人是不称职的 危险的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政府架构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1912年所做出的判断 这个判断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灾难降临伊朗 早于1919年英国试图把伊朗变成半殖民地 也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占领伊朗 也早于舒斯特的祖国在1953年与英国合谋 剥夺伊朗的民主愿望 以及对其自然资源的经济主权 舒斯特得出了结论 听起来就像预言一般 伊朗是这场纸牌游戏的倒霉受害者 几个欧洲强国虽然有几百年的打牌经验 但仍然把弱小国家当作赌注 把整个人类的生命 荣誉和进步当作是博弈的牺牲品 舒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支持立宪革命的外国人 也许最勇敢 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著名的英国学者爱德华 格兰维尔·布朗 从立宪运动一开始 布朗就与主要立宪派人士和富有同情心的 英国驻伊朗外交官通信 给予伊朗道义上的支持 他还在英国组织了支持革命的伊朗委员会 在西方寻找其他支持的声音 他回应了英国媒体对立线派的恶毒攻击 并在伊朗革命展开的过程中提供了最新的消息 布朗在1910年出版了1905-1909年的《波斯革命》 The Person Revolution of 1905-1909 这是一部杰出的现代史著作 创作的基础是他出版过的宣传手册和政治短文 还有他的书信及调查研究 这本书为英国读者提供了一种革命的内部视角 其独特之处在于直接传达了伊朗人的思想和情感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以及1909年年中浮现的伊朗革命的光明前景 布朗的作品是一部经典著作 他不仅质疑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帝国主义偏见 而且质疑了对东方主义进行全面性批评的正确性 以及东方主义者始终是帝国主义霸权先驱的这一普遍假设 尽管布朗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 迷恋东方的浪漫主义愿景 但他的1905-1909年的波斯革命 是一项反帝国主义的专题研究 有助于将立宪定义为 反对国内专制压迫和外国入侵的真实声音 他的书的封面上印着波斯语 伊朗立宪革命万岁 以此来表达对伊朗立宪事业的同情 这也表明他代表伊朗人反对列强的暴行 是没有任何不良动机的 尽管他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 未能改变英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然而 对伊朗立宪革命而言 他的1905-1909年的波斯革命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故事 几十年来 这本书定义了谁是革命的先驱 英雄和恶观 意见人士与绝望者的诗歌 阿雷夫 加斯温尼那首《关于舒斯特的歌》 只是意见人士诗歌的冰山一角 这些人在立宪革命期间 得到了自由表达的机会 在所谓的失忆空间里 伊朗人经常质疑 他们社会的主流政治和宗教价值观 谴责虚伪 贪婪和暴力的现象 随着立宪革命的到来 新闻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位新一代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 并把他们从凯家宫廷和贵族的庇护中解放了出来 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创作作品 这一时期的诗人使用波斯古典的形式和形象 通过新闻和出版物 以及音乐会 表演 特别是流行歌曲 来吸引他们的受众 新诗的意境当中 蕴含着革命的抱负与痛苦 这一时期的诗人仍然忠实于波斯古典诗歌的主题 如用泛神论的眼光凝视自然的风光 表达对心爱之人的渴望 追忆逝去的年华 感怀青春的消逝 他们还哀叹故土的江河日下 以及充满敌意和贪婪的外国势力 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伊朗过去辉煌的岁月 当下残酷的暴政与抗争 贪婪 腐败的政治权贵对人民的钳制 宗教领袖的迂腐无知与顽固偏执 人民的贫困与饥饿 以及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的黑暗宿命 也都是新诗歌共同的创作主题 对进步 繁荣和社会正义的渴望与呼声 也日益热切 他们认为 通过大众教育 现代科学 技术革命 努力工作和摒弃陈旧偏见 在伊朗实现这些目标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希望变成了绝望 革命后的伊朗深陷政局动荡 并遭受了外国占领 致命的疾病 以及大规模饥荒的爆发 饿瓢遍野 也是这些诗人哀叹国家命运的 其他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包括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在内的 伊朗知识分子 希望出现一位救世主 这位救世主将完成立宪革命的目标 甚至不惜放弃对宪政民主的奢求 这一时期的七位主要诗人中 穆罕默德·塔奇·巴哈尔 穆罕默德·泰奇·巴哈尔 1884-1951 在诗歌卓越性以及对社会脉络的清晰把握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当时 他正处于自己漫长而辉煌的政治 新闻以及学术生涯的开段 他出生在马什哈德的一个文学世家 从附近那里继承了第八任伊玛穆圣灵的桂馆诗人的称号 在家乡时 他就投身于新闻事业和革命诗歌的创作 并在1912年搬到了德黑兰 巴哈尔在同年创作了一首最具个人代表风格的著名诗歌 名为《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引人注目的是 这首诗呼吁人们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 而这正触及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问题 在祖国屋顶上燃起的黑烟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燃烧的火焰从左到右闪耀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即使我们奄奄一息 我们也不应该抱怨陌生人 我们也不应该和别人争吵 审视自己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我们是那棵老梧桐树》 《不抱怨暴风与咒语》 《唯有生长在泥土里》 《我们能做什么》 《火在我们的肚子里》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十年的时光被浪费在伊斯兰学校的争论里 夜里却辗转难免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一个谜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我们说我们现在醒了 真是个幻觉 我们的觉醒是什么 对于一个需要摇篮曲的婴儿 觉醒又是什么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我们讨厌历史地理和化学 我们与哲学格格不入 到底是他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每一所伊斯兰学校都在大声争论 他们说巴哈尔迷恋西方 迷恋肉体与灵魂 抑或他就是一个十字军的异教徒 我们不争论 因为这一点不言而喻 我们所热爱的接缘于自己 当国民议会在俄国的最后通牒下被解散 宪法自创立以来第二次被废止 巴哈尔认为应对伊朗的困境 负责的是伊朗政坛的左派和右派 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 在当时巴哈尔认为 这个看似觉醒的伊朗民族 如同一个出世提升的婴儿 在摇篮曲中蹒跚学步 而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人文知识 与科学技术来获得成熟 阿雷夫著名的歌曲之一 是在民族主义者攻占德黑兰之际创作的 他将这首歌献给了海达尔 汉 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刻 他的内心仍然饱含着 忧国忧民的悲观与惆怅 这首歌有两节适用达实地条式 Dash T-Mode 是波斯达斯特加赫音乐体系中 最悲伤的一类 常用于伊朗田园音乐的旋律 写成的用以缅怀波斯的过去 但在对逝者的哀伤记忆中 又借欧洲的浪漫主义 来为主题添加丰富性 祖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郁金香 柏树弯下了他挺拔的身躯 鞠躬 致敬 哀悼 叶英在玫瑰从下阴影中诋毁 像我一样 花朵在悲伤中撕掉了他的花瓣 上天何其残忍 何其诡诈 何其爱报复 医员们忙着沉睡 部长们忙着敛财 伊朗所有的金银被洗劫一空 神啊 请赐给穷人们复仇的力量吧 上天何其残忍 何其诡诈 何其爱报复 与此同时 阿雷夫对国民议会各党派的内斗感到失望 于是写了一首颂歌 反映革命运动令人痛心的未来 被捕获的小鸟哭个不停 都是为了祖国 我就和这只龙中鸟一样 同胞们 你们要想办法拯救你们的自由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就会像我一样成为龙中鸟 一座房子 如果只有沦落到外族人手中 才能变得繁荣 那就让这座房子在泪水中沉沦吧 因为那是一座用泪水砌成的房子 如果外族人来了 最好都披上妇女的服装吧 因为在这个国家 没人比妇女更一无所有了 阿雷夫的人生结局和他的诗歌一样悲惨 1934年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调和经常性的不切实际 以及对伊朗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都化为一种吸食了鸦片般的虚无缥缈的忧郁 到了秩序森严 独裁专制的巴列维王朝 没人在乎他的生死 从流行性层面而言 诗歌将令人绝望的消息柔知以讽刺 用一种普通人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这一点在阿什拉夫 丁 加兹温尼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他创办的讽刺杂志 北风更广为人知 正如刊物名所暗示的那样 他诗歌中的许多主题 以及创作风格 题材 都受到了当时高加索地区流行刊物的启发 尤其是著名的讽刺杂志 莫拉 纳塞尔 丁 这本杂志是由巴库的阿塞拜疆伊图尔齐人于1906年开始出版发行的 北风成功地重新诠释了波斯人的讽刺精神 自1907年起 这份由德黑兰一家小型犹太出版社出版的周刊 已经不定期地发行了35年 虽然一直低调 却广受欢迎 这份杂志以低回的声调 反复表达了对伊朗伟大历史的怀念 同时哀叹伊朗当下的衰败 愚昧和贫穷 在1908年政变前 爱德华布朗案相同韵律翻译了 北风中抨击穆罕默德 阿里沙赫的片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的生活陷于苦难之中 每颗心都燃起了愤恨的火焰 当国民反对国王时 国王却仍在支持国家的敌人 当抗争主导国家时 我们的车队却又瘸又不及时 我们要高呼 如今媒体终于自由了 波斯必将重新繁荣 如今我们的自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大学数量激增 民众所投掷的瓶子和石头 就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我们的车队却又瘸又不及时 蠢驴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英权掌控着计划与方案 老狐狐狸似乎成为受人尊敬的对象 沙普骁 Shebchel 国王的俄国导师成了值得信赖的掌柜 我们在想 怎样才能从这帮爪牙手中赎回国王呢 我们的车队又瘸又不及时 那个时期的讽刺散文 也没有对伊朗的衰落给予更多的谅解 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样的多世之秋 达赫霍达在天使号角 撰写的专栏喧嚣之声对社会价值 社会实践进行了精辟而又复杂的审视 达赫霍达出生在加斯温的一个小地主家庭 他早期接受过伊斯兰学校教育 他的农村成长经历 以及在巴尔干半岛短暂的外交生涯 使他成为那一代人中 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在1906年到1908年7月 达赫霍达使用另一个讽刺笔名达克霍 道卡 因为首领 是加斯温方言 用绵柔的文字基调 简单单一针见血的逻辑 在杂志上发表了32篇文章 达赫霍达讽刺了保守派 嘲笑了宫廷和腐败的贵族 同时刻画了普通人的苦难 和被压迫者的不幸 饥饿的农民 濒临破产的工匠 受压迫的妇女 以及许多想象中的人物类型 这些人物仿佛是作者 另一个自我的化身 1908年 天使号角的发行量 多达2.4万份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达赫霍达的贡献 在第一期杂志中 作者提出要用巧妙的治疗方法 来解决伊朗民众中 严重的鸦片成瘾问题 另外还有掺甲的面包粉问题 以及穷人的医疗救助问题 布朗对这篇短文的出色翻译 体现了文体和内容的心影 在印度旅行了几年后 我看到了隐士的圣人 获得了炼金术 护身术和巫术的技能 感谢安拉 他让我在一项伟大的实验中 获得了成功 治疗鸦片瘾的方法不止一种 我现在向所有狂热的 吸食鸦片成瘾的穆斯林兄弟宣布 按照这样做就有可能戒掉 吸食鸦片的影集 首先必须下定决心 坚决戒烟 其次 如果一个人每天吸食两米斯卡勒 Miko 两米斯卡勒约等于9克 鸦片 他现在应该试证 每天减少一格令 Green 一格令约等于0.06克 鸦片的剂量 同时加上两格令马菲作为代替 用以缓解烟液 如果一个人每天吸食米斯卡勒的鸦片 就应该把用量减少一格令 同时加上两格令哈吸食作为替代 因此 只要鸦片成瘾者坚持下去 他所吸食的两米斯卡勒鸦片 就可以被斯米斯卡勒马菲所完全替代 按照同样的逻辑 他在下文向伊朗的政治家们提出 既然人民很穷 吃不起小麦面包 而农民一生都在种小麦 自己却一直忍机挨饿 他们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在元旦那天 他们用纯面粉烤面包 第二天 他们会在梅英淡面粉中放一堆苦杏仁 大麦 茴香花 巨末 木株 沙土 也就是说会加进去巴米斯卡勒的土块 碎砖头和豆子 很明显 在伊英丹的穀物里 掺进这些东西是不会被发现的 第二天掺进两堆 第三天三堆 第一百天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小动作 而吃小麦面包的习惯已经完全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 1908年政变后 天使号角的主编贾汉吉尔 汉舍拉茨被处决 达赫霍达流亡到了瑞士 并在宪法恢复以后返回伊朗 开启了自己作为伊朗最伟大的现代词典编撰者的学术生涯 和巴哈尔一样 他更倾向于置身于政治之外 或者说是追求用语言和文学来表达伊朗的民族身份 对世俗现代性的沉思 诗歌 讽刺文学 音乐 新闻 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和词典编撰 虽然在建构立宪时期伊朗民族文化方面表现突出 却无法填补立宪革命在理论基础上的显著空白 此外 很少得到关注的是政治思想 民主秩序与专制统治 公民权利 基本人权与国家权利 世俗法与至高无上的宗教法 新兴的世俗社会价值观与沙利亚法的要求等等 鉴于伊朗的伊斯兰哲学传统 以及对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思想是经古典阿拉伯语翻译 而被选择性地了解的 的深厚造诣 这种理论的匮乏就更令人费解了 此外 伊朗人长期以来 一直以境界的形式 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建议 政治活动家经常会粗略地提及这些理论问题 他们大多是在思考马尔科姆汉和阿卜杜勒 拉西姆 塔利波夫 大布里兹等人的作品是发现的 然而 这些作品在历线革命时期 并没有广泛地出版传播 对现代政治哲学的莫不关心 可以归因于僵化的学术传统 这种传统自17世纪晚期以来一直盛行 特别是在伊斯法汉 在那里 毛拉 萨德拉的学生放弃了对政治哲学的追求 甚至阻碍了产生任何一种本土替代思想的可能性 尤其是那种可以遮盖他们老师思想光辉的新思想 由于害怕教法学家的责难 凯加时期和历线革命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 即使能够做到捍卫他们自己的观点 也都战战兢兢地回避那些关于个人权利 社会宽容和社会契约的理论 也没有组织或赞助者愿意翻译和阐明 这些来自欧洲的概念 并进一步使之本土化 因而 宪政主义被视为舶来品 并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得到执行 而其理论内涵往往会被忽略 甚至在关于立宪合法性的激烈辩论之前 革命领导者就急于将其定义为一个有限的概念 即使涉及政府层面 只限制统治者的权利 而实际上修订的宪法已超越了政治领域 进入了传统上由沙利亚教法 所统一的社会经济领域 立宪派坚持认为 对国家机构的改革 绝不应触及伊斯兰教原则和教法 他们一再声称 立宪与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精神是相伴而生的 他们认为 像谢赫法兹洛拉奴隶这样的教法学家 之所以反对和攻击立宪 是因为目光短浅 而宗教内部的派系斗争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这种解释的诚意和必要性究竟如何 这一做法的确避免了乌莱马 以异端邪说为由的攻击 却几乎没有人认真地 阐明过自由民主的理论边界 换句话说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全面性的神圣秩序 其对个人 政府和社会的权利 都有一定要求和限制 这一点在立宪革命时期 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 也没有人努力阐明一套可行的妥协方案 当时 立宪派并不认为 有任何必要进行有风险的争论 他们也不认为 一方面遵从伊斯兰教这种全面性的社会秩序 而另一方面提倡 世俗化的现代社会 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历史悖论 然而 穆罕默德 侯赛因 纳伊尼 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当时 他是一名住在纳杰夫的高级教法学家 1908年 当内战在他的祖国肆虐的时候 纳伊尼在他的书 《塔兹赫》 《乌马》中指出宪政与什叶派伊斯兰教义是相容的 他认为 在当时缺乏伊马木公正和公平统治的情况下 立宪是罪恶较轻的一种罪 尽管立宪也有种种缺点 但也是替代专制统治最可行的选择 他主张在伊马木尚未重现的现实下 国民议会的议员集体代表一个可以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 前提是 他们要在木制台西德的监督下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理论的出发点 主要是回应奴隶和国民议会反对者 尽管如此 无论是纳伊尼还是其他任何人 都不愿意承认诸如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不平等 对言论自由和解设自由的限制 性别不平等 奴隶制和酷刑的存在 以及对非宗教信徒的不宽容等问题 而这实际与一个宽容 多元的社会发展要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有人愿意发声反对这一事实 即伊斯兰教法对社会和国家的所有事物 都具有全面的控制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1909年以后 随着伊朗世俗社会的相对发展 甚至连奈伊尼都收回了他早先的主张 并试图将他出版的作品撤下 和大多数木制台西德一样 他退回到了传统教法学家的小团体里 同时也明确地表示 君主专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 是教法学家对沙利亚法领域 进行监督的必要补充 在本质上 这种观念是由奴隶所倡导的 至少他在反立宪斗争末期 就是如此主张的 在立宪革命之前以及革命期间 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一本和改编版 在伊朗出版 填补了此前立宪理论的真空 并有助于形成立宪革命的意识形态 和话语体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阿卜杜拉·拉赫曼·卡瓦科比翻译的 《专制模式与排除一集》 该书实际是用阿拉伯语翻译了 1800年出版的土耳其语义著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的《建筑》 而《建筑》 这本书本身就是对孟德斯鳩的 《论法的精神》的总结和诠释 1908年 《论法的精神》 被自由主义者 凯加王子阿卜杜勒·侯赛因 米尔扎翻译成了《同名波斯语》一本 并在德黑兰出版发行 这本书在定义专制主义 和阐明宪政主张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宪革命的遗产 也许正是在立宪理论基础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才更应该对立宪革命的政治挫折 做出些许解答 尽管伊朗立宪派在城市阶层的支持下 发起了一场纯粹的自由主义运动 但他们从未真正成功地界定 宗教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关系 欧洲列强的地缘政治诉求 同样也不会允许 立宪革命的自然发展和最终胜利 从一开始 立宪革命就面临着来自 凯家政权及其附属的宗教保守派的反对 也面临着列强日益增长的敌意 最终这场革命折戟沉沙 戛然而止 凯家贵族的统治地位虽然被动摇了 却没有被斩草除根 国内政局的动荡 控制国家机器的大地主阶层精英分子的保守 以及在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上的缺乏 都能够部分地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 这些敌对势力的全面反扑说明了 为何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被证明是不平衡和不协调的 为何伊朗会在20世纪经历另外两场重大的政治动荡 然而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把立宪革命视为彻底的失败是错误的 1914年的伊朗与1905年的伊朗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就秩序的两大支柱 凯家王权和木制台西德体制被削弱了 革命还成功地消除了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重要障碍 巴列维王朝早期的现代化改革 正式继承了立宪革命的遗产 中央集权制 统一的军队 财政 民事和刑法 以及现代公共教育方面的改革 公路和铁路通信 所有这些改革都源于立宪时期的政策辩论 并徘徊在那个时代的革命目标和报复中 不容否认的是巴列维王朝存在着滥用权力的情况 尤其是皇家宫廷及其附属机构 但法治 秩序和程序正当的观念仍然存在 并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伊朗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叙事 是在立宪时期形成的 对祖国的爱的概念被纳入了革命的话语体系中 尤其是1909年以后 民族的和民族主义的被频繁提及 预示着民族主义成为巴列维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大多数经历了后立宪时代的改革的政治家 包括李萨 汉本人在内都是由立宪革命的经历所塑造的 且备受政治挫折的痛苦折磨 的确正是立宪在放弃自由主义理想的同时 全盘采用了非政治性的改革议程 才把这些人团结在了一起 给了他们一种使命感 他们的使命是通过另一条强国之路重建一个伊朗 在他们看来 这是把伊朗从帝国主义霸权 政治混乱和派系纷争中 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 也是展现稳定 繁荣以及强大愿景的最佳战略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各方都认同这一进步观点 从立宪时期自由主义动荡喧嚣的经历 到巴列维时代积极但粗制滥造的独裁统治 这段历史进程实际是一条崎岖的道路 这条道路让伊朗经历了外国占领 地方叛乱 饥饿 疾病 一战期间 及其死后 死伤惨重等更为黑暗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加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希望 但也给许多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他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真正的立宪遗产 或伊斯兰教的真正价值 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外国势力 攻伐的受害者 而且也是立宪派背叛的受害者 后来又成了李萨汉专制暴政的受害者 在英国占领者及特权精英的支持下 掌权的李萨汉被视为篡位者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这些历史记忆一直影响着许多代伊朗人 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对一些人来说 立宪革命的经验证明 西方国家是不会允许伊朗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的 而国内的政治参与者也无力维持这个政权 对另一些人来说 立宪的自由民主是搏来品 甚至不是想象的真实 而是一种疾病 然而立宪革命的记忆仍然在参与者 目击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挥之不去 并被重新塑造成一种反抗国家暴政的历史叙述 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 盟军占领了伊朗 随后的石油国有化运动 使伊朗的政治家和观察家 有机会把民族暴富和外国入侵 看作立宪斗争的继续 尽管背后的代理人和参与者并不完全相同 但两者的相似之处确实惊人 穆罕默德·摩萨台 是石油国有化的拥护者 他是钱凯加精英阶层的一员 这些精英的世界观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立宪革命及其国民议会塑造的 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 鲁霍拉·霍梅尼教法学家授权下的伊斯兰政府学说 则明确拒绝了立宪革命时期的世俗自由主义 而更符合法兹洛拉·努里和摩萨尼 支持者最初所宣扬的路线 霍梅尼试图将较法学家监护的 另一种观点具体化 使伊朗朝着与立宪截然不同的方向转变 却仍然让伊朗人像立宪革命时期那样 在民主、国家认同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 苦苦挣扎